这个,一腾上文坐回了椅子上,一脸专注地回忆着,我那个时候开车送我姐姐回饭店,因为我姐姐不太舒服,所以我开车的速度并不快,不过这应该不算单的时间吧,至于可疑的人,我记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车子或者人 也就是说,池飞池继续问道,你送每番小姐抵达饭店房间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九点四十到晚上十点之间,对吗? 田山家四人坐在两人中间,十元打野,十元里箱子,田山有杀,有些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身体,心里嘀咕着自己,就不该夹在正在对话的两个人中间,这样实在太别扭了 田山见智郎感觉到流动的空气中隐约传递着丝丝压力,没有像田山家其他三人一样,将原因归之为尴尬,别扭,看了压力源头池飞池一眼,随后垂眸脸目,默默听着池飞池和伊藤善文的问答 我没有留意抵达饭店的具体时间,伊藤善文一边回忆一边说话,语速很慢,不过离开宴会厅的时候,我姐姐看过时间,那个时候应该是晚上九点二十分 她还说,接下来要让姐夫一个人招待客人,她感到很不好意思,我还安慰她,她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才离开,大家会理解的 如果你们路上没有耽搁,那么你们抵达饭店房间的时间,差不多就是晚上九点四十分,池飞池再次向伊藤善文确认时间,对吗? 伊藤善文点头肯定了池飞池说的时间,没错 柯南心里疑惑着池飞池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时间,回想了一下,很快脸色一变,惊恶地看了伊藤善文一眼,又神色凝重地垂眸整理着头绪 会员爱注意到了柯南的神色变化,心里有了一个猜测,距离事件解决已经不远了 你送美帆小姐回房间的时候,有没有进过她的房间?池飞池又问道 伊藤善文再次点了点头,有,她身体不适,所以我进门送她到了卧室门口,之后才离开的 你离开的时候,房间里的灯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池飞池继续问道 伊藤善文目光开始往一个方向飘忽,房间里的灯吗?我离开的时候,应该是开着的 木木十三察觉到伊藤善文回答问题比之前吃力一些,看伊藤善文的目光变得凝重起来 撒谎者哪怕事先将谎言在脑海中重复思考一千遍,也无法将谎言每一个细节填补完善 如果有人问到撒谎者事先没有想过的细节,撒谎者的答复就容易前后矛盾 或者,撒谎者为了不让细节前后矛盾而过多思考,而出现目光飘忽,回答速度变慢的反应 询问细节是警方审讯时常用的方法,在刑事部工作了这么多年,他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方法来问过话 对不同的人的反应也无比熟悉,熟悉到他只凭伊藤善文的答话节奏,就能感觉到伊藤善文有所隐瞒 要辨别当事人是否撒谎,不是看当事人说话语速有没有比别人慢,而要看当事人说话语速有没有比正常情况下慢 要是当事人没有撒谎,只是复述当时的情况,可能会在回忆时沉默或者停顿,也可能会出现不确定,可能是这样的字眼 但在这种正式的问答中,当事人会回忆到一定程度再给出答复,答话节奏跟之前不会有太大区别 不过伊藤善文之前也伪装得很好,本人心理素质绝对过关,迟老弟这样可能会让对方提前感受到审讯时的心理压力 要是让伊藤善文适应了这种高压,他们警方后续想要通过训问来攻破伊藤善文心房的难度会比较大 简单一点来说,他是觉得迟老弟此刻给伊藤善文施加的压力有点过大了 他们警方只有在掌握一些证据的时候才敢施压到这种程度 因为要是没有在高压中击破犯人的心房,犯人可能会因为对抗成功而产生强烈自信心,之后变得越发狡猾难缠 其实他之前说过的,伊藤善文在多家金融机构借了几百万的事,可以作为攻破伊藤善文心房的突破口 但是那,已经被他说出来了,伊藤善文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现在再用就不灵了 至于其他方面,他不觉得还有什么事适合用来 昨天晚上9点45分,池飞池目光依旧平静地看着伊藤善文丢出了自己掌握的王诈信息 饭店里一位工作人员看到有人从美番小姐房间里急急忙忙地跑出来 这,伊藤善文脸色大变,猛然坐直升之后,又强行止住了站起身的动作 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难以遮掩的惊讶,怎么可能 迟老弟,这是真的吗?目目十三震惊地问了出来 伊藤善文在晚上9点20分和伊藤美番离开宴会厅 照伊藤善文所说,两人路上没有单个时间 那么,姐弟两人抵达饭店的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40分左右 而晚上9点45分,居然有饭店工作人员看到伊藤美番房间里有人跑出来 以时间来看,饭店工作人员看到的人很可能就是伊藤善文 难道这起事件有目击证人?迟老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们全程在一起调查,为什么他不知道? 等等,迟老弟该不会是炸伊藤善文的吧? 虽然他们警方不能编造事实来榨取口供 但是迟老弟不是警察 他们不能做的事,不代表迟老弟不能做 就像刚才,如果他们警方问话给伊藤善文带来了压力 伊藤善文可以气愤表示你在怀疑我吗? 以此来回避问题 在他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警方会很被动 但迟老弟问起来,伊藤善文不确定那一招对迟老弟管不管用 就会会选择尽量配合回答问题 这么想着,目目十三心里有些傲慢 如果迟老弟是炸伊藤善文的,作为警察的他在这个时候 不应该表现得很惊讶 最好是一脸高深莫测地保持沉默 让伊藤善文摸不准他们掌握了多少东西 这样说不定就能让伊藤善文老实交代了 当然是真的,迟非迟没有去看目目十三 视线始终放在伊藤善文身上 见伊藤善文脸色变换不定 心里生出了些许顽心 不疾不徐地继续道 根据那位目击证人所说 当时美藩小姐房间里没有亮灯 那么问题来了,伊藤先生 你觉得那位工作人员在那里待了多久 看到了多少 柯南和其他人一样 将目光放在伊藤善文身上 他家小伙伴说出房间里没有亮灯 是给伊藤善文提供一个信息 我们知道,你离开房间时的房间情况 并且能肯定告诉你 所以你不用怀疑,我们确实有目击证人 要是善文先生相信 他们找到了目击证人 自然也会担心 他们已经从目击证人那里得到了关键证词 说不定会承认 伊藤善文的脸色突然缓和下来 露出了有些无奈的表情 我不知道,那位工作人员看到的是谁 但是我跟我姐姐分开的时候 她还好好的 而且,房间里的灯也确实还开着 目目十三皱起了眉头 其他人也能看出 伊藤善文刚才的反应不对劲 不过看伊藤善文现在的表现 也都猜到伊藤善文打算否认到底 柯南见伊藤善文打算装傻 皱眉出声道 善文先生 那位工作人员 不是晚上9点45分才到达那里的哦 他也不是只在那里停留了一两分钟 在他看到有人跑出美番小姐房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 他都在那里 除了9点45分离开的那个人之外 他并没有看到有其他人离开美番小姐的房间 当然,也没有看到你在房间亮灯时离开 目目十三 连柯南也知道目击证人的存在 喂,明明大家是一起调查的 为什么池老弟和柯南都知道目击证人的存在 他却不知道 而且他才是警察好吧 这两人掌握着这么重要的线索 居然都不告诉他 你们这是在怀疑我吗 伊藤善文站起身 脸上露出了气恼的神色 目目十三立刻打起了精神 做好了阻止双方冲突升级的准备 这种质问果然还是来了 谁知道饭店工作人员会不会看错了 伊藤善文脸上又多出一丝委屈的神色 轻柔声音透出疲惫和痛苦 我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非要怀疑我 难道就因为我在外面借了钱吗 还因为两名死者都是正面近距离重担 并且他们生前都没有跟凶手拉开距离的迹象 尤其是美帆小姐还是死在了卧室里 这说明凶手进入他的房间并没有让他感到不适 也没有让他心生警惕 持非持神色和语气始终平静 完全不受伊藤善文的表现所影响 你作为弟弟具备这个作案条件 再加上你在外面欠了很多债 如果你姐夫死后 你姐姐又死了 那么你姐夫的大部分财产就会归你所有 这就表示你有杀人动机 你既有杀人条件又有杀人动机 所以我们怀疑你 这么说 你明白吗 伊藤善文靠着自己的毅力 硬生生把心里憋慢的感觉压下去 憋得脸色发红 看持非持的眼里差点冒出胸光来 问他明白吗 他当然明白 可是他问出那个问题 不是真的需要解释 而是 可恶 柯南沉默看着伊藤善文 善文先生问大家为什么怀疑他 持哥哥耐心地解释了怀疑的理由 合情合理 不带丝毫个人情绪或者私人恩怨 也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他倒要看善文先生 接下来还能说些什么 木木十三 看着伊藤善文的脸色 有些担心伊藤善文憋坏了身体 或者像之前某个倒霉蛋一样 被持非持气炸了肺 觉得伊藤善文这份闷气 还是发出来比较好 正色问道 善文先生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伊藤善文 没有再表现出气恼模样 低头看着桌面 轻轻叹了口气 又抬眼看着持非持 语气缓和下来 当然有 你们不要忘了 我跟你们一起站在我姐夫尸体旁边的时候 和对岸才传来枪声 手枪也是在和对岸发现的 这也说明 凶手是在杀了我姐夫之后 才到和对岸杀死了我姐姐 当然是因为有办法混淆 两名被害者的死亡时间 并且你能够做到 所以我才会怀疑你 持非持面不改色地说出推理 昨天晚上 你在美番小姐饮料里放了药物 让她感到身体不舒服 提前离席 9点40分左右 你送美番小姐到饭店房间 用手枪近距离射杀了她 为了减弱手枪会发出的声音 你不仅在枪上安装了消音器 还在她胸口垫了枕头 我们已经在房间里找到了那个枕头 你当时杀死她之后 就把枕头放在了床头 关闭了房间里的灯 拿着她的手机 匆匆跑出她的房间 伊藤善文听到持非持把细节 说得这么详细 而且全都对应着事实 不由地怀疑 目击证人是不是看到了很多 双腿有些发软 全靠毅力支撑 才能站在原处 只是脸色变得 有些沉郁起来 美藩小姐身体不适 为了安全 她回到房间时 应该打开了房间里的灯 而你之所以会在杀死她之后 特地关了灯 是因为你想要拖延 美藩小姐尸体被发现的时间 迟非迟继续到 这样就算优在别墅打电话 让饭店工作人员 送药给美藩小姐 工作人员看到 房间里的灯熄灭了 敲门得不到回应 也会以为她已经睡了 不会随便进去打扰她 你就可以趁着美藩小姐尸体 没有被发现的这段时间 开车回到别墅 用你从美藩小姐那里拿到的手机 打电话给优 找理由 让她到停车的地方去 等优到了停车处 你就用装了消音器的手枪杀死了优 再进入旁边竹林里 把竹子压完后 将手枪挂在竹子尖端 随后松手 具有韧性竹子恢复原样时 会成为一个简易弹弓 将手枪弹到河对岸的饭店主楼前 落进花圃里 利用这种办法 你就可以把手枪送到河对岸去了 她昨天白天 看到别墅在饭店河对岸 隐约想起原剧情中的凶手 利用地形做了什么 还因此察觉到 有事件要发生 其实凶手做的 也就是利用两地 隔着河岸相望的地形 把凶器从这边丢到了那一边 那么枪声呢 伊藤善文皱眉问道 当时大家都听到了枪声 枪声是从河对岸传来的 而我当时就在你们身边 没有任何可疑举动 根本不可能遥控和对岸的手枪 发出声音吧 可以遥控哦 柯南同音志气 注视着伊藤善文的目光 却自信而坚定 只不过 你遥控的不是手枪 而是农民们 用来赶走麻雀的响捅工具 就是那种设定好之后 可以发出 评一声大响的工具 这一代 应该是用来驱赶猴子的吧 善文先生 昨天晚上我去洗手间的时候 遇到你 你跟我说过 你的父母以前是这一代的农户 因为猴子和野猪的破坏 损失惨重 所以到田山家 来当别墅管理员 之后他们都意外去世了 你和美帆小姐 才想着继续来田山家 做别墅管理员 我想你父母家里 应该还有那种想统工具吧 要让警官们去调查一下吗 伊藤善文 手脚发软的跌坐回了椅子上 脸色煞白的 低头看着会一株桌面 还有 警方在花铺里发现的手枪上 有细竹枝 饭店附近并没有种植竹子 只有别墅附近有 现在警方已经在调查 别墅附近的竹林了 竹林里到处是泥地 只要你进过竹林 地上就一定会留下你的脚印 我想应该很快就能找到你的脚印 甚至找到你 用来弹飞手枪的竹子 持飞驰继续丢王炸 对了 考虑到你有杀人动机 也有能力作案 警方现在还可以要求你配合着 做一个硝烟反应检测 只要你开过枪 就算你开枪时戴了手套 事后又将手套丢弃 你的衣服袖子 裤子和鞋子上 也会留有火药残渣 一检测就能检测出来 如果不是有把握 获得确切证据 他也不会主动出击了 有他的推理在 一藤善文的不在场证明不成立 加上一藤善文有作案动机 警方就可以直接让一藤善文 做硝烟反应检测了 在持飞驰的提醒下 木木十三也想到了这一点 神色严肃地看着一藤善文道 善文先生 可以请你配合我们 做一下硝烟反应检测吗 好 一藤善文低头轻声硬着 彻底打消了狡辩 抵赖的想法 脸上流下了眼泪 低难道 一切都是我姐姐不好 他明明已经嫁到了 有几十亿财产的大户人家了 竟然都不肯帮一帮我这个弟弟 看着我被人追债 还无动于衷 不肯借钱给我 说着 一藤善文有些崩溃的反问道 难道不是他无情在先吗 林木源自弃的不清 准备出生反驳时 却被人抢先了一步 你今年几岁了 石飞驰气依旧平静 说出的话 却丝毫不留情面 做一个成年男人 不想着承担自己 应该承担的人生责任 只想把自己的责任 推给自己姐姐 你姐姐不帮忙就哭闹不止 还责怪他 责怪得这么理智气壮 你是四肢不擒 还是大脑发育 可还可 月水气归一阵猛壳 打断了持飞驰的话 在持飞驰看向自己时 眼神示意持飞驰注意一下场合 在林木源自 毛力兰 木木十三等人呆滞的目光中 持飞驰缓了一下 压下了心里翻涌的一丝丝火气 面不改色道 抱歉 我有些失态了 不 木木十三 看到一藤善文呆滞的泪脸 很难违心地说持飞驰那些话说的不重 无奈道 持老弟 朋友和新婚妻子 发生了这种事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也请你克制一点 不要再说重话 善文先生接下来无论如何 也无法逃避自己的人生责任了 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都要过着 失去唯一亲人 不再有姐姐可以陪伴着他的生活 我想 他会明白承担责任 对于他来说 有多重要的 一藤善文 被木木十三说得红了眼眶 哽咽了一声 趴到桌上痛哭出声 持飞驰一时不知道木木十三 是不是在用软刀子补刀 只是看着一藤善文痛哭流涕的样子 也没有过多纠缠的心思 真的很抱歉 木木十三叹了口气 走到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一藤善文身旁 伸手拍了拍一藤善文的肩膀 沉声道 善文先生 现在就请你跟我们回警局接受调查吧 希望你这一次可以勇敢承担起责任来 事件解决 警方带着一藤善文离开别墅 持飞驰一行人也没有久留 跟田山家的人告别后 跟在警察队伍后方走出别墅 屋外天色已经亮了起来 天空和浮云完全呈现紫色 瑰璃而梦幻的紫色霞光 洒在了别墅外墙上 河川水流上 让出门的人都停下了脚步 将视线投向天空 高木设一脸惊讶 这 这是 梦之霞光 是这一代的特色 林木园子仰头看着天空 想到了持飞驰之前说过 新人可能会特地挑选有特殊霞光的日子结婚 心情复杂的低男出生 居然真的出现了最难得的紫色霞光 毛丽兰看着紫色天空 在心里叹了口气 可惜 挑选昨天作为结婚日子的新人 已经双双离世 没能在今天一早 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月水七归看着天空 静静欣赏着眼前这幅 大自然创造而出的奇景 却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某个事物 跟飞驰哥的眼睛一个颜色 会原哀说出了月水七归的心里话 尤其是我们头顶上方的天空 那种像是紫色颜料涂抹一样 紫色浓重 但又有些清晰通透的感觉 看上去很像瞳孔 柯南 是很像 而且被灰驰哀这么一说 他就想起了 持飞持情绪平静的眼睛 在看天空 就没了之前温柔梦幻的感觉 只觉得这份紫意冷静平和 整个天空像是一只高悬天空的眼珠子 正在冷静淡漠地盯着他们看 这种感觉 一旦在心头生起来 就怎么也回不到刚才了 被你这么一说 我看天空会觉得很奇怪眼 林木园子吐槽着 看了看持飞持情绪平静的眼睛 又重新仰头看天空 天空好像都没有之前 那么浪漫梦幻了 高木舍也有同样的感觉 甘笑了一声 没有再盯着天空看 带一腾扇文上了警车 木木十三收回了视线 走到了持飞持身前 持老弟 你跟柯南刚才说过 有饭店工作人员 看到有人从每番小姐房间跑出来 说着 木木十三想到自己 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个目击证人是谁 心里无语 半月眼盯着持飞持问道 现在 你可以把那个目击证人的身份 告诉我了吗 是昨天晚上 在饭店值班的维修部工人 持飞持无视了木木十三眼里的忧怨 淡定道 晚上九点四十分 有人打电话说 路灯熄灭了 他带上梯子去修理路灯 差不多九点四十五分 他站在梯子上检查路灯时 看到有人从每番小姐房间里跑出来 不过因为 他和那个人之间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昨晚只有他在值班 你们过去饭店 一问就知道是谁了 原来如此 他跟善文先生隔了一段距离 又站在梯子上 所以他看到了善文先生 善文先生却没有注意到他 木木十三一脸了然地点了点头 又忧怨问道 不过 你跟柯南又是什么时候 找到他这个目击证人的呢 是在警方抵达之前了 柯南笑名里看着木木十三解释 警方没赶到的时候 我和池哥哥 让饭店副经理打电话 联系住客和值班工作人员 当时工作人员全部汇聚到了主楼大厅 也包括那位维修工叔叔 然后我和池哥哥问了一下清醒的工作人员们 之前在做什么 想要确认一下他们的不在场证明 那位维修工叔叔 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 木木十三想到池飞池和柯南 在警方到来前帮忙集中了相关人员 帮了不少忙 不好意思过度指责 板着脸道 下次你们掌握了线索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警方 你们今天就先回去休息吧 改天再到警示厅做笔录 到时候 高木会提前打电话联系你们的 池飞池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不就是定期去警示厅完成打卡任务吗 只要有柯南做主力 他会习惯的 木木十三上车离开后 池飞池一行人也坐上了车子 池家和林木家的司机 在这起事件中都有不在场证明 昨晚经过警方调查 确认过不在场证明后 就被池飞池打发到了饭店房间休息 清晨接到池飞池的电话 才开车从饭店回到了别墅 精神还算不错 能够开车送一行人回去 林木园子没有在蹭池家的车子 得知毛力兰要搭池飞池的顺风车回去 也没有留毛力兰 一脸困倦地摆了白手表示道别 独自上了自家车子 两辆车子在紫色霞光中 行驶在返程路上 毛力兰坐在窗户边 看着天上紫色霞光一点点消失 有些惋惜地轻声道 梦之霞光消散了 慧院哀看着湛蓝色的天空 声音清冷地出声道 大量混合着不明颗粒的结晶 悬浮在高空中 才形成了这种颜色奇特的梦之霞光 对于环境来说 那些结晶算得上是污染物 对于动物来说 那些结晶可能会造成呼吸道不适 所以 粉色霞光和紫色霞光 应该都算是环境病变所带来的产物 柯南转头打量着灰元哀 他怎么感觉灰元好像不太高兴 不确定 再看看 就像人的眼睛 粉色瞳孔 紫色瞳孔 新红色瞳孔的眼睛 罕见又漂亮 灰元哀注视着天际 轻声道 但那其实是因为 红膜缺少色素 让血管和血液的颜色透了出来 很多情况都会伴随着某种疾病 粉色 红色瞳孔 通常会出现在白化病患者身上 粉色瞳孔 可能还伴随着缺血性的血液疾病 另外 一些拥有红色瞳孔的人 不是白化病患者 也没有血液疾病 但是这类人红膜色素少 眼球内部血管却过于发达 红膜极容易出现肾血的现象 虽然会员哀没有点名池飞池 但月水其归 毛利兰和柯南 还是下意识地看向了池飞池 池飞池在辉渊哀提到紫色眼睛时 就已经放下了车窗 从容地拿出一支烟咬住 转头看着车窗外面点烟 让想实际观察一下 紫色眼睛的月水其归三人看了个空 那紫色瞳孔呢 毛利兰没有看到池飞池的眼睛 又把视线放回辉渊哀身上 紫色瞳孔虽然更罕见 但飞池哥和家奈夫人 看起来很健康 世界上还有着其他紫色瞳孔的人 我也没有听说过 那些人有什么特殊疾病 所以紫色瞳孔应该算是安全颜色吧 紫色是少量蓝色与血液颜色的融合 红膜内的色素也很少 慧云哀沉默了一下 转头看向池飞池 面无表情道 由于缺少色素 这样的眼睛可能会对光线很敏感 容易被光亮刺激 也容易在刺激下感到疲劳 所以需要多休息 不能长时间连续用眼 柯南的嘴角抽了抽 他刚才的感觉果然没错 慧云确实不高兴 不高兴的原因就是 池哥哥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池飞池把视线放到了辉云哀身上 他家妹妹应该是想提醒他 你不仅要注意精神疾病 还要注意遗传病 你这个身心都不太健康的人 以后少熬夜 只是想到菲尔德家的遗传病 他家妹妹说着说着 又不忍心说出口 跳过了遗传病的话题 只提醒他要多休息 有的小女孩表面冷着脸 心里却在考虑着 别人会不会难过 别别扭扭的样子还是很可爱的 辉云爱见池飞池 看着自己不吭声表态 决定直接点名 飞池哥 我尽量 池飞池伸手揉了揉辉云爱的头发 辉云爱震了一下 脸色不自觉地缓和了一些 在池飞池缩回手之后 强行压住嘴角 把严肃表情调回来 我说 尽量这种回答太敷衍了吧 飞池哥别以为一个摸摸头 就能蒙混过关 他没那么容易被糊弄 毛利兰 月水七归 小爱刚才的脸色变化虽然很快 但之前脸色缓和得很明显嘛 只要不瞎 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不 可男更是直接笑了出来 你这样也太别扭了吧 辉云 辉云爱向柯南丢了一个眼刀子 有时候 他真的很想制药毒雅名侦探 池先生刚才好像开起了小爱 变可爱的开关 月水七归捞过辉云爱 笑着 伸手揉着辉云爱的头发 我也要试试看 那我 毛利兰见辉云爱头上已经没空位了 犹豫了一下 很快锁定了新目标 笑着把手放在柯南头上揉了揉 那我就试试柯南 柯南看着毛利兰的笑脸 忽然觉得 毛利兰放在自己头顶的手很温暖 毛利兰的表情也过于温柔 震了一下 莫名的有些不好意思 身体往后倒 避开了毛利兰的手 双手按住头发 小兰姐姐 不要弄乱我的头发了 池飞池瞥了柯南一眼 继续看向车窗外抽烟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他不能理解的play 除了包容 他还能怎么办 吃 慧云爱故意笑出声 把柯南刚才的话还了回去 你这样也太别扭了吧 江户川 柯南抬头朝辉原爱飞眼刀 眼刀刚飞过去 就发现辉原爱头发 都快被月水七归揉乱了 嘴角一抽 吐槽道 我看你倒是乐在其中吗 这一次又轮到辉原爱 给柯南丢眼刀 江户川以为他不想反抗吗 只是看到七归姐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他觉得 还是让七归姐开心一下比较好 毕竟田山家的案子 让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 三分钟后 月水七归把辉原爱的头发里顺 笑着将睡着的辉原爱 放到身旁平躺 拉过宝毯给辉原爱盖上 还顺手给毛利兰递了一床宝毯 毛利兰也笑着 把靠着自己睡着的柯南放平 将宝毯盖到了柯南身上 说话声音放得很轻 他们一晚上没睡 肯定累坏了 小爱不到凌晨的时候 就在打哈欠 之后大概是疲倦过头 反而又精神了一些 月水七归笑着跟毛利兰滴雨 让他们累得睡过去也好 小孩子还在长身体 熬夜可能会长不高的 说到这个 毛利兰脸上流露出一丝担忧 柯南是不是应该多补充一点营养呢 他们经常在一起玩的五个孩子里 小爱 光艳都比柯南高 原态更是比其他孩子高出很多 比柯南矮的就只有不美 不美是女孩子 个子比男孩子矮一点也不奇怪 而且不美并没有比柯南矮太多 说实话 我有些担心 因为我和爸爸的疏忽 而导致柯南摄入的营养不够 以后身高比不上同龄人 月水七归知道柯南是宫腾新一 见毛利兰担心柯南身高长不高 心情有些微妙 笑着安慰道 在小学时期 男孩子身高比同龄女孩子矮一点 也很正常啊 这样的男孩子到了国中 高中 个子说不定会比其他男孩子长得更快呢 而且柯南的身高 在他们班级也不算矮 我想还是让他保持正常 规律的饮食就可以了 这么说也对 毛利兰笑了笑 很快又琢磨着道 不过我也该注意一下 不要让柯南总是晚睡或者熬夜 对于小孩子来说 充足的睡眠还是很重要的 一旁 池飞池从饮料柜下方 拿出了车在烟灰缸 将燃到尽头的香烟 暗吸在烟灰缸里 见两个女孩子 还凑在一起说悄悄话 出声问道 你们两个不打算睡吗 再过半个小时 就能到家了吧 毛利兰一想到睡觉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但还是强行打起了精神 要是我们现在睡着了 过半个小时还要醒过来 所以我想 还是回家再睡比较好 要是你们不介意 可以在车上多睡几个小时 池飞池拿出手机 低头看着手机上刚收到的邮件 把椅子靠背放平 在车上多睡几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难受 月水汽龟见毛利兰面露犹豫之色 知道毛利兰想睡觉 又担心给池飞池添麻烦 动手调整自己椅子的靠背 好吧 那我们也睡一觉 有月水汽龟带头 毛利兰没再磨蹭 也调整着椅子的靠背 飞池哥 你呢 你也一夜没睡觉 还是睡一会儿比较好吧 我要把优备害的事 告诉我父母和燕先生 池飞池回复着收到的邮件 头也不抬到 你们不用管我 要是等一下觉得困 我会睡的 那你早点休息 毛利兰见池飞池有正事要做 不好的再说什么 拉过了宝坛躺下 困意很快涌上大脑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月水汽龟裹着宝坛躺下 在毛利兰的呼吸变缓后 强撑着睡意 侧头看向始终盯着手机 看的池飞池 压低声音问道 池先生 你之前说 善文先生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 是愤怒吗 池飞池知道 月水汽龟说的是愤怒之罪的影响 暂时停下了编辑邮件的动作 对月水汽龟道 当时我心里确实有愤怒的感觉 不算强烈 但正是因为不太强烈 让我感觉自己 没有愤怒到动手伤人的地步 所以我才没有忍着 那你把那些话说出来之后 有觉得心里舒服一点吗 月水汽龟好奇问道 说不说出来 似乎没多大区别 从今天凌晨开始 我就能感觉到 自己心里盘踞着一丝丝怒气 池飞池舰车内烟味散得差不多了 按下了车窗升降按键 将车窗升了起来 那些怒气没有根源 似乎也没有指向某个目标 但如果有人让我不高兴 那些怒气 恐怕就会把那个人当做目标 要是这份怒气再强烈一点 小爱说不定会觉得 这是你熬了夜之后 精神疾病即将复发的预兆 月水汽龟没忍住打了一个哈欠 缓了缓才继续低声问道 那对叫停的恨意呢 你心里还有吗 有 池飞池如石道 不过对比昨天 前天 那种恨意 好像并没有加强 虽然恨意没有增强 但你心里多了一些无名怒火 做出愤怒行为的概率 还是会变大 总的来说 情况还是变得严重了 月水汽龟总结着 见池飞池脸上没有丝毫困意 不确定地问道 话说回来 你这两天 精力是不是太好了一点啊 而且也比之前活跃 既愿意陪着明野去唱地下摇滚 也愿意为了暗子东奔西跑 你这两天的精力 好像比之前要旺盛一些 池飞池同样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与其平静道 没错 而且精力好过头了 我现在完全不困 月水汽龟惊讶坐起了身 看了看旁边正在沉睡的灰云哀等人 把声音放得更轻 愤怒之罪 还能带来这样的影响吗 会不会有别的原因 比如 你身体哪里不舒服之类的 我想 应该就是愤怒之罪的影响 池飞池道 那种怒意 好像可以让我灵魂深处 不断涌现出活力 让我感觉不到困倦 月水汽龟微微皱了皱眉 一直不睡的话 你的身体会吃不消的吧 放心 池飞池安慰道 我这里还有强效安眠药 月水汽龟放松下来 重新躺了回去 还好 你在这一轮体验开始前 把那种安眠药物的最终版成品 给制作出来了 你现在要吃要睡一会儿吗 等我把邮件回复完 池飞池垂眸看着手里的手机 优得死亡 肯定会让田山财团内部产生动荡 燕老先生今天会针对这件事 召开一场紧急会议 我要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他 这样 他才能在会议上 把情况告诉其他人 不是让你 去参加会议就好 月水汽龟又打了一个哈欠 那你快一点哦 我困了 好 池飞池把回复邮件编辑好 看了看已经睡着的月水汽龟 把邮件群发给了燕剑三 池针之界 池家奈 又将更完整的田山家情报 上传到了方舟内部情报网 顺便在情报网上 查看了一下自己周边的新情报 阿里博士 昨天大多数时间宅在家里 中午点了一份被会员埃 列入进食名单的浆果蛋糕 躲在家里偷偷吃完之后 把蛋糕包装带到一丁目去丢弃 赤井秀一 昨天和今天 依旧在网络上查找一些人的资料 除了昨天傍晚出去买过食材 给隔壁阿里博士 送了一份咖喱牛肉饭之外 其他时候也都摘在家里 他家毛利老师 昨天晚上跟朋友聚会喝酒 彻夜未归 今天早上五点多才回家 贝尔摩德已经从雄本县回来了 昨天晚上有乌鸦看到贝尔摩德 进出新宿区一家高空花园餐厅 和安石头一起吃了晚饭 还有偷偷入境日本的那些FBI探员 今天早上八点 一部分FBI探员汇聚到了成田机场 在机场外面鬼鬼祟祟的蹲守 FBI 池飞驰翻看了情报来源 发现这条情报的提供者 除了飞沫军团 果然还有着斋腾博 考虑了一下 还是决定放手让斋腾博自己去浪 没有对斋腾博发出新指示 收起手机 对前面司机和飞驰分别交代了几句 从口袋里拿出药盒 找到一颗表面刻有数字五的白色小药片 直接吞了下去 普通人使用沉睡魔咒药物 会在入睡之后陷入无尽的噩梦中 在临床实验期间甚至有试药人陷入了无限循环的梦中梦 睡醒之后整个人都要疯掉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沉睡魔咒是名副其实的魔咒 不过对于正常情况下 不会做梦的池飞驰来说 沉睡魔咒仅仅只是一种 不会被自己体内抗体所免疫 可以让自己入睡 并且不会过多损害自身脑神经的安眠药而已 不仅不会带来噩梦 还比市面上的安眠药有效 池飞驰把沉睡魔咒做成了常见的白色药片 为了避免跟药盒里的其他白色药片混淆 制作时在药物一面刻上了英文字母M 另一面则刻上药效持续时间刻有数字5 就是指药效可持续5个小时 刻有数字8则代表着药效可持续8个小时 当然 药片上标注的药效持续时间 都是池飞是按照自己身体状况而推算出来的 如果是小孩子使用 刻有数字5的药片 很可能会带来5个小时以上的沉睡 半个小时后 车子抵达7针探视物所外面 司机把车子停下后 打电话叫来池飞池之前指定的同事 把安全警戒工作交给同事 自己下班离开 5个小时后 池飞池醒了过来 想到自己睡前服了药 睁眼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手机确认时间 之后才叫醒了 还在睡的月水漆龟毛利兰 月水漆龟和毛利兰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柯南和辉原阿也叫醒 免得两人白天睡太多 晚上睡不着 时值正午 四个人的肚子都有些饿了 池飞池又让换班过来的司机 把车子开到毛利侦探事务所楼下 准备去波罗咖啡厅 或者一缕波寿司店打发一顿 就在车子出发时 与七侦探事务所相隔一条街的 毛利侦探事务所楼下 毛利小五郎推开了波罗咖啡厅的门 如同亡魂一样 脸色苍白 脚步虚浮地进了波罗咖啡厅 欢迎光 假本子站在吧台后 笑着抬头问好 抬眼看清毛利小五郎的样子 被吓到脸色大变 毛 毛利先生 波罗咖啡厅里 坐了不少客人 安石头站在桌旁 刚收拾好前两位客人用过的餐具 听到假本子的惊呼 转头看到毛利小五郎飘进门 脸上也露出些许惊讶 出声问道 您的宿醉状况这么严重吗 是啊 毛利小五郎有气无力地走到安石头 收拾出来的空桌旁坐下 你可不要告诉小兰啊 宿 宿醉 假本子呆呆看着师徒两人 我早上来店里开门的时候 遇到毛利老师从外面回来 他好像跟朋友在酒吧喝酒喝了一整晚 早上才回家 我想他现在这样 应该是过量饮酒 导致的清醒急性酒精中毒 也就是宿醉 安石头把脏盘子 空杯子端回把台后 一脸认真的思索着道 既然老师因为宿醉而难受 那就先喝一杯风利柚子水吧 风利和酸味水果 都能缓解醉酒后的不适 还能打开胃口 之后可以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来补充体内蛋白 要避免油腻辛辣的食物 尽量吃得清淡一些 以免加重恶心反胃的症状 要不要试试番茄花格意大利面呢 花格事先用醋汁腌制过了 吃起来是没有明显腥味的哦 毛利小五郎被安石头说得有了食欲 精神为你的白手道 不管是花格意面 还是蜂蜜柚子水 都快一点端上来吧 我肚子都要饿得咕咕叫了 对了 再帮我拿一份早上的报纸 好的 请您稍等一下 不过您昨天晚上出去喝酒 小蓝小姐 假本子有些哭笑不得的转身出把台 到报架上拿了早报 听到门口铃铛响起 转头就看到毛利兰脸色有些苍白 脚步虚幅地推门静电 又惊讶地变了脸色 小 小蓝小姐 毛利小五郎一个机灵坐直了身 转头看到毛利兰进门 浑身疲惫 好像一扫而空 整个人精神了不少 早啊 小子小姐 毛利兰精神不振地向甲本子打了招呼 看到吧台后的安石头也打了招呼 早啊 安石先生 甲本子 小蓝小姐还好吗 很快 甲本子又看到打着哈欠进门的柯南 揉着眼睛进门的灰原哀 同样一脸困倦飘进门的月水漆龟 直到看到最后进门的池飞池 甲本子才松了口气 这群人总算有一个画风正常的了 毛利小五郎看着一行人 五个有四个像被女妖吸走了精气 浑身透出疲惫 忍不住出声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 咦 爸爸 毛利兰这才看到毛利小五郎 走向毛利小五郎所坐的一桌 无精打采地解释道 我昨天晚上不是打电话跟你说过了吗 我们准备离开婚宴现场的时候 那里发生了杀人事件 我们昨晚就在配合警方调查 一晚上没睡 虽然刚才在车上睡了五个多小时 但还是觉得很累 小蓝 柯南和小哀明天都要上学 要是睡下去 他们晚上就该睡不着了 所以我们决定不睡了 过来播了吃点午餐 下午到室外活动一下 月水漆龟解释着 也走到毛利小五郎所坐的一桌坐下 满脸困倦地转头对 甲本子道 小子小姐 麻烦你帮我拿一份东都日报今天的早报 啊 好的 甲本子回过神来 取了两份早报 送到了一行人桌上 好奇问道 你们又遇到杀人事件了吗 这次去参加婚宴的人都非负极贵吧 毛利小五郎拿起了桌上的报纸 那种地方有人被杀害 应该很快会被报道出来了 确实有报道 这些记者的速度还真快言 月水漆龟看到桌上早报头版的标题 精神了一些 就是头版上这个 毛利小五郎看清了报纸头版的标题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新郎新娘都被杀害了 原来你们昨天去参加的婚宴 是田山财团会长的婚宴啊 安石头把毛利小五郎要的蜂蜜柚子水端上桌 今天早上 我看到报纸头版的时候 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 田山财团会长居然在昨天结婚了 而且还在新婚之夜 与新娘一起遇害 报道上同时还提到 凶手用来杀害两名被害者的武器是手枪 不管哪个消息都很惊人 今天很多来店里的客人 都在谈论这件事呢 贾奔子想到持枪歹徒的可怕程度 有些担忧地问道 那凶手抓到了吗 凶手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月水气归发现 报纸上还没有报道出凶手的身份 感慨道 等凶手的身份被报道出来 一定又会让大家吓一跳的 安石头放下蜂蜜柚子水之后 没有离开 好奇打听起来 难道凶手是什么名人吗 不是名人 池飞池没有对安石头隐瞒 是新娘的弟弟 新娘的弟弟 贾奔子轻呼出声 见附近两桌的客人 看过来 连忙对客人歉意笑了笑 有低声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详细情况 是不是不方便对外说啊 也没什么不方便说的 我想警方要不了多久 就会对外公布 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了吧 月水气归队 贾奔子笑道 不过在说事件之前 能不能让我们先点单呢 我们今天早上 没有吃早餐哦 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这就去给各位拿菜单 贾奔子一脸歉意地笑了一下 随后急急忙忙地 转身到吧台 拿了菜单送到桌上 在迟非迟一行人点单 等着食物端上桌的时候 旁边两桌客人相继离开 安室透合 贾奔子一人忙着准备食物 一人忙着结账 收拾桌子 忙了一阵 店里也没有别的客人了 两人给迟非迟一行人 端上食物和饮品之后 也每人成了一份意面 一杯冰咖啡做工作餐 端到了旁边桌子坐下吃 这样就像大家 约好一起吃午饭一样 很热闹呢 贾奔子笑眯眯地 把庄一面的盘子摆正 也没忘了事件 对了 月水小姐 昨晚那起事件 月水弃归 没有掉贾奔子的胃口 很快把昨晚发生的事件 经过说了一遍 从案发前新娘离席 说到新人双双被害 又说到迟非迟推理出的案件真相 虽然这个左餐话题有些血腥 但一群人都已经对事件 有了一定的抗性 就这样讨论着案件 陆陆续续吃好了午餐 迟先生的推理真厉害啊 贾奔子听得惊叹 要是毛利先生 有出师考核标准的话 迟先生一定可以 通过考核出师了吧 迟非迟原本看着窗外街景喝茶 在心里感慨着春天又到了 听到贾奔子这么说 收回了看街景的视线 与其平静道 老师身上还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学习 我觉得自己 还没有达到出师标准 安石头也吃完了自己那份意面 笑眯眯道 看到师兄这么厉害 想到自己 也跟着毛利老师学习 让我对自己的成长 更有信心了呢 可难 未未 迟哥哥精神不太正常就算了 怎么波本也这么 这么 这家伙 应该不是认真的吧 其实你们两个都很聪明 毛利小五郎 脸上堆满笑容 嘴角快要咧到了后脑勺 在我这位名师的严格教导下 相信你们会越来越厉害的 哈哈 柯南看着师徒三人 其乐融融的相处场景 嘴角抽了又抽 见盘子里的意面不剩多少了 索性就放下了手里的叉子 发现会员埃一脸困倦地吃着东西 淡定的 好像坐在那边的 不是组织成员波本一样 侧头凑惠元埃 一脸无语地低声问道 喂 惠元 你真的感觉不到 那个家伙身上有组织的气息吗 是啊 惠元埃悄悄看了安氏透一眼 低声回道 我现在没有从他身上 感觉到组织的 安氏透注意到 两人在焦头接耳 若有所思地看了两人一眼 很快又收回了视线 不过就是这一眼 也让惠元埃浑身僵了一下 低头正正盯着盘子 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 没说完的话 也噎了回去 柯南见惠元埃反应异常 抬头看向安氏透 见安氏透正在笑着 跟池飞池说话 似乎并没有关注他们这边 又疑惑地看向惠元埃 轻声唤道 惠元 惠元埃回过神来 突然想到了 隔壁冲石卯 让自己感觉到的组织气息 也是一时有 一时又没有 又疑惑地抬眼看了看安氏透 由于不确定自己的感应能力 是不是出了问题 担心自己干扰到柯南的判断 还是没有把自己联想到 充实某的事情告诉柯南 低声道 刚才有一瞬间 他身上流露出了组织的危险气息 可是我很快 又感觉不到了 可能就像你之前说的一样 你跟他提前在游戏里认识了 对他的印象很不错 之后见面时 知道他是小五郎叔叔的徒弟 持哥哥的师弟和朋友 对他更加缺乏防备心 所以才会很难感觉到 他身上有那个组织的气息吧 柯南低声分析道 不过 也可能是因为他很擅长伪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的伪装能力 也太可怕了 惠元埃默默端起杯子喝饮料 其实他感觉不到 组织气息的组织成员 还有一个 是江湖川绝对想不到的一个 柯南也没有再跟惠元埃窃窃私语 同样端起了杯子 喝着杯子里的饮料 把注意力放在了 安氏透与池飞池的谈话上 那个拍卖会啊 安氏透一边收拾着自己的空盘子 一边跟池飞池说话 我听说过 好像是一个有很多古董拍卖品的 大型拍卖会 只有拿到了邀请函的人能够进去 顾问对古董感兴趣吗 我收到了拍卖品名册 这次拍卖品 有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东西 看上去很有趣 只是还不确定真伪 我想去看看 时非迟到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帮你要一份邀请函 不用啊 安氏透笑道 我对那些东西 没有太大的兴趣 还是不去了吧 一旁 月水七归也跟毛利兰 说起了拍卖会的事 拍卖会是在晚上 就算明天学生党要上学 在放学之后 去参加一下拍卖会 也来得及 不过毛利兰刚经历了一场婚宴惨剧 考虑了一下 还是决定 明天晚上在家好好休息 毛利小五郎和柯南 决定在家陪毛利兰休息 而会员爱觉得自己 当把阿丽博士一个人 丢在家里两天 接下来应该多陪陪阿丽博士 也没有跟去凑热闹的打算 第二天晚上 只有月水七归 陪着池飞池 出席拍卖会 两人坐车前往拍卖会会场的路上 月水七归又说起了 没有跟来的会员爱 小爱不来也好 要是那些拍卖品 真的是蒙哥玛利家的东西 等你看到了拍卖品 心里对教廷的恨意 说不定会变得强烈 如果你露出什么异样 被小爱发现 他一定会担心 你是不是病情反复了 而且 红子今天也会来 到时候 红子的情绪 说不定也会激动起来 小爱要是觉得 你们都在犯病 可能会被吓到的 小爱之前 就觉得 红子的精神状态 也不太正常吧 红子整天 在游戏里说自己是魔女 正在研究某种魔法 或者在调配某种魔药 持飞驰用笔记本电脑 翻看着情报 下达一些指示 并没有回避 月水漆龟和飞驰 游戏里不熟悉他的人 觉得他爱幻想 跟他熟一些的人 听他说得多了 能感觉到他 不是在说笑 都怀疑他有妄想症 他还真是肆无忌大 月水漆龟有些哭笑不得 难道他一点都不担心 叫停的人 因此找上他吗 猎巫行动结束后 有太多魔法家族的人 变成了普通人 把祖先巫师魔女的身份 当成故事来说 有的人甚至不知道 祖先是巫师魔女 教廷见得多了 听得多了 说不定已经不相信 外界还有魔女巫师存在了 迟飞迟到 就算教廷有人怀疑 外界还有魔女巫师 他们也会觉得 真正的魔女 不会到处说自己是魔女 红子这样的人 反倒可能会被他们无视掉 这么说也对 而且教廷的注意力 应该会放在一些 信仰特殊的宗教团体上吧 比如地下巫师会什么的 月水漆龟 看向池飞池面前的电脑 说到这个 这次拍卖会上 那些拍卖品的来源 确认过了吗 拍卖品名册上 有着不少 曾属于魔法家族的物品 虽然现在还无法确定真假 但至少他们的外形 很像真品 足够让你和红子行动起来 如果这次拍卖 会不是陵木财团组织的 我都要怀疑 会不会是教廷在钓鱼了 园子已经给过回复 这次拍卖会使陵木财团 为了陵木塔的正式开放 而进行预热 陵木财团通过别人千桥搭线 联系到了几位 想要拍卖珍藏的 国外收藏家和有钱人 让他们为拍卖会提供了拍卖品 而那些欧洲中世纪古物 都来自于一个人 池飞池用电脑 调出了一个中年男人的资料 比尔·霍尔 一个精明的美国投资人 祖上在美国绝金时代 从欧洲到了美国 之后就在美国扎根发展 他的祖父辈经营过农场和牧场 只是到他父亲这一辈 就变卖了农场和牧场 主要进行商业投资 他继承家业之后 也只进行投资 这两年 他的投资项目出了一些问题 考虑之后 才决定把家里收藏的谷物出手 方舟查过他的一部分投资项目 也查过他明里暗里的一些资金流向 他好像在美国参与过 军用装备的违法倒卖 不过他近几年的资金 没有流向过教廷 参与教会性质的慈善捐赠 只有两次 捐献资金都不多 可是 既然他家里有这些古董 就能说明 他祖上跟教廷有关系吧 月水七归问道 这些有调查到吗 他跟很多人说过 他的祖上是欧洲的神圣骑士 池飞驰盯着电脑屏幕道 方舟查到了他在网上的一些聊天记录 据他所说 他的祖上是被人排挤 陷害 才离开了神圣骑士的队伍 不过具体情况还在核查 原来如此 月水七归 见池飞驰的神色和目光 依旧平静 没有丝毫异 这才看向电脑屏幕 电脑上显示着比尔 霍尔的相片 旁边有着个人基本信息 最下方是比尔 霍尔入京日本之后的 动向监控记录 比如委托林木财团运送鼓物 自己也随着保安队 在三天前入京日本 入住浅草区的酒店 然后去拜访了美国 驻日大使馆的一位大使 月水七归见比尔 霍尔入京日本后 就被监视起来 安心了不少 看活动轨迹 他好像没有跟教廷 和教会方面的人有过接触 看上去更像一个商人 而不是教徒 没错 他带来的两个保镖 也在我们的监视中 那两个保镖 同样没有接触过 疑似教廷的人 另外 洪子也没有在林木塔附近 检测到特殊能量波动 时飞尺把电脑页面 调回了最新情报页面 让月水七归 能够看到小泉洪子刚 回复的新信息 综合来看 这一次拍卖会 不像是陷阱 当然 洪子等一下进 拍卖会场的时候 还是会戴上 封印自身魔力的项链 这样 就算场内有教廷的人 或者叫停准备的探测工具 应该也没办法 发现他体内的魔力 我也在会场内外 安排了一些人手 之后 我们只要正常参加 拍卖会就行了 月水七归点了点头 突然注意到 最新情报页面上 有FBI在会场外 发现黑雨快抖 狙击手抵达这类字眼 只是那些消息没有展开 只显示了前面一句 让他摸不准详细内容 等等 那些是什么呀 FBI 怪到积德 还有狙击手什么的 这一次拍卖会的 特殊客人有点多 迟飞池顿了一下 今晚会很热闹 看出来了 月水七归看着满屏幕的情报 焊了焊 你说的特殊客人 除了快逗之外 还有 比如 迟飞池转头看了看 车窗外的街道 判断出了位置 我们刚路过的那栋大楼 上面就有两个狙击手 正在观察着林木塔的入口 月水七归 不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 迟飞池觉得说起来太麻烦了 用电脑调出了一份情报 这是相关情报 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看 十天前 偷偷入境日本的那些 FBI探员开始频繁接头 并且组织起了小队行动 对一些场所 进行了走访调查 监视 这种情况 引起了诺亚和飞沫的注意 立刻加强了对 FBI那些人的监控 并且调动了一些人 猫 飞鸟 对FBI探员重点关注的场所 进行了深入调查 八天前 诺亚和飞沫调查出那些 FBI探员出现大动作的原因 那些 FBI探员暂时放下了 调查组织的主线任务 开始进行一个支线任务 寻找入境日本的 前美国海报突击队队员 蒂姆亨特 并对蒂姆亨特进行监视 同时 斋腾博也发现了FBI的异动 向方舟申请了情报供应 希望方舟提供 FBI探员的动向 他看到那些 FBI探员的调查目标时 心里就确定 剧场版 益次元狙击手的剧情 快要开始了 那些 FBI探员所调查的蒂姆 亨特 就是益次元狙击手中的关键人物 他想看探自己的人 能折腾到什么程度 所以 不仅同意了 斋腾博的情报供应申请 还对这件事放手不管 既没有把自己知道的情报 上传情报网 也没有限制斋腾博的行动 任由斋腾博 和自家情报队去调查 自己只关注着事态走向 在他放手后 斋腾博了解到那些 FBI探员正在进行的支线任务 又向方舟申请 查阅了蒂姆亨特的消息 得知蒂姆亨特曾经是上过战场的狙击手 入境日本 很可能是为了复仇 就让方舟监控着 可能会被蒂姆亨特报复的人 自己利用狙击手惯有的思维 花了两天时间 锁定了蒂姆亨特大概的活动范围 让飞沫军团的飞鸟眼线 进一步锁定了蒂姆亨特的位置 在确定蒂姆亨特的行踪后 斋腾博还伪装成普通国中生 去蒂姆亨特住所附近晃了几圈 陆陆续续提供了一些情报 比如蒂姆亨特势力不佳 可能已经没有了精准狙击目标的能力 比如蒂姆亨特在日本 好像有一个帮手 两个人会有来往 再比如 昨天早上 那些FBI探员接到了消息 得知蒂姆亨特可能怨恨的一个目标 美国前陆军尚尉伯杰克沃尔兹 会在上午8点抵达日本 赶到了成田机场附近蹲守 想要通过监视杰克沃尔兹周围的情况 找到蒂姆亨特的下落 而斋腾伯通过追踪蒂姆亨特的动向 也到了成田机场附近 不仅发现了那些FBI探员的目标 还发现了蒂姆亨特的帮手 是一个年轻男人 昨天晚上和诺亚一起确认了蒂姆亨特 那个帮手的身份 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市凯文 吉野 现在正在日本东京 经营一家军用品商店 斋腾伯在这件事的调查中 表现得格外活跃 似乎想搞什么事情 他也没打算干涉 反正现在FBI的行踪 蒂姆亨特的行踪都在他们的监控中 就连蒂姆亨特的隐藏帮手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斋腾伯占据着压倒性的情报优势 玩脱了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今天那些 FBI探员会汇聚到林木塔附近 是因为杰克沃尔兹 也收到了拍卖会邀请函 FBI探员依旧想通过监视杰克沃尔兹的动向 来找到蒂姆亨特的踪迹 所以才派人到了林木塔附近调查 蒂姆亨特和凯文 吉野也来了 今天晚上动手 选择的地点只适合观察 并不适合狙杀目标后逃走 而目前FBI探员也还没有发现两人的行踪 还在排查附近其他可能被当作狙击地点的大楼高层 魔女神圣骑士后人 怪到FBI探员 退役的美国海报突击队队员 退役的美国陆军上尉 还有跟过来的斋腾伯 被邀请过来警戒的日本警察钟森云三 两名在附近晃悠的日本公安 会以受邀宾客身份出席的乌鸦金飞沫 加上其他宾客和电视台记者 还未正式开放的陵木塔 今晚简直热闹非凡 越水汽龟 剑池飞池 把情报调了出来 也没有矫情 用笔记本电脑 看起了相关情报 这一系列情报的调查持续了十天 其中涉及到美国FBI探员 前美国海报突击队队员 多名美国退役军人 以及日本本土的一些人 虽然方舟整理过 但情报总量还是很多 列出来的目录就有十多项 两人所坐的车子 距离陵木塔本就不到500米 没多久就开进了陵木塔 附近的停车场 池飞池让司机停了车 坐在车上等着越水汽龟 看情报 拿出了手机 一边给小泉红子等人发信息 一边把情报重点 说给越水汽龟听 有池飞池提醒 越水汽龟挑出一部分 重要情报看了看 很快就将情况给捋清楚了 也就是说 FBI探员和那两个狙击手 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附近 都是因为 那个名叫杰克·沃尔兹的男人 他们可以算一条关系链上的人物 那么快斗呢 快斗来这里 是为了拍卖会上的宝石吗 拍卖会上最能吸引快斗的 应该就是那些宝石了 不过他事先没有发出预告函 大概只是过来收集情报的 池飞池把电脑页面 重新调回了最新情报页面 点开了有关黑与快斗的情报 而且 即拍宝石的外国商人听说 日本大道怪盗基德 很喜欢宝石 担心自己即拍的东西 被基德盯上 所以请了日本警方来现场 做安全警戒工作 这件事被交给了对付怪盗和小偷 比较有经验的钟森警官负责 那名外国商人还答应 让钟森警官的女儿和同学进场看看 现在 亲子和快斗已经到了拍卖会场外面 有钟森警官在 他们应该可以顺利地进入拍卖会场 月水汽龟听得心情微妙 隐囊入室啊 巴 一辆车子开到了旁边 按了一下喇叭 开进旁边的车位停下 身穿红色礼服的小泉红子下了车 在池飞池打开车门之后 钻进了池飞池和月水汽龟所坐的车子里 将自己拎下车的蛋糕放在支架桌上 在空位上坐好 轻轻输了口气 我假装到附近买蛋糕 让车子绕着这附近转了一大圈 能量检测器没有丝毫反应 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们会合了 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池飞池向小泉红子确认 没错 小泉红子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连最微弱的气息都没有检测到 月水汽龟察觉到了小泉红子皱眉的反应 疑惑问道这不是好事吗 说明场内没有掌握着魔法的人再埋伏 也没有魔法陷阱 是这样没错 小泉红子有些无奈道 不过 蒙哥玛丽家平时用来吃饭的金银器物 是不会被自然之子记住的 只有宝藏库里的一些珍藏 才能被他这个经常待在宝库的守护神记住 才能让他看到拍卖品名册上的一张图片 就认出那是曾经属于蒙哥玛丽的东西 我也是一样 我的祖先不会把普通器物记录在图册中 能被我认出来的东西都是家族里收藏的珍宝 月水七归已经猜到了小泉红子的意思 惊讶地看向灵木塔的方向 难 难道说那些东西其实是 没错 小泉红子神色认真的轻声道 普通金银珠宝不可能成为魔法家族的珍藏 只有魔法造物才可以 但是 你在外围没有检测到丝毫能量波动 月水七归同样明白了小泉红子刚才皱眉的原因 那就说明 那些东西可能只是纺制品 或者 里面的魔法能量已经被消耗干净了 池飞池 看向灵木塔的方向 神色平静的轻声道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 比如会场里面有魔力屏蔽工具 就像我的项链 小泉红子拉起自己脖梗上戴着的红宝石项链 可以暂时阻断魔力与外界的联系 这样就可以魔力不被探测手段检测到 月水七归也皱了皱眉 如果里面有阻断魔力的工具 那我们就没办法通过能量检测器的反应 来判断里面是否有魔法陷阱了 对吧 所以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上人力和科技手段了 池飞池单手 操作手机 把一封已经编辑好的邮件群发了出去 我会让事先安排进去的人 用红外探测仪 磁场检测器等设备 检查一下会场各处的情况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在埋伏 或者有没有奇怪的磁场 月水七归眉头舒展 呆呆看着池飞池 对哦 玄学手段不行 还可以用科学手段 不过 小泉红子也呆呆看着池飞池 自然之子切换两种不同体系的操作面板 切得也太熟练了吧 磁场监测影像和红外监测影像 等一下都会传到我电脑上 我们缺了安全 之后再进去 池飞池放下手机 见月水七归和小泉红子呆呆看着自己 主动问道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个问题 小泉红子有些无语的问道 既然你已经安排了人带着设备混进会场 为什么还要让我在附近转一圈 来检测能量波动呢 你可以用魔法检测 他们可以用科技检测 两者并不冲突 那就可以做两手准备 要是其中一种检测方法 无法判断情况 我们还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 就像现在这样 池飞池考虑了一下 我认为这样的安排没什么问题 你 说得对 这样安排完全没问题 小泉红子感觉自己根本不需要操心 只要躺平听指挥就好了 神色也变得从容淡然起来 转头问月水七归 七归减 你要吃蛋糕吗 月水七归也觉得自己 根本不需要着急上火 咸鱼地点了点头 好啊 小泉红子和月水七归坐在一旁分蛋糕 在池飞池坚决拒绝吃甜食之后 把一半蛋糕分给了两个开车的司机 随后就一起坐在车里 一边吃着蛋糕 一边翻着拍卖品名册看 疑似赤魔法家族珍藏品的拍卖品 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 小泉红子指着拍卖品图片 给月水七归看 如果是真品的话 这个就是多种魔法材料 烧制出来的琉璃银酒角 外表看上去 只是一个好看的牛角杯 但它是一个有魔法的好看牛角杯 里面的魔法激活之后 杯子可以把一整桶葡萄酒装进去 还不会洒出来 要注意的是 里面只能装酒 要是装水 它会把水全部吐出来 还有这枚镶嵌了红宝石的戒指 月水七归 总觉得这些魔法造物 跟它想象中很不一样 它以前想象过的魔法造物 是汇聚着强大能量 挥一挥就能引动雷电的超强武器 是拥有着超凡智慧和能力 可以替主人做很多事的仆从 不过认识红子之后 他发现很多魔法造物的功能很特别 比如一条拿在手里 可以让自己在夜间看的道路 除此之外 就没有任何功能的手帕 比如可以迅速加热洗澡水 但最多只能把水加热到 洗澡水程度的神奇珠子 另外 池先生家里小美也算是这类特殊造物 可是小美看恐怖片 都会害怕地缩成一团 说起做家务 两眼放光 说去收拾别人 就一脸紧张地表示 我不会 道不说这些存在不厉害 夜市手帕 热水珠都能够让生活变得方便 小美就更不用说了 自从小美住到他那里 他就没有打扫过卫生 每天看地板凤都一尘不染 他都不愿意让小美离开了 而且 一个可以隐身 可以穿墙 可以移动物品的幽灵 在必要时候 还是能够发挥出很强战斗力的 他只是觉得 这些造物的功能太日常了 没有他想象中 那么强的杀伤力 本来他以为是时代的影响 没想到数百年前的魔法造物也差不多 比如那个可以储存很多酒 但只能储存酒的饮酒角 转念一想 他好像也能够理解了 就像科学发展之路的出发点 是方便人类生活 让人类的生活 更加轻松幸福 魔法发展 大概也是这样 其中会有生活用品这一个分支 而且这个分支 占有很重的分量 可能要超过战斗用品分支 疑似蒙格玛利加族珍藏品的拍卖品 我能认出来的是这个 小泉红子指着册子上的古书照片 我在蒙格玛利加的宝库里看到过 这个虽然外观 看上去像一本厚厚的书 但其实是一个盒子 打开之后 里面有很多小格子 可以把不同的药材装进去 魔法激活之后 就把那些药材都转移到魔法空间 等再次激活魔法 药材又会重新出现在盒子里 而且 药材都会在原本的格子里 不会弄混 就算格子里装的是药粉 也不会有一点药粉混到一起 这个盒子装二十多种药粉 在那个外出时求医不变的年代 只要在盒子里装上至风寒的药粉 止血药粉等东西带出门 也足够应付一趟长途旅行了 月水漆龟轻声感慨 如果魔法能够发展到现在 和科技相结合 生活会变得更加方便吧 池飞池用电脑 看了会场里的磁场监测影像 红外探测影像 确认了会场里没有埋伏和陷阱 转头看到月水漆龟和小泉红子 在讨论那个书本外观的魔法盒 出声提醒道 如果那个盒子是真的 魔法加层里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的东西 启动魔法石要小心 危险的东西 月水漆龟有些疑惑 比如腐蚀性很强的化石粉 服下两分钟 没有解药 就会死亡的剧毒药粉 持飞池盘点道 还有 等 等一下 小泉红子一脸惊讶地叫停 被击之前带飞币去宝库的时候 不是说这是他们祖先出门旅行时 用来携带救命药物的魔法盒吗 遇到危险人物的时候 把危险人物毒死 就是救了自己的性命 用这个盒子装毒药瞒过护卫 杀死一个在当地作恶多端的恶霸 就是救了当地很多人的性命 持飞池与其平静地反问道 所以说 里面装的是救命药物 这有什么问题吗 小泉红子 听起来好有道理 月水漆龟 但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很不对劲 持飞池继续道 而且 被击总不能告诉自己的孩子 我的祖爷爷 曾经在这个盒子里 塞满了毒药 带着盒子和家传谷域 到外面去行侠仗义吧 行侠仗义 月水漆龟表示怀疑 这个说法是认真的吗 持飞池肯定道 劳伦斯只对坏人下毒 好 好吧 月水漆龟忍不住问道 可是 蒙哥玛丽家族 不是到处行医 治病救人的医疗家族吗 在这样的家族里成长 族人的性格 不是应该比较温和吗 可是 赤魔法家族的珍藏 是银酒角 红宝石戒指 小猴子石像 而蒙哥玛丽家的珍藏 却是装毒药的盒子 一把看上去很重很宽的宝剑 和一个罐子 从这六件珍藏品来看 蒙哥玛丽家族的攻击性 好像比赤魔法家族 还要强上一些 他刚在心里感慨 生活系魔法造物比较多 结果他以为的生活系魔法造物 却是暗杀系魔法造物 让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而且这样一来 疑似蒙哥玛丽家珍藏品的三件东西 里有两件具备攻击性 装毒药的魔法盒就不说了 化湿粉什么的 听着就很危险 而那把大剑 虽然剑柄上镶嵌了宝石 但剑身看上去又宽又沉 跟他想象中 温和善良的衣生很不搭 好像更适合一个 穿着盔甲的魁梧大汉 大概是因为这些珍藏品 大多数是劳伦斯带回家的 池飞池看向拍卖品名册 依次蒙哥玛丽家藏品的 三件物品里 只有那个罐子 像是贝基用过的魔药炉 大剑和毒药魔法盒 都是劳伦斯收集的东西 他活泼好动 喜欢挑战 年轻的时候上过战场 带领过军队 平时比较喜欢收集刀枪棍棒 或者一些新奇的小物件 在我家族的传记故事里 劳伦斯将军 是一位勇敢正直又聪明的大英雄 小泉红子孝道 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传奇 好像迷倒了不少 听过他威名的女孩子 年老时是一位开明的老者 很受后辈的欢迎 大概只有自然之子知道 这位传奇小时候 有多少次离家出走 又被抓回去 池飞池感觉到 心里对教廷的恨意和愤怒 又在翻涌 立刻打住了对劳伦斯 对蒙哥玛丽的回忆 看了看笔记本电脑上显示的时间 操作着电脑关机 那些是改天在说 拍卖会场里一切正常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也必须要去会场了 你过去的时候 一定会有不少人注意到你 跟你打招呼 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去了 等一下 我会直接去预约好的隔间等你们 小泉红子打开车门钻出车子 在车旁站定 背对着车子 看向不远处亮着灯的灵木塔 不过自然之子 下午你说过自己 最近在愤怒之罪状态中 等一下 你可能会遇到比尔霍尔 你那边没问题吧 就算遇不到他 我也想办法去见一见他 这位古董记派人 了解一下他手里 还有多少类似的东西 池飞池平静道 至于我会不会失控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就算他在我面前 大谈他祖先的猎物壮举 我想我也不会愤怒到失控的程度 这样我就放心了 那我们等一会再见 小泉红子 回头对池飞池和月水汽龟笑了笑 关上了车门 在小泉红子 回到自己的车子上之后 池飞池和月水汽龟所坐的车子 开离了停车场 送两人到陵木塔一楼的入口处 陵木塔正式竣工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之前测试过塔身的彩灯 和室内的照明灯 不过这还是第一次 将塔上的灯全部开启 夜色中 陵木塔外部自下而上 亮着不同颜色的光芒 各种颜色之间 又过度地自然融洽 立在一堆 没有塔身一半高的大楼中间 十分醒目 这样的地标性建筑 吸引了很多人到附近拍照 加上为了报道拍卖会而来的电视台工作人员 在室外取景 陵木塔一楼入口外的路边 占了不少人 不过陵木财团安排了保镖 守在入口附近 一个个保镖穿着西服 戴着墨镜 在两侧隔离带边上站成笔直 用身躯形成左右两道防线 将没有邀请函的人隔离在外 警方和机动队员也守在入口附近 池飞池所坐的车子 开到入口前方停下时 中森营三还站在入口处 对陵木财团的场地负责人大声咆哮 到底要我说多少次 基德没有发出预告函 今天他是不可能行动的 比起防备他偷东西 我们更应该防备他 或者他的同伙过来收集宝石的情报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 入场后 那些偷偷拍摄视频或者照片的人 黑羽快斗跟着中森亲子 站在中森营三身后不远处 整理了一下身上外套 把外套上藏有针孔摄像头的扭扣调正 听着中森营三的咆哮 脸上露出一抹玩味的笑容 果然还是中森警官了解他 不过了解他也没有用 这一次那些宝石拍卖品 和镶嵌了宝石的拍卖品被出来时 他会把展示画面全部录下来 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的 中森亲子注意到了停在出口前的车子 转头看了过去 看到下车的池飞池 惊喜提醒道 快斗 是非池哥 黑羽快斗转头看向车子 看到池飞池下车后 朝车内伸手 牵穿着礼服裙的月水漆龟下车 没有觉得惊讶 这次拍卖会是林木财团举办的 林木家肯定会邀请他 过来参加拍卖会 池飞池和月水漆龟走向入口时 也看到了站在警察队伍后方的黑羽快斗 在黑羽快斗对自己露出笑脸时 也对黑羽快斗点了点头 由于周围太吵闹 还有不少人举着手机拍照 并不适合叙旧 黑羽快斗没有上前找池飞池搭话 伸手指了指入口 池飞池也没有在黑羽快斗身边停留 和月水漆龟一同走过警方和机动队员身旁 到入口处交上了邀请函 一楼大厅内 站在一起聊天的三个外国男人 看到了门口的池飞池 滴雨之后 主动迎上前去 塔外的人群里 朱棣站在一群举着手机拍灵木塔的年轻人身后 看到入口处的情况 拉起了风衣的衣领 侧过头 对着风衣衣领上的微型麦克风低声道 目标又到了门口 不 不是出门 看样子 只是想跟人打招呼 是池先生和月水小姐 是的 他们没有出来 美国驻日的那位大使 好像认识池先生 实在没办法再请池先生帮忙吧 不过我认为 我们目前不需要进入会场 这次入场的客人身份都不简单 亨特能混进去的成功率不高 是 还请你们尽快完成对附近大楼的搜查 附近大楼高层的商城洗手间里 两个人影趴在窗户前 一人在窗口架起了狙击枪 另一人站在旁边用望远镜观察 亨特先生 沃尔兹刚才在入口附近的大厅里活动 似乎就是 等那个年轻男人 用狙击枪瞄准镜 观察着灵木塔一楼的年轻人低声道 现在他们往里走 可能不会再靠近门口了 既然目标已经确认完毕 接下来对地形的观察 就由我一个人来完成吧 我们附近有一些可疑的人在活动 你还是早点离开这里比较好 旁边 干瘦的外国男人 把望远镜放在窗台上 狙击枪让我带走 你用夜视望远镜 来完成后续的观察 要是有人等会儿找到附近来 你把望远镜藏在身上 会更容易脱身 林木塔 一楼大厅 池飞驰没想到 自己一进门就遇到了杰克 沃尔兹 由于跟杰克 沃尔兹在一起的美国驻日大使 是安布雷拉 在波士顿利益同盟势力中的一员 所以 在对方十分客气的情况下 池飞驰也愿意 为了和气生财 而客气地对待对方 对待对方引荐的人 至于杰克 沃尔兹想找自己刷脸熟的原因 池飞驰也猜到了一些 杰克 沃尔兹退役后 就在圣地亚哥 经营一家军用装备制造公司 安布雷拉出产的部分设备 是军用装备制造能够用上的 而安布雷拉 在各国发展起来的保镖公司 也需要购入大量军用装备 双方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对于杰克 沃尔兹来说 既然到了日本 并且参加了这场拍卖会 跟池飞驰刷个脸熟没坏处 沃尔兹曾是美国的陆军上尉 还是一名优秀的狙击手 是那种经过战场检验的狙击手 某位大使介绍杰克 沃尔兹身份时 故意用上了一种 引人探究的神秘语气 越水气龟 挽着池飞驰的手臂 陪在一旁上了电梯 脸上保持微笑 回想起某条情报里提到 杰克 沃尔兹昨天到东京之后 就去拜访了这位大使 在心里猜测着 杰克 沃尔兹给了这位大使多少好处 池飞驰在某位大使说完杰克 沃尔兹在战场上的辉煌战绩后 很给面子的序了话题 我对飞盘射击很感兴趣 但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 很标准的附加子弟设定 杰克 沃尔兹笑了笑 我少年时代也对射击感兴趣 所以才会加入美国陆军 一开始 我很希望自己可以上战场 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 可是真的到了战场上 战争的残酷 还是会让我内心感到煎熬 哪怕战场给我带来了很多荣耀 我还是很难喜欢它 电梯抵达拍卖会场所在的楼层 一行人随着其他人走出电梯后 杰克 沃尔兹补充道 每一个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 都得到了上帝的偏爱 拍卖会会场的入口 就在电梯附近 林木园子站在大门口 看到池飞池 月水七龟 和三个外国人说着话出了电梯 动身走到了一群人身旁 看到林木园子上前 池飞池五人停下了脚步 池飞池主动跟杰克 沃尔兹三人告别 抱歉三位 我要跟朋友说两句话 先失陪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今天见到您很高兴 我们改天有机会再聊 大使作为三人中的代表 客气地跟池飞池道别 又向林木园子打招呼 园子小姐 十分感谢贵才团的邀请 这一场拍卖会很令人期待 我也很高兴 各位能来今晚的拍卖会 请先进场坐下休息一下吧 林木园子也笑着回应了大使 目送三人离开后 才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轻轻叹了口气 园子 月水七归 有些不习惯哀声叹气的林木园子 想起林木园子上次精神不振 还是在前天婚宴事故上 有些担心 林木园子 还没有从好友遇害的阴影中走出来 你怎么了 昨天我回家好好睡了一觉 醒来之后撑了一下体重 七归姐 你根本不敢相信 我参加完婚宴之后 冲了多少 林木园子 拉住月水七归的胳膊 一脸崩溃到 三公斤 整整三公斤一眼 开 开玩笑的吧 月水七归惊讶到 怎么可能一下子重这么多 是啊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重这么多 林木园子持续崩溃中 整个人倒是显得精神了不少 同样参加了一场婚宴 吃了两顿饭 小兰重了两公斤 我却重了整整三公斤 我们学校马上就要进行健康体检了 到时候 要是体重降不下来 全班同学都会知道 我现在有多重的 我今天一想到这个 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持非持绝的 女孩子对体重的执念 实在难以理解 不过还是出声道 人体在不舒服的时候 会自动增加体内水量存储 一些不经常运动的人 在大量运动之后 发现体重不降反升 就是因为 身体会自动加大水分储存量 用来应付消耗 持续运动一段时间 等身体适应运动量之后 体重就会减轻 在你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你两顿饭吃得多一点 也不可能一下子重那么多 很可能是因为你一夜没睡 又心情郁闷 导致身体不适 所以体内储存水分的量增加了 这两天尽量保持 良好作息习惯和饮食习惯 可以适量运动 但是不要过度 只要不是身体健康出了问题 你的体重应该会降下去一些的 真 真的吗 灵物园子 连忙向持飞时确认 飞驰哥 你可不能骗我哦 你这两天试一试 要是体重没有减轻 再减肥也来得及 持飞持剑站在走廊上说话 也不太方便 动身往拍卖回门口走 到时候 我负责帮你特训 这样你可以安心了吗 灵物园子和月水气龟一起跟上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其实我只是不敢相信 这样就可以让体重降下来 不过既然飞驰哥你这么说了 那我就试试吧 要是搞不定的话 我先试试自己运动 实在不行 就要拜托你帮忙了 没问题 持飞驰肯定地应了一声 又提醒道 其实你还可以去问一问荆棘 职业格斗家为了参加比赛 平时训练时会注意控制体重 过轻的时候需要增重 过重的时候又需要减重 他在控制体重方面应该很有经验 可是万一我问他怎么减轻体重 他又问我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该怎么回答呢 灵木园子纠结道 总不能跟他说 我去参加一次婚宴 就胖了三公斤吧 那样肯定会吓到他的 而且我才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 说话间三人走进了会场大门 你不想让谁知道什么事情啊 园子 灵木棚子笑着走上前 身旁跟着笑眯眯的灵木使狼 使狼先生 棚子夫人 池飞驰出声打了招呼 老妈 灵木园子一脸惊讶地走到了灵木棚子身旁 你们两个到门口来做什么 我要去一趟洗手间 你爸爸想来看看 你怎么还没有进来 所以就一起过来了 灵木棚子解释着 笑着松开了 挽住灵木使狼手臂的左手 对灵木使狼道 那我去洗手间了 你带孩子们去休息室吧 灵木使狼依旧笑得满脸和气 对灵木棚子点了点头 跟池飞驰说着话 转身带着池飞驰三人去二楼休息室 拍卖会会场的布局很像音乐厅 一楼是大舞台和一排排座位 舞台和座位上方挑空 地面距离屋顶足有两层楼高 二楼有着一圈沿墙壁环状分布的休息室 休息室面向舞台的一面开了窗 站在窗前就可以俯瞰一楼舞台 灵木家给池家也留了一间休息室 灵木使狼带着池飞驰三人到二楼的路上 笑咪咪的向池飞驰介绍了休息室的情况 屋内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和温度调控系统 这样在屋里抽烟不用担心因为半天散不出去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室内温度 休息室里还有为拍卖会提供的平板电脑 楼下展示拍卖屏的时候 摄像头会将影像传到平板电脑上 还能利用平板电脑来喊价静拍 如果有需要 可以让走廊上待命的服务生去准备茶点 酒水 当然了 二楼可能会比较冷清 要是你们觉得二楼不够热闹 也可以到下面去 一楼会更热闹一些 几人到了二楼 凌木次郎级的大笑声就盖过了凌木屎郎的说话声 哈哈 只有这样的宝石才能够吸引那位大盗啊 汪汪 凌木次郎级的爱犬鲁帮跟着叫了两声 就像在附和一般 凌木屎郎 他才刚刚说完二楼比较冷清 凌木园子看到自家老爸无语的表情 忍不住笑道 不过有次郎级伯父在这里 二楼是绝对不会冷清的 凌木屎郎重新笑了起来 他总是这样 二楼楼梯附近有一个像是客厅一样的公开区域 地上铺了花纹古典的厚地毯 摆放着多人沙发 茶几和书报柜 凌木次郎级和三个欧洲面孔的男人 坐在沙发上说话 面前茶几上摆了一个铺有软垫的保险箱 软垫上放着一块镶嵌在精致底座上 有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的绿色宝石 旁边还有两个助理站着 一脸警惕地守着一个被打开了门的保险柜 哇 趴在凌木次郎级脚边的鲁邦注意到驰飞驰 欢快地起身跑向楼梯口 鲁邦 凌木次郎级站起了身 看到鲁邦跑到驰飞驰脚边 高兴地围着驰飞驰转圈后 脸上惊讶迅速退去 一脸无语道 难怪鲁邦这么高兴 原来是飞驰带着小女友来了呀 还有我 您不能忽略我 凌木园子笑着走上前 低头看向茶几上的绿色宝石 这就是您说的那块大宝石吗 颜色很漂亮吗 是啊 这就是我说的那块亚历山大石 凌木次郎级说到自己找到的宝石 心情又变得好了起来 热情地走向驰飞驰 飞驰小子 你也过来看看吧 我今晚把这块宝石带回去之后 就会把宝石放进宝库里 短时间内不会展出 你想看的话 可要抓住今天的机会哦 驰飞驰注意到 比尔霍尔也在场 有心接触一下比尔霍尔 当即回应到 连您也称赞不已的宝石 我当然不会错过欣赏的机会 哈哈 凌木次郎级拍了拍 驰飞驰的肩膀 带路走向插鸡 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 凌木始郎脸上表情 再次变得无语 他家女儿刚才说不要忽略我 可是他好像才是被忽略得 彻底的那个人 驰飞驰走出两步 见凌木始郎还站在原地 回头问道 始郎先生不去看看吗 凌木始郎一看 还有人没忘记他 内心泪流满面 脸上立刻笑眯了眼睛 棚子还没有回来 我一个人回休息室会很无聊的 既然你们都要看宝石 那我也一起看看吧 凌木次郎级带路到了茶几前 三个外国男人 在认出了凌木始郎之后 就主动站起了身 凌木次郎级也就顺势介绍了双方认识 陪凌木次郎级坐在一起的三个人 都是这次拍卖会的即拍大客户 三人要么是国外的知名收藏家 要么是家底丰厚的富商 虽然家底比不上凌木财团 近来也都遇到了经济危机 但家中底蕴 还是不容小觑 仅是三个人就为这次拍卖会 提供了20件精品 其中有罕见的宝石 有保存完好的古董 每一件都价值不菲 而三人家中的收藏 可能还不止这么一点 谁也不知道 三人家里还有没有压箱底的宝物 当然 把那块亚历山大石 卖给凌木次郎级的史密斯先生 家里最值钱的宝物 可能已经被凌木次郎级掏走了 超过一克拉的优质亚历山大石 价格会比同等大小的蓝宝石 红宝石等宝石昂贵 像这样有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的 亚历山大石根本流通不到市场上 有钱也不一定有机会买到 这次要不是史密斯遇到了经济危机 凌木次郎级 恐怕也没机会把这块宝石 纳入凌木家的宝库 对于自己能够得到 这块亚历山大石 凌木次郎级也十分高兴 介绍了双方认识之后 很快就介绍起宝石来 他原本是史密斯先生的家传之宝 听说这是他的祖上 从俄国带回去的 出自俄国皇室 这些年这块宝石 一直珍藏在他家的藏宝库中 公开展出次数很少 不过这块宝石 在收藏界里还是很有名的 大家都叫他翠绿皇帝 史密斯先生 这次原本不想把这块宝石出手的 不过这么大的宝石实在罕见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 用来钓那个白色幽灵小偷的绝佳诱儿 就出价向他买了下来 既然打算把他当做钓小偷上钩的诱儿 我就不会让他的信息轻易外泄 这一次 在准备好绝对可靠的补兽龙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公开展示这块宝石的 拍卖会场一楼 钟森亲子站在长桌前 挑选饮料 甜品 黑羽快斗陪在一旁 注意力却没有放在满桌的食物上 伸手按紧了悄悄塞在耳朵里的无线耳机 让自己能把耳机里传来的声音 听得更清晰一些 心里把重要信息记下来 史密斯家族的翠绿皇帝 他好像听说过 回家可以再查一查具体资料 林木家那个大叔 好像还没有想好 这次要布置什么陷阱抓他 这方面的情报 可以等那个大叔想好之后 再去搜集 等等 那边的人好像拿起了宝石欣赏 嗯 林木家二小姐动手拿了 飞驰哥好像也动手拿了 也就是说 飞驰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那块宝石 是不是潘多拉 那他是不是就不用费劲去偷宝石 不 不行 他还是找机会 亲自看看宝石吧 飞驰哥毕竟不是专业的鉴定师 或者专业的宝石大盗 万一宝石上有什么玄机 飞驰哥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还是他们都确认一下 会比较稳妥 附近大楼的高空酒吧里 两个FBI探员 结伴进了酒吧 在酒吧里转了一圈 又走进了洗手间 两人进入洗手间后 坐在角落的凯文 即也看了看洗手间的门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很快收回了视线 低头看向手里的手机 手机上显示 一个个人名 还有人名 对应的照片 身份 那些照片 似乎是从各种渠道搜集而来的 大部分没有正脸照片 有的更是只有一个侧身身影 这份名单上的人 大多非福即贵 如果灵木塔拍卖会的负责人 看到这份名单 应该马上就能看出 这份名单 跟拍卖会宾客名单 有90%以上的重合度 凯文 即也翻看着这份 自己从黑市买来的 灵木塔拍卖会 参与者预测名单 一边回忆着 杰克 沃尔兹 到灵木塔之后 接触过的人 一边在名单里 寻找那些人的照片 很快看到了 池飞池的照片 看完了池飞池的身份信息 思索了一下 又继续翻找下去 安布雷拉最高负责人 家中独子 池飞池 以沃尔兹和对方 在灵木塔一楼大厅门口的 接触情况来看 两个人并不熟悉 沃尔兹出事 也不会求助到对方那里 也就是说 对方不太可能 影响到他们的行动 暂时看得眼熟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 两个FBI探员 很快出了洗手间 结伴走出了酒吧大门 出门后 立刻联络了詹姆斯 布莱克 表示自己 没有在酒吧里 看到蒂姆 亨特 却没有过多关注一个 在他们之后离开酒吧 经过他们附近 走到电梯前的年轻男人 凯文 吉野 路过两人附近时 隐隐听到 两人提到了蒂姆 亨特的名字 没有惊动两人 搭上了电梯下楼 凯文 吉野 已经离开这附近了 另外一栋大楼的天台上 一个巴掌大小的袖针无人机 飞在护栏边 持续传出充满机械感的声音 FBI探员很快就会搜查到这栋大楼 你最好在三分钟内撤离天台 接下来撤到C点或者1点 在那里完成后续的警戒工作 FBI搜查完那两栋楼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短期内应该不会再回到那里 齋藤博迅速收拾着狙击枪 脑海里溢着C点和1点的具体位置 那我就去一点吧 那里更适合警戒 神曲 麻烦你提供一下具体的行动路线 我想完全避开FBI的人 没问题 你戴好耳机 保持联络 网络幽灵泽田红树 操控着无人机升空 通过附近无架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和飞沫军团传递回来的信息 很快模拟出了多条撤离路线 一边根据FBI探员的搜查轨迹调整路线 给齋藤博指着路 一边利用方舟 入侵了拍卖会场里的监控 同时监听着自己事先入侵好的手机 实时监控着会场里的情况 林木塔 拍卖会场二楼 林木使郎跟着凑了一会儿热闹 在林木棚子上完洗手间回来之后 跟众人打了声招呼 和林木棚子一起先回了休息室 林木次郎集等着林木园子 池飞池和月水汽龟船 看完翠绿皇帝宝石 将宝石重新放回软垫上 这几天他一直跟其他拍卖品 一起被放在拍卖会场后面的金库中 今天我过来这里 就是为了带人过来取这块宝石 等一下 我要把宝石亲自送回去 可能不会在拍卖会上待太长时间 对了 飞池 这次拍卖会上 有你感兴趣的东西吗 那些欧洲古董比较吸引我 池飞池神色跟之前一样平静 显得态度有些随意 根据图测介绍 那些古董是17世纪的东西 不过它们被保存得很好 比如那个陶制罐子 陶制品应该会比金银珠宝更难保存 可是从照片上看 它很完整 连罐子上的花纹都还清晰可见 你说那批古董啊 林木次郎集听池飞池说到那批古董的完好程度 立刻知道 池飞池说的是比尔·霍尔的那批机拍品 哈哈笑道 你刚看到那些古董外观的时候 很惊讶吧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很惊讶 那些东西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老旧 如果不是林木财团的鉴定师一致认定 那是17世纪的东西 我也不敢相信 它们居然经历了那么长的岁月 说实话 这次拍卖会上 那些宝石不够大 根本不足以引起我的兴趣 也只有那批古董能够让我惊讶了 这话说得有些嚣张 不过为拍卖会提供了多个宝石 拍卖品的史密斯 却觉得理所当然 那些宝石放在外界可能很罕见 不过对于这些大财团来说 肯定达不到宝物的标准 林木次郎吉说着 向比尔·霍尔看了过去 之前我还向霍尔先生请教过 怎么保管这类器物呢 池飞池本来就想借保管古董诀窍 来探一探比尔·霍尔的底 在林木次郎吉提到之后 就顺势对比尔·霍尔道 我也想向霍尔先生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比尔·霍尔那些即拍品最大的特色 确实是保存良好 在拿出那些东西之后 比尔·霍尔也不是第一次 面对这种问题了 笑着道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之前就向次郎吉顾问解释过了 我保存古董的方法并不高明 而且因为我和我父亲 都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平时只是把它们放在库房里 并不怎么关注他们的情况 如果非要为他们的完好找一个原因 那大概就是 先辈的智慧超乎我们想象吧 这些东西的制造材料 制造工艺 都比我们想象中要好 材料和工艺 当然是决定物品寿命的关键 但是我认为 它所在的环境也至关重要 持非持语气平静如常 不过说出的话 却表明了我不信的意思 比尔·霍尔脸上笑容变得有些无奈 我一开始跟次郎吉顾问这么说的时候 他也不肯相信 还找来了鉴定专家 对材料和工艺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 这些东西的质量确实很好 好的能让人吓一跳 林木次郎吉笑着出声 帮比尔·霍尔说话 伸手拿起了茶几上的拍卖品名册 翻开后 找到了书本外观的盒子 指着给持非持看 比如这个东西 看上去像是一本书 但其实是木制的盒子 盒子所用的木料很坚硬 硬度比铁差一些 但也差不了太多 普通撞击根本不可能导致它损坏 很难想象 那个时候的人们用了什么工具 花了多少心思 才将它制造出来 而且 它表面的涂层 还能防止湿气入侵 在盒子制作出来之前 木料似乎也用特殊药物浸泡过 我们用机器扫描过 木料内部 没有任何一个虫洞 这样的物品保管起来很方便 只要好好存放在库房里就行了 根本不用费太多心思去保养 难怪它看起来 没有那种陈旧腐化的感觉 驰飞驰垂眸 看着册子上的图片 古人的智慧果然不能小看 其实我家里有一个传说 我的祖上 曾经是欧洲的神圣骑士 服务于国王与大教主 比尔·霍尔 忍不住分享起自己从父亲 祖父那里听来的故事 而这些东西 都是祖先从巫师那里夺来的战利品 月水其归听到战利品这个词 忍住了皱眉的冲动 侧目看向驰飞驰 见驰飞驰神色较之 刚才没有丝毫变化 似乎在认真平静地倾听故事 又收回视线 看向桌上图测 默默听着比尔霍尔说祖先的故事 如果他仅仅只是 蒙哥玛丽加的后人 时隔数百年之久 再去听当年的恩怨 他可能并不会太在意 但蒙哥玛丽加的很多宝物 好像都是家主 为了给蒙哥玛丽加守护神 姐们而搜集的 而蒙哥玛丽加的守护神 现在就坐在他的身边 是他的男朋友 这就导致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数百年 他却还是听得一阵气闷 就像某个强盗闯进他家里 杀人夺宝后 扬长而去 之后那个强盗的后人 还在他面前炫耀那一场杀人夺宝 有多么精彩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看到比尔霍尔这家伙 有些自豪的模样 他就想用锤子敲这家伙的头 不过 他之前还担心 池先生因为处于愤怒之罪 体验妻而冲动行事 现在一看 池先生这个 在愤怒之罪状态中的人 比他还沉得住气 连眼神波动都没有丝毫愤怒 或者不满 淡定得像是莫的情绪一样 不愧是他家情绪 一级稳定的神明大人 既然池先生都能保持平静 他也不想因为自己表露出异样 而被别人注意到 用锤子敲这家伙脑袋这种事 在脑海里想想就行了 就在月水七归脑海里 第十一次模拟比尔霍尔 被锤子碎头的场面时 比尔霍尔也将自己从父亲 祖父那里听来的故事说了一遍 由于有持飞驰不时做出回应 比尔霍尔感觉自己这个话题 得到了认可和欢迎 所以讲得比较细致 通过比尔霍尔的叙说 持飞驰大概弄清楚了 霍尔家祖先的情况 当年的猎物行动 其实是世俗皇权 与宗教神权合作的行动 而霍尔家先祖所在的 神圣骑士队伍 就是基于双方合作 而出现的武装部队 神圣骑士 只是霍尔家先祖所在国度的说法 其他地方可能有其他说法 但性质都大差不差 在猎物行动结束后 世俗皇权与宗教神权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裂痕 宗教不满足于 只做精神灯塔 想要让世俗王国成为皇权 与宗教合一的国度 而世俗皇权自然不会 任由宗教人士夺权 很快开始了反击 由于在猎物行动中 各处的神圣骑士是行动主力 为了行动成功 双方都往里面倾注了心血 所以在双方友好关系彻底崩塌之前 双方都默契地把神圣骑士队伍内部 当成了第一个互相较劲的暗战场 一边为自己阵营 争取更多神圣骑士的控制权 一边利用各种阴谋诡计 清理倒向对方的神圣骑士 霍尔家的先祖 就是这场权力争斗中的受害者 不过比起那些在斗争中死无全尸 或及家人的人 霍尔家的先祖 好歹及时逃出了漩涡 不仅全身而退 还带走了一部分猎物行动中的战力品 这就是我祖父跟我说的故事 比尔·霍尔耸耸耸肩 这段历史无从考证 我不确定祖父说的故事 有多少夸张的地方 但我可以确定的是 我的祖先一定是个能力出众又聪明的人 只有敢于冒险 并在危机中全身而退 他才能得到这么多珍藏品 就像投资的人抓紧时机投入 然后在危险降临前机敏地撤退 这样才能获得超乎常人想象的收益 池飞池相信 那个故事中没有多少夸大的地方 想进一步试探比尔·霍尔家的情况 出声道 不管怎么说 这些东西都能证明你祖上有过非凡的成就 如果我是霍尔先生 我一定舍不得将这么多东西卖出去 虽然我也有些舍不得 但我和我父亲对收藏这些东西实在不感兴趣 比起这个 我们更喜欢钞票 黄金和宝石 我认为 他们到了珍重他们的人手里会更好 这样对于珍重他们的人 对于他们 对于我而言 或许都是一件好事 比尔·霍尔笑了笑 又一脸神秘道 其实我的仙祖离开神圣骑士队伍之后 也曾在远行的路上 变卖过一些金银器物 只是仙祖临终前交代后人 有九件珍宝 是不能随便卖出的 所以我父亲才会把这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 一直保存着 九件珍宝 就是这次的拍卖品吗 月水气龟 没有让吃飞吃一个人套话 装作被话题吸引了 看着拍卖品名册盘点道 不过 盒子 牛角杯 宝剑 戒指 罐子 这里只有八件东西吧 是的 原本还有一件很大的斗篷 比尔 霍尔 伸手在虚空中 比划了一个大长矿 但是那件斗篷上 还残留着巫师们的诅咒 听我祖父说 以前那件斗篷 跟其他八件东西 一起放在地下宝库中 从某一天开始 它会让进入地下宝库的人失去意识 趁机偷偷吸取人们身上的生命力 我祖父好几次进入地下宝库时 莫名其妙地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 感觉浑身无力 精神恍惚 好几天都缓不过来 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 而我父亲小时候 调皮偷溜进仓库时 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 之后 我祖父认为这是巫师的诅咒苏醒了 为了家人的安全 他让附近教堂的人带走了斗篷 将那件斗篷送给了教会 会不会是地下室氧气稀薄的原因呢 史密斯颇感兴趣地加入了话题 地下室经常处于封闭状态 里面氧气稀薄 所以导致刚进入的人 因为氧气不够而昏迷 而精神恍惚和浑身无力 其实是体内缺氧过一段时间 所留下的后遗症 我想也是这样的 比尔 霍尔有些无奈地笑了笑道 我祖父很相信 神圣骑士与巫师的传说 他说 在他把斗篷交给教会之后 有神父到了家里做了祷告 之后这类事情就没有再发生过 但是我想 这说不定是教会的人 帮忙调整了地下宝库的通风口 让地下宝库的通风状况变好了 可惜我父亲长大后 便卖了那个农场 农场之后的一任主人改建过农场 到了现在 那里可能跟我祖父管理农场时期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这件事的真相 无法得到确认 而我已经很久 没有回到那里去了 另一个外国男人 也忍不住笑着加入话题 其实 这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斗篷真的存在诅咒 把斗篷交给教会 可以保证你们一家不被诅咒所伤害 如果只是地下室通风问题 那么 教会应该帮你家里解决了这个问题 进入地下室缺氧休克 是很危险的 要是处理不及时 会导致家里人遇到生命危险 对于小孩子来说 更是一个很严重的安全隐患 这么看来 比尔先生的祖父 其实是一位懂得取舍的智者呢 或许是吧 比尔 霍尔笑道 不过我倒是觉得 他总是稀里糊涂地 做了正确的事 很抱歉 打扰了各位贵客交谈 一个穿着礼服的男服务生 走到了茶几前 与其温和地提醒道 不过拍卖会还有三分钟就要开始了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时间 就在月水气龟犹豫着 是在试探一下 还是直接离开时 池飞池已经干脆利落地站起了身 看起来对之前的话题毫不留恋 既然拍卖会快开始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我还要去楼下找一位朋友 改天有机会再聊 林木次郎吉和比尔 霍尔三人也站起了身 跟池飞池道别后 互相之间打了招呼 也一一离开了小客厅 回了各自的休息室 池飞池带着月水气龟 沿着楼梯往下走 在月水气龟想开口说话时 低声阻止道 等一下 月水气龟心里疑惑 见池飞池停下脚步 回头看下二楼楼梯口 也跟着看了看 池飞池确认二楼梯口没人 才收回了视线 伸手从自己礼服外套后摆内侧 拿出一个扭扣大小的黑色物品 对着黑色物品道 听够了吗 想上二楼 就快点到楼梯口来 我最多等你三分钟 这个是 月水气龟惊讶 看着池飞池手中 疑似微型窃听器的东西 回想着所有可能往池飞池身上 装窃听器的人 在结合池飞池的态度 很快想到 他们进门的时候 站在中森迎三身后的黑羽快抖 好像往门口方向退了一点 低声向池飞池确认 快逗 是我们进门的那个时候 池飞池点了点头 手指用力将窃听器捏碎 之后又将窃听器的残破零件 随手放进了外套口袋里 低声道 他站在门口 应该就是为了等我 除了林木家的人 我是最有可能接触到 林木顾问钓鱼心诱尔的人 提前收集情报吗 月水七归有些哭笑不得 千尹夫人以前也跟我说过 提前收集情报的重要性 不过 我还以为 魔术师可以不用这么早 就开始收集情报呢 魔术师反而要更早一点 开始收集情报 这样才能提前想好表演内容 准备好魔术道具 池飞池继续动身 往楼下走着 拿出手机 拨通了小泉红子的电话 红子 你要到二楼休息室来吗 对了 快逗之前在我身上装了窃听器 我想 他应该也想到二楼来 所以也通知了他 二楼角落的一间休息室 水野义和送林木使郎 和林木棚子到了门口 飞沫正太跟在水野义和身旁 等林木夫妇离开 水野义和关好门后 跟着水野义和回到室内 坐到沙发上 伸手拿起了桌上的拍卖品名册 对于自己这个便宜伯父坚持跟来 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他的邀请函 还是从水野义和那里要来的 虽然因为水野义和要陪他来 那张邀请函 根本没有到过他手里 他算是水野义和带来的小孩子 也不需要邀请函 水野义和坐到飞沫正太身旁 见飞沫正太翻开拍卖品名册 想想自己也没给侄子送过什么值钱礼物 就琢磨着 要是侄子有喜欢的东西 自己可以帮忙买下来 出声问道 小莫 这次拍卖会上 有你喜欢的东西吗 有两件看上去还不错 飞沫正太把池飞池所说的 两件东西的拍卖顺序记下来 又伸手将名册 放到水野义和面前的桌面上 对了 你也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东西吧 我买下来送给您当礼物 水野义和 等等 这些话应该由他来说才对吧 飞沫正太见水野义和一脸意外 主动解释道 我父亲之前在国外投资 累积了一大笔钱 小树最近很喜欢看猴子纪录片 我想把小猴子十项买下来 给他当礼物 顺便也给自己买点什么 如果伯父有喜欢的东西 我可以买给你 你下次再回我礼物就可以了 水野义和觉得 某个正太牵挂着弟弟的这份心意很好 自己应该支持 也就没有坚持 由自己来付长 见飞沫正太说起 给自己买礼物时 不像开玩笑 又想着自己收侄子礼物 还能拉近关系 大不了过两天 自己再回一件更有价值的礼物 看着拍卖品名册考虑了一下 选中了一个拍卖价格不可能太高的东西 如果要说我喜欢的 那就三号拍卖品铃铛好了 可是 我喜欢的东西 就是这个铃铛 飞沫正太脸上露出 些许为难 伯父能不能重新选一个 主人让他买下来的 除了赤魔法家族的小猴子石像 就是这个疑似 其他魔法家族器物的领导 他想 主人应该是考虑到 这两件东西 比较像小孩子玩具 容易吸引小孩子注意力 再加上最后拍卖价不会太高 作为小孩子的他 能买下来也不会很奇怪 所以才把这两件东西 分配给他来拍下 虽然魔女小姐那里 应该已经准备好了高仿替换品 但这两件东西 最好是归他所有 这样就算到时候 换上了高仿替换品 他也不会找人来鉴定真伪 原来这就是小莫喜欢的东西啊 看来我们的眼光很相近呢 谁也一和笑着 跟自家侄子拉近关系 又有些为难的 看着拍卖品名册 既然小莫喜欢铃铛 那铃铛就给小莫吧 至于我 飞莫正太担心 谁也一和 又选中看起来拍卖价 不会太高的盒子 罐子 伸手把图册翻了一页 伯父看一看宝石吧 这些宝石很漂亮的 谁也一和想到自家侄子 要给自己买礼物 内心感动又高兴 怎么看都觉得 自家侄子是天底下最懂事的孩子 笑着道 确实很漂亮 那小莫觉得 哪一块适合我 飞莫正太 好吧 伪装人类又在 应付热情人类的一天 又开始了 附近的一间休息室内 八代颜三郎坐在窗户旁 转头看着一楼舞台上 主持人宣布拍卖会开始 沉默不语 坐在一旁的柱里 也不敢出声打扰八代颜三郎 导致室内气氛有些沉闷 八代颜三郎 也没有理会气氛如何 心里默念着 早上收到那封邮件中提到的拍卖品 盒子 宝剑 戒指 饮酒脚 罐子 金蛇像 六件东西 那位大人让他随意选三件买下来 当然 他也可以买两件或者四件 但是要保证这六件东西不落到外人手里 另外 他还需要配合那位大人演一场戏 任务不难 但是想要完成的好也不容易 必须花点心思才行 希望各位今晚欣赏着各种各样的珍宝 能够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舞台上的主持人 看到林木屎郎 林木棚子从二楼楼梯间走下来 心里松了口气 继续道 我们为在场每位客人都准备了一份礼物 接下来会由工作人员将礼物发放到各位手中 两天后 林木塔将正式举办开放典礼 送给各位的礼物中 除了有这次拍卖会的纪念品 还有一份开放典礼的邀请函 大家在林木塔正式开放 当天可以带上朋友或者家人一起来 到时候 460米的高空亮望台会首次开放 我们还会为各位提供午餐和茶点的自助餐 台下 有工作人员顺着座位发放一个个 有精美纸带装起来的礼盒 就连在现场直播的日卖电视台工作人员 也都每人领到了一份礼物 主持人在礼物发放期间 介绍了一下即将开放的林木塔 等林木屎郎和林木棚子到了舞台边 整理好衣服并点头确认之后 才改变了话题 现在 让我们邀请这次拍卖会主办方 林木财团的会长 林木屎郎先生 以及林木屎郎先生的太太 林木棚子夫人 上台致辞 林木夫妇上台后 对道场的人简单地表示了感谢 很快离开了舞台 让拍卖会进入正式拍卖环节 为了这次拍卖会 林木财团邀请了日本三位知名鉴定师 和国外三位知名鉴定师 一起组成了鉴定大师团队 不仅在拍卖前 对拍卖品进行了鉴定 还会在正式拍卖环节 让鉴定团队对拍卖品 进行一些专业的介绍 而在拍卖品展示时 工作人员还会用高清摄像头 将细节拍摄清楚 投放在大荧幕和二楼休息室的平板电脑上 让场内的人能够看清细节 这样的拍卖会 完全可以作为一期宝物的观赏与鉴定节目 热卖电视台的节目组 得到了入场直播资格 不需要做太多工作 工作人员把对准舞台的摄像机放好 就可以安安心心地 在一旁等着拍卖会进行下去 最开始的三件拍卖品 都算是用来热身的小物件 比如三号拍卖品 青铜材质的铃铛 由小孩子全都大小 表面没有任何花纹 外形鼓捉 除了保存的好一些 几乎没有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 而且正因为保存的好 让这个铃铛看起来不太像古董 所以对铃铛感兴趣的人并不多 当然 这不代表三件东西不值钱 放在普通拍卖会上 这些东西都可以当作真品 而拍卖品展示期间 主持人也引导着鉴定师们 说出了东西的价值所在 比如铃铛的制造年代 其独特的材质和工艺 上面反映出的时代特色 配合着细节展示 让开尾小菜也显得格外珍贵 加上主持人不时的感慨惊叹 节目效果被拉满 20分钟时间里 前三件拍卖品 陆陆续续被拍了出去 虽然主持人和鉴定师配合着 把拍卖品的优点都说了出来 让一些人试着出了一下价 但现场的人都没有被煽动的热血上头 在有人出更高价时 很多人都选择了放弃 拍卖品的最终成交价 也基本都在众人的预估范围内 飞莫正泰拍下的铃铛 没有遇到丝毫阻碍 稍微坚持了一下 就以心理预期价买下了铃铛 三件拍卖品中的另外两件物品 则被一楼的两位客人拍了下来 接下来的拍卖品更加难得 这是来自于16、17世纪的古物 但它就像三号拍卖品的铃铛一样 保存得非常完好 更难得的是 它是陶制品 主持人在工作人员用展柜 把东西送上台时 笑着做了大概的介绍 在看到陶罐子时 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叹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 但我还是想问一下 这真的是古董吗 他看上去比我父亲 20年前用过的罐子还要心 台下发出了一阵笑声 二楼 月水七归坐在窗户边 拿着平板电脑 跃跃欲试 先让其他人把价格推高一些 然后直接出一个更高的价格来封顶 吃飞吃提醒着 又顿了一下 当然 如果你觉得叫价有趣 也可以从低价跟着叫到高价 算了 月水七归果断选择偷懒 我还是等价格差不多了再叫价吧 从低价跟着叫上去 太麻烦了 钟森亲子和小泉红子坐在一旁 察觉黑羽快斗开门进来 出声道 快斗 你上洗手间也太慢了吧 都已经拍卖完三件东西了 黑羽快斗到二楼 没两分钟就借口去洗手间 实则去林木次郎及所在的休息室外 打探了一下消息 也知道自己这次离开得有点久 老头笑了笑 啊 抱歉 那现在是进行到第四件拍卖品了吗 是啊 钟森亲子转移了注意力 有些激动地分享到飞驰哥和七龟姐 打算把那个罐子拍下来呢 你差点就错过喊价了 那个陶罐 黑羽快斗关好门 坐到了钟森亲子身旁 一脸疑惑地看向池飞驰 飞驰哥 你买那个做什么呀 当然是买来收藏了 池飞驰神色平静道 上面的花纹看起来很顺眼 黑羽快斗见池飞驰 完全是买玩具一样的态度 嘴角一抽 随后故意摆出认真表情问道 飞驰哥 那你看我顺眼吗 只要给我那个罐子价值一半的零花钱 我就可以作为你的弟弟 被你永久收藏哦 钟森亲子无脸 那个罐子一半的零花钱 快斗还真敢说 黑羽快斗见池飞驰 把视线放到自己身上 笑着问道 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池飞驰目光平静地 打量着黑羽快斗 我暂时没有开发出 把弟弟做成人体标本来收藏的爱好 黑羽快斗 什么人体标本 感觉有点血腥 而且不人道 池飞驰继续打量着黑羽快斗 不过要是你认为可以的话 不可以 黑羽快斗头皮发麻 越看越觉得池飞驰目光带着一丝森冷 怀疑池飞驰已经在脑海里掩饰着 把它制造成标本的过程了 警惕地盯着池飞驰道 这不是 是有点血腥 这是很血腥了好不好 我是说的是活物收藏 要是不做成标本 你在外面遇到意外 不幸身亡了 我不就永久损失了一件藏品吗 池飞驰语气 依旧平静地质问道 你 黑羽快斗嘴角一抽 就当我没说好了 要是你把我做成了标本 可没办法跟我已经去世 多年的老爸交代 好了 快逗 你先安静一下 钟森亲子兼月水七龟 往平板电脑上输入数字 激动地伸手 拉住了黑羽快斗的胳膊 七龟姐要喊价了 黑羽快斗侧头 看向窗外大荧幕 这种东西 只要叫一个差不多的价格 应该没什么人会出价了吧 大荧幕上 很快跳出了月水七龟的出价 和对应的休息室号码 主持人也读出了数字 还没等主持人说完 大荧幕上又跳出了新的数字 咦 钟森亲子有些惊讶 八号休息室也出价了 那个休息室里的人 也很想要这个罐子吗 黑羽快斗尖自己预判失误 倒也没有懊恼 看着大荧幕的目光认真了起来 七龟姐的出价 比之前的最高价高出一百万 那边又在七龟姐的出价上 正好加了一百万 持非持见月水七龟 看向自己果断出生到 加一百万 月水七龟再次加价一百万后 将报价发送出去 二号休息室加价一百万日元 现在的拍卖价是五千 不等主持人把话说完 八号休息室又跟着出了价 好的 八号休息室又加价一百万日元 现在 继续加持非持神色平静到一百万 月水七龟操作着平板电脑 加价后把报价发送出去 二号休息室加价一百万 八号休息室加价一百万 双方接连三次加价 每次都加一百万日元之后 拍卖会现场的人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林木夫妇和林木园子一起待在十二号休息室里 林木使郎坐在窗户旁 看向八号休息室的方向 是八代家啊 拍卖会就是要这样才有趣嘛 林木棚子坐在林木使郎身旁 脸上挂着期待的笑容 连茶也顾不上喝了 见下方主持人再次报价 也看向了八号休息室的方向 不过 八代家在这个时候招惹池家 似乎不太明智吧 本来他们两家就有竞争 这些年关系也不算太好 虽然因为双方有竞争关系 在池家发展起来后 八代家有些着急也可以理解 但是八代家现在的财力和发展潜力 都比不上池家 这个时候不是低调一些比较好吗 我想 只是对池家继承人小小的试探而已 林木使郎见林木棚子看热闹不嫌大 完全不担心自家拍卖会 被那两家闹翻船的反应 这只是一次买东西引起的小冲突 最后的结果无非是一方放弃 一方多花一点钱 池家和八代家应该都不缺这一件藏品 或者缺那点钱 不至于上升到商业冲突加剧的程度吧 那可说不准 林木棚子颇感兴趣地提醒到 年轻人气性大 而生气的年轻人可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哦 林木使郎笑咪咪看了看二号休息室的方向 如果是池家那只小狐狸 那确实说不准 林木棚子想到池飞时平时表现出来的冷静 觉得自己不该急着下定论 思索了一下 其实就算飞时真的生气了 到时候八代家服个软就行了 只要表现得大方一点 对池家服软也不是什么特别丢脸的事 难怪你说试探 借着这种冲突 看看池家继承人会做到什么程度 以此来探一探池家继承人的脾气 虽然冲突可能会引发损失 但八代家应该有把握 控制好风险 林木使郎笑咪你点头 年轻气盛是可以被理解的 就算池家那只小狐狸 真的生气到对八代家进行商业攻击 他们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以趁机看看 池家那只小狐狸 平时有没有隐藏脾气 脾气是不是很暴躁 以及作为继承人 目前对安布雷拉力量 有多大的调动权 但前提是 池家的小狐狸不能做得太过 如果池家小狐狸 想把八代家揍死 那他们其他几家 也生出兔死狐狈的情绪 要是放任池家揍死了八代家 以后因为一点小冲突 池家又来揍死他们怎么办 现在池家有能力揍他们任何一家 而他们联合起来也能揍池家 一旦池家小狐狸 表现出过强的攻击性 他们也得联合 向池家施意施压 提醒池家夫妇 你家孩子做得过分了 脾气也差过头了 赶紧管一管 作为在同一片土地上发展的家庭 其实大家都希望 池家继承人可以成熟稳重点 不要太孩子气 这样大家相处起来 能够轻松一些 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用在发展上 所以说 八代家冒头试探 确实可能面临一些损失 但其他几家 不会放任八代家 被欺负得太惨 风险确实是可控的 也就是说 林木棚子笑着道 他们闹不大 那我们就安心地看看 池家继承人的气量吧 林木屎狼 总体来说 两家肯定是闹不大 但是不代表 今天的拍卖会 不被闹翻船啊 今天的拍卖会 可是他们林木家组织的 要是翻船 算了 无非是一次 拍卖会举办的比较失败 以后多半两场成功的 就可以了吗 这么一想 林木屎狼也身心轻松地 加入了吃瓜阵营 叫价已经到 7400多万了呀 比预估成交价高了 2000万左右 是啊 飞驰最早的出价 只比预估成交价 高出了50万左右 本来那个价格 就可以把罐子买下来了 不过现在 林木棚子 看到大荧幕上 跳出来的数字 笑着感慨道 7500万了 他们居然可以100万 100万地加到现在 还真有耐心啊 我觉得 飞驰看上去 就是很有耐心的人 林木屎狼笑秘密地评价道 麻烦死了 林木园子手里 拿着吃剩下一半的蛋糕 有些无语地看了看窗外 要是真的想要 直接加上1000万 一个亿不就可以了吗 林木棚子无语吐槽 自家女儿 园子好像就不是 那么有耐心了 突然间 一楼传出一阵低一声 由于拍卖会现场人多 低声议论 也造成了不小的动静 让林木夫妇疑惑地 把视线投一楼 主持人在台上倒计时 大荧幕上的数字 却迟迟没有变化 二号休息室放弃了竞价 让报价停留在了7500万 这也是 一楼客人低声议论起来的原因 大家都习惯了两边较劲 100万100万地加上去 突然有一边冷不丁地放弃 让人很意外 双方较劲加价加了这么久 要说二号休息室 缺少那一两百万 在场的人都不太相信 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人家不想要了 而二号休息室退出竞价的结果 就是八号休息室的人 要以高出预估价2000万的价格 买下罐子 一 恭喜八号休息室的客人 主持人意识到 自己报成交价 可能会让八号休息室 感觉憋屈 立刻打住 面不改色地跳过了 报成交价环节 得到了这件 保存完好的古董 十二号休息室里 林木夫妇面面相去 他们已经还准备着 看八代家试探持家继承人 八代家 怎么好像斗志昂扬地跑上去 结果扑通一下 这样他们还怎么观察 持家继承人的气量 或者可以看看 八代家新会长的气量怎么样 飞驰哥放弃竞价了吗 林木园子看了看大荧幕 立场很明显地倒向持飞驰一方 那个罐子又没什么特别的 也不好看 没有就没有了吧 林木棚子转头看着林木园子 若有所思的打量 林木园子被看得浑身不自在 怎么了 你刚才说 想要就直接加1000万 一个亿 林木棚子问道 园子 难道你刚才觉得 飞驰不太想要那个罐子吗 什么呀 林木园子如实道 飞驰哥怎么想 我哪里知道啊 但如果我很想要那件东西 我才不管要花多少钱呢 这样索性 就直接多加一些 把人吓退就可以了吗 林木棚子 好吧 他还以为女儿开窍了 能看出持家小子的心思了 结果是他想多了吗 园子现在才17岁 林木使狼笑眯眯地开口 在林木棚子警告的目光 把话咽了回去 一脸无奈地看着林木棚子 林木棚子 这样子是在装可怜吗 都一把年纪的人了 林木园子疑惑看了看 自家相识不语的父母 不太明白 两人在用眼神沟通什么 也懒得去想 看向桌上的拍卖品名册 不过 飞驰哥比较感兴趣的 应该是宝剑吧 他好像跟小兰和柯南小鬼 他们提过宝剑 对了 还有金蛇像 他不是有飞驰这条宠物蛇吗 这个金蛇雕像 看上去跟飞驰很像 都是源头的小蛇 我想飞驰哥应该会有兴趣的吧 林木棚子突然觉得 你自家女儿的性格 猜不到别人心色 但能根据了解到的情况 来分析一下也不错了 重新把视线放到窗外 低声呢喃 宝剑和金蛇像吗 之前他们兴致勃勃地分析了半天 下注之后却发现 大盘开了冷门桨 那种下注完全下空 还大吃一惊的体验 真是让人不爽 接下来 他拿着女儿分析出来的 两条线索看戏 应该不会再有 猝不及防的感觉了吧 二号休息室 月水七龟 见一楼工作人员 已经把展示罐子的展示柜 搬下舞台 向池飞驰投去疑惑目光 池先生 那个罐子 那不是他们必须买到手的东西吗 为什么池先生会突然让他停止竞价 没关系 小泉红子嘴角挂着一抹神秘的笑意 对月水七龟道 被拍走就算了吧 月水七龟见两人这么淡定 猜到池飞驰 应该有别的打算 点了点头 黑羽快抖 看向八号休息室的方向 若有所思的问道 飞驰哥 八号休息室 是什么人在里面啊 要是对方真的喜欢那个罐子 跟着竞价 并得到了罐子 那他没什么可说的 但对方一出价 就有些奇怪 之后每次出价 也没有太多犹豫迟疑 好像故意卡着时间 让主持人抱不出这边的出价 分明是来者不善 有意挑衅 对方挑衅了他哥哥 他找机会去恶作剧一下 不过分吧 在二楼有休息室的人 身家肯定不简单 不知道对方家里 有没有收藏大宝石 池飞驰看出 黑与快斗有些跃跃欲试 对黑与快斗发出了禁止令 我知道是谁 你别搞事 黑与快斗 故意摆出一脸意外的表情来 难道是什么大人物吗 不是 池飞驰知道什么都不说 只会让黑与快斗好奇心加重 稍微透露了一些信息 应该是八代家的人 我们两家有商业竞争 对方大概是想试探一下我 原来是这样啊 黑与快斗点了点头 想起池飞驰刚才说我知道 你别搞事 顿时明白了池飞驰的意思 想跟对方起冲突 而是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让他不要插手 他对那些商业恩怨不感兴趣 既然飞驰哥有自己的打算 那他就不掺和了 免得他不小心破坏了 飞驰哥的计划 飞驰哥 你为什么让快斗不要搞事啊 钟森亲子一头雾水 快斗想做什么坏事吗 没什么 池飞驰淡定道 对方那么做 有点挑衅的意味 我担心快斗去找对方吵架 钟森亲子点了点头 其实我也觉得 对方很气人 不过吵架也确实不好 小泉红子默默喝茶 这里五个人 但好像只有亲子 对某些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八号休息室 八代颜三郎 见罐子被自己拍了下来 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虽然有点意外 那位大人会突然放弃出嫁 但他多花钱 总比让那位大人多花钱好 而且这么一来 他的任务进度 也算是往前推进了一格 助理见八代颜三郎 让自己出嫁完了就沉默不语 内心有些忐忑 会长 没事 八代颜三郎 神色毫无波澜 下次再来 助理松了口气 心里生出几分敬佩情绪来 不愧是会长 这种时候都能不急不躁不生气 这份气度就很不一般 而且 会长面对挫折私事毫不懊恼 勇敢选择再来一次的态度 也值得他学习 嗯 等等 会长说下次再来 也就是说 他们等一下 还要继续搞事 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人家 这样真的好吗 随着拍卖会进行下去 又有五件拍卖品被拍下 飞莫正太顺利拍下了小猴子石像 又拍下了一块蓝宝石 给水野一盒当礼物 轻松地完成了今日的拍卖会任务 坐在休息室里喝茶看戏 在疑似其他魔法家族珍藏品的金蛇像开始拍卖时 八代颜三郎让助手在出价高峰期出了价 和池飞池拍卖罐子石一样 出价比预估成交价高了四五十万 让场间的出价浪潮消停了下去 月水汽龟将已经输入平板电脑的加价数字删除 向池飞池头去询问的目光 这次该怎么来 加一千万 池飞池想也不想到 如果那边继续加 不管他加多少 我们每次都加一千万 加到买下来为止 啊 钟森亲子轻呼一声 伸手扯了扯身旁黑羽快斗的衣角 低声问道 快斗 这样不是会多花很多钱吗 别管了 飞池哥有分寸 黑羽快斗用水果拼盘里的苹果块 斗着飞池 将苹果块用线串起来 在飞池眼前晃 我们看热闹就可以了 飞池 一口能吃下多少苹果的挑战开始了哟 钟森亲子 快斗真是一点都不担心啊 一旁 月水汽龟直接在情报上加了一千万 之后把新报价发了出去 大荧幕上瞬间跳出了加价数字 和新的拍卖价 顿时引发了场间一阵低意 现在拍卖会还没有到后期 高价值拍卖品也还没有送上来 大家加价都比较克制 最多也就是一百万 一百万往上加 没人想到突然有人会加价一千万 而且那个金蛇像只有八掌大小 就算那是保存完好的古董 就算那个盘柱金蛇做得很精致 双眼还镶嵌了两颗红宝石 但价值最多就是八千万日元出头 现在有人一加就加了一千万 是想表明自己势在必得 二号休息室加价 主持人背对着大荧幕 认真确认了手持平板上的价格 一千万日元 现在的拍卖价是九千三百五十万 一楼的宾客心态 瞬间从惊讶 转变为淡定看戏 原来是二号休息室 和八号休息室 又闹起来了呀 能待在二楼休息室里的人 都是大财团的人 为了斗气多花几千万 好像也不奇怪 日卖电视台节目组的负责人 站在场边 双眼放光地盯着大荧幕 不断低难 节目效果有了 节目效果有了 十二号休息室 林木棚子看着大荧幕上的家架 思索着道 果然是只狐狸 很不好欺负呢 是啊 攻防意味 林木使狼笑着道 现在就看颜三郎怎么接招了 你们在说什么啊 林木园子好奇地看着窗外 攻防意味 是说飞驰哥和八代家的 颜三郎先生吗 八代家的人应该知道 飞驰养着宠物蛇 大概也会猜测 飞驰很可能 对那个金蛇像有兴趣 林木棚子嘴角含笑 颜三郎先生 应该是故意抢在飞驰之前 出价八千三百五十万的 这个价格比 预估拍卖价高一点 会让想要减漏的人立刻放弃 这样就淘汰了大部分人 剩下小部分人 最多会再加价一两百万 不会跟颜三郎先生一直争下去 要是飞驰不出价 他以八千多万价格 把金蛇像买下来 也不算亏 而要是飞驰在他之后出了价 那他上次出价挑衅飞驰的事 不就扯平了吗 神 什么啊 林木园子一脸无语 这怎么就算扯平了 是啊 这在矛盾双方看来不算扯平 但在外人看来是扯平了 这种强行扯平 可能会让飞驰觉得憋屈 林木使狼语气温和地 对林木园子道 颜三郎还在故意挑起飞驰的火气呢 但是飞驰一下子加价一千万 就给颜三郎先生出了一个难题 林木棚子继续道 如果颜三郎先生不加价 会显得他没有勇气 接受后备挑战 缺乏气魄 毕竟一两千万对于八代价而言 也不算什么 如果颜三郎先生加价 只加一百万会让自己这边弱了气势 加了还不如不加 而要是颜三郎先生加价一千万 到时候飞驰放弃了出价 又会让他再次以 一价两千万的价格 拍下一件东西 那样大家就会觉得 他又被飞驰摆了一道 接连两次在后背手里吃亏 是很丢脸的 林木使狼无奈笑道 虽然其他人不会当着他的面笑话他 但这段时间说到两千万 在场的人肯定就会想起 他今天吃的两次亏 颜三郎先生本来对着飞驰出了一招 现在却变成了他必须接飞驰的招 他要好好考虑自己要不要加价 所以你爸爸才说 他们之间攻防意味了 林木棚子看到大荧幕上出现了加价数字 愣了一下 笑着提醒林木使狼破局了 八号休息室 加价一千八百万人员 一楼舞台上的主持人喊道 现在的拍卖驾驶 林木使狼认可对点了点头 颜三郎的魄力还不错 林木原子更加无语地 看了看桌上的茶点 他把拍卖会当成晚间茶话会 没想到大家却在他旁边 引起了三国 林木棚子吃瓜吃的兴起 接下来轮到飞驰 话音刚落 大荧幕上再次跳出新数字 主持人开始报价 二号休息室 加价一千万日元 现在的拍卖驾驶 又是一千万的加价吗 林木棚子一脸遗憾 我还以为 他会主动把加价金额 涨到两千万以上呢 作为一个后辈 他加价不如颜三郎多也不丢人 林木使狼笑道 八号休息室 加价一千八百万 主持人抱着新的出价 有着上一轮二十八进拍的磨练 整个人已经从我工作期间 居然有人搞事的紧张心态中走了出来 虽然不敢借机煽风点火 但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抱起价来 还是轻松了很多 二号休息室 加价一千万 八代言三郎 看着大荧幕上的拍卖驾 觉得池飞池 可能不会轻易放弃这次进价 考虑了一下 放弃了继续出价 倒计时十秒过后 主持人见八号休息室 和其他人没有再出价 笑着出声道 恭喜二号休息室 得到了这尊精致又神秘的金蛇像 这尊金蛇像纯金打造 双眼镶嵌着两颗珍品红宝石 做工精美 最重要的是 它是十七世纪的物品 跟之前八代言三郎拍下罐子一样 主持人考虑到拍卖驾 是因为双方斗气 而被抬高了许多 为了不让客人火气更大 故意没有爆出成交价 只是对着金蛇像一顿夸 试图让拍下金蛇像的客人心里舒服一些 飞驰哥这次多花了五千万言 林木园子看着窗外大荧幕 现在算是严三郎先生占上风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立场一直倒向飞驰哥 我不觉得飞驰哥输了 反而觉得严三郎先生有些以大欺小 是因为上次双方竞价的次数多 时间长 林木彭子分析到 上次他们双方每次加价一百万 到成交前 差不多一共加价二十次 这二十次加价 是漫长的心理博弈过程 加价越往后 溢价的东西 越有可能砸在自己手里 所以他们加价时 需要猜测对手还能不能承受 需要判断自己是不是该收手了 期间会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样一来 让严三郎先生 溢价两千万买下了罐子 自己抽身后退的飞驰 就要显得高明一些 而这一次 是双方竞价的次数少 时间短 林木使郎笑名一道 大家还没有感觉到 博弈给双方带来了心理压力 严三郎就放弃了竞价 让东西落在了飞驰手里 所以你才会觉得 严三郎不是靠本事赢下这一局的 当然也有你内心偏向飞驰的原因 不过严三郎这次放弃 应该不是想坑飞驰 而是不想让事情闹大 这样每次加价一千万 一千多万 拍卖价增长幅度太大了 飞驰又表现出 自己会一直加下去的价值 他大概是考虑到 飞驰对金蛇像可能很有执念 担心自己让飞驰亏太多 导致两家关系以后无法缓和 所以才会放弃了继续竞价 让飞驰溢价五千万日元 买下金蛇像 毕竟他也不是真的想跟持家为敌 而且这个价格也差不多了 既显得他找回了场子 也不会超出飞驰承受范围 拉拉扯扯算一算 林木源自无语道 双方算是勉强打平 对吧 双方谁也没赚 既派人赚了 是啊 林木棚子若有所思道 那么接下来应该还会加赛吧 林木使王无奈笑道 我还是希望他们不要再斗气了 一楼 下一件拍卖品 连同展示柜一共被搬上舞台 二号休息室里 月水七归看了看展示柜里 像是后书本一样的盒子 在主持人介绍情况时 向持飞驰投去询问的目光 持先生 这个盒子很有趣 对吧 这是蒙格玛丽加的魔法盒 也是他们的目标 所以 这一次又该怎么拍 持飞驰看向八号休息室的方向 觉得八代言三郎这次的表演很出色 决定下一场 还是让八代言三郎来开场 等其他人把价格抬高一点再出价 舞台上 主持人介绍了那件 书本外观的盒子拍卖品 带着手套打开盒子 将盒子内部的格子展示了一下 宣布竞价开始 由于这件拍卖品内部暗藏玄机 很像是某位机关师制作出来的东西 在场有不少人感兴趣 而且 相比起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罐子 好像只能做装饰物的金蛇像 这样的盒子 不像普通人家会用到的物件 背后有可能藏着一个历史故事 或是出自某个大家族 整体价值 也比罐子金蛇像要高 加上主持人和鉴定团队 介绍了盒子的特殊材料 特殊工艺 即便鉴定团队表示 还没有查到这个盒子的背景故事 在场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 参与了竞价 很快就将价格推到了9000万日元 价格过了9000万日元 有九成竞价者放弃了出价 剩下一成竞价者 又进一步把价格推到9700万日元 八代言三郎 担心东西被别人拍走 让助理用平板出价 直接将价格出到了1亿1000万 一楼的竞价者 看到二楼有人出价 感觉自己把东西买到手的可能性不大了 再看看 价格也到了自己承受的极限 考虑过后 大部分人都在心里放弃了竞拍 只有小部分人还在观望 二楼没出过价的两家 倒是有心参与一下竞价 只是不等他们出价 二号休息室 加价1000万日元 主持人看着自己手里的平板出声报价 见两家又对上了 脸上差点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来 最后靠着长期锻炼而来的职业水准 强行把表情稳住 让脸上始终保持着激动的笑容 二楼想要出价的两家人默契地停住了 拿着平板电脑沉默 现在二 巴休息室的人摆明了在斗气 肯定不会轻易罢手 他们参与进去 也不一定能把东西拍到手 而且要是不跟着1000万 1000万递加价 显得自家没底气 大家都是财团世家 自家连竞价都不敢跟 好像有点丢人 但要是他们跟着1000万 1000万递加 万一东西拍卖品的价格 被较到两亿三亿 二 巴休息室的人突然不要了 东西砸在自己手里 又会显得自己很像冤大头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 还是自己有多想要那个盒子 要是自己很喜欢 多花点钱买下来也可以 出价出到两亿左右 都在可承受范围内 但要是没那么喜欢 大荧幕上突然跳出了新数字 12号休息室 加价1000万日元 主持人看着手持平板 喊出了报价 很快反应过来 这好像是林木家的休息室 表情管理终于还是没能做好 脸上流露出了惊讶情绪 现在的拍卖价是1亿3000万 迟非迟 林木家这是做什么 八代颜太郎 林木家怎么突然掺和进来了 二楼准备出价的两家 难道今天是三方混战 不对吧 林木家作为主办方 肯定希望拍卖会和谐有序地进行下去 不会主动惹事 所以这其实是提醒 让二八休息室的两家差不多得了 12号休息室里 林木园子见林木夫妇 转头看向自己 尴尬地笑了笑 放下手里的平板电脑 他们这样一直逗来逗去 让我觉得很头疼 所以我忍不住按了一下 八 七 六 舞台上的主持人 按照拍卖规则进行倒计时 倒计时还有五秒 林木园子 看到大荧幕上显示的拍卖价 还是自己的出价 有些惊讶 喂喂 他们两边都不出价了吗 林木使狼一脸无奈 应该是摸不准 我们家突然插手是什么意思吧 尤其是持家那只小狐狸 他应该会很疑惑 林木棚子笑了起来 毕竟你是在他的出价上加了价 林木园子 他好像是在飞驰哥的出价上加了一千万 这 他现在过去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不知道飞驰哥会不会信 二号休息室 持飞驰确实在想林木家参与竞拍的原因 倒也猜到了 这次出价可能是林木园子做的 他和八代严三郎的竞价还比较克制 没有闹到让林木家出面拉架的程度 不管他怎么想 林木家也没有理由在这种时候掺和进来 既然逻辑上解释不通 那就可以考虑一些与逻辑无关的原因了 比如 源自这个可能做出奇怪行为的不稳定因素 琢磨着 持飞驰赶在主持人倒计时结束前 出声到 月水再加一千万 四 主持人看到手持平板上的加价 停下了倒计时 二号休息室加价一千万日元 现在的拍卖价是一亿四千万 八代严三郎考虑了一下 在倒计时还剩五秒时 再次往拍卖价上加了一千万日元 不用加了 让出去 持飞驰跟月水七龟说了一声 闭上了眼睛 左眼链接上方舟 给八代严三郎发送了一条信息 他让八代严三郎配合自己演戏 只是想尽量遮掩一下 他们拍下比尔或那些即拍品的动机 双方斗气 都不小心高价拍下了一两件 本来不是很想要的东西 之后再买一两件 自己真正想要的 这样的剧本 比他们两家默契 瓜分掉六件拍卖品 要自然的多 还能让其他人的关注点 从哪家拍到了什么这种问题上 转移到两家斗气这件事上面 不过 这场联合演出也差不多可以结束了 既然林木佳突然插手竞价 那他们就借机停止斗气竞价行为 接下来 按照正常拍卖秩序 来拍下剩下的东西 八代严三郎拿出手机 眉眼低垂地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文字 很快一脸平静地 把手机收了起来 一楼 主持人结束了倒计时 宣布着竞拍结果 恭喜8号休息室得到了这个设计巧妙的神秘机关盒 会长 助理皱眉低声道 这个盒子拍下来的价格 比我们之前预估的价格要高出4000万 这种外表伪装出书本的盒子很罕见 不像平民会有的物件 加上材料 制作工艺都不简单 本身就很有收藏价值 多花4000万买下来也不算什么 八代严三郎一脸淡定 而且要是确认 这是历史上某位大人物用过的东西 盒子的价值可能翻上十倍不止 说不定还能成为有势无价的收藏品 这个盒子有这样的潜力 助理再次对自家会长的平和心态感到敬佩 点了点头 您说的对 接下来不要再把价格抬得那么高了 适可而止 这是林木家组织的拍卖会 闹大了 不仅持家不高兴 林木家可能也会不高兴的 八代严三郎正色交代着 想到自己刚才在手机上看到的内容 心情无比轻松 演戏任务完成 而他现在已经拍下了罐子 盒子 等一下再拍一件东西 他这里的拍卖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下一件拍卖品 是一次赤魔法家族物品的保时戒指 八代严三郎出了一个比预估价稍微高一些的价格 让其他竞价者放弃了出价 池飞池没有再喊价 让八代严三郎顺利拍下了保时戒指 礼尚往来 之后池飞池近拍琉璃迎九角的时候 八代严三郎也没有出价 让池飞池顺利拍下了迎九角 其他人察觉到 双方好像都没了继续斗气的打算 心里也十分理解 之前林木家所在的12号休息室突然出价 那个出价很可能传递出了信息 让双方看在林木家的面子上 不要再闹矛盾了 不管怎么说 主办方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吗 这样双方停战也正常 热卖电视台的节目组负责人 见场面一下子进入了和平模式 稍微有些遗憾 叹了口气 倒也没有太傲盲 这个节目 不对 是这场拍卖会的拍卖品 都是精品 加上主持人很会煽动气氛 就算没有刚才那样的财团争斗 只播放正常拍卖过程 也还是能保障收视率的 随着拍卖会进行下去 一件件拍卖品陆续被人拍下 八代严三郎又拍下了一套旧书 池飞池也拍下了一颗红宝石来做掩护 池飞池真正当作目标的宝剑 由于剑身光亮 剑柄上镶嵌着多颗宝石 被拍卖会负责人 划入了高价值拍品的队列中 虽然不是压轴拍卖品 但竞拍时间也被排在了拍卖会后期 而这把剑也没有辜负拍卖会负责人的期待 一上场就引发了一楼 二楼大多数人参与竞拍 拍卖价也从一千万迅速涨到了一亿多 二号休息室 主持人看着手持平板上的报价 剑加价数字涨得离谱 最终出价倒正好是整数 果断选择只喊最终出价 出价三亿日元 场间瞬间安静了下来 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众人的心理预期 在主持人倒计时十秒结束后 没有人再加价 林木棚子听到主持人宣布 二号休息室拍下了宝剑 感觉自己越来越摸不准 持飞驰的形式风格了 摸着下巴思索 我还以为他会出一个比预估价高一些的价格 然后再看情况加价 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加这么多 比预估价高出了将近一亿日元呢 林木园子见自家老妈还在琢磨持飞驰的想法 一脸无语道 飞驰哥有时候是很讨厌麻烦的 他大概是不想再跟人来回竞价了 就直接出了一个不会有人跟他抢的价格 话说回来 拍卖会快要结束了 你和我爸爸不是还要去做结束致辞吗 现在你们该准备到一楼去了吧 太麻烦了 林木棚子散漫地摆了摆手 等一下你跟你老爸去吧 我就不去了 二十分钟后 拍卖环节正式结束 被迫营业的林木园子 陪着林木使郎上台 对道场的人表示了感谢 宣布拍卖会结束 拍卖会工作人员开始按照拍卖名单 找到了拍下东西的买家 向买家确认拍卖品交付情况 并协助买家完成付款 黑羽快斗和钟森亲子没有久留 在钟森亲子接到钟森英三的电话后 就向池飞驰等人告辞 跟着第一批离场的人离开拍卖会场 池飞驰把拍卖品对应数额的支票 给了工作人员 让工作人员把拍卖品用保险箱装起来 送到自己车子上 看到一楼到处是寒暄客套的任务 和月水七归 小泉红子在休息室里多待了一会儿 等一楼的人走得差不多了 才带着两人离开 小泉红子走出休息室 见走廊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笛声问道 替换用的仿制品 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全部放在了车子上 我们现在怎么把那两处的东西换过来 池飞驰同样压低了声音说话 到停车场之后 见机行事 半个小时后 池飞驰 月水七归 小泉红子一同到了林木塔附近的停车场 林木财团给拍卖者提供免费的安全护送服务 为了防止有强盗抢走东西 或者伤到人 不仅安排保镖护送客人和拍卖品到停车场 还让保镖提前封锁了停车场 如果客人有需要 也可以让保镖直接护送自己回家 池飞驰三人抵达停车场时 停车场被灯照得亮如白昼 穿着防弹衣的保镖 分布在停车场各处 上空有两架亮着探照灯的直升机徘徊巡视 下方有一对对保镖来回巡逻 内外戒备森严 这样的停车场 气氛诉众地像 即将开始军事演习 倒是让拍下了东西的人很有安全感 在停车场悠然做着后续安排 有人打算让林木财团的保镖车队 护送自己和拍卖品回家 正在跟护送队伍 确认自己的目的地 有人选择联系自家保镖队伍 让自家保镖到停车场来接自己 其中也有谁也加来时 带够了保镖 抵达停车场后 可以上车就走的人家 不过 飞沫正太到达停车场后 并没有急着离开 跟水野一和表示 自己看到了驰飞驰和小泉红子 想要跟两人说说话再走 水野一和 现在看自家侄子 是越看越懂事 耐心地陪飞沫正太在停车场等 等到驰飞驰三人到了停车场后 带飞沫正太到了驰家的车子旁 打完招呼 主动跟驰飞驰寒暄起来 让飞沫正太 跟名义上的表姐小泉红子有机会说话 小泉红子拉上了越水契规 和飞沫正太到了后座车门旁 跟水野一和 驰飞驰拉开距离 低声问道 东西呢 带来了 飞沫轻声回应着 从宽松和服外袍下 拿出小猴子石像和铃铛 一同递给了小泉红子 小泉红子接了东西 转身将东西放进后座 又从车里拿了一模一样的小猴子石像和铃铛 递给飞沫正太 完成了交换 飞沫正太把小泉红子给的替换品放进怀中 跟小泉红子随意聊了两句 很快就打着哈欠 回到了水野一和身旁 水野一和见自家侄子犯困 三两句结束了跟持飞驰的寒暄 带着飞沫正太离开 月水七归 他好像见证了一场 过程简单迅速 快到别人完全插不上手的神秘交易 还不等月水七归 询问八代家的那三件东西怎么取 一辆车子开到了三人所坐的家常轿车旁边 八代沿三郎下了车 让司机和保镖去帮自己拿东西 支开了司机和两个保镖 整理了一下衣服 迎向持飞驰 原来你们还没有离开 刚才我还担心你们已经离开了呢 刚才拍卖会上的事真是抱歉 沿三郎先生 持飞驰看向八代沿三郎 观察着八代沿三郎后方 见保镖走远了 开门见山地问道 东西呢 就在车子后座 主办方附赠的保险箱里 八代沿三郎看了看自己车子后座 低声道 我只能把保镖支开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 就算他们还没有回来 林木财团安排的保镖队也会到这里 持飞驰点了点头 转头看向来自十五夜城 现在已经改名换姓 在外面生活的司机 去拿东西 动作快一点 司机原本站在一旁警戒 听到持飞驰的新指示 立刻动身到了八代沿三郎的车子旁边 把八代沿三郎车上的拍卖品 搬到持家车子上 八代沿三郎也没闲着 从小泉洪子手里 一一接过纺制品盒子 罐子 戒指放进主办方提供的盒子里 又全部放进保险箱中 整个替换过程不到一分钟 完成替换后 八代沿三郎就站在车旁 跟持飞驰聊着天 等待自家保镖回来 月水七归 因为这又是自己人 所以没有魔法 没有高超的替换手法 他好像再次见证了一场 过程简单迅速的神秘交易 对了 我有东西要给你 持飞驰对八代沿三郎说着话 闭上了眼睛 左眼链接方舟 将一份资料发送到八代沿三郎的手机上 八代沿三郎 听到手机提示音响了一声 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了刚收到了邮件 看着邮件里的内容 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上位的手段并不光彩 即便这位大人帮他搞定了遗嘱 让他当上会长的过程 没有遇到太多阻力 但八代集团内部 还是有一些人不认可他 还好他背后有这位大人坐靠山 每次他遇到难题 要不了几秒 就可能会有多个解决方案 出现到他手机上 现在财团明面上跟他作对 不服从他管理的人 已经被他亲出了管理层 剩下的人里 大部分人倒向了他这边 只有小部分人保持中立 也不会反对他 财团内的反对声音全部消除 他以为自己 已经彻底掌控了财团 没想到财团高层里 居然有人会背着他 调查遗嘱真伪 同时还悄悄联络他大哥的外孙 想要让他大哥的外孙 来继承财团会长职务 真是不可原谅 不过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 这位大人 为什么把这份资料发给他 除了提醒他之外 是不是觉得他能力太差 连眼皮子底下 做怪的人都没能发现 看着邮件内容 八代言三郎 心里又气愤 又有些担心 决定先探探池飞驰的态度 您的意思是 池飞驰切断左眼 跟方舟的联系之后 睁开了眼睛 目光平静地注视着 八代言三郎道 你这次演戏演得很精彩 我可以安排人 帮你把这个人给清理掉 当然 如果你想自己安排 我也可以让人配合你执行计划 你回去之后 把资料看完 到时候再把你的想法 你需要什么 传到那个软件里 我会再做安排 八代言三郎反应过来 这是池飞驰 满意自己今晚的表现 想给自己一点小奖励 顿时感觉自己 今晚的心思没有白费 心里一喜 神色放松下来 见林木财团安排的保镖队伍 已经到了旁边 恭敬地低声道 那我就先告辞了 请您放心 我会尽快把这个麻烦给处理掉的 池飞驰点了点头 目送着八代言三郎 转身走到保镖队伍面前 收回视线 和月水七归 小泉红子一起坐上了车 虽然八代言三郎 目前应该没有胆子背叛他 但只要八代言三郎 认真帮他做事 他很愿意给八代言三郎一些奖励 比如 允许八代言三郎 转移一些财产 让八代言三郎 不用担心八代财团倒下后 自己一无所有 再比如 让方舟给八代言三郎提供帮助 让八代言三郎 不止得到了财团会长的地位 还得到了实权和他人的尊敬 把这些八代言三郎 靠自身无法得到的东西 送到八代言三郎面前 这既是奖励 也是一层层欲望编织的无形大网 能够让八代言三郎 享受到成功的快乐 迷恋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而舍不得背离它 当然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财富与名利给的太足 时间久了 可能会让八代言三郎 追求起精神高度来 所以 在八代言三郎 开始追求高尚品德 反思自己 是否不应该出卖八代财团之前 他需要给八代言三郎 设立一个新的追逐方向 在他这里的重要性 就像今天这样 要是八代言三郎被人赶下台 他让八代财团 给安布雷拉攻写的计划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 就算八代言三郎不动手 他也想安排人手 去把人清理掉 但他就是要让八代言三郎 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把清除任务 交给八代言三郎 再给八代言三郎 一点点对他手底下力量的调动权 让八代言三郎觉得 这是认真做事而得到的奖励 反复几次 让八代言三郎深刻感觉到 在他这里获得地位 要比获得世俗间财富地位更困难 同时也要让八代言三郎明白 只要在他这里拥有了地位 世俗间的财富地位也唾手可得 这样能让被八代言三郎 建立起新的价值观 等世俗财富与地位 无法给八代言三郎 提供成就感之后 八代言三郎 就会主动追求起 在他这里的地位 说起来 这一招 还是从那一位那里学来的 想当那一位 迟非迟沉默着继续走神 要不是八代言三郎 今天在拍卖会上的表现还不错 让他看到了几分本事 他也不会费心做这些 大不了换一个更听话扶持 这种想法 也很有组织的风格 看来 组织对他的影响也不小 不过他穿越过来后 很难把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 当成同类 心性比前世凉薄 似乎很容易接受 并认可组织一些常人眼里 十分无情的所作所为 换自己来做 居然不觉得 这样有什么不好 自然之子 蒙哥玛丽加的三件东西 就交给你来鉴定真伪了 小拳红子见车子离开了停车场 伸手从旁边座椅上 拿起红宝石戒指 正色道 赤魔法家族的戒指 就交给我来确认 虽然我没有真正见过这些东西 不过赤魔法家族的魔法造物 会对族人释放的魔力做出回应 等车子再离林木塔远一些 我可以用赤魔法家族的魔力 来刺激一下这些东西 池飞池没有在想组织 和八代炎三郎的事 收回思绪 伸手拿过疑似 蒙哥玛丽加珍藏的盒子 把那个外观 向后竖的木盒拿起来 不由地挣了一下 随后打开了盒盖 认真观察着盒子里的分隔 我既没有魔法 也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没办法帮到你们 也就不给你们添乱了 月水七归看像 放在一起灵档和金蛇像 不过 灵档和金蛇像要怎么确认呢 这是其他家族的东西 虹子也只是在家传点集上 看过这两件物品 物品真伪 是否符合点击里的描述 是否已经损坏 池飞池把盒子放在身旁 又伸手拿起了一丝 蒙哥玛丽加珍藏的罐子 小泉红子等车子远离了停车场 立刻摘下了封印 自己体内魔力的项链 右手握着红宝石戒指 深呼吸平复了一下 期待又激动的心情 慢慢将魔力汇聚在右手中 红色光团笼罩了小泉红子的右手 将红宝石戒指包裹在内 随后 光芒闪了闪 慢慢消退 小泉红子轻轻叹了口气 将戒指放在身旁 一旁 池飞池已经把罐子放下 拿着那把剑柄 镶嵌了宝石的宝剑翻看 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两人完全不同的反应 让月水气归一头雾水 结果怎么样 我的魔力 根本没办法传递进戒指里 小泉红子满脸遗憾 池飞池把宝剑放回了盒子里 收起了嘴角那一丝笑意 对好奇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孩子 三件都是外观高度相似的纺织品 神 什么 小泉红子惊讶出声 很快重新拿起了戒指 再次用魔力包裹戒指 传入戒指 神色严肃的细细感知 你等我一下 我再确认一遍 月水气归 看着池飞池放回去的宝剑 犹豫着提醒道 池先生 你要再确认一下吗 劳伦斯带回家收藏的宝物 至少在蒙哥玛丽家放置了一百年 我没事就回到珍藏室看一看 也看着各种宝物 看了近百年 那些细节差异不像是时间或者磕碰造成的 池飞池同样看着盒子里的宝剑 顿了一下 当然 我们等一下 可以到实验室去扫描一下内部结构 再进行一次确认 这把宝剑是劳伦斯找人打造的 如果是真品 里面一定有着蒙哥玛丽家族的标记 月水气归听池飞池说的笃定 心里对这三件东西是真品 已经不抱希望了 点了点头 看向还在用魔力探测物品的小泉红子 小泉红子用魔力把戒指 小猴子石像 琉璃银酒角探了一遍 每一样都探得格外仔细 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最后将东西放到了身旁 对看着自己的池飞池和月水气龟摇了摇头 皱眉道 三件都不是赤魔法家族的东西 里面不仅没有赤魔法家族的标记 连制作魔法造物的魔法结构也不对 跟我们家族会用的魔法结构完全不同 是不是叫停的剩魔法结构 池飞池直白问道 你怎么知道 小泉红子有些意外 很快又皱眉点头 先回答池飞池的问题 没错 是有些像圣魔法的魔法结构 不过我担心我的魔力 不小心触发了里面的魔法阵 给叫停传出信号 所以没有深入探测魔法结构 目前还无法百分百确认 那就是圣魔法结构 等到了实验室里 有了魔法屏障 防止魔力外泄 我再用魔力深入探测一下 它们内部的魔法结构 疑似蒙哥马利加珍藏的这三件物品 虽说细微处有很多问题 但外观跟珍品几乎一模一样 不熟悉这三件东西的人 一定分辨不出来 池飞池拿起了陶罐 同时 这三件东西 并不像是近年做旧的假货 确确实实 有着至少百年的历史 你们觉得 这些东西 会是什么人制造出来的 月水七归 一脸恍惚的低男出生 叫停 叫停 小泉红子疑惑问道 霍尔家族跟叫停暗地里 还有联系吗 月水七归这才想起 小泉红子 还不知道霍尔家族先祖的故事 把比尔霍尔说的先祖故事 说了一遍 有分析到 黄泉与神泉的斗争时期 比尔 霍尔的祖先邪宝出逃 带了一些精明器物 和部分魔法造物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那些魔法造物 早已经被调包了 他带走的只是纺制品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比尔 霍尔祖父发现 宝库里斗篷会致人昏迷 将斗篷送到教堂时 教会派到他家里的人 祷告祈福的神父 趁机把他家里的魔法制品 调包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 教廷调包真品的可能性 都是最大的 小拳红子思索了一下 有些无语的 看向池飞池 自然之子 你看过东西之后 就猜到真品 很可能落在教廷手里了吗 可是我们花钱 买了一堆纺制品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他们反目之后的贪婪丑态 不可笑吗 池飞池嘴角 又露出一抹 没什么温度的微笑 虽然很遗憾 这些魔法造物不是真品 但这些纺制品 所用的材料很好 纺制者可能用了 接近于真品的材料 把这些魔法材料出来 至少一百年前的魔法材料 应该要比现在 能找到的魔法材料要好 花钱花下来也不亏 小拳红子 想到某些珍贵的魔法材料 眼睛一亮 看八件东西的目光 都比之前温和了很多 那真品最好是比尔 霍尔先祖时期 就被调包了 那个时期的纺制品 所用的材料 肯定要比比尔 霍尔祖父时期 能找到的材料 更加珍贵 说不定 我还能拆出一些 绝技的魔法材料来 等到了实验室 再通过仪器扫描 鉴定一下东西的年份 持飞尺又到 或者你确认一下 魔法材料的年代 到时候就能确认 这批东西 是什么时候被调包的 车子被司机 开到了港区实验室附近 持飞尺打发司机先回去 亲自将车 开进了小拳红子 所设的魔法镇内 到了自己地盘上 三人开始放心地研究起 从霍尔加流出的 八件物品 月水七归座 持飞尺的助手 用各种机器 把八件物品内部都扫描了一遍 还用机器做了材料检测 鉴定八件物品的年代 小拳红子 深入探了八件物品 内部的魔法结构 随后又架起了炉子 调配了魔药 先将那枚红宝石戒指里 可熔炼出来的魔法材料 都熔炼了出来 从夜里十一点半 忙到凌晨两点半 三人得出结果后 聚在休息室里 开了一场讨论会 泽田红树 将机器鉴定的结果投影出来 这八件物品的材质很独特 仅看材料 很难判断出 它们历经多少岁月 以制造风格来说 它们像是欧洲十六 十七世纪的物品 通常会被鉴定为十六 十七世纪的东西 但经过扫描 以及进一步检测 这八件物品 应该都是十八世纪 才被制造出来的 下面这些 是物品的内部扫描图 如果盒子和宝剑是真品 那么鉴定年代 应该是十七世纪 鉴定年代 与真品年代不符 时非迟到 罐子真品制作时间 倒是接近十八世纪 时间鉴定相符 但是罐子里没有检测到 草药长期浸泡过的痕迹 加上扫描细节 与真品不符 所以可以确定 这三件物品 都是仿制品 赤魔法家族的饮酒脚 小猴子石像 也是十七世纪 打造出来的东西 戒指制造的时间 要早一点 大概在十六世纪中期 小全红子 看着投影上的内部扫描图 正色道 三件物品的鉴定时间 与真品不符 内部扫描细节 也与真品有多处不同 同样可以确定 这件物品是仿制品 另外 其他两件东西 虽然不是赤魔法家族的造物 但根据点击的记载 因家族的铃铛 是用魔法材料 一层一层叠加制作出来的 内部扫描出来 应该会看到明显的分层 但这些扫描图里 并没有出现分层 还有那个金蛇像 真品的红宝石蛇眼 应该经过了两次镶嵌 内部会留下两次镶嵌的痕迹 但扫描图内 只能看到一次镶嵌的痕迹 所以这两件东西 应该也不是真品 八件东西都是纺制品啊 月水七归早有心理准备 听到这个结果 也没有再感到惊讶 而且 应该都是18世纪同一时期 被纺制出来的 18世纪 小泉红子回忆着 正好是那次毁灭 多个家族的猎物行动时期 赤魔法家族 蒙格玛利家族遇难 都在18世纪中期吧 没错 池飞池肯定道 这八件物品 放在现在也算古董 外形风格所显示的年代 差了一两百年 如果以中国朝代来计算 大概就是 清朝中期的人 纺制了明末 明末清出的物品 再流传到现在 还怪有趣的 也就是说 这些物品从比尔 霍尔祖先出逃时期 就已经被替换了 小泉红子笑了起来 自然之子 我好像理解你之前 在车上发笑的心情了 霍尔家的祖先 以为自己带出了一些魔法造物 结果带出来的 却是一堆纺制品 看着这些东西 好像就能看到那些人 当年各怀鬼胎 明争暗斗的丑态 真是可笑 嘲笑了一通 小泉红子又笑着继续道 我来说说我这边的结果吧 我探查过 八件物品内部的魔法结构 的确是圣魔法结构 虽然里面都是 简单的魔法症 至少已经失效百年之久了 但是我试着 还原了一下那些魔法症 八件物品内部的魔法症 有些许不同 效果却是一样的 以赤魔法家族的 饮酒脚来说 这个仿制品内部的魔法症 不能像真品一样 一件东西内部的魔法症 也差不多 要么是使物品颤动的魔法症 要么就是 让物品随便闪一闪光的魔法症 都是些简单的 可以说是简陋的基础法症 但是有了这些魔法症 就算有人发现 这些器物用不了 也会以为是东西故障了 月水器规 用手指戳了出桌上的铃铛 让铃铛发出 不太清脆的一声响 造假的人很认真吗 连会不会被发现都考虑到了 不过造假的人或者团体 不想被人发现 自己替换的东西 但有人发现这些是假货 就会怀疑到他 或者他们身上 对吧 是教廷的人做的 小泉红子语气笃定道 就算是那个时期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魔力 掌握魔法 王国与教廷一同培养的神圣骑士 是一群清净魔力 且具备过人体魄的人 他们可以亲身格斗 也可以使用一些圣魔法造物 但无法真正学会圣魔法 可以学会圣魔法 并掌握圣魔法的人 都被教廷吸收进了内部 世俗皇权 应该没有能力 组织足够的圣魔法师来 仿制这些东西 只有教廷可以做到 看情况 确实像是了解魔法的一方 用这些仿制品来糊弄 不太了解魔法的一方 月水旗龟摸着下巴 认真分析道 其实霍尔加的先祖 能在斗争漩涡中出逃 并且没有被人追杀 我想 他应该是那种 在神圣骑士队伍中 稍微有点地位 但地位不算高的人 例如小队长之类的 这样他 才能接触到魔法造物 同时又不会被太多 双眼睛盯着 让他有机会 可以携带大量东西逃出来 我有一个猜测 教廷不止仿制了这八件物品 而是制造了很多仿制品 用仿制品 来替换某个大宝库里的宝物 这些仿制品 或许也不是霍尔加先祖 得到的奖赏 或者战利品 很可能是他决心逃跑之后 偷偷从宝库中拿出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池飞池认可了月水旗龟的推测 点燃了一根香烟 起身到远离两个女孩子 和通风系统出风口的位置 重新拉开一把椅子坐下 霍尔加先祖出逃时期 应该是在各魔法家族被毁灭 非必所组织的复仇者队伍 也被打败之后 教廷和黄泉没了敌人 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而那个时候 教廷还面临着一个大麻烦 复仇者们研究的毒药 让围剿复仇者基地的教廷成员 失去了魔力 而且他们发现 那种毒药还在不断传播 让更多掌握魔法的人 逐渐失去魔力 原来如此 小泉红子惊讶地站起了身 教廷发现 整个世界的人都在逐渐失去魔力 他们意识到 当全人类都失去魔力之后 就没有人能制造出魔法造物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些现有的魔法造物 就变得十分珍贵 所以他们就算欺瞒 掉包 也要把真品都替换到自己手里 而且 教廷的人手 本来就不如世俗黄泉多 他们当初跟黄泉平起平坐 甚至隐隐凌驾于黄泉之上 靠的是魔法 驰飞驰神色平静地分析到 在教廷的人逐渐失去魔力之后 他们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平衡被打破 这说不定也是双方产生矛盾的原因 黄泉会觉得 教廷已经没资格再对自己指手画脚了 而教廷想要赢得这场斗争 除了需要笼络人手 更好的办法 是把那些魔法造物 偷偷收拢到手中 当然 教廷最后还是输了 啊 小泉红子惊讶又疑惑 教廷输了 看现在的情况就知道了 驰飞驰提醒道 如果教廷赢了 现在应该会有很多传教士 活跃在政界 爷爷 也对 小泉红子点了点头 重新做了回去 咒没道 教廷输了 让那些影响着政治的成员 撤出了各国 不再干涉政权 但是他们没有完全输掉这场斗争 月水弃归神色认真道 他们可能是 靠着一些魔法造物 让黄泉无法对他们赶尽杀绝 所以 教廷只是撤离了政治圈层 却依旧可以传教 而且 双方应该在全面开战前 就进行了和谈 并达成了共识 所以 历史上并没有大量传教士 被杀死的记载 到现在 双方也能够和平共处 没有爆发什么冲突 在分析推理中 那场 始于猎巫时代结束之后 不被普通人得知的斗争 被一点点还原出大致的脉络 三人心里想着 教廷与黄泉的斗争始末 沉默下来 泽田红树也没有再说话 将这些分析 全部都记录在档案中 让方舟根据能查到的历史故事 去修正 完善这段隐秘的细节 静默片刻后 小泉红子拿起杯子 喝了一口凉掉的茶水 有些嘲讽地笑了笑 争斗不休 果然是人类的本性 月水七归也端起杯子喝茶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出声道 对了 霍尔加先祖带出了九件魔法造物 到他祖父当家的时期 因为有一件斗篷 让进入收藏室的人昏迷 所以他的祖父 把斗篷送给了教会 那件斗篷 跟其他八件物品不太一样 会不会是真正的魔法造物 那件斗篷应该是真品 小泉红子笑不出来了 看向被放在桌上的铃铛 罐子 这八件物品里的魔法阵很低级 根本不可能称上十年不损坏 在比尔 霍尔祖父当家那个时期 这些魔法阵早就失效 并且损坏了 这些东西 也不可能释放出魔力 所以那件还能对人产生影响的斗篷 很有可能是真品 突然释放魔力的原因 可能是内部魔法阵出故障了吧 但是那件斗篷 已经被比尔 霍尔的祖父交给了教会 恐怕早就被送到教廷总部去了 而且 那件斗篷 绝对不是教廷唯一受到的魔法造物 在他们宗教信仰所影响的地区 居民一旦发现那些会引发神秘现象的东西 最先想到的 应该就是把东西送去教堂 月水漆归 神色有些凝重 这么一来 教廷不仅在猎物行动后 得到了大量魔法造物 在斗争结束这些年里 还会有很多魔法造物 通过一间间教堂 流向他们的总部 就算一些魔法造物 可能因为时间过了太久而损坏 但他们手里有很多宝物 总会有能够抵挡时光影响的珍宝吧 魔法造物所用的材料和工艺都十分特别 一些东西过了两三百年 也不影响使用 小泉红子看着桌上的东西 皱了皱眉 不 不能说一些 应该说 很多 如果是各大魔法家族宝库里那些珍藏品 就算两三百年 没有得到魔力滋养 也没有人维护里面的魔法阵 十件物品里 至少也会有七件 八件可以使用 教廷在猎物行动中搜刮了那么多家族的宝库 在猎物行动结束后 还用纺制品替换了一些真正的魔法造物 我想 月水七归不太确定地猜测到 在他们的宝库里 一百件魔法造物珍藏品应该有吧 照这个比例来计算 难道他们 现在还有七八十件魔法造物可以动用吗 我觉得你的猜测可以再大胆一些 当年有些家族确实很小 宝库里最多二三十件魔法珍品 但是有些家族发展了很多年 很富有 小泉红子 看向抽着烟走神的池飞池 比如蒙格玛利家族 迪云在各大家族中排得上前列 宝库里有一千多件珍藏品 赤魔法家族的家底其实也差不多 而这样的家族还不止我们两家 虽然各家逃亡出来的人 或多或少都带出了一些魔法造物 也有很多魔法造物毁在了对抗中 但大部分东西还是落在了猎物那些人手中 只要教廷拿到了战利品中的五成 到现在 他们宝库里至少会有上千件魔法造物 还能够使用的魔法造物 至少会有七八百件 更何况教廷可能还不止拥有五成战利品 七八百件魔法造物 就足够他们把总部经营成乌龟壳了吧 月水汽龟嘴角微微一抽 很快又想到一个问题 对了 那些魔法造物不用魔力可以激活吗 大部分魔法造物都需要以魔力来激活 小泉红子想了想 不过 既然教廷会想到收拢这些魔法造物 他们应该也会趁着人类体内魔力还未完全消失 利用一些储存魔力的宝物 收集一些魔力 储存起来 用来当作激活魔法造物的能量 当年复仇者们研究的那种毒药扩散速度很快 教廷应该没办法储存太多魔力 也就是说 教廷现在很可能还能使用一部分魔法造物 但肯定没办法同时使用七八百件魔法造物 至于他们极限在哪里 我也不敢确定 不管他们能使用多少魔法造物 他们手里有大量魔法造物 也能使用那些魔法造物 月水汽龟道 这就已经是很麻烦的事了 是啊 小泉红子右手摸着下巴 神色严肃道 我和自然之子之前就猜测 教廷当前还能使用一些魔法手段 用吊包手段收容过魔法造物 教廷如今的底蕴比我想象中要深厚 我们响应它们恐怕会很艰难 池飞池回过神来 拿过烟灰缸 将烧到尽头的烟暗吸在烟灰缸里 或许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难 安布雷拉已经在研究蘑菇蛋了 现在我们缺的只是时间 小泉红子 自然之子切科学面板 切得也太流畅了吧 月水汽龟 刚才他还在想 在这种魔法绝技的时代 拥有大量魔法造物 可以使用魔法造物的教廷 为什么还老是巴交地缩在总部 那么一小个地方 只传播信仰 从来不沾染政权 现在看来 刚才是他钻了牛角尖 居然忘了蘑菇蛋 带来和平的能力 小泉红子想到 池飞池刚才走神半天 无语问道 你刚才就是在想这个吗 不是 池飞池实话实说 我刚才是在想潘多拉之时 快斗想找的那颗宝石 害得道义先生 被人暗杀的那颗宝石 小泉红子和月水汽龟同时出生 说完之后相识一言 确认彼此说的是同一颗宝石 又把视线放到池飞池身上 池飞池语气平静道 我在想 潘多拉之时 会不会跟霍尔加的斗篷一样 也是一件流落在外的魔法造物 我试着让水晶球找过那颗宝石 世界上是有几颗叫 潘多拉的宝石 但水晶球搜索出来的宝石 都没有特殊的魔力 小泉红子认真思索着 关于那颗宝石的信息 实在太少了 潘多拉之时 可能都是后人改的名字 关于潘多拉之时 有一颗一万年会接近地球一次的彗星 当那颗彗星接近地球时 将潘多拉之时对准满月 拿着宝石的人 就会流下一滴眼泪 只要吞下那滴眼泪 就能长生不老 快斗所知道的 应该也是这个故事 可是没有哪家东西 能让人长生不老吧 小泉红子想了想 看向月水漆龟脖子间的黑绳 说到长生 最有代表性的家族 就是蒙哥玛丽了 月水漆龟 伸手拉出了衣服下的骨笛 低头打量着 这个也没办法 让人联想到宝石啊 是啊 小泉红子整理着头绪 道一先生说的故事中 提到了彗星 满月与长生 有关联的是 蒙哥玛丽家族 月光魔法家族 还有其他研究星象的两个家族 自然之子 会不会是蒙哥玛丽家族 当年跟其他家族合力 做出来的东西呢 蒙哥玛丽家族的人到处行义 朋友很多 也经常跟其他家族一起研究东西 或者互相赠送礼物 池飞池又回忆了一下 如果当年他们做出了 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东西 我应该会听说过 但我印象中并没有那种东西 故事在流传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小泉红子也回忆了一下 我看过的典籍中 是有一些长生不老的故事 改天我再研究一下吧 那个以后慢慢想 池飞池没有再想下去 神色平静到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教廷这些年 有没有在搜寻流落在外的魔法造物 会不会关注到潘多拉之时 如果他们关注到了潘多拉之时 应该会关注着怪盗基德 或者寻找潘多拉之时 多年的斯内克那火人诺亚 加大对怪盗基德 和斯内克那火人的监视 我明白了 教父 泽田红树将自己身影 投影到池飞池身旁 态度认真到 一旦发现教廷的线索 我会立刻联系您的 再关注一下比尔 霍尔祖父农场附近的教堂 池飞池顿了一下 算了 针对比尔 霍尔的后续调查 你来安排 看看能不能从他身边 挖掘到其他线索 要是没有线索可以挖掘了 就把比尔 霍尔加入暗杀名单中 我的要求是 制造成意外死亡 不要引起太多人关注 这次调查任务和暗杀任务 可以作为实力考核任务 来发布吗 泽田红树主动问道 可以 但要安排另一对人手 做预备队 查缺补漏 防止行动出错 是非是想到那些 为了复仇而投身黑暗 将自己变成怪物的人们 眼里多出一丝冷意 对了 把比尔 霍尔的家人 也加入暗杀名单 等 等一下 小泉红子 惊讶地出生教廷 比尔 霍尔的祖先 参加过猎屋行动 确实是他们的仇敌 只是时间 已经过去两百多年 仇人早就化为了灰 而仇人的后人 跟教廷也没了联系 对当年的仇恨 并不知情 之前他心里感慨着 物是人非 十分纠结 既不甘心就这样算了 又反思自己 报复到比尔 霍尔身上 会不会不合适 自然之子将比尔 霍尔加入暗杀名单中 他觉得 让自然之子来决定 怎么处理也好 比尔 霍尔走私 不允许外售的军用装备 为了避免 自己做的违法勾当 被曝光出去 这些年也害死了一些人 把这样一个人 加入暗杀名单中 他也不怎么内疚 但是自然之子 居然还要把比尔 霍尔的家人 也加入暗杀名单中 这 红子 你有什么问题吗 池飞池看向小泉红子 说话语气平和 眼底那一丝冷意 却难以消退 小泉红子觉得 池飞池目光比平时更有压迫感 低头也很难消除那道目光 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轻轻吐出一口气 抬眼看向池飞池 尝试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比尔的女儿刚结婚吧 你把他的家人 都加入暗杀名单中 要是调查结束之后 他的女儿有了孩子 那个孩子 怎么办呢 当然是一起除掉了 池飞池见小泉红子 一脸错愕地看着自己 看出小泉红子是不忍心 祸及家人 嘴角露出一丝冷淡微笑 红子 贝姬让她的父母带着她逃走 可是在贝姬被害后 他们一家还是不幸被抓住了 你 我 和菲碧是亲眼看着他们被杀死的 我 小泉红子想起当年的惨剧 心里堵得慌 眉头也皱了起来 我知道 我没有忘记这些事 可是我们这样做 跟他们就没什么区别了 月水七归在心里叹了口气 知道这种话 无法劝住目前被愤怒之罪 带来的强烈恨意煎熬着 只想以牙还牙 不会在乎自己 是不是恶魔的池飞池 出声道 那个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当年会不会有少数圣骑士 在追捕魔女族人的过程中 因为不忍心杀死小孩子 而故意放水啊 比如发现了踪迹 也当做没发现 或者直接放小孩子离开 我们还不知道 霍尔加祖先是什么样的人 说不定是个软心肠的人呢 所以我想 我们是不是应该慎重考虑 怎么处理他的后人呢 持非持耐心地听月水七归说完 神色平静地出声道 月水 信仰引发的斗争 有时候会比利益引发的斗争 更加残酷 那些猎物者认为 他们是正义使者 认为他们杀死各大家族的人 是将那些人的灵魂 从恶魔手中抢回来 让那些被恶魔控制的灵魂 得到解脱 重新回到他们上帝温暖的怀抱中 所以 那种不忍心伤害幼儿 而故意放水的情况 很少出现在信仰斗争中 怎 怎么会这样 月水七归心惊泥喃 看到小泉红子垂手沉默 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当然 在我不知道的角落 或许会有普通士兵 不忍心杀死小孩子 假装没有搜查到小孩子 不过霍尔加祖先能当上小队长 信仰肯定经过了教廷的考验 也肯定带队执行过火刑 而且可能不止一次 就是这些人 作为让孩子恐惧大哭的恶魔 却满脸悲悯的感慨真可怜 然后毫不犹豫地 将见刺进恐惧的孩子们体内 最后还要说一句 上帝会原谅误入歧途的孩子们 迟非迟打住了回忆 努力压下了眼底生腾起来的戾气 真让我恶心 是很恶心 月水七归皱了皱眉 有些纠结道 那你就自己来决定怎么做吧 小泉红子 七归姐不是要跟她一起 劝自然之子不要太狠心吗 怎么反而被自然之子说服了 不过 我担心你受愤怒之罪影响 做的决定太极端 事后会后悔 月水七归补充道 所以 我想让你做决定时 保留一些余地 等脱离愤怒之罪的影响后 要是你想法有所改变 到时候改变决定也方便一些 池飞池清楚 自己确实受了愤怒之罪影响 但根据她以前的心态来理智分析 她确认 自己清醒后 不会把霍尔一家的死活放在心上 当然不会感到懊悔 只是月水七归 和小泉红子两人的感受 她也需要考虑 沉默了一下 池飞池还是改变了决定 诺亚 让霍尔家破产 另外 像比尔 霍尔这样 害死过人的霍尔家成员 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霍尔家成员 现在依旧信仰着教廷信仰的霍尔家成员 全部列入暗杀名单 其他人就算了 小泉红子 这样 霍尔家至少也会有三个人没命吧 不过比起之前那个决定 自然之子确实让步很多了 我知道了 泽田红叔笑了笑 调查霍尔家有没有教廷线索 需要不少时间 暗杀任务会在调查清楚后再下达 您改天要是改变了主意 可以随时进行更改 小泉红子松了口气 没有在想霍尔家的事 笑着道 接下来就让我来说一个好消息吧 我熔练了戒指纺织品 还研究过其他七件物品的制作材料 这八件物品用料 虽然比不上真品 但都是现在难以找到的珍贵材料 而且因为 纺织品内部只设置过一个简陋的基本法阵 对材料的影响和损耗很小 所以这些材料拆解重练一下就能使用了 到时候 我把清单整理出来 看看怎么利用这些魔法材料最好 由于材料还没有全部熔练出来 三人没什么可讨论的 简单说了两句 把杯子里的茶喝完就准备离开 小泉红子没让池飞池开车送自己回去 把纺织品锁进柜子 到院子里拿出了自己的魔法扫帚 骑着扫帚飞上了夜空 月水汽龟站在车旁 仰头看着小泉红子的身影变小 轻声道 夜间飞行吗 最近天气转暖 夜里的风应该不太冷吧 想体验夜间飞行的话 我带你飞回去 池飞迟到 不过 我要先把车子开到外面路上 通知人明天早上过来 把车子开走 月水汽龟眼睛一亮 迅速打开车门坐上车 那我们快一点 池飞池也没有磨蹭 把车子开到外面路边挺好 放出翅膀 抱着月水汽龟飞上夜空 在月水汽龟的指挥下 加速追上小泉红子 听着月水汽龟和小泉红子 在路上聊完了天气 服饰 黑羽快斗校园糗事等话题 凌晨4点 才带着月水汽龟回到了米花亭小楼 落在阁楼窗台上 等着小美打开窗户 我们早点睡吧 月水汽龟刚翻过窗户 进到屋里 就打了个哈欠 回头看着池飞池收起翅膀 对了 池先生 你今晚有没有感觉到疲倦啊 还是一点倦意都没有 等一下我吃了要再睡 池飞池转身把窗户关好 见月水汽龟困得不行 还不放心自己 督促着月水汽龟下楼洗漱 等月水汽龟回了房间 才洗漱好 回到二楼卧室 躺到床上 左眼连上了方舟 花半个小时 进行了每日情报阅览任务 又花半个小时 把安布雷拉近期的发展报告看完 凌晨五点 夜色消退 池飞池依旧没有丝毫困倦 左眼连接着方舟情报网络 查看起最后一条带批肤信息 飞沫正太化身人类之后 跟人类的接触多了起来 最近经常跟诺亚 斋腾博交换信息 感觉自己没有代号不太方便 想要一个十五夜程的草药系代号 在申请信息里 飞沫正太列出了一堆 自己喜欢的代号 池飞池把那些代号看了一遍 立刻挑中了其中一个 给飞沫正太进行了回复 顺便修改了一下 飞沫在方舟档案库里的资料 空清 信寒 小毒 有凉干清热的功效 别名清有雨 清神雨 虽然他安排代号 没有固定规律 但是这个代号既有羽毛 又有天空 他觉得跟飞沫的真实身份很搭 也在飞沫 自己举例出来的代号中 选这个代号很合适 处理完最后一条信息 池飞池坐起了身 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药盒 翻出一颗标 有数字8的沉睡魔咒药片 出门倒了半杯水 主人 小美从池飞池身旁的地面探出脑袋 仰头看着池飞池喝水服药 声音忧森道 您和月水小姐休息得晚 我早上就不为你们准备早餐了 到了午餐时间 我再为你们准备一点清淡不油腻的食物 这样可以吗 没问题 麻烦你了 池飞池回应了小美 把杯子放在客厅 回了房间里重新躺好 观察着石海中的光团 让困意慢慢占据自己的大脑 下午 月水汽龟和池飞池 先后相差近一个小时起床 在池飞池出卧室时 月水汽龟已经吃了煎蛋 和一碗蔬菜青粥 一边喝着豆浆 一边跟站在旁边的小美聊天 飞池腹部鼓胀着 趴在桌上 看到池飞池出门 只是稍微动了一下头部 懒洋洋地出声打招呼 主人 早啊 池先生 你睡醒了 月水汽龟笑着放下了 装豆浆的小碗 起身道 你去楼下洗漱吧 小美煮了蔬菜粥和豆浆 今天早报 我已经拿回来了 我帮你盛碗粥 等你上楼就可以吃了 谢谢 池飞池一大早 看到月水汽龟 元气满满的样子 一睁眼就想起 仇恨的焦躁感消散 心情重新变得轻松起来 到一楼洗漱完 回到二楼 坐到餐桌旁 伸手拿起桌上的报纸 边吃边看吧 月水汽龟 往自己碗里加了半碗豆浆 我也刚睡醒没多久 最近几天 我们不是一夜不睡 就是快天亮的时候才回来 坐西都变得乱七八糟了 池飞池把报纸放在手边 端起周晚喝粥 累了吗 今天 明天都没有什么宴会要去参加了 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其实睡够了还好 我没有觉得累 月水汽龟喝了口豆浆 转头看了看客厅窗户外的灿烂阳光 既然这两天没有宴会安排 那我就把院墙上的牌子挂回去了 看看有没有委托人上门 对了 你今天有安排吗 我要出门一下 池飞池慢慢喝着温热清淡的蔬菜粥 刚才洗漱时我看的新情报 就在十多分钟前 博士带少年侦探团去了神社 朱迪也开车到了神社附近 他跟柯南应该是想交换一下情报 我要去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 在神社交流情报 月水汽龟眼睛一亮 在公园 神社游乐场这种地方碰头交换情报 不就是特工电影里的剧情吗 不过 要是他们打算交换情报 一定会很警惕 想要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 恐怕不太容易 你想怎么做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不难 我打算变成乌鸦 飞到他们附近偷听 池飞池直接说了自己的计划 一抬眼就发现 月水汽龟满脸期待地盯着自己 主动问道 你想去吗 当然了 我可以去帮你打掩护啊 月水汽龟期待说着 又有些不好意思地顿了一下 虽然你大概不需要掩护 好吧 我就是想去看热闹 你去看一下热闹也没关系 池飞池到 不过变成乌鸦 方便我接近他们 我到时候 可能没办法变回人形 陪你看樱花 没关系的 月水汽龟笑道 其实刚才我睡醒的时候 小爱给我发了UL消息 说他们准备去神社 还把地址发给了我 问我要不要去找他们赏樱 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睡醒 所以我说想在家里休息 到时候 我就去找小爱他们会合吧 还有 今天应该会发生一起事件 池飞池继续的 如果你决定要去 就做好遇到事件的心理准备 月水汽龟脸上笑意凝固 心里一阵无语 又有事件要发生啊 他们也太容易遇到事件了吧 不过 我还是想去看热闹 那就抓紧时间 朱棣现在快抵达神社了 预计半个小时左右 他就会跟柯南碰头 我吃完东西 马上就飞过去 池飞池提醒着 开启了飞速进食模式 三两口把碗里的粥喝光 又两口把一碗豆浆喝光 半个小时 月水汽龟感觉到了时间紧迫 被池飞池带动着 加快速度喝光了碗里的豆浆 站起身来 小美 桌子就拜托你收拾了 池先生 你要跟我一起到附近 再变成乌鸦 还是 嘎啊呀 嘎啊 嘎啊 一对健壮的乌鸦 落在了阳台上 阳光下的毛发乌黑发亮 微微仰着头 像是一对高傲的士兵 我现在就变成乌鸦 超空中进到过去快一点 池飞池起身检查了一下 项链上的迅速成衣装置 到卧室里变成了乌鸦 也将身上的家居服 留在了卧室 月水汽龟上前打开了窗户 看着一只大乌鸦飞进屋 用爪子抓住了餐桌上 腹部骨胀的飞翅 转头看向门口 留了一道缝隙的卧室 池先生 飞翅就交给我来带过去吧 他今天吃了很多肉块 被带着飞行 可能会感到不舒服 飞翅被大乌鸦抓起来时 就感觉到了腹部不适 连忙复合道 主人 我还是跟着月水小姐吧 那就麻烦你带飞翅过去了 月水 我们在神社见 池飞翅化身的乌鸦 飞出卧室门缝 在大乌鸦把飞翅放回餐桌上后 和大乌鸦一起飞出了玻璃门 注意安全 小心不要被其他鸟给欺负 月水汽龟站在玻璃门边 看了看气势凶悍的乌鸦护卫队 立刻改变了叮嘱的话语 不要欺负其他小鸟哦 紫色瞳孔的小乌鸦 站在阳台栏杆上 朝月水汽龟点了点头 随后扑扔着翅膀飞起来 嘎 嘎 其他乌鸦大叫着跟上 在空中将小乌鸦护在中间 一同飞向远处 池先生边的小乌鸦 还真是可爱 那么小一只 月水汽龟脑海里 回放着紫童小乌鸦 认真点头的样子 笑着转身回客厅 看到墙上的挂钟 才想起时间紧迫 连忙动身往楼下去 小美 家里就拜托你了 飞翅 你等我一下 我穿一件戴帽子的外套 在上楼接你 你戴在帽子里 应该会舒服一点 另一边 池飞池在乌鸦护卫队一路上 叫喊着大爷们来了 咸杂鸟等统统回避的护送中 飞到了情报上提到的神社附近 用时十一分钟 超空中进到很省时 只是对耳朵不太友好 神社里栽种了大片樱花树 层层叠叠的粉樱挂满之鸭 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 空中落樱纷飞 落在草地和石板路上 铺成了一块块粉色地毯 这样的景色 吸引了不少人来赏樱 神社路边也摆满了摊位 各种食物的气味和说话声 让神社更像是热闹的集市 反倒缺少了 适合观景赏花的闲事氛围 池飞池化身的乌鸦 落在了鸟居上 探头看着下方通过鸟居的人 乌鸦护卫队也嘎嘎叫着 落在池飞池左右 站成一排 一个年轻男人听到乌鸦叫声 抬头看向鸟居上方 一脸无语道 怎么会有这么多乌鸟 鸟居上 刚停下叫唤没两秒的乌鸦队伍 又嘎嘎叫了起来 这个人类是不是在嫌弃我们啊 太嚣张了 真可恶 抢他 没等池飞池出声阻止 三只乌鸦就飞下鸟居 飞速扑向了年轻男人 其中两只乌鸦 熟练地直扑男人面门 趁着男人惊慌地抬起左臂挡在脸前 另一只乌鸦掠过男人右手旁边 双爪抓走了男人右手里装丸子的纸袋 重新飞回了鸟居上 而扑向男人脸部的两只乌鸦也没有真的撞到男人脸上 跟男人拉近距离后 像是嘲笑一样嘎嘎叫着 从男人头顶飞过 在空中转了一个小圈 重新回到了鸟居上 一眨眼的功夫 三只乌鸦就完成了抢劫 落回鸟居上检查战利品 嘎 是丸子 居然有这么多 池鸭 他怀疑 这三个家伙就是缠别人手里的丸子 这才随便找了个理由去抢劫 不过 现在让飞沫安排思想品德课 大概也没用 这些乌鸦不是吃不饱 也不是吃不到丸子 可能只是觉得 抢来的丸子会比较好吃而已 抢来丸子的大乌鸦 从袋子里叼住一颗大丸子 转头看着池飞池 黑漆漆的双眼里充满期待 池飞池看到大乌鸦这种准备喂食的姿态 立刻挪远了一些 我不吃 谢谢 下方 年轻男人放下挡在脸前的左手臂 注意到自己右手里的袋子没了 好气又好笑地抬头看着鸟居上的乌鸦 配合得很熟练嘛 一看就是一群惯犯 周围有人看到了年轻男人被抢的全过程 见男人还能说笑 也都笑了起来 年轻男人对着人群笑着挠了挠头 转身往神社里走 算了 我重新买一份好了 鸟居上 一群乌鸦分拾着丸子 对这次的抢劫目标做出了评价 这个人脾气很不错嘛 不好玩 下次不抢他了 池飞池蹲在一旁 低头观察着附近的地形 听到有乌鸦叫声逐渐接近 又抬头看向天空 两只乌鸦从樱花树林中飞了出来 等池飞池身旁的两只乌鸦让开一些后 落到了池飞池身旁 不用池飞池问起来 就主动嘎嘎叫着汇报情况 主人 主人 FBI探员朱棣在樱花树林里 应该是在确认 这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 阿里博士带着五个孩子 沿路逛往里走 现在已经快走到路径头的抽签处了 我去孩子们那里看看 你们注意警戒 月水来了 告诉我一声 池飞池低声交代了一句 扑动翅膀飞了起来 原先负责盯骚阿里博士 和少年侦探团的大乌鸦 连忙跟上 主人 等等我 我陪你去 池飞池沿着笔直的路往前飞 很快到了抽签的地方 看到五个孩子聚在抽签处 悄悄落到了抽签处木屋的屋檐上 大乌鸦落在了池飞池身旁 在池飞池警告的目光下 保持着安静 学着池飞池的样子 探头看向围在木屋前 说话的五个孩子 袁泰拿着签纸 激动地分享 我抽中了几 不美是终极 不美高兴笑道 我的是莫吉 光雁也笑了起来 算是不好不坏吧 不美转头看向 附近挂满了签纸的架子 绑到那边的架子上吧 哎呀 难得抽到了好签 就带回家去吧 一个拄着拐杖 带着眼睛的老者慢慢走着 路过孩子们身旁 以前的人会把签纸挂到架子上 是因为要把厄运留在这里 这样人的运气就会变好了 不过现在 这个年头 不管抽到的是好签还是坏签 都挂在这里 真是一种坏习惯 在老者走远后 池原哀看了看柯南手里的签纸 有些幸灾乐祸的笑道 看来要把签纸挂到那边去的 就只有江湖川一个人了 柯南没想到 惠原哀不仅偷看自己的签 还幸灾乐祸 无语看向惠原哀手里的签纸 那你抽到了什么签啊 你真的想知道吗 惠原哀笑着将签纸 直接展示出来 柯南看着签纸上的内容 惊讶地念了出来 大 大吉 惠原哀对柯南惊讶 错愕的反应相当满意 嘴角笑意变深 小爱 你好厉害啊 布美羡慕地围到了 惠原哀身旁 池飞池站在屋檐上方 视野开阔 早早看到了 朱棣走向五个孩子 把视线放在了朱棣身上 情报交换快开始了 月水要是再不来 那 嘎 一只乌鸦嘎嘎叫着飞来 主人主人 月水小姐到了 乌鸦叫声 吸引了孩子们和朱棣的注意力 不过也只是吸引了一瞬 看到乌鸦落在木屋上方 柯南收回视线 继续低头 看着自己手里印了胸的签纸 朱棣走到柯南身旁 俯身看了看柯南手里的签纸 笑着道 抽到胸的概率也很小 这也能说明 你运气还不错呢 不要沮丧啊 酷小孩 旁边木屋的屋顶上 池飞池轻声 安排了过来暴行的乌鸦 去给月水汽龟引路 在乌鸦飞走后 又重新回到了屋檐边 看着朱棣和五个孩子聊天 原来如此 慧原哀看出了柯南和朱棣 是假装偶遇 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两人 你们两个人想要偷偷密谈 所以才会约在这里见面 对吧 柯南和朱棣 可是经常被间谍 用来交换情报的场所 慧原哀一脸淡定地转身 招呼其他三个孩子走开 好了 大家 我们离远一点吧 让江户川和朱棣老师说悄悄话 三个孩子有些好奇 柯南和朱棣要说什么 只是看到慧原哀都走了 也就乖乖动身跟上 慧原哀走出两步 又回头看向柯南和朱棣 戏谑提醒道 不过 神社同时也是 容易被公安警察盯上的地方 所以你们最好小心一点 朱棣干笑了起来 OK 池飞池站在屋檐上 看着慧原哀和三个孩子远离 看着柯南和朱棣走向路边 扑动翅膀 悄悄飞到了路边的樱花树上 落在最高处的枝干上 在柯南和朱棣 抵达樱花树下时 又借着树上繁茂樱花的掩护 在一根根树枝跳动 最后落在一根与朱棣头部 高度相当的树枝上 找到了最佳窃听地点 池飞池又看了看 从鸟居延伸过来的路 看到正往这边走来的月水漆龟 收回了视线 紫色左眼中 闪了闪安布雷拉的白色图标 低头将视线放到柯南和朱棣身上 看来月水是赶不上窃听环节了 不过他可以自己做一次活体窃听器 兼活体摄像头 用左眼链接上方舟 把柯南和朱棣交换情报的情况 全部录下来 以后月水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这样他也能收藏到一份珍贵影像 有需要就翻出来看看 朱棣站在樱花树下 转头观察了附近 却没有注意身旁的樱花树 更没有注意到樱花树之上 站着一只小小的乌鸦 见周围没有人接近 俯身凑近柯南 低声问道 那么 你想要跟我见面说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呢 柯南仰头看着朱棣问道 我记得老师你之前说过 你遇到了脸上 有烧伤疤痕的赤井先生 对吗 是啊 朱棣点头肯定 就是那次银行抢劫案发生的时候 那个人其实不是赤井先生 柯南神色严肃地低声道 而是组织里一个戴好波本的男人 易容假扮的 朱棣脸色一变 神 什么 那个人为了确认赤井先生 是不是真的死了 就化妆成那个样子 在赤井先生认识的人 周围转来转去 柯南继续低声道 只要观察FBI看到他的反应 他就能判断出 赤井先生的死事不是一场戏 不过在林木特快列车上 是贝尔摩德易容成了脸上 有烧伤疤痕的赤井先生 林木特快列车 朱棣感觉自己 已经快跟不上情报交流节奏了 惊讶问道 难道那辆列车爆炸的那起事件 也是那些家伙做的吗 柯南点了点头 应该是的 等一下 朱棣有些激动地 伸手按住柯南的肩膀 眼里有着悲伤 如果那个脸上有烧伤疤痕的人 是那些家伙的同伙 那就是说秀逸他真的已经 柯南知道朱棣的意思 叹了口气 朱棣平复了一下情绪 缩回了手 咬牙握紧了拳头 下次要是让我再看到 那个脸上有烧伤疤痕的家伙 我一定要把他抓住 亲手撕下他的伪装 我知道他在哪里哦 柯南拿出自己的手机 翻出了自己偷拍安石透的照片 将手机举到身前给朱棣看 他化名安石透 在毛利侦探事务所楼下的 波罗咖啡厅打工 还拜了小五郎叔叔为师 现在是小五郎叔叔的第二个徒弟 持飞持化身的乌鸦 蹲在枝干上 看着朱棣一脸诧异的模样 忍不住给朱棣脸部来了一个特写 今天与其说是柯南跟FBI交换情报 不如说是柯南给FBI提供情报 一群FBI探员 如今日本忙了那么久 得到的核心情报 还没有柯南一个人多 业务能力看上去不怎么样 而柯南应该想不到 这些FBI探员最近 都跑去开支线副本了 为什么 朱棣皱眉向柯南确认 他为什么要待在毛利先生附近 他想要做什么 这就是我想让FBI帮忙调查的事 在林木特快列车爆炸事件之后 他潜伏到毛利侦探事务所附近的目的 应该已经达成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是继续留在了波洛咖啡厅打工 柯南把手机放了下来 继续翻着相册 另外 我前不久去雄本旅行时 组织里戴好拉克酒的那个家伙 好像去过我住的那家酒店 他应该是为了跟什么人碰面 我把当天酒店的住客名单筛选了一下 朱棣 为什么柯南手里有这么多他们 FBI不知道的情报 咦 一个戴着口罩 声音沙哑的中年男人 到了两人身旁 出声跟朱棣搭话 你还该不会是 银行抢劫案那个时候 跟我一起被当成人质的外国女人 有人到了旁边 朱棣和柯南都没有再说下去 转头打量着男人 池飞池站在树枝上 吴雨看着眼前 由安氏透益融成的中年男人 柯南刚说到他想知道的部分 安氏晚到一会儿不行吗 安氏透益融成的中年男人 拉下了口罩 让朱棣能看清自己面孔 声音沙哑道 我当时就在你斜后方 当时给你眼睛 嘴巴贴上胶带的女人 就是我的妻子 说完 安氏透还假装感冒严重 故意咳了两声 啊 朱棣隐约想起了男人的长相 我对你好像有印象 那天在你身旁 脸上有烧伤疤痕的男人 是你的男朋友吧 安氏透沙哑着声音问道 你那天好像很担心他 他不是我男朋友 朱棣想起柯南刚才跟自己说的情报 说到那个假赤警 还是有些恼火 这我没问到 请问他怎么了吗 看着朱棣的反应 安氏透就猜到 朱棣已经知道那个伤疤脸 赤警秀一时冒牌货了 对于柯南今天和朱棣在这里见面的原因 心里也有了答案 跟这些FBI探员有勾结的 果然是柯南 今天就是来交换情报的吧 啊 没什么 不是就算了 安氏透装出尴尬模样 摆了摆手 转身假装要离开 因为我两三天前正好遇到了他 什么 柯南脸色一变 连忙问道 哪里 你在哪里见到了他 朱棣急得伸手抓住了安氏透的手臂 请你快点回答 安氏透停下脚步 趁着朱棣拉住自己手臂 反手将一个窃听器 放进了朱棣玩起来的袖口中 脸上带着搞不懂怎么回事的惊讶表情 转身看向朱棣 啊 怎么了 有爬手 这里有爬手啊 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 慌慌张张地挤过人群跑来 撞到了朱棣 整个人往后跌后跌坐在地 朱棣看到女人跌倒 连忙上前搀扶 不远处的少年侦探团 其他四人也围到了附近 不美帮忙搀扶起中年女人 阿姨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中年女人一脸无奈地站起身来 只是刚才有人把手伸进了我的包里 我才会慌慌张张的 也是啦 安氏透顶着中年男人的脸 很积极地扮演着普通市民的角色 这种人多的地方 很容易有小偷 还是小心钱包比较好 是啊 中年女人抬头看清安氏透的脸 顿时变了脸色 发现朱棣和安氏透疑惑看自己 不太自然地笑了笑 转身离开 是啊 小偷真的很多 看来我以后要小心一点了 不远处 月水七龟跟着空中飞行的大乌鸦 到了抽签处 看到大乌鸦飞到路边樱花树上 视线跟着转过去 一下子就看到了汇聚在树下的朱棣 少年侦探团和一个衍生的陌生男人 中年女人离开了朱棣等人身旁 一边走着 一边转头回望正在聊天的朱棣等人 刚收回视线 就注意到身旁心不在焉 看着樱花林的月水七龟 视线下移 瞄向月水七龟背着的斜胯包 双手伸进了自己的外套口袋里 樱花树上 池飞池化身的乌鸦 注意到女人在月水七龟身旁放慢脚步 冷眼看着女人 中年女人 左手从口袋里拿出三枚涂黑的硬币 右手悄悄搭到了月水七龟身侧的斜胯包拉链上 轻轻拉动拉链 池飞池看了看树下的朱棣等人 放弃了朝女人丢眼刀 或者冲出去驱逐女人的想法 借用左眼与方舟的连接 从网络上随便找了一个可以调用的手机号 给月水七龟的手机播出了电话 Hey Jude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 把中年女人吓了一跳 手一顿 随后立刻收了回去 月水七龟右手摸到了斜胯包拉链上 察觉到拉链被拉开了一些 愣了一下 将斜胯包转到身前 拉开拉链拿出手机 转头打量着四周的人 中年女人缩回手之后 就若无其事地经过了月水七龟身旁 向着神社拜电的方向走去 月水七龟注意到了中年女人 转身看着女人走远 就连手机铃声停了也没留意 仔细观察着女人垂在身侧的双手 樱花树下 三个孩子听到手机铃声 转头看到月水七龟站在路边 眼睛一亮 高兴地喊着跑上前 是七龟姐姐 七龟姐姐 慧元哀看到月水七龟 也有些惊讶地跟着三个孩子走上前 易容成中年男人的安石头 朱棣 柯南 没有急着上前 扫视着月水七龟附近的人 在人群里搜寻某个人影 嗯 咦 顾问 池先生 池哥哥不在附近 三人身旁的树上 子童小乌鸦静静站在樱花间 视线穿过樱花花瓣的间隙 落在三人身上 定 原来是池先生的女朋友 男部女侦探月水小姐 朱棣看着月水七龟 俯身跟孩子们说话 笑了笑 没有急着上前打招呼 转头对安石头易容成的中年男人道 不好意思 我们能不能继续刚才的话题呢 不远处 月水七龟附身 看着会员爱和三个孩子 笑着回答四人的问题 小爱中午 就问过我要不要一起过来赏花 那个时候 我懒得出门 可是午后没有委托人上门 我在事务所 又没事可做 想着 不如过来 找你们赏花 所以我就来了 那飞驰哥呢 会员爱看了看周围 再次确认 池飞驰不在附近 疑惑问道 他没有跟你一起来吗 他去背户挺公寓了 你们也知道 他最近都住在米花亭 很久没有回公寓那边了 他想回去打扫一下卫生 月水七龟笑着说出了 路上就想好的说辞 视线越过会员爱和三个孩子 看向樱花树下正在说话的朱棣三人 柯南身边那两位 是以前当过地单高中英语老师的朱棣老师 会员爱看着柯南三人介绍道 至于那个男人 听说之前一起银行抢劫案里 他跟朱棣老师一起被当成人质 光艳笑道 那天我们三个和柯南 其实也在银行里 不过我们躲在了洗手间 不记得那位叔叔 布美笑着对辉渊哀悼 我记得小爱跟博士那天不在银行里 应该也不认识那位叔叔 是这样啊 月水七龟 看着树下说话的三人 思绪发散 那个男人会不会也是FBI 那边三个人 是在交流什么精密情报吗 如果他靠近 那三个人说不定就不说机密情报了 如果不靠近 他又没办法知道 那三个人在说些什么 偷听特工谈话 果然不容易 也不知道池先生是不是已经到了 七龟姐 会员爱见月水七龟走神 出声问道 你怎么了 什么 月水七龟 向会员爱头去疑惑目光 我是想问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会员爱认真道 出什么事了吗 月水七龟连忙笑道 我没事 只是好奇 柯南在跟那两个人说什么 怎么不跟大家在一起 作为侦探 好奇心强也正常 不过 会员爱用怀疑目光 看着月水七龟 神色凝重地问道 你跟飞驰哥是不是吵架了 没 没有啊 月水七龟茫然过后 有些哭笑不得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一旁的圆太正色加入话题 因为池哥哥 今天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池哥哥 今天又没有工作要做 不美道 今天下午 两个人一起来看樱花 这样不是很浪漫吗 想去背户挺公寓打扫的话 可以改天 两个人一起去啊 光颜一脸严肃 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你的时候 你拿着响银的手机走神 连铃声停止也没有注意到 现在也没有回拨电话的打算 依旧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看上去 就像刚跟男朋友吵了架 独自出来散心 但心情还是不好 看吧 会员挨看着月水七龟道 不只是我一个人觉得奇怪 你们误会了 我跟池先生并没有吵架 月水七龟笑了笑 俯生看着四个孩子道 会很想陪在对方身边 陪着对方去做任何事 但两个人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不用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啊 我跟小爱 小兰去逛街的时候 池先生也不是每一次都会跟着 不是吗 光颜有些迟疑 可是 你一个人来看樱花 我感觉还是很奇怪耶 我把飞翅带来了 到了这里之后 还能找到大家会合 怎么能说是我一个人来呢 月水七龟蹲下身 让孩子们看到 趴在自己肩上的飞翅 笑着道 还有 如果我和池先生吵架 肯定没有心情帮他带飞翅出来散步 对吧 而且 我跟池先生 还约好晚上去博士家吃饭哦 是吗 光颜心里信了八分 向月水七龟 确认最后一个疑点 那刚才七龟姐姐的手机响零时 你为什么看起来失魂落魄的呢 失魂落魄 月水七龟愣了一下 感觉孩子们用词是越来越夸张了 哭笑不得地解释道 不是了 我没有失魂落魄 只是在想事情 不美好奇 想事情 是啊 月水七龟审色认真起来 我今天是打车到这里的 给司机付过钱之后 我就把包包的拉链完全拉上了 可是刚才我的手机响零 我伸手拿手机的时候 发现包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好 被拉开了十公分左右 要是再拉开一点 都足够让成年人把手伸进包里了 难 难道是遇到了扒手吗 光颜紧张问道 会员挨也正色问道 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我看看 月水七龟蹲在四个孩子身前 将胯包取下来放在膝上 打开翻找检查着 钱包和钥匙还在 手机也没有丢 好像没有东西遗失 不美松了口气 笑着道 真是太好了 我想 说不定是刚才手机铃声响起来 惊动了扒手 才让扒手放弃了透我的东西 月水七龟转头 看着刚才中年女人离开的方向 因为我觉得 刚才路过我身边的那个女人很可疑 她路过我身旁时 我感觉包包好像被碰了一下 而且 她经过我身边之后 就去了拜店那边 但是她好像没有进手 左手指尖还沾有一点黑色污渍 会员挨看向不远处的手水舍 手水舍明明就在旁边 她却没有先去手水舍 进手之后再往里面走 而是直接进去了 确实很可疑 是啊 她走路不乏也比较快 有点落荒而逃的感觉 月水七龟说着 拿起手机看通话记录 光燕主动问道 那么 电话是谁打给七龟姐姐的呀 你现在要回播吗 是一个陌生号码 打来的 刚才电话响了两声 就自己挂断了 我想 应该是打错了吧 月水七龟想到擦肩而过的女人 包上被拉过 但没有完全拉开的拉链 心里怀疑 电话跟池飞池有关系 拿着手机站起了身 看向树下 说话的朱迪三人 对了 我说的那个可疑的女人 刚才就是那里走过来的 她当时还一直转头 看着站在树下的你们 云泰一头雾水的回忆 有这样的人吗 光燕回想了一下 惊讶道 难 难道是那个胖胖的大神 月水七龟点头肯定 没错 身材胖胖的 戴着眼镜 穿着米兴色的外套 还背着一个绿色的斜胯包 果然是她 光燕皱了皱眉 糟了 她刚才撞到了朱迪老师 朱迪老师的东西 会不会被偷走啊 那我们要快点提醒她才行啊 袁泰急急忙忙地跑向树下 不美 光燕和灰原哀也立刻跟上 月水七龟落在最后方 一边往前走着 一边用手机打开了 UL聊天软件 给池飞池的UL账号发信息 七条水里的鱼 刚才我好像遇到了爬手 消息很快得到了回复 稻草人 自信一点 把好像去掉 七条水里的鱼 它真的是爬手啊 那刚才的电话 稻草人 我不方便露面 所以用网络虚拟号码 打过去提醒你 月水七龟看了看回复 眼底满是笑意 立刻又发了消息过去 七条水里的鱼 你在附近吗 稻草人 我在它们旁边的树上 月水七龟 变成乌鸦来窃听 还真是方便啊 不过在那棵樱花树上 不等月水七龟 抬眼看樱花树 手机上又显示出了新消息 稻草人 你来晚了 他们已经把情报沟通得差不多了 不过 我已经把他们密谈的过程录了下来 你想看的话 晚一点回去 可以慢慢看 稻草人 图片 月水七龟 看着那张从树上角度 拍到朱地 柯南和中年男人的照片 抬眼看了看樱花树 骨测到了池飞池所待的位置 笑着给池飞池回复 七条水里的鱼 好 樱花树上 池飞池看了看 左眼前方虚空中的卖门回复 利用网络 将月水七龟手机上的聊天记录清空 低头看向树下的人 安石头面对朱地 在哪里遇到伤疤脸男子的追问 用感冒头晕 记不清了这种理由糊弄了过去 从朱地那里接过名片 答应朱地想到什么 再联络 刚准备离开 就看到四个孩子跑了过来 朱地老师 不 不好了 袁泰 光燕和不美 跑到了朱地三人面前 累得气喘吁吁 后面跟上来的辉原哀 也没好到哪里去 停下来后 弯腰喘气 怎么了 柯南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看向四人身后 看到后面的月水七龟淡定 收起手机 知道孩子们不是遇到了危险 心里松了口气 吴雨问道 你们这是怎么了呀 不是我们 是朱地老师 三个孩子刚喘吁了气 就急急忙忙提醒朱地 刚才撞到朱地老师那个女人 可能是扒手 朱地老师 你快点检查一下自己的东西 有没有被偷走 扒手 朱地连忙伸手进口袋里 下一秒 整个人石化原地 怎么样 光艳观星问道 柯南见朱地待战原地 吴雨道 朱地老师 难不成 朱地一脸懊恼的抬手扶额 我的钱包不见了 易容成中年男人的安石头 现在的小偷真是不得了 当着一个公安警察 一个FBI调查员 一个神秘小侦探的面 居然还能把FBI调查员身上的钱包给偷走 你的钱包里有重要的东西吗 柯南连忙问道 有零钱 银行卡和驾照 朱地懊恼又焦急 驾照和银行卡丢了是很麻烦的 小偷真可恶 袁太握着拳头喊道 我们帮朱地老师把东西给找回来吧 没错 光艳神色严肃道 那个扒手一定还偷了别人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把他抓起来 交给警方 布美看向拜电的方向 焦急提醒 七归姐姐看到他往拜电去了 我们现在赶紧过去看看吧 要是让他离开了附近 到时候想找到他就更麻烦了 我很想帮你们去找扒手 但是我还有事 嗨嗨 安石透想要趁机离开 声音沙哑地说着 还咳了两声 真是不好意思 我想你们还是打电话报警 让警方来帮忙 会比较好吧 我会的 朱地道 那我先过去看看 就不打扰你了 等一下 说说 柯南出声叫住了 转身准备离开的安石透 在安石透停步后 出声问道 刚才撞到朱地老师的那个女人 在看到你之后 惊讶又很慌张 难道你认识她吗 啊 安石透转回身来 在朱地和三个孩子 或好奇或探究的目光中 皱眉假装回忆 不认识啊 我不记得这个人 那你今天在神社其他地方 遇到过他吗 今天神社人这么多 我也不确定自己 有没有遇到过他 那他看到你之后慌张 会不会是因为 他认出你来了 认出你是他前不久 爬窃过的目标 柯南正色提醒道 所以 你最好还是检查一下 自己的钱包 还在不在身上吧 这样啊 我看看 安石透身手进外套口袋里 想到自己一容顶包了中年男人之后 没有从中年男人身上找到钱包 心里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实话实说 翻了衣服口袋又翻裤子 装出困惑的模样 没有爷 哪里都找不到我的钱包了 连叔叔也被偷了啊 原太更加恼火 那个小偷 实在太嚣张了 是啊 我们这里三个成年人 朱迪老师 叔叔 七龟姐姐 结果有两个人的钱包被偷 一个差点被偷 光焰皱眉道 那个小偷真是可恶 池飞池站在树枝上 默默看热闹 月水到来 对剧情发展造成了一点影响 让朱迪提前发现 钱包被偷走了 不过 以他以往干扰剧情发展的经验来看 这点影响 应该没办法导致剧情发生太大变化 总之 我们还是快点过去找人吧 原太急切地跑向拜电方向 朱迪 月水七龟和其他孩子连忙跟上 喂 还是打电话报一下警 安氏透顶着假脸 声音沙哑地喊话 随后假装被风呛到 低头咳嗽 可嗨嗨 池飞池 没急着跟上离开的朱迪一行人 继续站在树枝上 看向附近一个打着遮阳伞 走向安氏透的女人 从树上看下去 女人的头部和肩颈部 完全被伞挡住 只能看到 女人高高隆起的腹部 女人将右手轻轻搭在腹部上 走路很慢 看上去跟普通孕妇没什么两样 慢慢走到了安氏透身旁 声音含笑地问道 成功了吗 安氏透将咳嗽时 掩在口边的手放了下去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说话声音依旧沙哑 是啊 我已经将窃听器 放到那个女FBI调查员 右手玩起来的袖子里了 过程还算顺利 只是刚才想要脱身时 遇到了一点麻烦 那个FBI调查员的钱包被偷了 女扒手之前 看到我这张脸 又露出了惊讶表情 那个眼镜男孩 让我看看 钱包是不是丢了 当时还真是让我为难啊 我顶替这个男人的身份过来之前 翻过那个男人的衣服 没有从他身上找到钱包 不确定 钱包是不是真的 被女扒手偷走了 那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 女人问道 我拿不出钱包 为了不被当场拆穿 当然只好说钱包不见了 安氏透顶着中年男人的脸 脸上笑容显得格外狡诈 反正这个神社里 肯定还有其他扒手 就算他们找到了 那个女扒手 女扒手说 自己没有偷过我的东西 也不代表我的钱包 没有被其他扒手拿走啊 而且我接下来会在附近找个地方 戴上耳机 听他们那边的声音 不会再跟他们碰面 就算他们觉得我的回答奇怪 到时候也没办法找我质问 池飞池没有再听下去 跳到上方一根树干上 又移动到树梢 到了樱花树的另一侧 离两人远了一些之后 才扇动翅膀 飞向拜电 待在抽签处屋顶上的大乌鸦 看到池飞池行动 立刻像贴身护卫一样跟了上去 在朱棣等人抵达拜电之前 池飞池从空中追上了一行人 当浪 当浪当浪 店前有人拉着绳子 用力摇铃铛 摇得挂在房檐下的大铃铛 发出很大声响 跟在池飞池后方的大乌鸦 被吓了一跳 加速飞到了池飞池身旁 嘎 月水七归听到乌鸦叫声 抬头看到一大一小两只乌鸦 飞过上空 落在拜电屋顶 虽然没能看到小乌鸦的眼睛 但还是猜到了小乌鸦的身份 忍不住笑了笑 那个大姐姐摇铃铛也太用力了吧 不美探头 看着店前摇铃铛的年轻女人 连小乌鸦都被吓到了 可是我爸爸说过 这样摇铃铛会比较吉利啊 袁太道 店前 摇铃铛的年轻女人 对身旁惊讶的中年女人笑道 啊 抱歉 我摇得好像太大声 不过这个铃铛声音 不就是告诉神明 自己到这里来了吗 摇得大声一点 神明才会注意到自己 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中年女人连忙收起脸上的惊讶表情 客气地笑着对年轻女人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可以理解 会员挨见年轻女人 又用力摇起了铃铛 没有再关注年轻女人 我们还是先去找那个扒手吧 不过这里的人这么多 我们该怎么找呢 啊 死了 路过一行人身旁的两个男人 低声议论 是啊 就在那边厕所后面 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了 同时 柯南身上的手机 也响起了铃声 柯南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接听了电话 不是 我们 是 什么 你目击到了杀人事件 其他人惊讶地围拢在柯南身旁 在厕所外面 有很多人围观 柯南左右看了看 很快发现 不远处的厕所外围满了人 我看到了 不是 我马上就到 一行人听说阿丽博士 目击到了杀人事件 也顾不上找小偷了 匆匆跑到了厕所前 挤进了围观人群 拜托 请让一让 朱蒂挤过人群 看那个背靠厕所外墙坐在地上 满头鲜血的女人 一脸惊讶地震了一下 但是 三个孩子跟着挤过人群 看到女人后也吓了一跳 那不是撞到朱蒂老师的那个女人吗 就是那个爬手 朱蒂回过神来 和柯南 月水汽龟一同上前 查看女人的情况 她已经死了 月水汽龟蹲在女人身前 摸着女人的脖梗道 从遇害到现在 应该还没有过去多久 柯南站在一旁 发现女人手边 有三枚涂黑的五日元硬币 指着硬币提醒道 汽龟姐姐 你看这个 三枚涂黑的五日元硬币 月水汽龟皱眉道 黑兵位吗 朱蒂一脸疑惑 黑兵位 就是小偷的意思 月水汽龟站起身 对朱蒂解释道 据说是因为三枚五元硬币 简称五黑三 Go Crossan 与您辛苦了是谐音 有的小偷在偷走别人的东西之后 会在被偷的人身上 留下三枚涂黑的五元硬币 意思是您赚来的钱被我拿走了 真是辛苦您了 而这么多的小偷 就被大家叫做黑兵位 朱蒂了然点头 阿里博士也带着一个警察 穿过围观人群 这里 就是这里 警察看到月水汽龟 朱蒂和柯南站在尸体前方 急忙出声道 喂 你们是什么人 离被害人远一点 朱蒂立刻拿出了自己 FBI调查员的证件 让警员联系刑事部警察 封锁神社出入口 在警员区打电话后 又跟柯南检查了 女被害人的随身物品 柯南从女被害人夸包里 找到了装满涂黑五元硬币的钱包 又从包里 一叠用皮筋捆起来的纸钞中 找到了一个GPS信号发射器 通过随身物品 柯南推测出被害人和凶手身份 被害的女人确实是扒手 有人在捆起来的纸钞里 放了信号发射器 然后故意让女扒手 偷走自己的钱 用手机追踪女扒手的定位 一路跟到了这个厕所旁边 将女扒手杀害 并在女扒手身边 放了三枚涂黑的五元硬币 也就是说 今天被这个女扒手 偷走了钱的某个人 就是杀人凶手 柯南神色严肃地说完 发现月水七龟正正看着自己 意识到自己表现得太过了 连忙笑着卖乖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七龟姐姐 是 是啊 月水七龟回过神来 对柯南笑了笑 既然我们及时让警员 封锁了神社出入口 那个杀人凶手 应该还在神社里 等刑事部警察过来 调查一下 应该就那把人给找出来了吧 柯南觉得 月水七龟很不在状态 心里疑惑 主动提醒到 七龟姐姐 我们没有在黑兵卫身上 发现他爬窃的钱包 没办法确定 他的爬窃目标都有什么人 是不是应该让元太他们 分散到神社各处 找一找垃圾桶啊 因为很多爬手 在爬窃目标后 会把钱放进自己包里 将爬窃目标的钱包 丢进附近的垃圾桶 不是吗 是 你说的没错 月水七龟听到柯南的提醒 放弃了寻找 某只小乌鸦踪迹的打算 稳了稳心神 把心思放在了事件上 到了元太四人身前 可是 大家可以搞定吗 只是去垃圾桶里找一找 有没有被丢弃的钱包 对吧 会员哀肯定到 很简单的任务 是啊 光叶玉玉玉世 我们可以搞定 绝对没问题的 元太斗志昂扬 不要小看我们 我们可是很厉害的 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布美笑道 附近围观人群中 安石头依旧顶着 中年男人的义容脸 耳朵里塞着耳机 听着窃听器里传来的声音 远远看得柯南一眼 没有在被害人身上 发现钱包 立刻就想到 让人分散去垃圾桶里找 还真是名侦探般的 推理能力和反应速度 二十分钟后 赶到现场的刑事部警察 接手了调查工作 月水七归和朱棣 柯南配合着 将凶手是被黑兵 为爬窃过的人 这个推理结果 告诉了木暮十三 柯南还用侦探弊章 联络了少年侦探团 其他四人 得知四人在不同的垃圾桶里 发现了钱包 让四人用手帕包着钱包 将钱包带到案发现场 记得拿钱包之前 把手帕垫在手里 最好找个干净的袋子 把钱包装进去再带过来 注意千万不要 把指纹留在钱包上哦 柯南叮嘱着 心里有些感慨 要是池哥哥在 手套肯定不够用 但至少圆太他们可以 每人戴上两个正物袋 过去装钱包 这样会方便很多 圆太 光艳 不美 好 灰云埃 知道了 柯南结束了通讯 见月水七归 仰头看着厕所屋檐 走到月水七归身旁 抬头往厕所屋檐看去 发现厕所屋檐上 站了一大一小两只乌鸦 好奇问道 七归姐姐 你在看那两只乌鸦吗 月水七归这才注意到 柯南跑到了自己身旁 收回了视线 啊 是啊 因为乌鸦是群居动物 通常会成群结队的活动 可是这两只乌鸦 好像没有跟其他乌鸦在一起 我有些好奇 忍不住盯着看了一会儿 柯南不确定 月水七归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猜测到 他们的同伴可能在附近吧 说的也是 月水七归笑道 柯南 这就没了 难道乌鸦不是什么线索吗 一旁 木木十三找上阿里博士 这个目击者确认情况 将月水七归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阿里博士是上完了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 看到有人在这里挥棒子 击打着什么 因为这附近被树荫投下的阴影笼罩 光线很暗 所以阿里博士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只看到了身影轮廓 那个人戴了一顶帽子 手里挥击的是一根大概三十公分的细长棒子 一开始 阿里博士以为对方是在打木桩 好奇地看了两眼 看到对方离开时 拖着一条腿 好像腿脚不方便 阿里博士还主动询问对方有没有事 结果对方不理不睬地禁止离开 之后 阿里博士才发现 被击打的是一个女人 而那个时候 对方已经走进了人群里 再也找不到了 高木社记录完阿里博士的目击证词 会员安和三个真孩子 也将垃圾桶里找到的四个钱包带了回来 警方找来一块防水布 将四个钱包放到防水布上 朱迪立刻认出 其中一个蓝色钱包是自己的 由于朱迪在撞到被害人之后 就跟孩子们一起活动 并没有作案时间 所以被排除了嫌疑 剩下三个钱包中 黑色钱包里面有嫁照 红色钱包里放了一张年轻女人 和小孩子的大头贴合照 棕色钱包里没有照片 或者其他证件 只有一张小级的签纸 通过嫁照和大头贴合照 少年侦探团认出了 嫁照是属于 安石头一荣成的中年男人 而大头贴合照上的女人 则是在店前 用力摇铃铛的年轻女人 至于那个装有签纸的钱包 三个孩子怀疑 那是他们抽签时遇到的 说抽到好签 要带回家的老者的钱包 木木十三 听说孩子们见过钱包主人 让高木社 马上带着孩子们去找人 如果这三个人里 有人带着30公分的棍棒的话 凶手就能够确认了吧 就算没有带着棒子 应该也能马上确认的 柯南笑道 哦 木木十三疑惑看着柯南 为什么 阿里博士出声问道 凶手在尸体旁边 放了三枚涂黑的五元硬币 我想 这应该是 为了表达自己对黑兵卫 爬窃行为的痛恨 柯南看向尸体手边的黑色硬币 这么独特的黑色五元硬币 不是那么容易准备的 而博士没有看到 凶手翻过黑兵卫的包 或者衣服口袋 我们也没有发现 黑兵卫口袋和包友 被人翻找过的痕迹 这就说明 凶手很可能是 将黑兵卫爬窃后 留在自己身上的 三枚五元硬币 放在了尸体旁边 朱棣笑着 拿出了女扒手 留在自己口袋里的 三枚涂黑硬币 对柯南眨了眨眼 那三个人里 谁拿不出 三枚涂黑的五元硬币 谁就是凶手 对吧 没错 柯南笑着点了点头 月水七龟站在一旁 不时看看厕所屋檐上的 两只乌鸦 依旧不在状态 高木舍很快把孩子们说的 三个人带到了案发现场 其中也包括 易容成中年男人的安石头 三人确认了 其他三个钱包属于自己 都从口袋里 拿出了三枚涂黑的五元硬币 柯南看到三人 都能拿出硬币 有些傻眼 在警方进一步 对三人进行搜身调查时 看到朱棣在走神 主动上前问道 朱棣老师 你发现了什么吗 没有 朱棣说起了另一个事件 我只是想起 水无连带住在医院的时候 那个组织派人潜入了医院 当时你用手机试探过 三个可疑的人 第一个是游性皮肤的男人 第二个才是 那个组织派到医院的间谍 第三个是装有心脏起搏器的老人 然后秀逸拿起了手机 交给了你 柯南担心朱棣识破自己 和赤井秀逸共演的假死诡计 连忙出声打断 朱 朱棣老师 那件事跟这次事件没有关系吧 爷 也是 真对不起 朱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知道那个脸上 有烧伤疤痕的男人不是秀逸之后 我就总是想到秀逸 不行 我得好好振作起来 会员埃走到柯南身旁 用怀疑目光打量柯南 你是怎么了 刚才说话突然那么紧张 柯南憨了憨 啊 没什么 会员埃知道柯南刚才打断朱棣 肯定有原因 却也没有追根究底 看向旁边心不在焉的月水七龟身旁 出声问道 七龟姐 你觉得他们三个人之中 谁最有可能是凶手呢 月水七龟回过神来 见柯南 朱棣和阿丽博士都看着自己 看向正在接受警方搜身的三个人 这个嘛 他们三个人身上 都没有三十公分长的棍棒 三个人也都拿出了涂黑的五元硬币 不过 那个老人家腿脚不好 手里也有可以用来击打的拐杖 虽然拐杖比三十公分棍棒长出很多 但或许是他在击打时 握住了拐杖中断 不知道博士有没有觉得 他的身影 或者走路姿势眼熟呢 阿丽博士回忆着 凶手离开时 虽然拖着腿 但并没有主拐杖啊 不远处 一个警员在对老者进行完搜身检查后 又让同事检查老者的拐杖 而老者在拐杖被拿走后 就没办法站立起来 只能有警员扶着 蹲在地上 阿丽博士看到老者的情况 补充道 那个老人要是不用拐杖 好像就没办法行走了 那个女人呢 朱棣低声问道 她头上戴了帽子 我看到凶手戴的是有帽颜的棒球帽 不是这种毛线帽 阿丽博士肯定道 之前跟我们说话的男人 也有点可疑 他的钱包被黑兵卫偷走之后 口袋里应该就被放了三枚五元硬币 可是他之前在我们面前 确认钱包在不在身上时 并没有说 自己身上多出了三枚硬币 跟我们分开后 他也有时间作案 可难顿了顿 不过 朱棣老师当时也没有说 自己口袋里多出了硬币 所以他有可能是像朱棣老师一样 把注意力放在了丢失的钱包上 没关心自己口袋里是否有硬币 朱棣想到自己之前确实忽略了 自己在口袋里摸到的硬币 歉意地笑了笑 而且 那个男人和年轻女人的腿脚 也没有不方便 月水七归打量着那边三人 分析道 案发当时 博士就在旁边 还出声 让凶手知道有人来了 凶手应该很担心 博士惊动旁边的人 害自己走不掉 会想快点离开现场 在那种情况下 凶手没必要冒险 装出腿脚不变的样子吧 所以 凶手腿脚不变 应该不是装的 会员挨仰头看着月水七归 怂恿道 既然没有头绪 那要不要打个电话 问问飞驰哥呢 打电话去问池先生吗 月水七归想到 池飞驰还在乌鸦形态中 有些犹豫 他相信 池先生肯定知道真相 毕竟池先生在家里 就已经预知到了 神社会有事件发生 不过 他记得池先生变成乌鸦之后 好像没有带手机出门 池先生能够利用 网络虚拟号码联络他 还能靠着自己 左眼和方舟的联系 将柯南与朱棣老师 不行不行 这样不是太麻烦池先生了吗 不方便吗 辉云哀追问道 人小鬼大 月水七归看出 辉云哀试探的态度 有些哭笑不得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跟池先生没有吵架 我只是担心 打电话过去 打扰到他 懂得求助男朋友的女孩子 会比较可爱哦 辉云哀淡定地拿出手机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他 那要不要我打过去呢 月水七归见柯南 朱棣一副好奇 听八卦的模样 看着自己 拿出自己的手机 无奈笑道 不用了 我来打 屋檐上 池飞池左眼中 出现了方舟的提示 见方舟远程监控到 家里的手机有来电 退到了厕所屋顶上 让方舟将电话 通过网络手段 转接到自己这里 月水七归 站在案发现场旁边 听到电话响了三声 就被接听 抬头看了看屋檐 看到站在屋檐上的 小乌鸦不见了 试着出声道 池先生 池飞池化身的乌鸦 待在屋顶上 调整了一下 方舟开启的声音 传输程序 出声回应道 是我 你去背护挺公寓 收拾打扫 收拾得怎么样了 已经快好了 你在神社里找到 博士他们了吗 我已经找到他们了 不过 神社里发生了 一起杀人事件 我暂时没有头绪 所以 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方便听我说一下 事件目前的调查情况吗 你说 是这样的 这次事件被杀害的人 是一个爬手 女性 年纪有四十多岁 在她身上没有发现证件 所以还不确定她的名字 之前我在神社 找到小爱他们的时候 被害人还活着 并且跟我擦肩而过 还差点偷了我的东西 月水七归 在电话里 说了死者的情况 三个嫌疑人的情况 阿里博士的目击证词 将当前知道的线索 都告诉了池飞池 我知道了 池飞池到 凶手应该是那个女人 等一下 月水七归出声打断 不好意思 池先生 你还是直接告诉 木木警官吧 我把手机交给木木警官 这样也省得我再去转告他 你不想在大家面前 进行推理吗 池飞池问道 这起事件 就由你来推理吧 我到现在都没有头绪 距离破案还差太远了 月水七归认真解释道 要是围观人群 看到我推理 以为事件是我解决的 我会有很大压力的 OK 池飞池到 听你的 月水七归笑了起来 谢谢 柯南等在月水七归身旁 听月水七归说道 推理 解决这类字眼 忍不住出声问道 七归姐姐 池哥哥怎么说 难道池先生 已经知道真相了吗 朱棣好奇问道 是啊 我现在就去找木木警官 月水七归对朱棣笑了笑 拿着手机去找木木十三 朱棣正了正 低头向柯南确认 只是听月水小姐说了一遍案情 池先生就已经知道真相了吗 既然七归姐姐这么说 应该就是这样吧 柯南对池飞池的破案速度 已经快要麻木了 半月演道 池哥哥推理一向很厉害啊 那下次要不要让飞池哥 给你留一点思考的时间呢 慧玥埃丢下一句调侃 快步跟上了月水七归 月水七归刚走到木木十三身前 千叶和珅就带人匆匆从树林里跑出来 戴着手套的手里 还拿着一顶帽子和一件外衣 远远喊道 木木警官 我们在树林里 找到了一丝凶手 穿过的外衣和帽子 是吗 木木十三精神一震 池先生 凶手用过的外衣和帽子 好像找到了 你等一下 我打开免提 月水七归对电话里的池飞池说了一声 打开了通话免提 千叶和珅跑到木木十三面前 将帽子递给了木木十三 上面还有血迹 应该不会错的 木木十三小心翼翼地拿着帽子 看着帽子上面的樱花花瓣 怎么沾上了这么多花瓣呢 我们是在樱花树下堆积的花瓣里找到的 千叶和珅正色道 找到的时候 衣服和帽子上都沾了很多花瓣 凶奇找到了吗 池飞池出声问道 月水七归 见木木十三 千叶和珅转头看来 将正在通话中的手机 举到身前给两人看 解释道 我把这起事件的情况告诉池先生了 是池先生啊 千叶和珅一脸了然 很快又认真回答了池飞池的问题 我们在发现衣服和帽子的地方 并没有找到一丝凶奇的东西 接下来 我们打算扩大搜索范围 搜寻一下那些堆积起来的樱花花瓣下方 在千叶和珅说话时 朱棣 阿丽博士 柯南和少年侦探团其他人 自觉围拢上前 旁边接受完搜身检查的三个嫌疑人 也投影关注目光 不用去樱花堆里找 迟非迟到 凶器应该去钱箱里找 钱 钱箱 千叶和珅一脸疑惑 柯南愣了一下 摸着下巴思考着 眼睛越来越亮 钱箱 原来是这样 安氏透顶着中年男人的易容 看着月水汽龟手里的手机 跟着思考 顾问说的钱箱 是指扔钱的功德箱吗 这样的话 凶手应该是他旁边这个年轻女人 赤老爹 你说凶器要去钱箱里找 木木十三一头雾水地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知道凶器在那里呢 这是我的推理 木木警官 凶手是用鞋带将大量硬币串起来 系紧绳子 让硬币形成一根30公分左右的棍棒 将被害人打死 迟非迟到 博士看到凶手走路拖着一只脚 是因为凶手将一只鞋的鞋带取下来串硬币 行凶之后没有把鞋带穿回去 所以凶手行走时要小心鞋子掉落 只能拖着一只脚走 而凶手在离开这里之后就到了附近参拜 解开鞋带 将硬币丢进功德箱里 之后再把鞋带穿回鞋子上 这样凶器就消失了 木木十三看向三个嫌疑人 最后目光停留在年轻女人身上 看看年轻女人紧绷的脸色 又看看年轻女人系鞋带的靴子 确实有这个可能 等 等一下 年轻女人上前一步 神色焦急地看着木木十三道 请不要用这种奇怪目光看着我 虽然那些孩子看到我的时候 我确实在功德箱前面摇铃铛 但是到神社里参拜 丢钱 这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事 我只是做了到神社应该做的事 难道因为这个 我就要被怀疑吗 而且 这只是一种猜测 谁知道 凶手是不是用这种方法杀人 有没有把凶器丢在其他地方 要把硬币串成三十公分的棍子 至少要二百每五元硬币 把这么多硬币丢进功德箱 会发出很大声响 迟飞迟到 为了掩盖这个声音 你摇铃铛实材那么用力 让铃铛发出了很大的声音 这只是我的习惯而已 年轻女人皱眉道 而且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是你的猜测 那要不要让警官们 直接检查一下你的鞋子 迟飞迟问道 年轻女人沉默下去 不再出声反驳 你被警方找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拖着一只脚走路 说明你应该 已经把鞋带穿回了鞋子上 迟飞迟到 如果你用鞋带穿硬币 打死了被害人 那么 鞋带上应该还有被害人的血迹 抱歉 失礼了 请你配合我们调查 高木舍走上前 直接在女人身前蹲下身 伸手拉起了女人右脚的裤腿 女人穿着一双系鞋带的低根靴子 在裤腿被高木舍拉起来后 穿在右脚靴子上 沾有些许血迹的鞋带 也没了遮挡 出现在众人眼前 木木十三看了看女人的鞋带 神色严肃的抬眼看着女人道 断也赖子小姐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年轻女人低头看着自己的靴子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我当然要杀了他 儿子 木木十三有些惊讶 是钱包大头贴里 跟你合照的小男孩吗 柯南出声问道 没错 那就是我的儿子 年轻女人脸上带着愤痕 那个女人去年就偷过我的钱包 当时我患有哮喘的儿子 被锁在了车里 因为装有车钥匙的钱包 被他偷走了 所以我儿子在车子里 被锁了几个小时 等送到医院已经晚了 在我儿子死后 我就到处调查 那个黑兵位爬手经常出现的地方 打算教训他一下 朱棣看向你爬手尸体手边的黑色硬币 那你放在尸体旁边的三枚硬币 没错 那就是去年他偷走我钱包之后 留在我身上的三枚涂黑的五元硬币 年轻女人咬牙切齿道 难怪你把三枚涂黑的硬币 放到尸体旁边之后 还能拿出另外三枚涂黑的硬币 高木设想到 女人去年失去了儿子 对女人生出几分同情 语气缓和了不少 可是 你为什么要在钱包里放大头贴呢 如果没有那张大头贴 我们就没办法发现 那是你的钱包 把你列入怀疑名单中了 只要打开钱包 第一眼就会看到那张大头贴 对吧 女人愤恨的神情中 多出一丝悲伤 我就是要让她看到大头贴 让她知道 被她偷走的不止一个钱包 还有一个小男孩的生命 木木十三叹了口气 带女人心情平复一下 让两个警员将女人带到警车上 月水七归拿着手机走到一旁 关闭了通话免提 将手机放在耳边 笑着讲电话 石先生 你还在听吗 是啊 事件成功解决 我想大家应该没有心情继续赏花了 等一下 我就跟着小爱和博士去博士价 路上我会买好食材 你收拾好屋子 就直接去博士那里吧 女人被警员带走之后 围观的人群也低声议论着离开 男男女女不断自月水七归身旁路过 一个撑伞的孕妇 到了月水七归身旁 视线放在木木十三那边 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月水七归 眼看孕妇要撞上自己 连忙往旁边移了一步避开 为了防止孕妇撞到其他人身上 伸手扶住孕妇肩膀 将孕妇拦了下来 啊 孕妇好像才反应过来 自己差点撞到人 抱 抱歉 走路一定要小心看路 毕竟你还怀了小宝宝呢 摔倒了会很危险的 月水七归松开了手 看着孕妇高高隆起的腹部 笑了笑 不过你没事就好 厕所屋顶上 驰飞驰化身的乌鸦 飞回了屋檐边 低头默默看着孕妇与月水七归互动 贝尔摩德 这是做什么 不好意思 都是我没有好好看路 还有 刚才真是谢谢你 孕妇也对月水七归笑了笑 抬眼看向 正在跟少年侦探团说话的 由安氏透益融成的中年男人 我急着去找我老公 所以 你老公 月水七归回头看了看 原来你是那位先生的太太啊 是啊 刚才我在人群里 听说她被爬遣 还被警方找过去 有点担心她 孕妇跟月水七归 满脸笑意地说着话 走到了男人身旁 出生患道 老公 安氏透顶着中年男人的义容脸 惊讶转头看向孕妇 素 素姜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里等吗 你说要求顺敞护身符 结果出来 这么久都没有回家 孕妇右手扶在肚子上 脸上带着一丝称怪 我很担心啊 所以就过来看看了 你难道是 朱棣认出 孕妇是银行抢劫案中 自己身旁的女人 跟孕妇聊了起来 孕妇跟朱棣寒暄着 假装恶心反胃 扑到朱棣身上 趁着手搭在朱棣手臂上 悄悄把安氏透放在朱棣袖口 折痕中的窃听器回收 安氏透主动上前搀扶着孕妇 一脸担忧地回头问孕妇十三 不好意思 警官 我妻子不太舒服 我可以先回去吗 孕妇十三已经叮嘱过相关人员 改天去做笔录 并留了联系方式 见现场有孕妇不舒服 立刻点头道 这里也没什么事了 你们回去吧 慧元哀站在柯南身旁 看着安氏透意融成的中年男人 扶着孕妇离开 有些疑惑地低声道 孕妇不应该是怀孕早期的症状吗 是啊 看他腹部隆起的程度 怀孕应该有六个月以上了 应该不会孕妇了 柯南顿了一下 笑着道 不过 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呕吐吧 屋檐上 池飞池化身的乌鸦 跟月水汽龟说了两句后 切断通讯 见孕妇走远 低头看向下方的辉元哀 小哀这一次 对贝尔摩德身上的组织气息 完全没有感应 下方 柯南注意到 朱棣走到自己身后 看了看拉着月水汽龟 阿里博士 说话的孩子们 悄悄跟着朱棣 到了旁边树林前 池飞池注意到两人的动向 从屋檐上飞进树林 落在柯南和朱棣身旁大树的另一侧 在树枝上跳跃了几下 巧声跳到了靠近两人的树枝上 藏在树叶间听两人说话 现在事件解决了 我们继续说之前的事吧 朱棣俯身凑近柯南 神色认真的问道 你之前说 拉克酒去了熊本县的酒店 难道你有了什么发现吗 是啊 拉克酒那天去酒店 很可能是为了跟某个人碰面 所以我从酒店拿到了住客名单 排除了当时不在酒店 或者没有时间跟拉克碰面的人 最后名单还剩下11人 柯南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翻找着名单 回来之后 我用网络搜索了一下他们的资料 又排除了几个不太可能的人 现在还剩下5个人 没办法确定 我想FBI应该更容易得到 这5个人的情报 通过情报 FBI可以判断一下 他们会不会跟组织有联系 如果确认某个人很可疑 你们还可以安排人 进一步监视调查 说不定能够找到一条 有关于组织的线索 我知道了 朱棣正色道 方便的话 你现在把那5个人的信息 传给我吧 我改天会让总部同事 帮忙查一下他们的情报 柯南低头操作着手机 用邮件将5人名单 和网络上搜集到的 基本资料传给了朱棣 犹豫了一下 还是没有把池飞池那天 在酒店的时说出来 池飞池待在两人身旁的树上 看着两人约定有消息在联系 看着朱棣跟阿丽博士 月水汽龟等人打招呼后离开 抬头看了看 被夕阳染成城隍的天际 飞离了树林 他很清楚 柯南那份名单里有哪些人 最近赤井秀一 每天宅在家里查那些人的资料 截止昨天为止 名单上还有5个人 无法排除嫌疑 柯南跟朱棣说的 同样是5个人 好像并没有把他这个当天在酒店 中途离开过其他人 视线一段时间的人算在其中 他不幸 柯南对他没有一点怀疑 不过 柯南和赤井秀一既没有试探他 也没有打算让FBI探员监视他 都是一副静观其变的模样 稍微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夕阳下 一辆辆车子 开出了神社附近的停车场 要谢谢我 你被FBI那只小猫抓住手臂时 放在他袖口里的窃听器 我可是帮你安全回收回来了 贝尔摩德坐在安石透索驾驶车子上 拿出了自己回收的窃听器 又把腹部隆起的气垫放空了气 撕下了脸上的翼绒假脸 笑着问道 然后呢 你从那只FBI小猫那里听到什么了吗 收获颇风呢 安石透单手握着方向盘 腾出右手 撕下了脸上的翼绒假脸 脸上同样挂着微笑 我意外听到了内幕消息哦 这个消息的内容 你会告诉我的吧 贝尔摩德试探着问道 是啊 在我拿到确凿证据之后 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安石透审色认真了一些 不过 因为要应付的人很难缠 我可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所以需要你耐心一点 好吧 贝尔摩德听安石透这么说 就知道 安石透只是听到了某些事的线索 并没有急着追根究底 满脸好奇地问道 你说的难缠的人 难道是指名侦探毛利小五郎的另一个徒弟 你那个今天三两下 就将一起杀人事件解决掉的师兄吗 不 他是一个更麻烦的人 安石透正色道 我刚才说的难缠的人 是指那个少年 江户川柯南 两人脑海里同时冒出了柯南的脸 贝尔摩德若无其事地笑道 看来你需要应付的麻烦人物不少 就算是组织有名的搜查高手 也会感觉到棘手吗 是啊 那你有心去帮忙吗 安石透问道 先说说看 你想要我做什么 贝尔摩德巴不得 参与进安石透的调查行动中 掌握安石透的调查情况 表面上却没有表现出半点心急 我之前答应过要帮助你 不过我也说过了 我不会去做危险的事 放心好了 这对于你来说 应该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安石透依旧不紧不慢地笑着道 我这段时间了解到一些情况 你以克里斯 温亚德的身份 接触过池飞池 而且跟他的关系 好像还很不错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你跟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愿意 把你掌握到的 有关于他的情报都告诉我 那就算是帮我大忙了 贝尔摩德沉默了一下 我之前接触他 是为了组织的行动 安石透等了等 见贝尔摩德 好像不打算继续说下去 主动问道 是不方便说出来的行动吗 没错 是我不能随意告诉你的行动 贝尔摩德拿出了香烟叼在口中 又拿出打火机点燃 突然又笑了起来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他可是我欣赏的男人哦 哦 是因为他的能力吗 是啊 他写的那些歌 我几乎每一首都听过 喜欢的有不少呢 写歌 我还以为是因为他的推理能力 确实也有这个原因 两人来回打着太极 谁也不肯泄露 自己掌握的核心情报 安石头开车 送贝尔摩德到了指定地点 也没能从贝尔摩德口中 打探出 组织对池飞驰有什么企图 心里琢磨着贝尔摩德说的话 独自开车回家 贝尔摩德说起 顾问师的微妙态度 让他有些在意 顾问对于组织的意义 恐怕没有他 想的那么简单 当天晚上 池飞驰和月水汽龟 在阿里博市吃过晚饭 一起回到了米花亭小楼 池飞驰把笔记本电脑 拿到客厅 通过方舟 将自己白天拍到的视频 传到了电脑上 月水汽龟 让小美把屋里屋外检查了一遍 还把客厅通往阳台的玻璃门关好 拉上了窗帘 随后才坐到电脑前 池飞驰坐在沙发上 饶友兴趣地看着月水汽龟一通忙活 在月水汽龟坐下后 出声道 要不要再检查一下 屋里有没有窃听器 月水汽龟 伸到电脑键盘上方的手指顿住 很快收了回来 认真道 也对 你等我一下 我去楼下拿信号探测设备 不用检查了 池飞驰没想到月水汽龟 还真打算检查窃听器 出声阻止道 信号发射器 窃听器在运作期间会升温 就算有人将窃听器 安装在坐机电话内部 这种隐秘的地方 那种跟周围不太一样的温度色快 瞒不过飞驰热眼的探测 飞驰没说家里有窃听器 飞驰在茶几上支着一截身子 骄傲地对月水汽龟点了点头 飞驰很厉害嘛 不过 还是再等一下 月水汽龟夸奖了飞驰 起身将电视机打开 让电视播放着节目 才重新回到沙发上坐好 好了 这样就算有人在窗外偷听 也会被电视节目的声音干扰 没办法听清视频里的说话内容 池飞驰 小美已经检查过屋里屋外了 外面还有乌鸦在警戒 要是有人到窗外偷听 他们怎么可能发现不了 不过 月水这可能 就是观看大片之前的仪式感吧 她尊重并尝试理解 好了 小美 要开始了 月水汽龟点开视频之前 还招呼了小美一声 一股阴凉的微风吹过沙发 小美身影出现在了月水汽龟身旁 长发下的双眼直勾勾盯着屏幕 坐到了月水汽龟身旁 幽声道 我准备好了 桌上 飞驰也支起身子 盯着屏幕 月水汽龟操作电脑 打开了视频 视频开始播放 朱迪的声音也从电脑里传了出来 那么 你想要跟我见面说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呢 池飞驰没有关注视频播放 伸手拿起了茶几上的电视遥控 调到了晚间新闻频道 月水汽龟专注盯着电脑屏幕 在柯南对朱迪说出安石头的身份时 看到朱迪一脸错愕的脸部特写 忍不住笑了笑 很快 视频里出现了新角色 上前跟朱迪打招呼的中年男人 视频是以池飞驰的眼睛作为镜头拍摄的 由于池飞驰当时目光在中年男人手上停留 所以 视频也清楚地拍到了中年男人趁着朱迪抓住自己手臂 反手将一个黑乎乎的小东西放进了朱迪袖口里 月水汽龟本以为这一段只是朱迪和中年男人叙旧 没想到突然看到猛料 立刻暂停了视频 将视频往前倒了一段 把中年男人往朱迪袖口里放东西的过程重新看了一遍 惊讶问道 这 这个男人是什么人 他想做什么 波本 池飞池道 月水汽龟想起自己之前在林木特快列车上看过的对决 立刻反应过来 安石先生 他是过来探听情报的 池飞池点头 肯定了月水汽龟的猜测 月水汽龟没想到今天的特工情报交流 还有第三方掺和 觉得事情变得更有趣了 期待地继续看起视频来 视频中 安石透益荣成的中年男人放完窃听器没一会儿 女爬手就撞到了朱迪 随后 女爬手离开朱迪等人身旁 走向了月水汽龟 月水汽龟看到视频镜头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 知道这是因为池飞池当时一直在看自己 有些不好意思地悄悄看了池飞池一眼 在女爬手被手机铃声惊走后 月水汽龟被辉原哀和三个孩子围住 而朱迪 柯南和安石透益荣成的中年男人只是在谈论什么时候 在哪里见到了伤疤脸的事情 在之后 孩子们提醒朱迪 钱包丢了 朱迪 月水汽龟和少年侦探团往拜殿方向找去 再一行人离开后 视频依旧在拍摄樱花树下 月水汽龟看着某个撑伞的孕妇 走到了安石透益荣的男人身旁说话 又暂停了视频播放 池先生 这个孕妇和安石先生是一伙的吧 他又是什么人啊 帮安石益荣的人 池飞池给了月水汽龟提示 是大明星 不对 应该说是贝尔摩德 月水汽龟回忆了一下 在林木特快列车上 他也跟安石先生一起行动 他们两个人是搭档吗 不是固定的搭档 只是最近走得比较近 池飞池如石道 月水汽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见这段视频结束了 又打开了另一段视频 中途遇到事件 解决事件的那部分 池飞池解释道 因为我站在厕所屋檐上 有时候听不清你们说了什么 所以我没有录下来 后一段视频 是从杀人事件解决后 某个假孕妇出现在月水汽龟附近开始 一直到柯南将五人名单 发给朱棣结束 月水汽龟这一次 将整段视频全部看完 才疑惑地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袖口 口袋 池先生 贝尔摩德当时应该是 故意往我面前走吧 为什么 他想做什么 当时飞池在你身上 如果他往你身上放了什么东西 飞池一定会发现的 池飞池拿起了桌上的烟盒 大概只是想要接触一下你 波本 贝尔摩德 还有安石先生在列车上提到的雪莉 都是九名的代号 我想应该还有其他以九为代号的成员吧 月水汽龟 转头打量着池飞池 池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对吗 池飞池坦然点了点头 没错 我不想把这些事告诉你 是担心你听说过我的代号 或者一些事情之后 在别人试探时露出异样反应 你不是组织一员 按照规矩 我不应该把组织的事情告诉你 那个组织 月水汽龟转眉问道 有什么力量 可以威胁到你吗 说不上威胁 池飞池拿起桌上的火柴盒 神色平静道 我是自愿留在组织的 遵守规矩 只是为了避免麻烦 如果你知道太多 又被其他成员发现了 随之而来麻烦 其实也不是不能解决 不过可能需要 你到十五夜城待上一段时间 等我跟幕后主使确认 你不会被针对之后 我再接你回来 还是算了吧 虽然十五夜城像仙境一样 我也很喜欢那里 但是我还是想待在这里 月水汽龟看了看池飞池 小声道 等你认为那些事 可以告诉我的时候 你应该会告诉我的吧 池飞池看着月水汽龟 不说委屈 但委屈完全写在脸上的模样 有些好笑地提醒道 现在不是已经让你 慢慢了解情况了吗 月水汽龟愣了一下 想到池飞池让自己 看了林木特快列车上的对决 看了今天的热闹 意识到池飞池说的没错 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也 也对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 对了 你让我知道这些 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那就要看你的演技怎么样了 池飞池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从火柴盒中抽出一根火柴 划着火柴点燃了香烟 月水汽龟看到了池飞池 嘴角一转即逝的笑意 脸上忍不住露出笑容来 不要小看我 我以前在学校演过舞台剧 为了演好角色 在表演上下过一番苦功夫 我想 我的表演技术 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不过 要是遇到一些狡猾的试探 我不敢保证自己 每一次都能应付过去 所以 一些会带来大麻烦的秘密 你还是等到合适的时候 再告诉我吧 池飞池担心月水汽龟神经太紧绷 安抚道 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只要装作自己 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了 要是有麻烦 我会解决的 和谐愉快的气氛中 月水汽龟将两段视频 重新看了一遍 感慨着 FBI和某个组织的斗争太过复杂 陪池飞池看完晚间新闻 又拉着池飞池 看了两集更新的 《低于少女》 和两集推理电视剧 电视剧片尾曲响起时 月水汽龟放松下来 感觉到了困倦 转头看着 喝了两杯威士忌 还没有丝毫醉意的池飞池 池先生 你今天晚上 你有感觉到困吗 没有 还是老样子 池飞池没有隐瞒自己的状态 答应了月水汽龟等一下吃药 督促月水汽龟洗漱睡觉 自己也洗漱完毕 回到二楼 用手机回复了一下 今天收到的邮件 进入愤怒之醉体验期后 他感觉自己 就像每天喝了24杯强效咖啡 每个小时一杯 让自己一整天 都处于精神异议的状态中 而当身边没有人或者是分散 他注意力时 蒙哥玛丽家族的惨剧 总是在他脑海里重映 一会儿是背机的火刑 一会儿是非必艰辛的复仇之路 一会儿又是蒙哥玛丽家族 只剩下三两个人的衰败景象 一次次回忆下来 他心里除了恨意翻涌 隐约还多出一丝焦躁 在他没有行动时 那份恨意就变成了不断酝酿 寻找机会喷发的火山 这种状态下 他不适合做一些重大决定 或者参与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危险行动 所以 面对勤九去看好戏的邀请 他选择拒绝 拒绝的邮件发出去没一会儿 勤九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池飞池立刻接听了电话 喂 你邮件里说 最近睡眠不太好 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疾病复发了吗 只是有些失眠 最近两天需要服用安眠药入睡 暂时还没有出现其他症状 你跟那一位说过了吗 还没有 我是想多观察两天再说 哼 到现在为止 情况都没有好转吧 也没有恶化 我看你最好还是跟那一位说一声 要是最近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那一位可以直接安排其他人去处理 不用考虑让你去 池飞池被勤九说服了 跟勤九通话结束后 发邮件给那一位请了两天假 扶下一颗八小时药效的沉睡魔咒药片 到房间里躺下 这一次愤怒之醉体验 还有两天就结束了 接下来可能是愤怒之醉影响最严重的两天 提前请个假也好 主人 晚安 飞池在枕头上滚了滚 对枕头的柔软度感到满意 愉快地盘成一圈 池飞池闭上眼睛 不到两秒 又重新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 留意着脑海中涌现的回忆 这一次在他脑海里回放的记忆 不是蒙格玛丽家族的惨剧 而是属于原意识体的记忆 是那些被持家夫妇刻意忽视的童年往事 随着记忆而来的 还有早被埋在记忆深处的怨队 世界上最让人无法忘却的仇恨 一是至亲至爱被伤害 二是被至亲至爱伤害 愤怒之罪 这是打算双管齐下了吗 随着被俘下的药物起效 所有回忆迅速消失 池飞池心头怨恨感觉 也被困意冲得七零八落 重新闭上了眼睛 有些时候科学手段可以完美解决玄学难题 第二天 池飞池一大早就出门晨练 从七真探视物所 跑不到一个偏僻的露天运动场 做起了基础体能锻炼 飞池在运动场爬了一圈 又爬道场边护网上 跟落在护网上的小鸟 玩了一会儿你讨我追的游戏 沿着护网把整个运动场转了一圈 等小鸟离开后 倒挂在护网上 尾巴卷紧护网最上方的横杠 上半截身子在空中轻轻晃动 像一根随风飘荡的绳子 池飞池把基础体能训练都做了一遍 感觉心里那股随恨意而来的焦躁情绪 被宣泄了不少 走到飞池倒挂的护网前 低头观察了一下飞池的状态 确认自家宠物还活着 没有变成随风摇摆的尸体之后 才伸手拿下了搭在护网上的毛巾 将头上的汗擦掉 咦 挂在护网上的飞池 突然停止了随风摆动 倒挂着 双眼直勾勾看着护网外的街道 主人 我看到孩子们了 他们正在往这边来 池飞池看向街道 果然看到了少年侦探团全员 跟着一个年轻男人 从对面街道走过来 一行人的目的地 似乎也是这个露天运动场 穿过街道 静止走进了运动场 好 我们今天就先 咦 年轻男人发现运动场里有人 有些意外地看了过去 正好对上池飞池平静审视的目光 汗了汗 这 这里有人啊 是池哥哥 三个孩子看到池飞池 欣喜地快步跑上前 年轻男人见客男和辉元哀 也跟了过去 连忙动身跟上 光焰到了池飞池身前 激动问道 池哥哥 你来这里锻炼身体吗 池飞池点了点头 看着一群人问道 你们呢 袁泰握紧右手拳头 笑着往上举了举拳头 我们也是过来锻炼身体的 池哥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 不美伸手拉住池飞池的手 笑着对将池飞池 拉到年轻男人身前 这是浅川姓平哥哥 他住在这附近 很擅长飞盘运动 我们之前来这里踢球的时候 认识了他 他答应教我们玩飞盘的技巧 今天就是我们约好的飞盘运动日哦 你好 池飞池向浅川姓平伸手 我是 哎呀 浅川姓平惊恶地连退两步 瞪大眼睛盯着池飞池 夸张大喊道 我想起来了 你是那个大家口中超级冷漠 不近人情 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甚至连奖杯都懒得去拿的 冠军 静 池飞池 这个人是谁 他们认识吗 不每疑惑看看浅川姓平 又看看池飞池 超级冷漠 辉原挨黑着脸 不近人情 他家哥哥 哪里不近人情了 柯南 这种形容 好像也可以用在辉原身上 光燕一脸好奇地看着两人 冠军 池飞池垂眸看了看自己 停在空中的手 感觉心里刚发泄的差不多的焦躁情绪 又回来了一些 抬眼盯着浅川姓平 语气冷淡道 别人想跟你握手的时候退开 会不会不太礼貌 啊 浅川姓平上前两步 双手握住池飞池的右手 一脸认真的俯身鞠躬 对不起 刚才真是太失礼了 池飞池 不美总能在周边 找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来结识 灰云爱 这种反应 又有些正中过头了吧 柯南怀疑浅川姓平的精神状态 是不是也不太好 出声问道 池哥哥 你们认识吗 池飞池 不认识 浅川姓平 当然认识啊 柯南半月演道 你们要不要先沟通一下 池飞池打量着浅川姓平的脸 一脸平静地 将自己右手抽了回来 抱歉 我确实不记得了 会不会是同学之类的 不美猜测到 姓平哥 今年是21岁吧 池哥哥是20岁 你们年龄很相近哦 光业一脸无奈的伏额 如果不是同班同学的话 池哥哥应该不会记得吧 不是同班同学 甚至不是同校同学 我们只是以前 飞盘射击比赛上见过了 浅川姓平对孩子们笑了笑 又有些激动地 对池飞池道 也难怪你不记得我 我还记得比赛那一天 你上场拿起气枪 拼拼拼一阵射击 把飞盘全部打下来 然后就下场直接离开了 那天我在场边 为我朋友加油 当时就感觉 你真是太酷了 而且 你的眼睛同色很特别 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你 对了 我朋友就是在你之后出场的参赛者 因为你之前表现得太好 他上场时斗志昂扬 还破了自己之前的练习记录 得到了第二名 不过你结束射击之后就离开了 宣布成绩的时候也不在场 连奖杯都没有拿 应该也不记得他 袁泰了然道 所以你才说 池哥哥是连奖杯都懒得去拿的冠军啊 那么 超级冷漠 不尽人情 又是怎么回事呢 回云埃一头黑线地问道 浅川姓平 见吃飞食看着自己 憨了憨 一脸不好意思地笑道 那天我觉得你很酷啊 所以就留意了一下你的信息 你的同校同学 是说你不太喜欢跟大家相处 孤僻又冷漠什么的 刚才我认出你来 心情太激动了 所以就下意识地说了一大堆 不过 我真的没有恶意哦 坦白说 就是因为那天 你让我看到飞盘射击有多酷 所以我才开始玩飞盘呢 光彦看得出 浅川姓平确实很激动 干笑着道 可是 飞盘射击和飞盘 虽然都有飞盘 但本身是 两种不同的运动 也差太多了吧 没办法啊 浅川姓平笑着挠头 我实在没有射击天赋 就连练习飞盘射击之前的固定把射击 我都没办法搞定 只能打中靶子边缘 然后某一天看着我朋友 练习飞盘射击 我盯着空中的飞盘看了一会儿 突然想到 既然自己没有射击天赋 那不如只玩飞盘好了 这样我也不用 为了射击成绩而头疼了 开心最重要吗 姓平哥放弃了射击 却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运动 不美笑咪咪对浅川姓平道 你玩飞盘很有天赋 也很厉害啊 浅川姓平 被人类幼崽的甜言蜜语 哄得没开眼笑 哪里 我只是玩飞盘的时间比较久 累积了一点经验而已 你们只要玩上几次 一样可以很厉害的 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光业玉玉玉世 对了 池哥哥要不要也跟我们一起玩啊 池飞池不介意多运动一下 被期待看着自己的孩子们点了点头 三个孩子欢呼出声 好耶 浅川姓平比三个孩子更兴奋 好耶 池飞池 柯南 辉云哀 喂 这人真的是个成年人吗 飞赤爬到护网横杠上 用尾巴啪啪打了打护网 提醒孩子们不要无视自己 浅川姓平抬眼看着吐蛇杏子的飞赤 脸色瞬间煞白 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不敢动弹 是飞赤啊 不美笑着上前向飞赤伸手 在飞赤低下头时 轻轻摸了摸飞赤的脑袋 你也想要一起玩吗 袁泰看看浅川姓平手里的飞盘 又看看飞赤的头 可是飞盘比飞赤大出很多爷 飞赤应该没办法接住吧 我想飞赤一不小心 就会被飞盘砸飞的 辉云哀走上前 点脚伸手 将飞赤从护网上拎了下来 放到肩膀上 不过 飞赤可以跟我组队 我们一起接飞盘 飞赤身躯 在辉云哀手臂上缠了两圈 轻腻地将头凑到辉云哀脸旁 吐了吐蛇杏子 光艳见浅川姓平 一脸惊恐盯着飞赤 连忙介绍道 姓平哥 飞赤是飞赤割养的宠物蛇 它很乖的 是 是吗 浅川姓平脸上勉强挤出笑容 不好意思啊 我没怎么接触过蛇 等你跟飞赤熟悉一些 你就会知道 它其实很可爱的 光艳笑道 我们现在先玩飞盘吧 浅川姓平把注意力放在飞盘上 脸色好转了不少 好啊 上周我已经教过你们扔飞盘的技巧 这一周我打算教你们接飞盘的技巧 不过 池先生上周没有参与我们的飞盘活动 我想先确定一下 池先生 你之前有玩过飞盘吗 没有 持飞池如石道 浅川姓平不太习惯持飞池 显得冷淡的平静语气 汗了汗 很快又热情地介绍起来 玩飞盘很简单的 两人相隔一段距离站好 一人把飞盘用力扔出去 扔得尽可能远一些 另一人在飞盘飞向自己时 将飞盘接住 可以跑动或者跳跃 这是一种很自由很随意的运动性游戏 既然你之前没有玩过飞盘 我先教你一些扔飞盘的技巧吧 然后你来扔 我来接 我接的同时 给孩子们示范一下接飞盘的技巧 你看怎么样 持飞池点了点头 那就麻烦你了 不用这么客气 浅川姓平立刻高兴地 将自己掌握的扔飞盘技巧 告诉持飞池 一边说着 一边站到持飞池身旁 手拿飞盘比划着动作 教得十分细致 少年侦探团五个孩子 站在一旁看着 就当复习上周学会的技巧 倒也不觉得无聊 好了 大概的技巧就是这些 不过知道技巧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 你还需要实际操作 来让自己将技巧全部掌握住 所以你 暂时记不住也没关系 练习中慢慢掌握就可以了 浅川姓平 把手里的飞盘 塞到持飞池手中 笑着动身跑开 接下来 你就亲自试一试吧 记住我跟你说的技巧 把飞盘往我这个方向扔 尽可能扔得远一些哦 持飞池抛了抛手里的飞盘 估测了一下飞盘的重量 等浅川姓平跑到远处站好 才收着一些力气 将飞盘扔了出去 你第一次 浅川姓平笑着开口 话没说完 就看见飞盘在自己身侧 划过一道弧线 搜一声越过自己 飞向了自己身后 碰 飞盘边缘 砸到了场地边缘的护网上 很快被弹得再次往回飞 浅川姓平 转头看着飞盘 重新从身后飞向自己 一脸呆滞 喂 第一次扔可以扔这么远就算了 为什么池先生还可以 让飞盘撞上护网后 往回飞 是飞盘以弧线轨迹飞出 只以边缘最小的截面 撞到护网的缘故吗 或许也有力气的原因 看那护网上的凹痕 他就知道自己之前感觉到 飞盘带起的风过于凌厉 没有伸手去接飞盘是正确的 刚才飞盘飞过去的力道太可怕了 要是掌握不好接飞盘的角度 他伸手出去 一定会受伤的 不像现在往回飞的飞盘 他伸手就能接 浅穿姓平往旁边移动了一步 抬手稳稳接住了飞盘 好厉害啊 不美笑着鼓掌 池哥哥和姓平哥都好厉害 浅穿姓平 他好像只是看到飞盘飞到了身边 快要掉到地上了 横跨一步接住了飞盘而已 这也能说厉害吗 不好意思 我没有扔飞盘的经验 刚才没有控制好力气 是非是认真反思了自己的失误 只用刚才一半的力气 应该就可以了 浅穿姓平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道 没错 对于小孩子和力气小的人来说 扔飞盘 一定要用正确发力方式 用力把飞盘扔出去 但是本身力气大的人 在掌握正确用力方式后 一下子就可以把飞盘扔得很远 所以还是需要收一收力气 你刚才扔飞盘的动作 发力的角度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接下来就教你们 接飞盘的技巧吧 紧跟着 浅穿姓平开始了接飞盘教学 同样一边说 一边拿着飞盘笔画 教得认真又细致 讲解完技巧后 浅穿姓平又拉上持飞盘 给孩子们做示范 自己跟持飞盘拉开距离 将飞盘扔向持飞盘 为了避免手被砸痛或者砸伤 不能直接伸手去接 要先让身体移动到飞盘前方 完美 池先生 把飞盘扔给我吧 让飞盘飞得高一些 我来示范跳起来接飞盘的动作 持飞盘以标准动作接出了飞盘 又把飞盘扔向浅穿姓平 浅穿姓平跳起接住飞盘 站稳之后 拿着飞盘道 可以吗 持飞持点了点头 在浅穿姓平将飞盘扔回来之后 再次以标准动作将低空飞来的飞盘接住 比浅穿姓平接得还要轻松自然 好 接飞盘的技巧就只有这么多 大家也来练习一下吧 浅穿姓平笑着跟孩子们说话 心里泪流满脸 其实扔飞盘 接飞盘的技巧理论并不复杂 说来说去就只有那么几点 可是很多人听完理论之后 实际上手还是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 比如 眼手配合度不够 或者控制不好发力角度 他刚接触飞盘时 也练习了一段时间 才掌握这些技巧 他以为自己很有飞盘运动的天赋 结果池先生过来听一听 看一看 居然就把技巧全部掌握 快得有些过分了吧 在五个孩子练习接飞盘 扔飞盘之后 浅穿姓平发现 孩子们也有出错的地方 这才找到了一些信心 上前纠正着孩子们的动作 池飞迟到附近便利店 买了气瓶矿泉水 用袋子拎到运动场上 等孩子们练习停止之后 将矿泉水分发下去 谢谢你啊 池先生 浅穿姓平接过矿泉水 笑着道谢 又对五个孩子道 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等一下我们再玩飞盘接龙游戏 一群人站在场地上休息 喝水聊天 上周我们也来这里练习过 会员爱对迟飞迟到 就是我们见到 雨田秀吉先生那一天 在街上遇到工本警官之前 这周约定好的时间 原本是明天 不美笑道 不过博士说 园子姐姐邀请我们明天 去看林木塔的开放典礼 我就打电话跟姓平哥上了 把飞盘练习时间 改在了今天 真的很感谢姓平哥 光严认真道 不仅叫我们飞盘技巧 还愿意迁就我们的时间 也没什么了 浅穿姓平 我们的花言巧语 哄得没开眼笑 反正我也要找人一起玩飞盘 有你们陪我一起玩 我很开心呢 休息了一会儿 一行人把矿泉水瓶放到了场边 再次回到场上 为了每个孩子都能扔飞盘 接飞盘 浅穿姓平把队伍分成两队 自己和吃飞驰各带一队 让孩子们自由加入 会员爱毫不犹豫地选择 和吃飞驰一队 加上不美 光艳 三人跟着吃飞驰站在原地 浅穿姓平带着袁泰 柯南退远一些 拉开了距离 笑着喊道 那么就由不美开始吧 不美扔给我 我扔给池先生 池先生扔给柯南 柯南扔给小哀 小哀扔给袁泰 袁泰再扔给光艳 最后 光艳再把飞盘扔给我 我们先这样循环两圈 那我开始了哦 不美提醒着 将飞盘扔了出去 为了让浅穿姓平能够接到 尽量把飞盘往高处扔 浅穿姓平跳起来接住了飞盘 又扔向了池飞池 池先生 不过池飞池并不介意陪五个孩子玩 伸手接住了飞盘 再把飞盘扔向柯南所在的位置 柯南 柯南 接好哦 浅穿姓平大声提醒 柯南盯着飞盘飞行轨迹 刚想移动到旁边接飞盘 一只中型犬突然跑进了场地 在柯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狗踩着柯南的被跳了起来 用嘴咬住飞盘 潇洒落地 啊 不美 袁泰 光艳看到飞盘被狗叼走 都呆住了 柯南被狗踩地亮呛了一下 一脸无语地看着 某只突然加入飞盘游戏的中型犬 中型犬却没有在意 自己刚才抢飞盘的行为 是不是过于粗暴 高兴地摇着尾巴 叼着飞盘 跑到池飞池面前 池飞池俯下身 从中型犬口中接过了飞盘 伸手轻轻拍了拍中型犬的狗头 汪汪 中型犬欢快地叫出声 会员哀见中型犬没有表露出敌意 笑着 伸手摸了摸中型犬的头 乖孩子 柯南一脸无语 这只狗可是踩着他的背 跳起来皆非盘爷 这样还能叫乖吗 一个戴着眼镜 穿着米色长风衣的老妇人 走进运动场 出身换道 松支柱 回来 哇 中型犬立刻跑到了老妇人脚边 浅穿姓平看到老妇人走向自己 笑着跟老妇人打招呼 奶奶 早啊 姓平 老妇人皱起了眉 神色显得有些严厉 你又没有去工作 一大早就在外面玩了啊 浅穿姓平有些尴尬 我没有在玩了 姓平哥 他不是在玩了 光雁出声 帮浅穿姓平说话 他每周都在这里 叫我们飞盘的技巧 原太道 这是训练了 而且他热情亲切 不美道 是个很好的人呢 这跟玩也没什么两样吧 老妇人依旧皱着眉 对浅穿姓平不满道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总是跟小孩子玩这种游戏 而且因为你 松支柱每次看到飞盘 就会忍不住跑去见 这只狗狗叫松支柱吗 不美看着乖乖 站在老妇人身旁的中型犬 笑着夸赞道 他好可爱啊 老妇人发现柯南扭头 看身上的外套 看到了柯南外套 后背处的狗脚印 走到柯南面前 蹲下身 动手脱着柯南的外套 外套是松支柱 刚才弄脏的吧 你放心 我会帮你洗干净 再还点你的 柯南愣了一下 见老妇人利落地 扒下了自己的外套 连忙卖蒙出声道 不用了 这点脏不要紧的 不行 这种时候 我一定要负起责任 老妇人压根不吃柯南卖蒙那一套 起身把柯南外套折好 抱在臂弯中 严肃地对柯南道 不然你父母发现之后 要是找我抱怨 我可受不了 柯南 真是一位油盐不敬的老婆婆 奶奶 你等一下回去吃早餐了吧 浅穿性瓶 笑着出声缓和气氛 也让我一起吃吧 等你好好工作 把我之前借给你的钱 还我之后再说 老妇人美好气道 浅穿性瓶 感觉尴尬到了极点 呃 我知道了 好了 我先回去了 你等一下把我的住址 和家里的电话 告诉那个孩子 也可以直接告诉他的父母 老妇人蹲下身 给松支柱拴上绳子后 抱着柯南的外套 牵狗离开 可以的话 你也记一下他家里的联系方式 等衣服 洗好之后 我会把衣服送过去给他的 是 浅穿性瓶看着老妇人离开 无奈叹了口气 又对池飞池等人笑了笑 不好意思啊 我奶奶他性格就是这样 牢牢叨叨爱训人 不过他没有恶意的 池飞池点了点头 很多老人家说话 都比较直接 可以理解 而且老太太说 这跟完没什么两样 他也认可 他们在这里丢飞盘 既不是为了比赛而进行训练 又不是在工作 那当然就是消遣娱乐了 池哥哥有时候说话同样很直接 会员挨看了看其他孩子 我们都习惯了 光艳失笑 这么说也是 会员也是这样吧 柯南忍不住调侃会员挨 总是在大家高兴的时候 泼冷水 会员挨冷眼瞥着柯南 我只是想让你们清醒一点而已 以免某些人遇到感兴趣的事 就得意忘形了 柯南 想想自己不止一次 在推理中兴奋起来 表现得很不像小孩子 他就没办法反驳会员 好了 我们继续玩飞盘吧 浅穿性评 担心气氛再次变僵 笑着招呼道 既然飞盘被松支柱 送回了池先生手中 那我们就按照刚才的顺序继续 池先生再扔一次飞盘 让柯南来接 飞盘游戏持续了半个小时 期间没有再出现任何意外 五个孩子跑跑跳跳 身体算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浅穿性评见孩子们跑累了 及时叫停了游戏 将自己家的住址 电话告诉了柯南 又让柯南把家里电话告诉自己 随后才跟池飞池一行人告别 抱着飞盘回家 博士昨天很神秘地说 他给我们准备了礼物 让我们今天到他那里去 光夜目送浅穿性评离开后 激动地提议道 我们干脆现在就过去吧 可是小兰姐姐今天上午打算收拾屋子 柯南道 我要回去把我的东西整理一下 我出了一身汗 要回七真探事务所去洗澡换衣服 池飞池道 池飞池和柯南都准备回五丁目 而会员埃和三个真孩子 决定去二丁目的博士家 双方在街口分别 池飞池先送柯南到毛利侦探事务所 将柯南外套被狗弄脏 狗主人主动把外套拿去洗的事情 告诉了毛利兰 随后才回到七真探事务所 月水七龟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把自己工作室里的东西 重新整理了一遍 做好了营业准备 池飞池洗澡换了衣服 吃过早餐后 带着笔记本电脑到了楼下 蹭月水七龟的工作室办公 把需要看的资料全部看完 两人把手头的事情完成 又到楼上吃了小美煮的 长宇村酱料 风味拉面 月水七龟饱餐了一顿 放下筷子 笑眯眯地评价道 小美做的拉面 真是越来越好吃了 那种超美味拉面差了 小美从地面冒了出来 声音忧森道 谢谢您的夸奖 我想告诉您 现在有一个年轻女人 在院子门口看事务所牌子 看上去像是有事 找侦探的委托人 月水七龟这些日子 看过小美从地面冒头 从电视机里冒头 从书架后冒头 从餐桌或者茶几下冒头 对于小美冷不丁出现 已经有了很强的免疫力 注意力放在小美后半句话上 有委托人上门了吗 我这就下去看看 池飞池看到月水七龟 急急忙忙往楼梯走 起身跟上去 楼梯抖 别跑那么快 知道了 月水七龟 看着抖而窄的楼梯前 乖乖放慢了脚步下楼梯 到工作室门口时 整理了一下衣服 伸手打开了工作室的门 工作室通往院子的玻璃门大开着 外面阳光照进了屋 在月水七龟走进工作室时 一个年轻女人也到了玻璃门前 年轻女人衣着款式简约 但颜色明艳 头发盘在脑后 脸上化着淡妆 打扮得十分精致 看到屋里的月水七龟 主动走进了屋 声音温和地跟月水七龟打招呼 是月水侦探吗 你好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月水七龟笑着走上前 看向身旁的沙发 请坐下说吧 池飞池关上了工作室 通往走廊的门 走到茶水台前 把热水器的开关打开 又从柜子里 找出了装茶叶的盒子 年轻女人和月水七龟 面对面坐下后 转头看向池飞池 这位 是我男朋友 月水七龟正式地 向陌生人介绍着池飞池 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笑了笑 又对年轻女人道 如果你想要说的事情 不方便有其他人在场 我可以让他回避 池飞池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转头看着两人 侦探的工作 不只是找猫找狗找人 还经常遇到一些 堪比狗血家庭伦理剧的委托 有的委托人不愿意 家里的事被太多外人知道 那样他回避一下也没关系 不用 年轻女人连忙笑着摆了摆手 我说的事不是什么隐私 有其他人在场也没有关系的 我只是想起 月水侦探在接受采访时 说自己有男朋友 没想到今天过来能够见到 稍微有些意外呢 月水七龟 见女人态度和善又好沟通 对女人好感大增 笑着问道 那请问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北板香芝 请您多多指教 年轻女人 声音依旧温和地自我介绍着 从外套口袋里 拿出一个信封 递向对面的月水七龟 目光诚恳道 我今天到这里来 是希望您可以帮忙解开这个暗号 暗号 月水七龟 好奇接过信封 打开信封 拿出了里面的卡纸 是的 我大学时期推理社的校友就要结婚了 对方今天下午四点 举办结婚派对 却没有说明地点 寄来的邀请函 只有一张暗号纸 我解不开这个暗号 就想找侦探来帮忙 北板香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又道 当然了 我会支付报酬的 我会帮忙的 月水七龟 看了看卡纸上的图画 将卡纸放到茶几上 不过还需要您填写一份委托书 北板香芝笑着点了点头 好的 没问题 池飞池从办公桌上 拿了打印好的委托书和圆珠笔 送到茶几旁 将委托书和圆珠笔 一同放到了北板香芝面前 麻烦你了 池先生 月水七龟 没法像毛利小五郎一样 心安理得地 让池飞池给客人拿委托书 向池飞池表达了谢意 才向北板香芝 介绍委托书的内容 香芝小姐 委托书上打印了调查内容 酬经填写栏 和双方的责任划分事项 譬如 委托人要尽量向侦探提供 自己可以提供的真实线索 不要故意提供错误线索 误导侦探调查 还有 侦探在没有得到委托人同意的情况下 不能用委托人的隐私来获利 这些事项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如果客人有高度保密的需求 我们还可以另外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书作为补充 不过 我想 您委托的事 应该不需要签保密协议书了吧 北板香芝又笑着点头 是的 这种委托 确实不需要再签什么保密协议了 那么 请您在调查内容那一项 填写上委托内容 写解暗号就可以了 月水气规指导着北板香芝 填写委托书 至于酬经 就等我具体看过暗号之后再说吧 如果我没办法 帮你解开暗号 或者无法让你准时赶到结婚派对会场去 我当然不能收取你的酬经 另外 要是解开暗号 不需要消耗其他东西 我保证酬经不会超过1000日元 要是解开暗号 必须消耗价格高于1000日元的物品 就需要您来提供消耗品 您看这样可以吗 没问题 那麻烦您在委托人一栏签字 再填写一下联系方式 委托书上有七真探事物所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我也提前再接受委托一栏签过字了 等一下 我会把委托书复印一份给您 北板香芝 在月水气规的指导下 很快填写好了委托书 池飞池把热茶端上桌 顺手将委托书拿到旁边复印了一份 转身将委托书和复印件送到茶几上时 就看到柯南站在门外探头往里看 柯南 池哥哥 我打算去博士家找大家玩 刚才打电话到博士家的时候 会员让我过来问问 你和七龟姐要不要去 柯南走进屋里 看像坐在沙发上的北板香芝 七龟姐姐 这里有客人吗 是啊 这位北板香芝小姐 有事找我帮忙 月水七龟对柯南笑道 我要赶在下午三点前 把她的委托完成 现在没办法去博士家 是什么样的委托啊 柯南好奇走到茶几旁边 池飞池一看就知道 柯南暂时是不会离开了 转身到茶水台前 又倒出了两杯热茶 月水七龟看了看北板香芝 想到这不是什么隐私委托 就直接告诉了柯南 是暗号 香芝小姐大学时期推理社的校友 要在某个地方举办结婚派对 时间是今天下午四点 地点却没有说明 寄来的邀请函 是一张暗号纸 她解不开这个暗号 所以过来求助 暗号 柯南听到暗号就两眼放光 看到茶几上的信封和卡纸 伸手拿了起来 是这个吗 没错 月水七龟肯定道 就是这个 池飞池把两杯热茶端到茶几旁 将其中一杯放在了柯南面前 谢谢池哥哥 柯南同音乖巧地道谢 看了看卡纸上的图画 又问道 池哥哥看过这个暗号了吗 池飞池把自己那杯茶 放到了茶几上 还没有 很有趣哦 柯南眼里 带着遇到挑战的兴奋神采 是一张很特别的图画 池飞池来了一丝兴趣 坐到沙发上 探头看向柯南手里的卡纸 既然连柯南都说暗号有趣 那就说明 这个暗号没那么容易解开 可以挑战一下 白色卡纸 比成年男性的巴掌大上一点 上面印着一幅特别的图画 一只手向着河道伸出 手背向上 五个指甲 从小指到大拇指 依次涂成了黄色 绿色 蓝色 红色 白色 无名指上画有戒指 在大拇指前端 有一个眉红色的五角星 河道更远处 是架在河岸上的一座桥 和都市的高楼大厦 另外 在图画左下角 还用黑色笔写了 二分之一 五千分的数字 池飞池看到图画的一瞬间 就想起 这是原剧情里发生的一起事件 不仅想起了这个暗号的解读答案 连北板相知和结婚派对 举办者的爱恨情仇 都回忆了起来 心里的一丝期待 随之被磨灭 侧头看了看身旁满脸期待的柯南 起身离开沙发 很好 他没得挑战了 那大家就一起失去解谜的快乐吧 咦 柯南没想到 池飞池看了图画一眼 就起身离开 疑惑看着池飞池往书架前走去 池哥哥 我拿地图 池飞池到了书架前 蹲下身从书架下 排翻出了东京地区的地图册 柯南把卡纸和信封 放回茶几上 看着卡纸上的图画 目光很快锁定了图画左下角的数字 是因为图画左下角那个 二分之一 五千分的标注吗 的确 在这个地方的标注 像是提醒我们 去看两万五千分之一缩放的地图 月水七归明白了柯南和池飞池的意思 低难着 继续打量整张图画 图画上的手 在无名纸上画了戒指 应该是表示结婚的意思 而大拇指 前方有一颗五角星 应该是指结婚派对的地点吧 图上的手 每根手指的指甲 都涂成了不同的颜色 柯南思索着道 这说不定也是一条重要线索 黄色 绿色 蓝色 红色 池飞池将地图册翻到了其中一页 拿着地图册到了玻璃门前 月水把那张暗号纸拿过来 啊 好的 月水七归不知道池飞池想做什么 不过还是选择照做 拿起卡纸到了池飞池身旁 柯南眼皮跳了条 立刻动身跟上月水七归 喂喂 池哥哥不会已经解开暗号了吧 不会吧 怎么可能这么快 图画左下角的二分之一 五千分 确实是提示我们 看两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 而图画上的手 远远对着架在河岸上的桥 就是提醒我们看桥 另外 手指指甲不同的颜色 也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池飞池把地图一页 按到玻璃门上 让透过玻璃门的阳光 把那页地图照得透亮 左手按住地图侧 右手接过了月水七归手里的卡纸 放在了地图上 于天川上 就有以这种颜色顺序来排列的桥 黄色的桥是藏前桥 带着一点黄色调的绿色桥是旧桥 蓝色的桥是居形桥 深红色的桥 则是无漆桥 随着池飞池调整卡纸的角度 图画上的手掌指甲 与地图上横跨于天川的一座座桥梁重合起来 小纸黄色指甲与藏前桥重合 无名纸绿色指甲与旧桥重合 中纸蓝色指甲与居形桥重合 十纸红色指甲与无漆桥重合 四座桥的位置与图画指甲的位置 完全重叠在一起 分毫不差 池飞池继续说道 而图画大拇指 前方那个五角星所在的位置 就是举办结婚派对的地方 月水七归 看着图画五角星与地图重合的地方 灵木塔 北板相知惊叹出声 好 好厉害啊 柯南在一旁打量着卡纸图画和地图 心里确认这种解读完全没有问题 突然想起池飞池说过 我不擅长解暗号这种话 心里呵呵一阵笑 他连坐都还没坐下 茶也没能喝一口 池哥哥看了一眼暗号纸 就把暗号解出来了 如果这都不算擅长解暗号 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人能说 自己擅长解暗号 池哥哥就是骗子 大骗子 池飞池在月水七归 念出灵木塔这个地名后 就将暗号卡纸取了下来 递给月水七归 自己将地图策合上 月水七归把卡纸还给了北板相知 相知小姐 我认为池先生的解读没有问题 你那位推理社校友 举办结婚派对的地方 就是灵木塔 谢谢两位的帮助 北板相知欣喜道谢 又主动问道 请问 我该支付多少报酬呢 这个 月水七归犹豫着看向池飞池 这是你的委托 你来决定 池飞池动手 将地图策装进了盒子里 送回书架上 月水七归 对北板相知和善态度很有好感 想想这种三两下解决的委托 收费多了 显得不厚道 收上几百一千 还不如做个人情 对北板相知笑道 既然解谜没有消耗什么材料 也没耽误我们多少时间 酬金就不用给了 啊 北板相知有些惊讶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真的不用了 月水七归语气肯定的表态 让北板相知知道自己没有假惺惺的客气 到了茶几旁 俯身用笔把委托书和复印剑上的酬金一栏化掉 笑着将复印剑递给了北板相知 以后有需要再过来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北板相知跟到茶几旁 感激地对月水七归笑了笑 接过月水七归递给自己的复印剑 折叠了两道 装进外衣口袋里 真的十分感谢两位的帮助 不用那么客气 月水七归看向墙上的挂钟 对了 你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再离开吗 现在是下午一点半 距离下午四点 还有两个半小时 从这里搭电车到林木塔 大概只要半个小时 你可以带到下午三点再出发 这样也完全来得及赶到现场 不用了 时间早一点也没有关系 我想提前过去 北板相知把暗号卡纸装进信封里 同样放进外套口袋里 伸手拿起自己放在沙发上的包 对月水七归笑道 如果我到了那里 结婚派对还没有开始 我就在林木塔目前开放的区域转一转 我还没有去那里看过呢 在北板相知拿包时 皮包底部边缘撞到了沙发扶手上 包内传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柯南有些疑惑地 看向北板相知手里的包 包里装了什么重物吗 是平板电脑之类的电子产品 听起来不像 是装礼物的铁盒 砖头 好像也不是 奇怪 这个声音实在太特别了 应该不是什么常见的生活用品 北板相知把包拿在手里 视线放到站在沙发旁的柯南身上 笑着道 而且小朋友不是来找你们去朋友家里玩吗 你们去吧 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留你了 月水七龟送北板相知到门口 慢走 谢谢您 北板相知转身对月水七龟拘了一躬 随后沿着石板路往院子外走去 好了 委托解决 月水七龟对走到自己身旁的池飞池笑道 虽然没有拿到委托费 但我们也没担得太长时间 现在可以和柯南一起去博士家了 等一下我把电话号码牌放在门口 要是今天还有委托人上门 可以让委托人打电话联系我 池飞池看着北板相知走到院门口的背影 想到要是北板相知出了事 自己和月水七龟肯定还要配合警方调查 决定像原剧情那样把这件事彻底解决 出声道 北板小姐刚才不小心让包撞到了沙发扶手 当时包里面传出了一声很奇怪的闷响 闷响 月水七龟回响着 其实我也听到了 应该是沉重物品受到撞击后发出的声响 像不像手枪 池飞池更直接地给了提示 他记得原剧情里 北板相知是去毛利侦探事务所 委托毛利老师姐暗号 离开时不小心让包撞到了茶几上 撞得桌子一声闷响 而刚才北板相知的包是撞在了沙发扶手上 因为扶手皮料下方还有海绵缓冲 所以沙发扶手在撞击中发出的闷响声并不大 闷响更多是由包里的东西发出的 同时还伴随着一些沉重金属物受到撞击后的余音 这种声音特殊又罕见 没人提醒的情况下 月水和柯南可能一时想不到手枪 但只要有人提到手枪 好 好像是月水七龟回响着那个声音 骤起了没 可是 香之小姐怎么会带着那种东西 万一是其他东西 比如沉重的盒子之类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跟上去看看吧 柯南脸色凝重地说着 就动身往外跑 根本不给月水七龟反应的时间 让柯南先跟着 我们去开车 池飞池伸手将工作室的玻璃门关上 转身路过沙发时 顺手将茶几上的委托书拿了起来 从另一道门离开工作室 到玄关处换好了鞋 才拿着委托书出门开车 柯南快步跑出院子 看到北板香之往街口走 悄悄跟在了北板香之身后 北板香之走到街口 拦下一辆出租车 坐上车离开 出租车刚开走 一辆红色雷克萨斯SC就开到了柯南身旁 柯南看到车子停下 直接打开后座车门坐上了车 池飞池在柯南关好车门后 又立刻开车跟上了前方的出租车 月水七龟在心里感慨着 两人配合默契 低头看向池飞池上车时 递给自己的委托书 相知小姐之前 把委托书复印件 邀请函都放进了外套口袋里 虽然有人习惯随手把东西放进口袋里 但他这么做 也有可能是因为包里装了不能被人看到的东西 所以他才不愿意打开皮包 把其他东西放进皮包里 加上那个奇怪的撞击闷响声 我们确实有必要跟去看一看 相知小姐之前 还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柯南没有好好坐在后座 向着前座探身 或者他有没有在提到某件事时 表现出了愤怒或者失落的情绪 相知小姐只是比你早到一会儿 我问过他委托内容 陪他填了委托书之后 你就到了 月水七龟回忆着跟北板相知接触的过程 然后你也看到了 池先生很快就解开了暗号 他也就离开了 我们没有聊过私人话题 他也没有在谈话期间 表现出愤怒或者失落的情绪 柯南也跟着努力回忆 我们跟相知小姐接触的时间很短 线索还是太少了 要不要打电话去他家里问一问 池飞池没给两人思考的时间 继续加速推动事情发展 北板小姐在填写委托书时 说过他跟父母住 我们只要打电话去他家里 就能向他父母了解一下他最近的情况 看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者受了什么委屈 月水七龟反应过来 立刻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照着委托书上写的家庭电话拨了出去 宁波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明后再拨 柯南往前坐探着身 听到了月水七龟手机里的提示音 皱眉道 应该没人会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记错吧 他应该是故意留了一个错误的号码 月水七龟挂断电话 回想着道 这么说的话 他在委托书上写上自己的手机号码之后 向我确认过是不是也要填写家里的号码 我告诉他方便就写上去 他填写到家庭电话最后一个数字时 一脸为难地犹豫了一下 才把数字给写上去 我想 会不会只有最后一个数字是错误的呢 如果是这样 事情就简单了 总之 我们更换一下电话号码最后一个数字 一个个打出去试试看吧 柯南拿出自己的手机 对照着委托书上的电话号码输入 将最后一个号码替换成了0 把号码拨了出去 从0开始 电话响了两声 被一个中年女人接听 喂 这里是北板家 柯南没想到 第一次尝试就拨对了电话 愣了一下 想到自己没有想好说辞 向月水七龟头去求助的目光 月水七龟也猛了一下 回过神来之后 果断把事情甩给柯南 低声催促道 随便说点什么 快点 柯南 喂 七龟姐姐和香芝小姐 同样是年轻女性 由七龟姐姐来接电话 说自己是香芝小姐的朋友 这样还比较容易糊弄过去吧 他一个小孩子能说什么 电话那头的中年女人发现没有回应 疑惑问道 请问是哪一位 那个柯南硬着头皮上阵 想着搞不定就把事情推给月水七龟 打开了通话免提 伯母好 我是江户川柯南 中年女人更加疑惑 江户川柯南 咦 柯南 电话那头 有年轻女生传来 让月水七龟和柯南一愣 这个声音很耳熟啊 是他们认识的人 电话里传出年轻女生 和中年女生的对话 抱歉 电话能不能让我听一下 啊 好的 喂 柯南吗 年轻女生道 我是警示厅的佐藤 佐藤警官 柯南这才听出 是佐藤美盒子的声音 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北板家 北板家出什么事了吗 北板家确实出了一点事 佐藤美盒子说得很含糊 我跟高奴过来处理一下 柯南觉得 靠自己 很难让佐藤美盒子透露情况 直接搬出了池飞池和月水七龟 池哥哥和七龟姐姐 也在我旁边哦 其实是池哥哥 让我打电话过去的 池飞池 他 好吧 打电话去北板家 确实是他的主意 说电话 是他让打的也没有错 池先生 佐藤美盒子有些意外 是 池飞池没有在这种时候掉链子 出声道 佐藤警官 能不能告诉我们 北板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说不定可以帮上忙 这个嘛 佐藤美盒子犹豫了一下 压低声音道 老实说 这家人报案说 有一把手枪遗失了 遗失的手枪 是就陆军志 14年师的自动手枪 是这家男主人 北板道雄先生的父亲 信雄先生去年去世之后 家人在整理他遗物时意外找到的手枪 按理来说 发现了军用枪线 他们应该要马上把枪交给警方 可是道雄先生觉得 那是父亲的遗物 就将手枪和一同发现的五枚子弹 悄悄留在了家里 藏了起来 现在就是那把手枪失窃了吗 月水七归问道 没错 我们调查过屋内 没有发现从外界入侵偷走的迹象 佐藤美盒子道 现在唯一有嫌疑的 就是他们家的女儿香芝小姐了 听说香芝小姐 今天要去参加大学学长的结婚派对 中午前就离开了家里 而且听她家人说 那个今天要结婚的学长 脚踏两条船 在跟结婚对象交往的同时 也在跟香芝小姐交往 然后香芝小姐被那个学长被抛弃了 听说香芝小姐今天出门的时候 也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所以说 月水七归总结道 香芝小姐 有可能是因为感情纠纷 想要去杀死今天举办结婚派对的学长 所以才从家里带出了那把手枪 是吗 是啊 道雄先生发现手枪一失后 就担心是女儿带着枪 去找那个今天结婚的学长 给香芝小姐打了很多电话 可是香芝小姐都没接 左腾美盒子道 道雄先生很担心 这才联络我们警方过来处理 我们准备先调查 那个结婚派对现场在哪里 我们知道结婚派对在哪里举办 月水七归道 是在林木塔 哎 左腾美盒子惊讶问道 可 可是你们怎么会知道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香芝小姐收到的结婚派对邀请函 并没有写明地点 他解不开那个暗号 所以到七侦探事务所求助 月水七归把北板香芝委托解谜 池飞池发现北板香芝皮包 撞到沙发的声音不对 三人追出来 并且打电话到北板家 打听情况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 也就是说 你们现在就开车 跟在香芝小姐后面吗 左腾美盒子惊喜地向月水七归确认 没错 月水七归肯定道 我们不仅知道香芝小姐要去哪里 还一直跟在她后面 真是太好了 左腾美盒子努力压抑着激动心情 追问道 你们现在到哪里了 我这就和高木赶过去 车子正往台东区的方向开去 月水七归看了看前方的建筑 具体位置 那辆出租车已经开上了万事桥 我明白了 左腾美盒子道 月水小姐 池先生 我和高木马上赶过去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麻烦你们继续跟 助香芝小姐搭乘的那辆出租车 当然 也请你们注意安全 一旦有危险 就请你们立刻停下追踪 好的 那我就先挂电话了 等一下我会用我的手机再打过去 下午两点半 北板香芝 站在举办结婚派对的会场外面 看着两个工作人员 把结婚庆祝会的告示牌放在门口 盯着牌子上南方的名字看了两秒 咬了咬牙 转身离开会场外 走上了露天观景台 高木舍和左腾美盒子从电梯出来 看到池飞池 月水七龟和柯南三人 都站在通往露天观景台的走廊拐角处 连忙快步上前 池先生 月水小姐 香芝小姐呢 在露天观景台上看风景 月水七龟看着外面的观景台 低声道 不知道看风景能不能让她心情好一些 柯南仰头看着高木舍和左腾美盒子 脸上带着微笑 如果香芝小姐心情变好 自己愿意放弃犯罪 那是更好的结果 不是吗 左腾美盒子愣了一下 很快点了点头 犯罪被阻止和自愿放弃犯罪 当然是不同的 我也很希望她能够自己想通 我去找她谈谈 月水七龟刚迈出脚步 就被池飞池伸手拉住 面对月水七龟疑惑看来的目光 池飞池解释道 她手里有枪 太危险了 还是由我去吧 左腾美盒子笑道 作为警察 我可不能看着月水小姐 替我去冒险 可是 我之前跟她接触过 由我去找她 可以降低她的防备心 让她更愿意跟我聊天 月水七龟皱眉道 左腾警官你之前没有见过她 她不一定愿意跟你倾索 而且 要是她发现你是警察 惊慌起来 反而更有可能做出傻事来 那 不如我们一起去吧 左腾美盒子提议着 看了看其他人 见没人反对 这才跟着月水七龟 走向露天观景台 走出门才发现 高木舍 池飞池 柯南三人 默认跟随在后 一脸无语地停步拦下三人 伸手在三人身前虚空划过 接下来是女孩子的谈心时间 麻烦三位男士在这里止步 池飞池目测了一下 玻璃门和北板香肢之间的距离 觉得等在这里 很难在月水七龟 遇到危险时提供救援 果断绕开了左腾美盒子 往观景台护栏前走去 我在旁边抽支烟 看看风景 不爱你们的事 我 高木舍看了看左腾美盒子 逐渐气愤起来的脸色 犹豫了一下 还是果断跟上了池飞池 抱 抱歉 我有些话想跟池先生说 左腾美盒子 连高木都学坏了 啊 左腾警官 七龟姐姐 你们加油 柯南小声说着 对两人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但也没乖乖待在门口 卖蒙结束 就快步跟上了池飞池 月水七龟见左腾美盒子 一脸气恼地站在原地 连忙拉上左腾美盒子 往北板香肢所在的地方走去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赶紧去找香肢小姐吧 北板香肢站在护栏边 看着远处的河川大桥 高楼大厦走神 没注意到池飞池 高木舍和柯南三人到了附近 也没注意到月水七龟 和左腾美盒子到了身后 左腾美盒子 看着北板香肢毫无防备的背影 很想直接上前制服北板香肢 但心里也同情北板香肢的遭遇 想到柯南说的话 迟疑了一下 还是决定冒一次险 月水七龟也有过一瞬间的犹豫 只是看着北板香肢 显得孤单落魄的背影 还是轻轻叹了口气 很快调整好表情 让自己看起来轻松一些 拉着左腾美盒子走上前去 香肢小姐 北板香肢回过神来 有些惊讶地 转头看着两人 走到自己面前 月水小姐 你会来这里 我是来找你的 月水七龟指示着北板香肢 与其温和又坚定地继续道 我想跟你说 那种男人不值得 你把自己的人生陪进去 刚准备委婉切入主题的 左腾美盒子 他们不需要含蓄一点吗 面对月水七龟的直球出击 北板香肢也很惊讶 正正看着月水七龟 你 你怎么知道 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 月水七龟神色认真道 你父母很担心你 北板香肢低头回避 月水七龟的目光 没有接月水七龟的话 遇到脚踏两条船的人 确实让人气愤 在一起时付出的爱意被人辜负 同样让人气愤 月水七龟 没有在盯着北板香肢看 伸手扶上护栏 和北板香肢之前一样 看向远处 你感到气愤 怨恨 不甘很正常 其实我很支持你过去泼他两桶水 我可以帮你拎一桶 或你可以臭骂他一顿 我来帮你骂 但是不要杀人 那太傻了 对不起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北板香肢也伸手扶上护栏 垂眸看着自己的手背 从大学时期开始 我就不擅长解谜 推理 只是因为想要跟他多相处 我才加入了推理社 然后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很体贴 这些年里 我们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直到不久之前 我才发现 他居然在跟另外一个女孩子约会 而且他还跟那个女孩子求婚 我不明白 他到底把我们这段感情 当成了什么 不管怎么想 我都无法原谅他 左腾美和紫健 北板香肢表露出气氛情绪 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香肢小姐愿意表露出真实情绪 就说明他们 或者说 月水小姐已经得到了香肢小姐的信任 这样一来 月水小姐说的话 香肢小姐多少也能够听进去一些 而且通过倾诉 来宣泄完愤怒情绪之后 香肢小姐心情肯定会好转 只要他们适当引导 香肢小姐应该就不会再想着做傻事了 北板香肢倾诉了一通 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对月水气龟歉意地笑了笑 真是不好意思 月水小姐 让你为我担心 又让你听我啰嗦了这么多 没关系 月水气龟笑着问道 你现在的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北板香肢更加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又道 谢谢你 其实我觉得 你没有跟那种差劲的人继续在一起 反而是一件幸运的事 只要你试着靠家人和朋友的关怀 来度过目前短暂的痛苦时期 就能有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 月水气龟对北板香肢道 你为了报复他 而搭上自己的人生 这笔交易一点都不划算 你说呢 我想你说的对 北板香肢笑着道 左腾美和子见北板香肢能够想开 心里欣慰又高兴 却也没忘了正事 出声道 香肢小姐 那么能不能请你把包里的手枪交给我呢 北板香肢 看着穿便装的左腾美和子 眼里有着一丝疑惑 你 他是警示厅搜查一课的警官 你家人发现 家里的手枪不见了 担心你做傻事 就联系了警方 月水气龟说的还是很直接 他想 让你自己放弃报复 觉得这样对你会比较好 所以就跟我过来劝一劝你 原来是这样 北板香肢打开了皮包 将里面用手帕包裹缠住的手枪拿了出来 递给了左腾美盒子 真的很抱歉 给你们添麻烦了 旁边 池飞池 高木舍和柯南 没有靠得太近 保持着听不清三人说话 又可以随时上前帮忙的距离 看着左腾美盒子 检查过手枪 确认无误 池飞池和高木舍放松下来 柯南也将麻醉针手表的盖子 悄悄合上 仰头对池飞池和高木舍笑道 看来事情已经解决了 左腾美盒子 检查过手枪和五枚子弹 听北板香肢说 想要出席结婚派对 考虑了一下还是同意了 联系同事到林木塔 来将手枪和子弹带走 自己陪着北板香肢等派对开始 月水气龟已经做好了 帮北板香肢拎一桶水 去现场的打算 不过北板香肢拒绝了月水气龟帮忙 直接走进了派对现场 在脚踏两条船的男人 一脸惊慌时 将包里的一束花地给男人 说了一句祝福 就潇洒地转身离开了会场 下午4点10分 北板香肢在佐藤美盒子 月水气龟的陪伴下 到了林木塔外 坐上高木舍开来的车子 佐藤美盒子 站在红色雷克萨斯SC旁边 跟还没有上车的月水气龟 池飞池和柯南说话 虽然私藏手枪是违法的 但好在这件事 没有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香肢小姐自己放弃了报复 并且配合我们上交的手枪 我想 最后对她和她父亲的处罚 应该不会很严重 可能还达不到起诉的程度 这件事要是有了结果 拜托你跟我一生 月水气龟道 希望是一个好消息 我会的 佐藤美盒子心情不错地吐槽道 不过 你一开始对香肢小姐说得那么直白 还真是吓了我一跳呢 那是因为我觉得 香肢小姐 不是那种会迁怒无辜的人 她刚遭受到感情伤害 在奇真探事物所 见到我和池先生的时候 应该会想起 自己这段糟糕的感情经历 但她当时并没有情绪化地对待我们 月水气龟笑道 想到她在奇真探事物所时 看我们的目光 我就知道 她并没有因为这次伤害 而对世界或者其他人产生恨意 同时 她心里其实也还保有些许理智 所以我才那么放心地跟她接触 跟她直白地沟通 原来如此 那么 刚才担心香肢小姐 伤害到我们的两位 左腾美盒子细血地看着池飞驰和柯南 伸手搭上月水气龟的肩膀 这一次 你们算是输给月水小姐了吧 我认输 池飞驰一点都不扭捏地点头认输 倒是让左腾美盒子愣了一下 柯南看了看态度坦荡的池飞驰 突然觉得 在这种事情上较劲没意思 仰头对左腾美盒子笑道 那我也认输 左腾美盒子 虽然 她刚才那么问 就是想看到两人认输 但两人这么果断 反倒让她觉得有点不痛快 可恶 感觉自己被当成小孩子哄了 嗡 嗡 柯南感觉到自己手机震动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连忙走到旁边接听了电话 喂 博士 是辉元啊 现在几点了 好像是下午4点15分 我没有忘记 跟你打完电话之后 我就出门了 是事件啊 你不是让我顺路去七侦探事务所 问问飞驰哥和七龟姐 要不要去博士家吗 我过去的时候 七龟姐姐那里 正好有委托人在 左腾美盒子 压下了心里的郁闷情绪 对池飞驰道 池先生 关于这次事件的笔录 池飞驰面无表情 区区一份笔录 攒着就是了 左腾美盒子见池飞驰 还是冷着一张脸 没有多余的反应 无奈笑着继续道 我也想说你 不用做笔录了 不过我说了不算 还是等我请示过木木警官之后再说吧 倒是 田山家那起案子 你和柯南是一定要去做笔录的 近期你们有时间就到警示厅去一趟吧 不要再拖了 对于侦探组赞笔录的行为 左腾美盒子已经习惯了 也不指望池飞驰 今天或者明天就去警示厅 提醒了一声 就潇洒地挥手离开 那我就先走了 如果这起事件需要做笔录 我会再联系你们的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先不说了 柯南在一旁看到左腾美盒子离开 立刻挂断电话 一脸无语地对池飞驰道 池哥哥 我答应袁泰 他们要买西瓜带过去博士家 他们在电话里 已经催个不停了 池飞驰和月水汽龟到附近买了西瓜 还顺带买了一大袋零食 一同带到了阿里博士家 三个孩子有零食吃 等了柯南一下午的怨气 立刻消散一空 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向柯南打听着下午的事件 充实卯被池飞驰叫到了阿里博士家帮厨 帮池飞驰处理着食材 听柯南把白天的事大概说了一遍 颇感兴趣地问道 那个一下子被池先生解开的暗号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既然卯先生也感兴趣 那我就画一个类似的暗号来给大家解吧 柯南也来了兴致 转头对料理台前帮忙递碗的阿里博士道 博士 我需要一些画图用的东西 还需要一个房间来准备 晚餐解谜游戏吗 听起来很不错耶 阿里博士笑眯眯道 需要什么东西 让小爱帮你准备吧 这里的房间也随便你用 池原哀没有反对阿里博士的安排 对柯南笑道 好吧 那么制作暗号期间 我就暂时当你的助手吧 在柯南和池原哀去准备暗号之后 阿里博士没让三个孩子 无节制地坐着吃零食 招呼三个孩子 把餐具送到餐桌上摆放好 池飞池和冲石卯一起动手做中华料理 冲石卯做自己练过手的菜 池飞池就做那些冲石卯 没有练习过的新菜式 顺便帮冲石卯看一下 做菜细节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两人分工合作 很快将晚餐准备好 而柯南也敢在晚餐开始前 将暗号图画好 想让暗号成为晚餐的左餐项目 然而 哇 这些馒头太好看了 光彦看到端上桌的馒头 双眼放光 注意力立刻放到了馒头上 馒头有着盛开花朵般的外观 六瓣花瓣和花心包的蜜枣 虽然主材料只是白面和蜜枣 但由于花瓣美观 细节处理得精美 一个个馒头放在盘子上 还是给人一种花团紧簇的感觉 不美看着那盘馒头 满脸喜爱 真的好漂亮 好可爱哦 我有点舍不得吃掉它们了 红烧扇得好香啊 袁太一脸陶醉的嗅着空气中的香味 真要感谢飞驰愿意把他的食材分给我们 我今晚一定要大吃一顿 也要感谢今晚做菜的飞驰和毛先生哦 阿丽博士笑着把一盘菜端上桌 这是毛先生做的麻婆豆腐 飞驰说他已经掌握精髓了 大家今天晚上一起尝尝看 谢谢池哥哥和毛先生 还要谢谢帮忙的博士和七龟姐姐 三个孩子口中道谢 眼睛放光地盯着不断上桌的一道道菜 把暗号的事完全忘到了一边 会员挨见柯南一脸无语地看着暗号纸 有些好笑 看来大家暂时是没有心情解暗号了 解暗号就当做饭后活动吧 看样子也只能这样了 柯南笑了笑 将暗号纸折起来装好 看到池飞池 阿丽博士等人已经全部落座 也抄起了筷子 准备对满桌子的菜发起进攻 好了 阿丽博士笑道 开饭吧 我要开动哦 晚餐开始的前十秒 少年侦探团五人都斯文手里 向各自感兴趣的食物伸出筷子 会员挨看了看桌上的菜 用筷子加起一根耗油生菜尝了尝 尝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蔬菜清甜味道 也尝到了自己之前没有想过的 蔬菜经过翻炒后的美妙味道 刚想着自己一个人 可以把这一盘炒蔬菜吃光 抬眼就看到 袁太开始 对着红烧善断疯狂进食 嘴角刚露出的一丝笑意凝固 袁太 光燕也看到了袁太的举动 急忙向着红烧善断伸筷子 你不要这样了 红烧善断都要被你一个人吃光了 等一下了 不眉也要尝尝红烧善断 我猜没有吃很多 而且你们刚才吃的东西 我都还没有尝过呢 晚餐开始半分钟后 餐桌逐渐变成了战场 随着三个孩子一顿狂吃 惠元埃和柯南 看到喜欢的食物迅速减少 也逐渐急了 漠不作声地加入了这一场真实战争 这里有这么多菜 肯定够大家吃的 大家吃慢一点啊 要是不小心噎到 阿里博士一脸无奈地劝着 看到几双筷子 飞速掠过红烧善断盘子上方之后 红烧善断就没了好几块 再看到几双筷子 飞速掠过耗油生菜盘子上方之后 生菜瞬间少了三分之一 脸色也变了变 快速生筷子出去 喂喂 我还没有尝过这个呢 你们给我留一点啊 冲石卯没有加入争抢队伍 不急不忙伸出筷子 在争食战场上 捞到了两根蔬菜 放进碗里 现在想想 他跟着池先生学做菜 果然是对的 至少目前已经学会了好几道菜 可以自己给自己开小灶的他 在这种时候 根本不用急着跟其他人抢菜 池飞池和月水漆龟 同样具备开小灶的条件 没有跟其他人争抢 不急不忙地扫荡其他人 暂时没有争抢到的菜 在做晚餐前 池飞池和冲石卯预估过饭菜量 保证食物绝对够一群人吃饱 甚至还多加了两个成年人份的菜量进去 但即便如此 晚餐还是被吃得一干二净 到了最后 桌上只剩下一个个空盘子 阿丽博士放下筷子 感觉到自己吃撑了 担心孩子们消化不良 一脸无奈地起身道 大家坐着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拿消食片 像这样吃得又急又多 在饮食上是种坏习惯 会员挨黑着脸反思 下次吃饭应该注意一下 吃饭必须细嚼慢咽 柯南心里呵呵干笑 下次有好吃的食物上桌 那三个孩子 哪里还顾得上细嚼慢咽 连他们都带歪了 会员还不知道 美食的吸引力有多可怕吗 要是动作慢一点 他们就没办法 多吃几口喜欢食物了 至于想别的办法 他连晚餐活动的暗号都准备好了 可是真到开吃的时候 有谁还记得暗号的是 在池哥哥做的中华料理面前 晚餐活动 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吗 对了 柯南光艳坐着消食期间 总算想起了 柯南准备的暗号 你的暗号准备好了 对吗 趁着消食这段时间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暗号吧 用消食时间来解暗号 倒也正好合适 柯南把自己稍作修改的暗号 只拿了出来 在冲石卯和辉元哀的带领下 一群人找来了地图 把柯南修改过的暗号 给解了出来 这段时间里 池飞池 阿里博士和月水七归 也把餐桌和餐具 收拾清洗干净 随后 阿里博士叫上 池飞池和冲石卯 去房间里搬出了自己给大家准备的礼物 一箱烟花棒 解暗号活动结束后 五个孩子又聚在院子里玩烟花棒 池飞池 阿里博士 冲石卯三人 搬出了一堆烟花棒放在地上 围在一起 将一根根烟花棒插到细杆子上 在鞭炮引线 将一根根烟花棒连接起来 原来博士说的礼物 就是这个啊 光艳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烟花棒 看着旁边一米高的大纸箱 有些哭笑不得 但是这么一大箱烟花棒 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呢 慧原哀站在池飞池身旁 看着池飞池 阿里博士 冲石卯三人 鼓到烟花棒 等一下 你们就不会闲多了 咦 池哥哥 博士和卯先生在做什么啊 三个孩子好奇地围到池飞池三人身旁 柯南走到旁边 看着池飞池三人的动作 笑道 博士他们 是想把很多根烟花棒同时燃放吧 是啊 阿里博士笑咪咪道 飞池听说我要买烟花棒 就让我多买一点 最好买上一大箱 我们可以做一棵 由烟花棒组成的烟花树 这是飞池哥的提议吗 慧原哀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是博士的提议 没想到他家哥哥 居然还有玩烟花棒的兴趣 没错 阿里博士笑着朝慧原哀眨眼 很难让人拒绝的提议吧 慧原哀点了点头 既然他家哥哥 对燃放烟花棒感兴趣 那么多买一些烟花棒回来 大家一起玩也没什么 只是 一次性燃放大量烟花棒 会产生很多火星 很容易引发火灾 慧原哀提醒道 虽然我们在室外燃放 距离房屋也有一段距离 但还是要做好防火措施吧 不用担心 这个我已经计划好了 阿里博士笑着看向屋里 等烟花树准备好之后 我就把我前段时间研究的 扑鲁鲁果冻放到院子里 铺在地上 让它吸饱了水 这样就能将它作为防火垫来使用了 扑鲁鲁果冻 三个孩子一脸茫然 这是什么 是我研究的一种 高分子吸收剂粉末 阿里博士笑道 一般的高分子吸收剂粉末 能够吸收粉末 十倍以上重量的水 施压也不会让里面的水被挤出来 而我做的扑鲁鲁果冻 可以吸收它数百倍重量的水 只要往干燥的扑鲁鲁果冻上面倒水 它就会扑鲁鲁一下子膨胀开哦 最重要的是 它吸收水之后 会把水储存在内 就算点燃的烟花棒掉在了上面 也很快就会熄灭的 三个孩子听得眼睛放光 哇 听起来好有趣也 博士好厉害啊 我想现在就看看那个果冻 是扑鲁鲁果冻 阿里博士故意摆出严肃的模样 要是大家想早点看到扑鲁鲁果冻 那就一起来帮忙吧 好 三个孩子干尽满满的应声 月水气龟站在院子边 跟佐藤美盒子打电话 听到孩子们活力十足的声音 转头看了看 笑着对电话那边的佐藤美盒子道 池先生和博士 他们在带着孩子们做手工 三个孩子加入了制造队伍 惠元哀和柯南自然也跑不掉 一起帮忙把烟花棒 插到充当树枝的细杆子上 池飞池计划制作的烟花树并不复杂 只要将烟花棒插到提前准备好的杆子上 就能做出一根根烟花棒树枝 再把大量烟花棒拧到架子上充当树桩 然后将树枝与树桩组合 这样就能做出一颗烟花树 真正复杂的部分 是要在烟花树树枝 树桩上接上鞭炮引线 要让整颗烟花树上的烟花棒 能够靠一根引线来点燃 有孩子们帮忙把烟花棒插到杆子上 烟花树制作相比之前快了不少 池飞池 充实卯就专心地连接萤火线 阿里博士则负责带领孩子们 完成树枝树桩部分 月水汽轨打完电话回来 发现众人已经把树枝和树桩都做出来了 惊讶道 你们动作太快了吧 我还想打完电话 就过来帮忙呢 只是往杆子上插烟花棒而已 很简单的 光燕笑道 我只用两分钟就做好一根树枝了哦 孩子们每人帮忙做了两根树枝 阿里博士笑迷你道 月水七归配合着露出惊叹表情 大家这么厉害啊 三个孩子被哄高兴了 又想亲手把烟花树组装起来 不过由于组装烟花树比较麻烦一些 树枝掉下来容易让小孩子受伤 所以孩子们的行动被阿里博士阻止了 那等我拍几张照片吧 光燕拿出自己的手机 把原材料 做好的树枝和树桩都拍了下来 满意地翻着照片检查 好了 光燕 你拍原材料做什么呀 不美好奇问道 我们还没有确定暑假作业的课题 光燕道 要是我们暑假作业想做烟花树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来做参考了 迟非迟 学生已经暑假了 也对 接下来的剧场版 好像就发生在暑假期间 我觉得暑假作业做烟花树很好啊 不美笑道 夏天跟烟花可是最佳组合呢 但暑假作业 是要带到学校里给小林老师看的 把烟花树搬到学校去 会很麻烦哦 柯南提醒道 要是影线被扯断或者弄乱 就没办法一下子 把烟花树上的烟花棒点燃了 会员挨出声补充 而且学校里有很多小孩子 把烟花树搬到学校去燃放 不是很安全 小林老师不一定会同意 我们燃放烟花树 要是不能燃放的话 大家就没办法看到我们的完整作业了 光燕犹豫起来 虽然这样也算是我们完成了作业 但是大家就不会觉得 我们的作品很厉害了 在孩子们讨论暑假作业内容时 池飞池和冲石卯 动手把烟花树组装起来 放到了院子中一片平整的草地上 阿里博士回屋子里 拿了一个瓶子出来 见孩子们还在讨论 故意咳了一声 咳 大家不是想看我的扑鲁鲁果冻吗 我要开始展示 我的扑鲁鲁果冻了哦 那暑假作业 就明天再讨论吧 三个孩子急匆匆地结束了讨论 期待地看着阿里博士 就连月水漆龟 池飞池和冲石卯 也想看看阿里博士的新发明是怎么样的 把注意力放在了阿里博士身上 阿里博士对众人的反应很满意 拧开了瓶子 将瓶子里的粉末 撒了少许在烟花树附近的草地上 首先将曝鲁鲁果冻的粉末 撒在草地上 袁太站在附近 探头看着阿里博士撒粉末 疑惑道 博士 只撒这么一丁点就够了吗 你可不要小气哦 这可是效果超强的高分子吸收剂粉末 阿里博士政策肯定道 只要撒上一点点 就已经够用了 月水漆龟好奇为观 说到高分子吸收剂粉末 就是用在纸尿库里的那个吧 没错 会员哀道 不过博士研究的高分子吸收剂粉末 吸水能力更强 可难 博士研究出来的东西 果然千奇百怪 阿里博士将瓶子小心地收回口袋里 拉过院子边用来浇花的水管 将管子拉到撒了粉末的地方 让池飞池帮忙把水龙头打开 在水流出水管后 被阿里博士撒在草地上的粉末 接触到了水 膨胀成了白色棉花状 随着水持续不停地灌入 附近的粉末也开始膨胀 很快就在烟花树周围 形成了一块二十公分后 外观像云层一样 洁白柔软的厚地毯 好了 飞池 可以关水龙头了 阿里博士让池飞池关了水龙头 转头看到孩子们呆滞的表情 有些得意地笑道 怎么样 很厉害吧 实在太厉害了 光焰走到白色后毯前 蹲下身 伸手摸着厚地毯 手感就像是潮湿的棉花 其他人也围到了后毯边缘 就连冲石卯都忍不住 伸手戳了戳白色后毯 柯南用手按压白色后毯 有潮湿的手感 手上却不会沾到水 吸收能力还真强 像可以弄湿的棉花糖 圆太用手摸了摸白色后毯 身头凑近袖着 既然是叫果冻 那这个应该可以吃吧 当然不行啊 会员埃连忙跟不美合力 将圆太拉开 我是想研究一种新型土壤 阿丽博士笑着道 被高分子吸收剂吸收的水分 不容易挥发 我想尝试用普鲁鲁果冻 代替土壤来进行植物栽种 这样就算是在淡水资源少的地区 说不定也能用少量的水 加上普鲁鲁果冻来种植农作物 原来是用来当土壤的呀 圆太听得一知半解 不过关键点还是听明白了 立刻放弃了尝一口的想法 那博士的研究算是成功了吗 光燕用双手按压着白毯 笑道 一点粉末就能膨胀出这么多 普鲁鲁果冻 应该是成功了吧 其实距离成功还差一点 我需要再改进一下 现在只是试用品 阿丽博士思索了一下改进方案 很快又笑道 好了 我们先看烟花树吧 顺便看看 普鲁鲁果冻的防火能力怎么样 我们今天晚上 算是陪博士做实验吗 三个孩子站起身 满脸期待 我去点火 池飞池踩到扑鲁鲁果冻上 走到烟花树前方 将缠在树枝上的一节影线拉了出来 拿出打火机点燃了影线 然后立刻后退拉开距离 回到其他人身旁 影线燃着火苗迅速缩短 火焰很快接触到了烟花树中间烟花棒 在第一根烟花棒被点燃后 触手一般缠绕着其他质干的影线也被点燃 一团团火焰向着树桩和其他质干上移动 烟花树树桩与各质干上的烟花棒被相继点燃 整颗烟花树亮起了暖橙与银白的光亮 大量蹦践的火星在质干周围出现又快速湮灭 像是有着点点星光坠落 好漂亮啊 不美惊叹出声 光燕连忙拿起手机迅速拍了几张照片 低头看了看手机照片 又抬眼看着眼前璀璨的烟花树 感慨道 眼睛看到的烟花树比照片上的烟花树好看多了 持续燃烧着三个孩子远远围着烟花树转了一圈 又拉上柯南和辉原埃 从箱子找出了没有点燃的烟花棒 插了十多根在噗鲁鲁果冻上点燃 美人手里也拿上了一根 阿丽博士注意着孩子们的安全 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提醒那个 看到孩子们玩得高兴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月水七归拿着两根点燃的烟花棒 到了持飞驰身前 递了一根底持飞驰 转身和持飞驰并排站着 看着孩子们玩烟花棒 看到烟花树 我就想起在北泽村的那天晚上 旅馆的后院 旅馆外的街道上铺着厚厚的白雪 立着一棵棵绑了灯穿的大树 看起来就像今天的烟花树一样美 注意到少年侦探团在悄悄靠近 月水七归没有再说下去 换了话题 对了 左腾警官刚才打电话过来 跟我说 警方已经让湘芝小姐和他父亲道雄先生回家去了 他们应该不会被起诉 笔录呢 持飞驰问道 月水七归无奈地看了持飞驰一眼 我本来不想提这些可能让你不开心的事 不过左腾警官说 这次事件要是没有我们的笔录 当案里的资料就不完整了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改天去警示厅做一份笔录 意料之中的是 持飞驰平静道 我有心理准备 反正还有其他笔录要我去做 多出这一份也不算多 月水七归觉得持飞驰 有种债多了开摆的心态 忍不住笑了笑 等少年侦探团五人对话题失去八卦欲望 走远了一些之后 才低声道 持先生 其实你今天也看出了 相知小姐不是那种会伤及无辜的坏蛋 对吗 持飞驰点了点头 就算他不是心狠手辣的恶人 我也要考虑 你在劝说他的时候 他会不会突然受到刺激 情绪激动之下 对你开枪 其实我到你们附近等着 只要距离不是太近 就不会打扰到你劝说他 这样还能及时支援你 既然有机会做这种准备 我没理由不做 月水七归想到了持飞驰在林木特快列车上 为辉原哀能够逃离而准备的魔法阵 失笑道 就算明知道大概率用不上 也想尽量做好预防意外状况的准备吗 我还以为你会说 关心则乱什么的 有关心就好 持飞驰肯定到乱就太危险了 月水七归 嗯 这很持先生 什么乱来太危险了 光燕跑到旁边拿烟花棒 听到持飞驰的后半句话 好奇出声问道 持哥哥 七归姐姐 你们又在说什么事件吗 我们是说你们几个 月水七归故意逗小孩 你们平时遇到事件 总是乱跑乱来 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们才没有呢 元太不服气道 经常乱跑的 明明只有柯南一个人 柯南 反驳就好好反驳嘛 干嘛把他踢出队伍 当反面教材来说呢 会员挨似笑非笑看着柯南 我觉得也是 不美始终关注着烟花树的情况 突然叹了口气 出声提醒道 烟花树上的烟花棒 都快要熄灭了 其他人马上将视线放到烟花树上 果然看到烟花树上的烟花棒 陆陆续续熄灭 光燕也有些惆怅 这么快就没有了呀 好了 这里还有很多烟花棒 要是大家喜欢 我们明天晚上可以继续玩 阿里博士俯身对孩子们笑道 而且明天晚上 说不定还有其惊喜等着大家呢 三个孩子又打起了精神 明天晚上 还有什么惊喜吗 是什么东西啊 会比扑鲁鲁果冻和烟花树 更有趣吗 嘿嘿 暂时保密 阿里博士故意卖着关子 等明天晚上 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先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明天我们还要去灵木塔 参加开放典礼 今晚早点休息 等所有烟花棒都熄灭之后 阿里博士和月水七龟 带着五个孩子 收拾着散落的烟花棒 池飞池和冲石卯 开始拆烟花树 把烟花棒取下来 又把烟花树的树桩 和树干拆解开 两队人同时行动 花了不到十分钟 就将现场燃放过的烟花棒 都收拾干净 装进了垃圾袋里 不是 那这个要怎么收拾啊 袁泰走到了 扑鲁鲁果冻地毯面前 抬脚踩了踩 感受着脚下的柔软 好奇问道 要把它像毯子一样 卷起来吗 光燕也到了 扑鲁鲁果冻地毯旁边 目测了一下宽敞 这么大一张 要大家一起来才行吧 不用那么麻烦 阿里博士笑眯眯道 只要在扑鲁鲁果冻上面 浇一点盐水就可以了 不美一脸疑惑 浇盐水 在 阔鱼身上撒一点盐 阔鱼就会脱水萎缩了 对吧 会员哀微笑着向不美解释 一样的道理 高分子吸收剂里的水分 无法挤压出来 不过我们可以利用 盐水更高的渗透压 让高分子吸收剂里的淡水流出 池飞池去厨房里拿了一包盐 充实卯用院子里的桶 接了一桶水 两人变成了阿里博士 向孩子们掩饰科学的助手 帮忙调出一桶盐水来 阿里博士将盐水 浇到扑鲁鲁果冻上 原本吸满水 像是厚重湿棉花一样的 扑鲁鲁果冻 开始脱水萎缩 最后缩成了巴掌大的一团 被阿里博士 交给了孩子们传看 五个孩子看着看着 又开始讨论 暑假要不要写 扑鲁鲁果冻观察日记 池飞池 少年侦探团 需要为暑假作业选题 而头疼吗 看来是要的 因为可选的题材太多了 完全不知道 该选哪种题材才好 现在有现成的科学观察题材 可以选择 等明天发生事件后 还可以考虑一下 选择社会观察题材 一日 林木塔的开放典礼 在上午九点准时举行 我们已经到停车场了 因为感觉典礼千变一律 没什么好看的 所以我们 想去附近走走 好啊 要是发现值得欣赏的景色 我一定会跟你分享的 嗯 那就等一下再联系 月水汽龟坐在车子上 挂断了灰云埃打来的电话 轻轻舒了口气 转头对站在车外抽烟的 池飞池问道 池先生 你感觉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 池飞池抽着烟回应道 刚才真是抱歉 应该说抱歉的 是那个在我停车时 突然加速从后面冒出来 想要抢先停车的家伙 月水汽龟打开车门下了车 笑着安抚道 你只是恶狠狠地瞪了 那个开车的人一眼 根本没必要 跟我说抱歉啊 其实昨天晚上 他们从阿里博士家 开车回去的时候 遇到一群骑着摩托 从路口冲出来的暴走足 池先生踩刹车时 就露出过那种恶狠狠的 想要杀人的目光 池先生昨晚坦白说 愤怒之罪对自己的影响 好像变得严重了 所以他才提出 今天由他来驾驶车子 没想到他顺利开了一路 在抵达目的地 刚放松戒备的时候 居然冒出一个 想要抢车位的家伙 把他吓了一跳 然后他又被池先生 瞬间露出的那种 藏着怒火 阴沉而狠立的目光 给吓了一跳 可虽然被吓了一跳的他 不小心前后踩了油门和刹车 从那辆车子旁边开过 先一步将车子停进了车位 莫名其妙就展露了 他以前没有达到的高超停车水平 让他挺有成就感的 但是想抢车位的那个家伙 确实讨厌 对方从后面突然加速的时候 别说池先生生气 连他都生气了 要不是他担心 自己表现出的气氛 让池先生更加火大 他绝对会停车 指责对方一顿 池先生在愤怒之罪体验期间 还是在愤怒之罪 影响最严重的最后一天 只是瞪了对方一眼 就收回视线 哪怕目光很凶狠 但已经是克制的 不能再克制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那我们就回去吧 至少在家里不会遇到讨厌的人 待在家里 我会有一种很闷的感觉 更想发脾气 池飞池如是说了自己的想法 我想去灵木塔上看看风景 或者找点事情 分散一下注意力 这样说不定会好一点 好吧 月水七归正色给池飞池打气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坚持住 等过了晚上十二点 愤怒之罪体验状态就结束了 池飞池没觉得自己 快要撑不住了 但还是很感谢月水七归的古镜打气 也神色认真道 由你鼓励 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很多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而且我觉得 你的夸奖 说不定会更有效 夸奖啊 等等 你现在已经没有再愤怒了吧 就算要夸奖 也应该等你生气的时候再夸奖啊 两人在停车场待了一会儿 又到附近街上逛了一圈 等灵木塔四周燃放完礼炮 才前往灵木塔一楼入口处 跟灵木园子 阿丽博士 毛利妇女和少年侦探团 一大群人会合 一同走进灵木塔 搭上电梯 前往高空观景台 电梯抵达第一个高空观景台楼层时 灵木园子下了电梯 静止带队到了观景窗前 驰飞驰走到窗前 看了看前方一片大楼的楼顶 又看向更远处的榆田川河道 河道上的跨河大桥 月水漆归到了旁边 笛声问道 看着高空风景 心情会变好吗 至少不会变差 驰飞驰道 如果待在家里 他会感觉沉闷烦躁 心头总是有一股恨意无从发现 出来走一走 到高处看看风景 心情至少不会变得更糟糕 以他目前的状况 保持心情不变差 就已经算是胜利了 旁边 灵木园子见五个孩子 趴在观景窗前 看风景看得入迷 得意地问道 怎么样 我们灵木财团全力打造的灵木塔 从这里跳往出去的风景 很棒吧 实在太棒了 园子 毛里兰很给面子的笑道 谢谢你邀请我们过来 灵木园子见五个孩子 还是没有表示 直接提醒五人 你们几个也要好好感谢我啊 小鬼们 一般来说 开放典礼 是不会让无关人士进场的 是吗 袁太耿直地 看向池飞池 但是池哥哥那里 也有邀请函 就算没有园子姐姐 池哥哥也可以带 我们再来的吧 灵木园子没办法反驳 只好强调道 可是邀请 你们来的是我耶 是我 光燕想了想 觉得他们 确实要感谢一下 灵木园子 也对 谢谢园子姐姐 袁太跟着道 谢谢 谢谢园子姐姐 不美甜甜笑道 灵木园子心情舒畅了 看向没有表态的柯南 和辉原哀 柯南 毛利小五郎 站得离关警台很远 不肯上前 对着一行人大声喊道 喂 你们看了这么久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吧 你说什么啊 爸爸 毛利兰哭笑不得地回头道 我们才刚上来没一会儿呢 啊 真是的 毛利小五郎有些崩溃的双头爆头 我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 来受罪啊 你来前面看一看吗 毛利兰笑道 从这里看出去 风景很好的 还是不要勉强老师了 池飞池出声道 他严重恐高 毛利小五郎 感觉自己被小看了 有心想证明一下自己 但又确实不敢上前 顿时急了 胡说 这点高度算什么 我怎么会害怕呢 而且 有句古话说的好 只有傻瓜和烟雾 才喜欢往高处跑 池飞池觉得自己好心说话反背对 心里有一丝怒意在游走 面无表情地 他看着毛利小五郎道 老师真是向我们完美地展示了 什么是死要面子 还喜欢强词夺理的中年男人 阿里博士和少年侦探团 哦 这 怎么感觉 空气中突然多了鼓火腰味 月水七归 池先生又进入生气状态了吧 臭小子 你说什么呢 毛利小五郎觉得自家徒弟变了 气呼呼地上前两步 看着窗户又硬生生停下脚步 神 什么叫死要面子 还强词夺理 你给我说清楚啊 难道不是吗 池飞池丝毫不退让 就算您恼羞成怒想教训我 也要看您敢不敢走道 月水七归 迅速伸手捂住池飞池嘴巴 对毛利小五郎笑道 毛利先生 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池先生睡得不太好 今天一早起来 就有点焦躁 您不要放在心上 而且 你们也不要再吵了 旁边的人都看过来了哦 毛利小五郎看了看四周 发现周围果然有人在悄悄注意 自己和池飞池 伸手整理了一下衣领 哼 我才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呢 池飞池 明明是某个中年男人 不讲道理 毛利小五郎想到自家徒弟的精神状态 本来就有问题 本来也没想跟池飞池计较 只是突然灵机一动 觉得自己可以趁此机会 合理地离开高空 假装赌气 板着脸转身往电梯走去 不过 我还是很生气啊 我看这样吧 我先下去等你们 毛利兰有点担心 毛利小五郎和池飞池关系闹僵 爸爸 池飞池在月水气龟松开手后 看着走进电梯的毛利小五郎 平静且丝毫不客气地拆穿道 这就是中年男人死要面子的心机 毛利兰 呃 为了自家老爸的血压 为了观景氛围 不变得火药味十足 老爸慢走 待会儿见 注意安全 毛利小五郎走进电梯后 转身远远看着自家徒弟 双手抱在胸前 摆出一副我生起气来 很不好哄的模样 池飞池看了看电梯上的电子板 突然不气了 看到电梯门即将关闭 决定再一次好心提醒一次 老师 这是 电梯门在毛利小五郎 疑惑的目光中合上 将双方隔断 去顶层瞭望台的电梯 池飞池有些无语地把话说完 毛利兰脸色变了变 糟了 片刻后 高空中传出毛利小五郎 崩溃的大喊声 让我下去 我真的怕高 救命啊 在呼喊声彻底消失后 池飞池沉默了一下 出声打破寂静 这就是中年男人死要面子的下场 三个孩子打了个冷战 默默靠拢在一起 毛利叔叔 真是太可怜了 大叔的恐高症很严重啊 林木园子一头黑线地吐槽道 这么说起来 飞池哥刚才说他恐高并没有说错啊 是啊 毛利兰一脸无奈地 对池飞池道 真是不好意思啊 飞池哥 我爸爸他有时候就是爱面子 不过我保证 他肯定不是想跟你吵架 我知道 池飞池看着电梯 显示板上的楼层数字 估摸着毛利小五郎 已经到顶楼观景台了 心里是一点气都没有了 其实我也不想跟老师吵架 会员爱不太放心地问道 飞池哥 你今天很容易感到烦躁不安吗 还有没有别的症状 阿里博士 毛利兰和林木园子等人 也将视线放在了池飞池身上 大概是睡眠不够 今天确实有点烦闷的感觉 暂时没有其他症状 池飞池说得轻描淡写 转身看了看观景窗外的景色上 我想看看高空的风景 这样应该可以让心情变好 那你昨天晚上睡不好 又是怎么一回事 会员爱继续关心问道 是做噩梦吗 还是失眠了 只是一直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感觉睡得不太舒服 吃飞吃耐心地安抚会员爱 放心 如果下午情况没有好转 我再找时间睡一会儿 不用担心了 小爱 月水气龟伸手放在会员爱头顶 笑着道 要是池先生不舒服 我会盯紧他吃药的 会员爱见月水气龟没有担忧 着急的情绪 紧绷的脸色放松下来 对月水气龟点了点头 又对池飞池笑道 那先看风景吧 这就对了 高空风景是很容易让人平静下来的 林木园子面向观景窗 伸开双手 就像这样 俯瞰大地 拥抱阳光 心情一下子就会变好了 飞池哥 你也来试试啊 池飞池看了看林木园子夸张的动作 果断拒绝 我不是 你来试试 就知道有多舒服了 林木园子积极发出邀请 打开双手 不用想象也能空中飞行的池飞池 再次拒绝犯二 不是 哎 林木园子沮丧了一瞬 又盯上了毛利兰 小兰 你要试试吗 我 毛利兰对上林木园子 充满期待的目光 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好 好吧 那我们也试试看吧 袁太一脸期待地 盯着落地窗外的风景 打开双手 想象飞行 想象飞行 光燕和布梅也跟着做 片刻后 布梅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样很有趣也 好像真的会变得开心起来 光燕点了点头 只是转头看到 打开双手的布梅 袁太 林木园子 毛利兰 脸上笑意又变得有些尴尬 不过我们这样站在这里 好像有点奇怪也 池飞池 是很奇怪 像是一群人 在这里表演田野中的稻草人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毛利兰笑着放下了双手 看着前方建筑群中最高 最显眼的一栋楼 好奇问道 话说回来 园子 那栋建筑物是什么 你看 就是正对面那栋楼 比周围建筑要高出很多呢 那是正在建的浅草蓝天阁 跟我们林木财团 一点关系 也没有 林木园子看到那栋楼 放下了双手 骄傲笑道 其实那栋楼不算什么了 就算是竣工了 高度也只能达到 林木塔这个第一瞭望台的高度而已 袁太同样放下了双手 从阿丽博士手里接过摄像机 对准了对面的浅草蓝天阁 那就是林木塔赢了 那是当然了 林木园子得意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柯南一脸无语 只是建筑物高度的高矮比较而已 这样也能让园子嘚瑟起来吗 你们看那条河 上面有很多桥呢 布美趴到玻璃上 观察着下方河流 柯南说 池哥哥一下子就解决了暗号里 有蓝色的桥 红色的桥 就是指这里的桥吧 没错 柯南笑着介绍道 这条河就是榆田川 蓝色的桥是居形桥 红色的桥是无漆桥 再往旁边的那道跨河电车轨道 则是东都林木塔线 有电车在上面也 光焰看着电车在轨道上行驶 眼睛一亮 从这里看下去 城市就像是模型一样 对了 我们的暑假作业 就做林木塔 和周围建筑物的模型 怎么样 把那些大楼和林木塔都做出来 然后把博士之前 做的轨道列车装上去 好啊 袁泰赞同道 做出来一定很惊人 听起来很有趣呢 不美笑道 柯南和小哀也一起做吧 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吧 柯南半月眼提醒道 这样工程量太大了 这不是很好吗 辉原哀笑着反问道 蛤 柯南见辉原哀 一副完全赞同的模样 有些傻眼 太好了 那就这么决定了 三个真孩子高兴地欢呼起来 开始商量着 暑假作业完成计划 大家就多拍一点照片吧 把周围都拍下来 我负责摄影工作 那我就负责调查 林木塔的资料吧 会员挨见柯南一脸无语 戏学道 难道某个人 不用做家庭作业吗 要你管 柯南无语嘀咕了一句 注意到 有人到了附近观景窗前 转头看了过去 一个中年男人 带着一对外国夫妇 到了观景窗前 远远指着一栋建筑道 Bear The Yellow Building 看这里 那栋黄色的建筑 池飞池也注意到了三人 将视线放在了说话的 中年男人身上 该说不说 柯南的死神光环 依旧强大 这层观景台空间大 观景窗环绕一圈 到处都能看到外面景色 眼前这个拉开 剧场版凶杀案序幕的男人 别的地方不去 也不往左偏不往右偏 非要走到柯南旁边 就像是死 也要死在死神小学生面前 跟在中年男人身后的外国夫妇 凑到了观景窗前 发出了惊叹 Oh wow It's amazing Wow 的确棒极了 Oh I can see it What a lovely building 我看到它了 好可爱的建筑啊 中年男人一脸骄傲地回头 对外国夫妇道 The building was built 30 years ago And now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Belltree Tower The view alone is worth 4 stars It's definitely a 5 star property 这虽然是30年前建成的 但是随着林木塔竣工 它的景观有4颗星 资产价值有5颗星呢 明显来自欧美国度的外国夫妇 又发出了一阵惊叹 让中年男人得意地笑了起来 柯南一脸无语 5030年的房子 是不是太老旧了一点啊 池飞池没有在关注中年男人和外国夫妇 将视线放在了窗户外的景色上 很多地方都有中年男人这样的人 这些人将一些手头有闲钱 又找不到合适投资渠道的外国人 当做目标 把某处房产吹得天花乱坠 描绘出一个买下就可以等着升值 或者买下租出去 要不了几年就能回本的美好前景 仗着外国人对当地的不了解 以远超资产实际价值的价格 将房屋卖出去 实际上 买下房屋的人在交易城里那一刻 就已经亏大了 这些人的行为算不上诈骗 房屋本身是存在的 房屋在林木塔 或者某个地铁站附近也是事实 这些人只是把房屋价值往高了说 推销时通常不会留下画笔 这样就算买下房屋的时候 发现自己亏大了 也没办法起诉这些人 只能自认倒霉 当然 有时候倒霉是双方面的 比如 他们旁边这个黑心中介国际版中年男人 就已经因为自己以前坑人的行为 而被人记恨上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男人应该是说不了几句话了 柯南也在心里吐槽着旁边的中年男人黑心 突然感觉 后方好像有人在盯着自己 转身看向后方 与此同时 池飞池看着窗外 突然有了一种被人用枪口对准的危机感 视线迅速锁定于田川河岸附近的一栋大楼 看到那栋大楼天台上有一个刺眼的反光点 心里再次有火气开始生腾 默默往月水气龟身前移动了一点 那栋大楼天台上的狙击手 观察情况就观察情况吧 怎么还将枪口对准他停留了片刻 要不是那种危机感和被窥探的感觉 已经消失无踪 他都要怀疑 对方今天的目标会不会是他了 不管对方的目标是不是他 那种被人放在枪口下的感觉 就是让人不爽 要是手边有狙击枪 他真想马上给对方来一枪 会员哀注意到柯南转身看着后面 疑惑问道 怎么了吗 没有 没什么 柯南没有在身后发现行为可疑的人 不确定是不是自己感觉出错 收回视线 重新看向观景窗外 注意到榆田川河岸附近大楼上的反光点 皱起了眉头仔细观察 奇怪 那个反光点是 有人在那边大楼上监视这里吗 池先生 月水气龟 疑惑看着挡住自己观景视线的池飞池 池飞池再次感受了一下 确定自己确实没了被人窥视的感觉 压制下心里的躁动 低声道 刚才我有种被枪口对准的感觉 现在已经没有了 旁边林木园子 本来想听听两人是不是在偷偷谈情说爱 没想到竖指耳朵 却听到池飞池说了这么一句 愣了一下 转头环顾四周 感觉被枪口对准 在哪里啊 飞池哥 你是不是今天精神太紧张 平 玻璃发出一声脆响 裂纹密布 还在跟外国夫妇说话的中年男人 胸口瞬间站出血花 往后扬倒 一颗子弹 穿透玻璃和男人身躯 打进了走廊后方的电子液晶板内 在西平的液晶板上 留下一个黑洞和满屏裂纹 林木园子看着男人在旁边鲜血飞溅 重重倒地 大脑一片空白 忘了自己刚才想说的是什么 啊 毛力兰下意识地惊呼出声 柯南很快回过神来 一把将旁边的灰元埃暗倒在地 自己也趴到了地上 大喊道 有人狙击 大家快趴下 林木园子和毛力兰立刻趴下身 阿力博士也连忙推倒三个孩子 自己用身躯压在三个孩子上方 月水汽龟也连忙伸手 拽着池飞池往下趴倒 池飞池配合着 在月水汽龟身旁蹲了下来 反手握住月水汽龟的手腕 却并没有趴到地上 转头确认了一下 队伍中其他人的位置 不是每个人都会听柯南的话 周围人群看到有人死了 又听到柯南喊 有人狙击 就恐慌地涌向电梯 有人跑丢了鞋 有人跑丢了眼镜 无数人堵在电梯前 慌张地往里挤 在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情况下 遵循柯南正确避难指示而趴下的人 反而有可能先遭遇到别人的踩踏 嗯 好在他们之前站在观景窗旁边 周围人都往远离窗户的方向跑 趴下的人都没有被慌乱的人群踩到 可恶 引起恐慌了 柯南也注意到了 恐慌中的人群根本没听自己的话 立刻爬起身 蹲在观景窗前 看向刚才看到了反光点的大楼 用眼镜拉近观测距离 看了看那个好像已经收起枪的黑影 又看了看自己身边 确认了一下毛利兰和其他人的安全 快步跑到阿利博士面前蹲下 有些焦急地朝阿利博士伸出手 博士 把车钥匙给我 阿利博士压在三个孩子上方 还没能缓过神来 茫然看着车子 车 车子 我现在要去车上拿滑板 柯南解释道 阿利博士反应过来 连忙从口袋里翻出车钥匙 递给了柯南 柯南接过车钥匙 起身就往电梯方向跑去 等一下 毛利兰看到柯南跑开 坐起了身 柯南 持飞持见柯南说跑就跑 而阿利博士 已经压的三个孩子 双手扑腾了 出声提醒道 博士 你先挪开一点 让孩子们喘口气 阿利博士这才注意到 被自己压住的三个孩子 手脚扑腾 连忙挪开了身体 袁太常常松了口气 无力道 博士 你好重啊 博士 不没紧张问道 现在没事了吧 疑似狙击地点的大楼上 已经没了反光点 那个狙击手 应该已经离开了 持飞持伸手扶着月水气龟坐起来 直接站起身 把跪在观景窗边 往外看的灰云埃拎起来 抱到走廊中间放下 当然 要是你们 想要安全一点 可以爬着或者蹲着 往远离窗户的地方移动 尽量压低身体 灰云埃 所以 飞持哥这样直接站起身活动 是自己不想安全一点吗 狙击手所在的位置 没有这层观景台高 是从下队上射击 小孩子只要移动到小爱在的这个位置 狙击手在那栋大楼天台上 就没办法看到你们的身体了 持飞持放下灰云埃当标志物 又折返到月水气龟身旁 成年人想要站起身 而不被狙击手看到 还需要再往后一点 爬过去太麻烦了 月水气龟直接站起身 往远离观景窗的方向走去 你站起来一动都没有中枪 我想狙击手应该是真的走了吧 惠云埃感觉自己迟早 要为这些任性的成年人操碎心 直到看到灵木园子 站起身准备跑过来 却被毛利兰一把拽住压下去 又看到三个孩子 在阿丽博士的监督下 乖乖压低身体 往自己这边移动 心里才多了几分安慰 还好 他们队伍中 还有重视安全的人 持飞持培月水气龟到了安全区域 又折返回观景窗前 在惠云埃幽怨目光的注视下 弯腰捡起了光焰丢在地上的望远镜 举起望远镜 观察了一下 于田川河岸边的大楼 才转身往安全区域走 林木园子 爬到了惠云埃后方一根柱子旁边 站起身后 长长松了口气 好了 到这里应该就安全了 惠云埃看到持飞持回来 一脸无语地问道 怎么样 狙击手还在吗 我之前看到有反光点的天台上没有人影 持飞持将望远镜带还给了光焰 狙击手已经离开了 柯南刚才往电梯那边去了 毛利兰焦急地看着 依旧挤在电梯前的人群 他不会是 想去狙击手待过的那栋大楼吧 阿里博士想到自己 把车钥匙给了柯南 有些心虚 这个吗 柯南他不会有危险吧 不美一脸担忧 我打电话过去问问 持飞持拿出手机 给柯南打去了电话 嘟嘟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听 持哥哥 大家怎么样 大家都没有受伤 持飞持看了看担心凑近的毛利兰 把通话免提打开 我们已经远离观景窗了 那就好 狙击手刚才待的那栋大楼 你知道是哪一栋 对吧 柯南急切道 那栋大楼临近榆田川河岸边 正对我们所在的观景窗 是跨河电车轨道左边最高的一栋楼 我知道 持飞持道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柯南道 你现在能不能去看看 狙击手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慧玉埃皱眉出声 喂 江户川 没关系的 我离开的时候看过 那个狙击手在收拾狙击枪 似乎已经打算离开了 柯南语气平静地分析道 有人被狙杀 已经引起了大混乱 警方应该很快就会赶到 就算那个狙击手 还有其他目标 现在的环境 也已经不适合他进行狙击了 他应该不会在原地逗留 持哥哥只要先绕网友柱子遮挡的地方 不用了 我已经看过了 持飞时打断道 那栋楼天台上 已经没有人了 狙击手已经走了吗 柯南连忙追问 你是什么时候看的 就在打电话给你之前 我知道了 持哥哥 我需要用手机查一下地图 电话就先挂了 有发现我会再联系你的 嘟嘟 柯南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毛利拦极担心又有些气恼 柯南 回云爱 这一通电话打过去 不仅没有劝住江户川 好像还给江户川 提供了一点新信息 任性又喜欢乱来的人 果然劝不住 不管是飞池哥 还是江户川 陵木园子见毛利拦忧忧忡 气愤道 飞池哥 你再打过去吧 让我来跟他说 这个小鬼居然乱跑 真是不要命了 等一下 园子 毛利拦连忙出声阻止 我看还是不要打了 要是柯南遇到了那个狙击手 他的电话铃声响起来 说不定会让对方注意到他 这样不是更危险吗 哎 好吧 陵木园子无奈放弃 那个小鬼 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与此同时 柯南一边踩着滑板 往狙击手待过的大楼杆 一边用手机地图 确认着最快赶过去的路线 神色十分凝重 能在那么远的地方 将目标一枪毙命 那个狙击手 一定经过了专业且严密的训练 难道是那个组织的人 踩着滑板 越过人行道边的护栏时 柯南脑海里 浮现出某个组织那些狙击手的面孔 分心了一瞬 滑板轮子在护栏上卡了一下 伴得柯南手机脱手飞出 差点摔在一辆大货车前方 大货车司机看到有小孩子 连带滑板飞到车前 吓得连忙打方向盘 柯南闲闲落地 踩着滑板加速离开车头前方 顾不上再去捡 刚才被甩到了路边的手机 继续朝着目标大楼前行 林木塔 第一观景台电梯前 依旧挤满了人 随着工作人员的安抚 随着林木塔安排的安保人员 搭电梯上楼来维持秩序 人群没有再推散拥挤 有序地走进电梯 分批搭乘电梯前往一楼 池飞池等人没有 和其他人一样 急着离开 毛里兰打电话报了警 池飞池 月水期归 带安保人员上前 查看死者尸体 阿丽博士也带着孩子们等在一旁 会员哀甚至还向光燕借了望远镜 走到了观景窗前 用望远镜看着狙击手待过的大楼 默默在心里分析 狙击手会不会跟组织有关系 滴滴滴滴 听到侦探毕章响了起来 会员哀立刻从口袋里拿出侦探毕章 会员 侦探毕章中传出柯南的声音 伴随着阵阵杂音 呲 会员 你听到了吗 会员 江湖川 会员哀出声道 现在能听到了 刚才你那边杂音很大 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过来 我的手机不小心掉了 只能用侦探毕章联系你 柯南声音严肃道 我正在追踪疑似犯人索期的摩托车 车牌是新宿SE3317 正从三目通往北前进 快点联络警方 会员哀立刻转头看向旁边的阿里博士 提醒道 博士快点打电话给警方 阿里博士连忙拿出手机打电话 等一下 他左转了 侦探毕章中又传来柯南的喊声 可恶 刺 别想逃 怎么了 会员哀连忙问道 江湖川 你没事吧 片刻后 侦探毕章中又传出柯南的声音 我没事 我在阎文桥上 要过于田川 声音突然停止 连杂音也没有了 江湖川 会员哀对着侦探毕章喊道 江湖川 别担心 可能是离开了通讯范围 阿里博士已经打通了报警电话 安抚了会员哀一句 才走到一旁讲电话 唯 高木警官 刚才发生在林木塔的狙击事件 有人看到了狙击手 是柯南看到的 犯人骑着摩托车离开了 车拍式 池飞池走到会员哀身旁 听着阿里博士打电话 也弄清楚了柯南目前的追踪进度 名侦探对那个狙击手的追踪 才刚刚开始呢 半个小时后 第一观景台上的民众 被全部疏散到一楼 毛利小五郎搭电梯 到了第一观景台 没多久 木木十三带队抵达 让人接手了现场调查 亲自向池飞池等人了解情况 死者死亡是一瞬间的事 狙击枪子弹 直接贯穿了死者胸膛 让死者立刻倒地身亡 关于死者的死亡情况 池飞池一群人看到的 并不比周围其他人要多 不过 在死者被狙杀前 池飞池就已经发现了狙击手 这也让木木十三 重点找上池飞池了解情况 池老弟 在死者死亡前 你说自己感觉被枪口对准了 木木十三神色严肃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有种被人盯着看的感觉 莫名地 让我有些毛骨悚然 大概持续了两秒 那种感觉又消失了 池飞池走到了观景窗前 看向狙击地点所在的方向 然后 我就看到那栋大楼天台上 有东西在反光 怀疑大楼上有狙击手 当然 我当时也不是很肯定 是哪栋大楼 你等一下 木木十三看了看 池飞池所看的方向 回头喊道 高木 找一份附近的地图过来 高木社快步走上前 拿出手机 打开了电子地图 木木警官 用手机上的地图可以吗 木木十三点了点头 又对池飞池正色道 池老弟 请你把那栋大楼 在地图上找出来 池飞池接过高木社的手机 在地图上找到了 那栋临近于天川的大楼 只给木木十三和高木社看 木木十三刚安排了高木社 白鸟刃三郎 随机动队员去调查 疑似狙击地的大楼 又被毛利兰找上 木木警官 博士说 柯南追踪到了疑似犯人 所骑的摩托车 并且已经把那辆摩托车的信息 告诉了警方 毛利兰担忧道 警方有没有找到他们 柯南的情况还好吗 总部的同事 调看过沿路监控 嫌犯骑着那辆摩托车 往码头的方向前行 柯南也在路口监控中出现过 只是靠近码头的路段 监控变少了 我们还在确认柯南的位置 木木十三正色宽围道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们已经安排警力 向着码头包围过去 并且封锁了附近的路段 要是柯南有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 木木警官 左腾美盒子 拿着手机快步上前 我们进入码头仓库区的同事 找到柯南了 毛利兰立刻看着左腾美盒子追问 柯南怎么样 他还好吗 那边同事说 柯南没有受伤 左腾美盒子 微笑着对毛利兰 说了柯南的情况 等毛利兰松了口气 才收起脸上笑意 走进木木十三 低声道 警部 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 FBI的调查员 也出现在了仓库区 就是柯南他们认识的那位朱棣老师 还有他的一位同事也在现场 他希望我们立刻封锁海湾 并对海湾周围严避进行搜索 另外 他说 他会向上级申请联合办案 跟我们共享一些信息 木木十三 听到联合办案 就知道情况不简单 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会向上汇报这件事 不过 既然FBI调查员 希望我们封锁海湾进行搜索 那就说明 犯人还是逃走了 是吗 没错 左腾美盒子正色道 我们同事赶到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犯人 只看到现场有枪击痕迹 和车子爆炸的痕迹 根据现场 FBI调查员 柯南和一同追击犯人的 士良真纯所说 犯人攻击他们之后 就跳入大海逃走了 总之 让他们先到警示厅去 配合我们了解情况 木木十三 对左腾美盒子交代完 又对池飞池道 池老爹 你们也跟我们去一趟吧 等木木十三 安排好后续调查任务后 池飞池和阿丽博士 开车载着其他人 跟随警车到了警示厅 在搜查一刻的办公楼层 见到了柯南 柯南和士良真纯刚洗了脸 站在走廊上 在用尸首帕擦拭手臂 衣服上沾到的灰尘污渍 朱蒂和安德烈 卡梅龙站在一旁 安德烈 卡梅龙 低头看着自己衣服上的弹孔 跟一名警员解释 自己没有受伤 木木十三 看到安德烈 卡梅龙衣服的弹孔 脸色凝重地问道 犯人朝你们开枪射击了吗 嗯 是啊 安德烈 卡梅龙 转头看到木木十三 这个搜查一刻负责人到了 拉起自己的西服外套 让木木十三 看自己穿在外套下方的防弹衣 不过我穿了防弹衣 没有受伤 那个犯人突破警方 在藏前桥的封锁时 就使用过手榴弹 到了码头仓库区之后 又朝我和柯南开枪射击 真的很危险呢 士良真纯笑道 还好卡梅龙搜查官 及时出现在仓库区 用身体保护了我们 之后那个犯人 大概是担心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就丢下我们 跳海逃走了 先前木木十三 跟毛利兰说起柯南的情况时 由于担心毛利兰被吓到 并没有提犯人在逃跑路上 使用手榴弹 手枪的事 听到士良真纯这么说 毛利兰才意识到 刚才柯南的处境很凶险 顿时后怕起来 手榴弹 射击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也是 我们想了解清楚的是 木木十三目光扫视过朱棣等人 神色严肃道 各位 我们已经派人沿着海湾沿壁搜寻了 接下来 我想详细了解一下 你们追击犯人的经过 柯南 士良真纯 被安排到一间休息室 向警员说明 追击犯人的过程 回答着有没有看到犯人长相 犯人身高特征这类问题 毛利兰担心柯南被吓坏了 得到木木十三的许可后 就拉上毛利小五郎 到休息室里陪着柯南 朱棣和安德烈 卡梅隆 被安排到另一间休息室 被问了相似的问题 向警员详细说着 犯人在仓库区 是怎么攻击一行人 又是怎么逃走的 池飞池 月水汽龟 林木园子 阿里博士和少年侦探团 其他四人 也被安排到大一些的休息室 再次向警方说明 林木塔狙击事件的前后经过 这一次 警方了解得更加详细 向池飞池问了 死者生前在做什么 有没有做出什么奇怪行为 之类的问题 池飞池重复着 自己已经跟木木十三说过的话 心理焦躁感逐渐加剧 为了避免自己原地发疯 出声打断警员的问话 大松警官 不好意思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想要休息一下 当然 我会在旁边负责补充的 警员愣了一下 随后想到自己不止一次的 听同事说过 池飞池不喜欢做笔录 不喜欢重复解释某个问题 没觉得奇怪 无奈笑着答应下来 好 好吧 既然您身体不舒服 那您在旁边休息一下 我向阿里先生 月水小姐和园子小姐了解情况 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 您和孩子们再进行补充 问话的主要目标 从池飞池变更为月水气龟 和阿里博士 池飞池本以为这样会轻松一些 结果因为不用应付警方的提问 大脑里又开始闪现一些 充满恨意的记忆片段 心里的焦躁感也在持续累积 好在狙击事件前后经过简单 其他人很快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等池飞池说明了 自己感到不安 发现大楼天台上有反光的经过 问话就结束了 林木园子确认没自己什么事之后 离开了警示厅 阿里博士也准备带着孩子们 回去吃饭 打游戏 想让孩子们早点忘记 狙击事件带来的惊吓 池飞池则在警方要求下 需要留在警示厅 而会员埃在糊弄三个孩子 跟着阿里博士回去之后 也跟月水汽龟一起留了下来 时至下午一点多 警方给忙了一上午的警员 和协助调查的人都订了便当 随着试粮真纯 毛利小五郎等人 到池飞池三人所在的大休息室 吃便当 朱棣 安德烈 卡梅隆 从案发现场回来的高木社等人 也汇聚了大休息室内 狙击手距离林木第一观景台 有着六百多码的距离 朱棣一脸好奇地问道 这么远的距离下 池先生也能感觉到 狙击手用枪口对准过你吗 这是不是说明 一般狙击手根本不可能杀死你呢 因为狙击手在用枪对准你的时候 你就会察觉到危险 并且及时做出反应来躲避子弹 这样狙击手的狙击就失败了 有了食物填饱肚子带来的满足感 池飞池心里的焦躁感 被压制了一些 也有耐心回答朱棣的问题 我只是有一种被危险笼罩的感觉 再加上看到了那栋大楼天台有反光 才想自己会不会是被枪口对准了 但是能感觉到危险 并不代表能够反应过来 这是实话 他在危机预感方面确实很敏锐 但要是枪手干脆果断一点 在某个地方悄悄瞄准他 就立刻开枪 他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及时避开子弹 当然了 大部分情况下 他就算不能完全避开子弹 也能做出一点应对举动 争取让子弹命中他身体的非要害部位 只是他没有理由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FBI 这么说也对 朱棣想到池飞池今天在狙击发生前后 一直站在观景窗前 并没有及时远离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其实很多人有危机预感 只是有的人感觉弱一些 有的人感觉强烈一些 但人们就算有了自己陷入危险的预感 通常会先怀疑自己是不是感觉错了 再疑惑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并观察四周 这个反应过程 足够枪手开枪完成射击了 高木舍咽下了口中的食物 出声道 但如果池先生没有感觉错误的话 对方的枪口曾经对准过他 而且停留了片刻 这就是我们让池先生留下来的原因 我们担心犯人产生过攻击池先生的想法 所以 在确认犯人将枪口对池先生的原因之前 我们会多注意池先生的安全 池飞池想到那种被放在枪口下的感觉 心里再次火气生疼 面无表情道 我也想知道 那个混蛋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盯着我看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高木舍听出了池飞池语气中的不满 愣了一下 抬眼打亮着池飞池冰冷的脸色 不确定地问道 池先生 你是 在生气吗 他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今天一早就有些焦躁 会愿安神色淡定地低头吃着饭 我有点担心 他再焦躁下去 会导致精神疾病复发 想看看 他下午会不会好一点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原因 高木舍憨了憨 原 原来是这样啊 毛利小五郎郁闷嘀咕 哼 他早上还把我骂了一顿呢 那是您不讲理在先 池飞池沉着脸提醒 请您说话不要颠倒黑白 明明是 毛利小五郎话没说完 就被毛利兰伸手捂住嘴 嗯 爸爸 快点吃饭吧 毛利兰向毛利小五郎 递了阻止的眼神 低声埋怨道 平时飞池哥一直很包容你 也很尊重你的 你今天就不要老是 跟他较劲了吗 毛利小五郎 包容他 他家大徒弟 以前就没有对过他吗 他感觉自己时不时 就要被大徒弟欺负一下 才是真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 他家徒弟有时候对他确实很好 算了 他才不跟晚辈一般见识 嗯 既然池先生状态不太好 是不是应该吃点药啊 安德烈卡梅隆出生问道 池飞池 这个差点拐炮他女儿的大块头 果然是刁民 或许可以让池先生回去休息 朱迪认真道 我们已经掌握了 一些关于犯人身份的情报 池先生应该不是犯人的目标 我想 可能是因为池先生 接触过犯人的某个目标 犯人调查时见过他 并且在准备狙击时认出他来 所以才盯着他 多看了两眼吧 池飞池立刻点了点头 那我等一下就回去休息 你这就决定回去休息了呀 试梁真纯一脸惊讶 FBI已经申请联合办案了 等一下警示厅 应该会召开搜查会议哦 你不好奇这次事件是怎么回事吗 池飞池神情冷淡 不好奇 试梁真纯噎了一下 喂 我支持飞池回去休息 毛利小五郎一脸无语道 现在让他回去休息 总比以后去精神病院 看往他要好吧 我反对 会员挨暂时停了筷子 神色认真地看向朱棣 朱棣老实说 犯人可能是在调查某个目标时 看到目标接触过飞池哥 对吗 但是这样并不代表 犯人一定不会对飞池哥下手 万一犯人的那个目标 跟飞池哥关系要好 犯人会不会也有可能 迁怒飞池哥呢 池飞池默默吃饭 他的去留问题 都已经引发辩论了 他还能说什么 让这些人慢慢讨论吧 你的担心确实有道理 朱棣面露难色地犹豫了一下 不行 因为这次事件 关系到美国军方的名誉 所以在得到许可之前 我还不能把我们掌握的情报说出来 总之 我认为池先生最好还是 参加一下搜查会议 再确认一下 自己跟犯人以及犯人的某个目标 有没有更多的联系 我的上司还在赶过来的路上 联合办案 还有一些程序 需要他来完成 日本警方也需要时间 来整理现场调查情况 这样算起来 搜查会议 可能还要三四个小时后 才能正式开始 我想 池先生可以在调查会议开始前 回去或者到附近找个酒店休息一下 等搜查会议开始 我们再联系池先生过来 池飞池见其他人没有在反对 出声道 那我等一下回去休息 晚一点再过来 下午两点 池飞池 月水七归和辉渊哀 离开了警示厅 好了 他们已经走了 试良真纯趴在办公大楼窗台上 看着三人出大门 坐上车离开 想到辉渊哀之前 坚持要跟着池飞池回去的模样 对身旁的柯南感慨道 话说回来 他看上去很严格吗 他 柯南愣了一下 很快反应过来 你是说辉渊啊 我觉得他一直很严格呀 平时管着博士不能吃这个 不能吃那个 还总是操心着池哥哥的情况 什么都要管 是这样吗 试良真纯想到自己老妈 板着脸训人的模样 忍不住笑了笑 小声嘀咕到 严肃起来的时候 感觉就更像了 什么 柯南没有听清试良真纯的话 疑惑看着试良真纯 没有了 我是说 我们去看看 警方有没有搜寻犯人的下落吧 试良真纯动身 往搜查一刻的大办公室走去 之前那个大块头 FBI调查员说过 海报突击对什么的 那位朱棣老师又说 这次事件关系到美国军方荣誉 还真是让人好奇啊 这次事件背后 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幕 另一边 月水七归开着迟飞池的车子 载着迟飞池和会员哀回到七真探事务所 会员哀一路上神色凝重 时不时用怀疑目光 打亮一下闭目养神的池飞池 到了七真探事务所小楼二楼 池飞池走进厨房 到了两杯冰镇可乐端到客厅 把两杯可乐放到茶几上 你们坐在客厅看会儿电视 聊聊天 想吃蛋糕 或者想吃三明治 可以去对面剥落咖啡厅买 我去睡一会儿 会员哀走上前 打亮着池飞池的脸色 担忧问道 真的不用去看医生吗 不用 池飞池伸手揉了揉会员哀的头发 不要用那种玩了 哥哥他快没命了的目光看着我 会员哀见池飞池 还有心情调侃自己 心情也轻松了一些 无奈道 在我们接受警方问话的时候 你就说自己身体有点不舒服 后来又那么果断的选择 回来休息 路上还没有自己来驾驶车子 而是让七龟姐开车 我想就算你还有命在 健康数值也已经降到低点了吧 你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我先扶下安眠药睡一觉 看看情况会不会好一点 暂时不用去看医生 池飞池拿出药盒 找到一颗有着数字三的药片吞下 接过月水七龟递来的水杯 用水将药片送服 对月水七龟道 睡三个小时应该差不多了 月水七龟知道池飞池 是打算用药物控制睡眠时间 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 你去睡吧 等你醒了 我们再去警示厅 现在不知道那个犯人 为什么会关注到你 你什么时候跟犯人的目标接触过 我们还是去确认一下会比较好 朱棣说 事关美国军方的荣耀 池飞池把水杯放回了茶几上 我最近接触过的 跟美国军方有关系的人 好像就只有那么一个 月水七龟很快想到了一个人 也想到了自己前不久看到的一份情报 惊讶到 难 难道是拍卖会那个时候 没错 池飞池动身往房间走去 如果乌尔兹是犯人的目标之一 那就不用担心我会被犯人迁怒了 我跟乌尔兹又不熟 会员爱慕送池飞池回房间休息 向月水七龟投去疑惑的目光 沃尔兹 他是退役的美国陆军上尉 月水七龟向辉原哀 简单解释沃尔兹的身份 心里依旧满是惊讶 如果说 犯人的目标是沃尔兹 而且FBI已经掌握了犯人的情报 那 今天狙击事件的犯人 不会是那个前海报突击对成员 蒂姆亨特或者蒂姆亨特的同伙吧 可是 如果狙击事件跟蒂姆亨特和其同伙有关 为什么那两个人不对沃尔兹这个退役陆军上尉下手 反而拘杀了一名亚洲人呢 请大家看这里 傍晚六点 警示听刑事部的会议室里 举行了美国FBI和日本刑事警察联合办案的搜查会议 木木十三带着德利手下 佐藤美和子 高木舍 千叶和身 白鸟认三郎参加会议 FBI一方的参与者则是朱棣 安德烈 卡梅隆 以及詹姆斯 布莱克 除了这两方 还有追击过犯人的柯南和士良真纯 陪同柯南留下来的毛利妇女 接到电话通知到了警示厅的池飞池 跟着池飞池一起到警示厅的月水七归和辉原哀 这次联合办案 詹姆斯 布莱克代表FBI 表示这次搜查会议日本警方作为主导 FBI只是提供情报 并且全力配合日本警方行动 这也让搜查会议的气氛 在一开始就十分和谐 詹姆斯 布莱克 作为提供情报帮助的代表 被请到了会议室主席位上 说明着FBI掌握的情报 根据得到的照片 以及犯人的狙击水平来看 我们推测 犯人应该是这个人 朱蒂和安德烈 卡梅隆作为助手 已经将重要人物的照片打印出来 用图钉定在了白板上 并且在照片下方 写上了对应的名字和年纪 蒂姆 亨特 37岁 詹姆斯 布莱克 提醒其他人看照片之后 继续介绍到 他是原美国海军特种部队 海豹突击队的狙击兵 从2003年开始 于中东参战了三年 是战功显赫的英雄 月水气龟看了看 神色冷淡的池飞驰 试着把自己表情 调整得好奇一点 不过很快又放弃了 好吧 他有点理解 池先生为什么对很多事情 没有好奇心了 早就知道的事情 还怎么好奇得起来啊 毛利小五郎一脸无语 那样的英雄怎么会 池飞驰觉得 詹姆斯 布莱克 做出评价的立场 偏向太强了 而朱蒂 安德烈 卡梅隆 也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让自己心里不太痛快 认为自己 有必要纠正一下 对于美国来说 他是英雄 但对于战争中的 另一方来说 他其实也是刽子手吧 静 毛利小五郎 对 他其实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话不用说的 这么直白嘛 他家徒弟回去 休息了几个小时 火气看上去 还是没小多少 池飞驰没有 揪着美国作风不放 只针对蒂姆 亨特 继续说下去 既然战争 把他培养成了铁血的刽子手 那么 当他敌视的目标 转变成其他人 他当然 也不会对新目标 手下留情 池先生这么说也没有错 从战场 另一方的立场来看 亨特确实是个铁血杀手 詹姆斯 布莱克回过神来 立刻进行声明 不过他已经退役了 现在他需要负责 并效忠的对象 只有他自己 抱歉 布莱克先生 我的意思也并不是指 亨特会听从军方指示 来日本杀人 迟非迟到 只是想针对他的性格 进行一些分析 住店 安德烈 卡梅隆 下化线 等等 怎么一下子就牵扯到了 外交问题 虽然池先生 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但 詹姆斯先生 不愧是他们的上级 这份杜绝 任何误会发生的思想觉悟 以及反应能力 还真是优秀 我知道池先生不会误会 也相信在座各位 都不会那么想 不过我习惯 把情况说清楚 詹姆斯 布莱克笑了笑 很快收起脸上笑意 正则道 而且我们怀疑亨特的原因 也跟他的退役有关 亨特曾经获得过迎新勋章 迎新勋章 毛利小武郎一脸疑惑 这是用来表彰 士兵与敌对武装势力作战时 表现的英勇无畏的荣誉勋章 亨特在2005年 被授予了这项荣誉 朱蒂看了驰飞驰一眼 精准表达 所以 他在我们国内 也被称作战场上的英雄 持飞驰垂谋沉默 朱蒂的表达方式 倒是没有让他觉得不对劲 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时间 他穿越过来那一年 应该是这个世界的 1999年至2000年 快斗以怪盗积德身份活动时 还装模作样地 跟柯南说过一句 世纪末的终生 而现在 大家一边说着 亨特2003年 参加中东战争 2005年 被授予迎新勋章 一边又认定 从他和柯南认识到现在 其实只过了半年 这些人脑子里的时间概念 对他很不友善 没错 可以让他发疯的问题来了 他穿越过来的时候 是1999年 大家都说 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年 那么请问 现在是1999年 还是2014年 或者是2010 2015 朱蒂坚持飞驰沉默倾听 心里放松了下来 继续说道 但是在第二年 因为涉嫌违反作战规则 亨特的迎新勋章被剥夺了 有位陆军士官指控他 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当然了 亨特也失口否认 调查之后 由于证据不足 所以亨特并没有被起诉 不过亨特的迎新勋章 被取消授予 而他在国内的口碑 也从战场英雄 沦落为有污点的英雄 而且或许是受到迎新勋章 被剥夺的影响 回到战场上的亨特 失去了原有的冷静 在战场上被孤立 最后被敌方子弹 打中了头部 毛利兰心里同情着帝母 亨特 怎么会这样 然后呢 木木十三也听得入神 追问道 亨特之后怎么样了 很幸运的是 他的手术成功了 保住了性命 他也因此退役回国 可是他的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 回国之后 他为了过平静的生活 搬到了华盛顿州西雅图乡下居住 但是战场上的痛苦回忆 一直纠缠着他 让他始终痛苦着 而且不幸的遭遇 不仅发生在他身上 和他一起生活的妻子 妹妹也陆续遭遇不幸 朱棣道 他投资失败导致破产 他的妹妹因为婚约被取消而自杀 妻子又因为服药过量而死亡 亨特就这样接连失去了名誉 财产和至亲至爱的家人 变得一无所有 在那之后的六年里 他也完全销声匿迹 白鸟任三郎出声提问 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被FBI当作这次杀人事件的嫌疑犯呢 安德烈·卡梅隆转过身 将一张简报添加到白板上 用磁铁图钉固定住 三周前 西雅图有个名叫布莱恩·伍兹的地方报记者 遭到了来腹枪狙击 当场重伤身亡 警方通过调查死者得知 死者曾经写过一连串有污点的英雄的报道 为此对亨特夫妇进行过跟踪调查 一直纠缠不断 最终造成亨特和妻子神经衰弱 朱蒂神色严肃到 经过调查之后 警方就把亨特列为嫌犯 发现他在两周前来的日本 在海关处留下了入京日本的记录 于是 FBI总部才会命令来日本度假的我们三个人 将亨特逮捕归案 原来如此 木木十三了然点头 然后 你们就关注到今天发生的事件了吗 是的 詹姆斯·布莱克看着木木十三 认真问道 请问目前警方搜寻到亨特的行踪了吗 目前仍在湾内进行搜索 木木十三神色诉讼 还没有发现他的下落 这也难怪 安德烈·卡梅隆对木木十三道 我想你也知道 海豹突击队的Seal正是由海 陆 空三个单词中前面的字母来组成 游泳也是亨特的强项 与来附枪狙击并列 说到狙击 白鸟任三郎站起身汇报 我们在疑似狙击地点的大楼上 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疑似狙击地点的大楼天台上 警方在面向林木塔一侧的 外墙清洁车轨道间 发现了一个半透明的蓝色头子 和一个长51毫米的空弹壳 千叶和升起身走到白板前 将现场拍下来的头子弹壳 照片放到白板上 用磁铁图钉压住 补充道 这个弹壳 与我们在死者死亡现场 找到的犯人用来射杀死者的气 62毫米子弹口径吻合 詹姆斯·布莱克 看着自己面前的电脑上的资料 出声道 也与亨特习惯用的来附枪 MK11的NATO弹一致 千叶和身皱眉 那么凶手果然就是他 关于头子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白鸟任三郎问道 在西雅图那个记者被拘杀的事件中 现场除了弹壳之外 也放了头子吗 不 我没有收到相关的讯息 西雅图的狙击现场 并没有发现头子 詹姆斯·布莱克肯定道 不过亨特和头子确实有所关联 他很喜欢玩头子游戏 安德烈·卡梅隆 指了指自己左手手臂 听说他还在左手臂这个地方 留了一个头子的刺青 默默13思索着 虽然这个联系有些薄弱 但也表示 亨特有可能利用头子来传递信息 没错 詹姆斯·布莱克又笃定道 而且判断这起事件 是亨特所为最有利的证据 是被害者本身 这么说 亨特有杀害这次狙击事件 被害者腾波洪明先生的动机吗 木木13追问 是的 朱棣看向白板上腾波洪明的照片 这位腾波先生 就是七年前 向亨特推荐日本的不良房产 导致亨特破产的人 左腾美和子惊讶 所以他才会被害吗 这么一来 犯人绝对就是亨特没错了 毛利小五郎 自信满满地肯定道 对了 柯南趁机问起了士良真纯 士良姐姐 你为什么会跟踪调查腾波先生呢 士良真纯见其他人看向自己 坦白道 是我同年级的同学 有个亲戚 准备跟腾波先生结婚 可能是 觉得他不太靠谱吧 就委托我调查一下他的底细 根据我对他的身家调查来看 他好像专门欺骗那些单纯的外国人 推荐一些日本的不良房产给对方 身家调查 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毛利小五郎小声嘀咕着 发现旁边池飞池用冷淡且无语的目光 瞥了自己一眼 顿时有了血压上升的感觉 缓了缓 转头不去看池飞池 他家徒弟今天可能很容易焦躁 容易看人不顺眼吧 而他好像也受到了影响 总感觉自己被徒弟挑衅了 血压忽上忽下的 忍住 他不跟犯蛇精病的徒弟计较 虽然腾波先生被杀害 确实有点可怜 但这样一来 结婚的事也就取消了 对于我的委托人来说 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是梁真纯道 不过坏消息是 我认为亨特不会就此罢手的 会员I看着白板上的照片 虽然下午已经听月水七归 说过沃尔兹的事 但还是想让FBI确认一下 出声道 之前朱迪老师说 飞驰哥可能接触过亨特的某个目标 那个目标是什么人呢 朱迪拿出一张照片 用磁铁图钉固定在白板上 侧身让到一旁 神色认真的看着池飞驰问道 池先生 不知道你对这位杰克 沃尔兹先生 还有没有印象 池飞驰点了点头 杰克 沃尔兹 退役的美国陆军上尉 目前在圣地亚哥 经营军用装备制造公司 毛利小五郎 柯南等人 没想到池飞驰 还真认识事件相关人士 惊讶地转头 看着池飞驰 我跟他的交集并不多 池飞驰语气平静地继续道 三天前 林木财团举办的拍卖会上 一位美国驻日大使介绍 我跟他认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也是唯一一次见面 池先生 林木财团在林木塔 举行拍卖会那一天 我们得知 沃尔兹准备去参加拍卖会 曾经到过林木塔外调查 希望可以找到亨特的下落 朱蒂神色严肃地 对池飞池道 虽然我们当天没有找到亨特 但那天 我们看到沃尔兹 特意在林木塔大门口等你 不知道沃尔兹那天 有没有跟你说过 什么重要的事呢 我知道这么问很冒昧 不过既然你今天上午 感觉到枪口对准过你 这就说明 亨特有可能调查过你 并在狙杀腾伯鸿明先生 之前认出了你 拍卖会那天 他很有可能在林木塔 附近某个地方 观察过沃尔兹 并且看到沃尔兹 在大门口等你 要是他调查之后 认为 你跟沃尔兹关系不简单 他说不定会利用你布置陷阱 来对付沃尔兹 这样会让你处于危险之中 所以 你们想尽可能弄清楚 我跟沃尔兹之间的关联 对吗 词飞池直白道 沃尔兹的军用装备制造公司 有可能会用到 安布雷拉出产的一些设备 另外 安布雷拉在数个国家 成立了安全保护服务公司 也需要定期 从军用装备制造公司 购入一些装备 所以 沃尔兹的军用装备制造公司 与安布雷拉 有很多合作空间 不过 那天 沃尔兹只是想跟我解释一下 并没有跟我谈过合作之类的事情 他那天晚上说 他这一次是来 RB度假 还带上了他的家人 他们会在 RB玩一大圈再回去 月水气龟补充道 他还说道 他参加过中东战争 跟我们聊了聊 战争给他带来的感想 都是一些闲聊 并没有谈起太正式的话题 朱迪点了点头 看向詹姆斯 布莱克 既然池先生跟沃尔兹的关系 并不亲近 那我想亨特不太可能会利用池先生 来报复沃尔兹 这次沃尔兹的家人 跟着沃尔兹到了RB 相比起利用池先生来布置陷阱 亨特用沃尔兹的家人来威胁 他可能会更有效 你说的没错 詹姆斯 布莱克认可着 又对池飞池道 不过 在亨特被逮捕之前 我想 池先生还是尽量注意一下 自己的安全问题 要是在周围 发现可疑的人 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 池飞池点了点头 我会的 大家放心吧 毛利小五郎自信道 飞池可是我毛利小五郎的徒弟 要是有什么人在他周围鬼鬼祟祟 想被他不利 我这个名侦探老师 一定会帮他 把那个家伙给抓住的 柯南一脸无语 让小五郎叔叔 来保护池哥哥 他怎么感觉 一点都不靠谱 想让他们放心 他觉得必须反过来 由池哥哥来保护叔叔才行 那么 池老弟最近就多注意一下 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 不要一个人到偏僻的地方去 目目十三神色 认真地看向月水汽龟 另外 刚才月水小姐提到那位沃尔兹先生 参加过中东战争 难道说 沃尔兹先生和亨特 曾经是战场上的老相识吗 是的 朱迪用笔将杰克 沃尔兹的名字和年纪 写在照片下方 一脸凝重地 对目目十三等人道 他就是当年举报亨特 违反交战规定的人 神 什么 目目十三意识到 沃尔兹这个人的重要性 眉头皱了起来 如果亨特怨恨 并杀害了腾波红明先生 肯定也会怨恨着 害他失去了迎新勋章的 沃尔兹先生 而且 这位沃尔兹先生 还带着他的家人 到了阿尔比 佐藤美和子 对目目十三提醒道 警部 我们是否应该派人去保护他们呢 目目十三看着 FBI三人问道 不知道这位沃尔兹先生现在 参加完拍卖会的第二天 他就带着家人去了京都 朱迪道 我们联系过他 他预计还会和家人在 阿尔比停留八天左右 詹姆斯布莱克补充道 我们联系他的时候 跟他提过亨特到了阿尔比的事 他表示自己并不害怕亨特对他不利 我想 他可能不会同意 我们安排人去对他进行贴身保护 亨特在东京作案 他想要去京都 就必须搭乘交通工具 目目十三神色严肃道 接下来 我们会对亨特发布通缉令 重点排查车站 机场这类地方 另外 不管沃尔兹愿不愿意接受保护 我们都会联络京都的同事 在他周围加强警戒 柯南看到安德烈 卡梅隆 又往白板上贴了两张照片 位置就在沃尔兹照片的旁边 出声问道 除了沃尔兹先生之外 难道还有其他人 可能会成为亨特的目标吗 没错 这位是比尔·莫菲 35岁 朱蒂伸手 放在一张照片旁边 看着照片上皮肤有黑 留着寸头的男人 介绍道 他以前是沃尔兹部下的陆军中士 曾经出面指正 亨特违反交战规定 退役之后 他进了沃尔兹的公司当秘书 比尔·莫菲 也跟着沃尔兹到了阿比 不过他 好像是单独休假 到了阿比之后 就去了日光 詹姆斯·布莱克道 他也打算在阿比继续逗留8天左右 最后是一位森山人 34岁 朱蒂右手 移动到最后一张照片旁边 看着照片上亚洲人面孔的年轻男人道 他就是跟亨特的妹妹取消了婚约 导致亨特妹妹自杀的人 安德烈·卡梅隆 看着自己手里的记事本 他曾经是阿比一家公司派驻西雅图的职员 于4年前离职 目前下落不明 三个人就有两个人在 阿比亚 毛利兰尼南道 月水七归打亮着森山人的照片 有些不确定道 说不定三个人都在阿比呢 嗯 詹姆斯 布莱克 木木十三等人 立刻把目光放在月水七归身上 我只是觉得 好像见过他 月水七归神色困惑地回想着 是在电视节目 不对 他不是我知道的艺人 是在报纸上吗 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 试良真纯疑惑 看着森山人的照片 这个人长得帅气 左眼下方 还有一颗很特别的类质 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 我好像也在报纸 还是杂志之类的东西上看到过 报纸上 毛利小五郎 一脸茫然地 看着森山人的照片 有吗 吃非吃想到 今天某个狙击手 特地在自己身上 停留了片刻的枪口 垂了垂眸 出声道 我也记得 好像是在某个 RB知名 料理研究家结婚的新闻报道上 报道上 有他和那个女性 料理研究家结婚的照片 另外 报道还提到他 入坠到女方家里 我想 他应该是改了女方的姓氏 所以 FBI才 一直查不到他这四年里的行踪 真 真的吗 木木十三 有些惊喜地追问道 池老弟 那个RB知名 料理研究家 叫什么名字 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了 吃非吃到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既然知道 女方是有名的料理研究家 我想 应该很容易 查到相关信息 白鸟 木木十三站起身 转头看着白鸟 认三郎下达指示 你负责去网上查找相关信息 一旦找到了森山人的线索 就立刻去确认 他现在的工作地点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是 白鸟认三郎 起身硬道 高木 千叶 你们两个立刻通知 京都府警和栗木陷阱 木木十三继续道 让他们注意保护 捷克 乌尔兹 比尔 莫菲这两个人 加强戒备 是 将蒂姆 亨特列为重点嫌疑人 左腾 立刻把紧急通缉令发出去 是 RB警方行动起来 提供情报的FBI一方 也没有打算闲着 詹姆斯 布莱克出声道 我们在FBI总部的同事 正在整理亨特的人际关系情报 确认亨特在RB境内的人际关系 明天之前 总部会将情报传到我这里来 明天我会把相关情报 分享给各位 搜查会议结束 RB警方和FBI 还有后续工作要安排 侦探组就先离开了警示厅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警示厅内外亮着灯 试量真纯 一边往外走 一边用手机上网 搜索着森山人的信息 森山人 没有消息啊 那么就搜索 RB女性 料理研究家 结婚 入坠搜索出来的报道很多吗 居然还有一个叫什么 料理研究大师的节目也冒出来了 飞驰哥 你还能回忆起 关于那篇报道的其他信息来吗 我不记得其他信息了 池飞驰 压根没打算帮忙 不过森山人的年纪已经确认 加上他妻子的身份 是知名料理研究家 结婚时他入坠 信息已经够多了 耐心排查一下 要不了两个小时 就能查清楚了 好吧 那我回去之后 再好好排查一下吧 试量真纯 见自己一行人 已经走出大门 到了街上 一脸无奈地收起手机 又对池飞驰调侃道 不过飞驰哥 我总算明白 小兰以前为什么会说你 容易被犯人盯上了 如果警方很快找到 森山人的下落 并且将人保护起来 亨特觉得自己很难 杀死森山人 又知道 警方是因为你的提醒 才很快找到森山人 说不定会恨上你的 池飞驰神色平静地点头道 我会小心的 试量真纯没想到 池飞驰一下子就明白了 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愣了一下 很快笑了笑 要是秀一个 肯定也会很快 就知道他的意思 而且以他推测 秀个搞不好 也会是这种反应 试量 毛力蓝神色犹豫地出声 让试量真纯 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疑惑转头 看着毛力蓝 你们今天没有受伤 真是太好了 毛力蓝笑得有些勉强 很快一脸担忧地 看了看柯南 我知道柯南和你都喜欢调查 不过 这次的犯人很难对付 能不能拜托你 拜托你别让柯南 再遇到危险了 柯南正想着 狙击手不是那个组织的人 算不算好消息 听到毛力蓝这么说 这才想起 自己让毛力蓝担心 后怕了一整天 仰头看着毛力蓝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是啊 侦探游戏到此结束 你们两个可是差点就挂了呀 毛力小五郎 无语地警告了 试量真纯 又盯上柯南 恼火地扬了扬拳头示威 尤其是你这个小鬼 不要总是乱跑 不然 小心我揍扁你 呃 是 柯南看着毛力小五郎 好像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 立刻后退两步拉开距离 免得毛力小五郎越说越切 突然怒垂自己 会员挨仰头 看了看夜空 今天不止飞驰哥容易焦躁 毛力大叔火气也挺大的 是因为进入了夏天 气温上升 导致人容易心浮气躁吗 放心吧 我一定会保护好柯南的 试量真纯回过神来之后 对毛力蓝笑着眨了眨眼 小蓝 我向你保证 柯南的心脏 是不会被子弹射穿的 当然了 你的心脏也不会 哎 毛力蓝有点猛 他是希望 两个人不要再冒险去追犯人 怎么感觉 试量完全没有抓住重点 而且 试量怎么会这么肯定 他和柯南 不会有危险呢 好了 我的摩托车停在那边 试量真纯往附近路边走去 笑着摆了摆手 那么就再见了 毛力小五郎半月眼 看着试量真纯 骑上摩托车离开 那个小鬼在说什么呀 什么保证别人 不会被子弹射穿心脏 真是自打 他大概是想向小蓝表达一下 他保护柯南和小蓝的决心 驰飞驰走向停车的地方 老师 既然你没有开车过来 那我顺便送你们回去好了 啊 毛力小五郎跟上驰飞驰 嘿嘿笑了笑 那就麻烦你了 飞驰 看来他们和好了 毛力蓝看到毛力小五郎和驰飞驰 又有说有笑 脸上心神不宁的神情消散 低头对柯南笑道 今天好像也没有很糟糕 柯南心里松了口气 笑着对毛力蓝点头 嗯 少年侦探团前一天晚上 就约好今晚继续放烟花 所以回米花亭五丁目之前 詰飞驰先送辉原哀 柯南去了二丁目的阿丽博士家 又送毛力妇女 到毛力侦探事务所楼下 随后才开车 带着月水 七归回七侦探事务所 助手在家的小美 一看到车子停到院子外 就把泡茶的热水烧上 检查了正在炖的汤 动手把预备好的食材下锅 期间 还直接穿过地板 到一楼 向詰飞驰和月水七归 确认了晚宴菜单 月水七归到了二楼客厅 见小美在厨房里忙活 没有急着去帮忙 转身 对詰飞驰无奈笑道 你今晚开车的时候 我真的很担心 路上会不会有人惹你生气 不过 你之所以不让我来帮忙开车 是想让小爱觉得 你情况好了很多 对吧 詰飞驰点头坦白 反正等今晚过去 愤怒之罪的体验期就结束了 不必让她一直担心下去 那么说实话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月水七归关切问道 和上午差不多 没有好转 也没有恶化 没事可做的时候 内心就会有焦躁感累积 詰飞驰静止走到餐桌旁 等着月水七归跟到一旁 帮月水七归拉开椅子 自己坐到了月水七归旁边 月水七归坐了下来 抬头看向墙上的挂钟 还有四个多小时 今天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 那种焦躁感很不舒服 吃过晚饭之后 就服要睡一会儿吧 恐怕不行 詰飞驰也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今晚我还要出去一趟 咦 月水七归有些意外 等吃过晚饭 应该已经八点多了 你还有事情要去做吗 我要去找亨特 詰飞驰坦白道 准确来说 是白竹今晚 要去跟亨特见面 谈一笔交易 我想去看看 交易 月水七归疑惑想了想 可是 现在的亨特没有家人 没有财产 根据你给我看的那份情报来看 他在战场上受伤后 留下了严重后遗症 也没有了健康强壮的身体 就连狙击水平都一落千丈 今天狙杀腾波鸿命的狙击手 在那么远的地方 精准命中目标 那不是现在的亨特能做到的 真正的狙击手 应该是他的同伙吧 这样的亨特 除了他和那个帮手之间的情谊 可以算得上是 一无所有了吧 他还有什么 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吗 他的记忆 他作为战场狙击手的记忆 以及他指导凯文 吉野 成为狙击手的记忆 迟飞迟顿了顿 其实这份记忆 并不值得我们的人去找他交易 虽然他的战场经验很宝贵 他指导出凯文 吉野 这个技术高超的狙击手的教学方式 也很宝贵 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科技 已经足够我们的狙击手 自己成长起来 并累积丰富的经验 就算没有亨特的记忆 作为新手引导 影响也不会有多大 月水七归更加疑惑 既然不值得 那为什么 白竹知道亨特的遭遇之后 有心想帮亨特做点什么 吃飞吃到 我也同意了 小美飘出厨房 把两杯热茶 放到了两人面前 原来如此 月水七归垂眸 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茶杯 叹了口气 点头表示理解 亨特的人生确实很悲惨 总有人说 坚强地等待厄运过去 好运就会来了 可是对于亨特来说 从他失去迎新勋章开始 他的人生就一直被厄运笼罩着 从来没有过好运吧 对了 亨特被指控射杀平民 既然一直没有找到证据 那他很可能是被冤枉的吧 没错 池飞池肯定到 那是沃尔兹对亨特的诬陷 你这么肯定 月水七归好奇追问 事与知道什么了吗 还是说 当年的真相 或许只有沃尔兹和他的同伙知道 但安布雷拉想调查出来 并没有那么难 池飞池解释道 前天FBI联系过捷克 沃尔兹和比尔莫菲 告诉他们 西雅图记者被杀害 嫌犯是亨特的事 前天晚上 方舟监控到了比尔 莫菲打给捷克 沃尔兹的电话 他们在电话里提到过当年的真相 亨特是被诬陷的 这么说的话 沃尔兹就是让亨特 沦落到这一步的罪魁祸首了 月水七归昼霉道 说是亨特倒霉 但那些厄运 好像是有迹可循的 亨特被指控射杀平民 失去迎新勋章 身上有了污点 这就给了一些人 煽动别人攻击他 孤立他的理由 孤立又导致他在战场上 孤立无援而重伤 重伤让他失去了健康 和精准狙击的能力 这让破产的是对他 对他的家庭 造成更大的精神打击 加上周围的流言蜚语 和记者的不断骚扰 导致他的家人死亡 他的人生就像山上的落石一样 失去迎新勋章 就像一颗小狮子的掉落 导致其他石头相继滚落 接连不断地给他带来灾难 直到他失去一切 这种人生经历 真是比戏剧还悲惨 世界上不只是亨特 有这样的命运轨迹 白竹的经历跟亨特很相似 迟非迟到 白竹的父亲是有名的鉴定家 FBI一次行动中 偷偷调换了他父亲的鉴定物 之后又没有及时澄清 让他父亲名誉受损 最后导致他家破人亡 现在他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才想要帮亨特做点什么 夜里九点 于田川旁的老旧公寓楼内 一片漆黑 静谧无声 锦铃合川的一楼房间窗户后方 微弱光芒闪了闪 很快消失 房间里 蒂姆 亨特坐在书桌前 伸手扶着差点被自己碰到的台灯 一边确保台灯光线只照向书桌 一边慢慢将台灯扶正 放回原位 河川附近的大桥上 骑摩托车穿过大桥的男人 注意到零和建筑中闪动的光亮 愣了一下 迅速骑车经过大桥 将车子停在路边 拿出手机拨打电话 在电话被接听后 男人试探着开口 亨特先生 你怎么突然打电话过来 蒂姆 亨特低声问道 听到电话那头 传来蒂姆 亨特的回应 男人松了口气 低声道 我带了些食物和啤酒给你 刚才路过大桥的时候 我看到你的房间里 有亮光闪过 以为你那里出了什么事 所以先打电话问问 没事 刚才我的头又开始疼了 我想拿药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桌上台灯 蒂姆 亨特道 不过 我们不是说好了 明天晚上在那个地方见吗 你今晚不应该到这里来找我 我知道 男人低声解释 但是明天晚上 后天晚上 我们都没有时间 坐在一起喝酒 再往后 我想 我们就更没有这个机会了 亨特先生 这是最后一晚 我之前就告诉过你 越是在关键时刻 越不能放松警惕 蒂姆 亨特语气严厉 RB警方已经针对我 发出通缉令了吧 接下来 他们有可能会找到你那里去了解情况 如果他们知道 你今天晚上出门到了这附近 到时候 你该怎么解释呢 今天晚上不会发生狙击事件 我想 警察不会特地 去调查我今晚做了什么 有没有不在场证明 再说了 我到河岸边跑步锻炼身体 又坐在河岸边看着风景 喝了两罐啤酒 警察难道 连这个也要管吗 男人笑了笑 又认真道 我出来的时候避开了监控 之后骑车过来的路上 我换了衣服 而且戴着安全头盔 就算被监控拍到 也不会有人认出我来的 另外 我回去的时候 会将我喝过的啤酒罐带走 送到另一个地方去 既然你有准备 那就过来吧 蒂姆 亨特放缓了语气 不过 你不能进屋 以免在屋里 留下太多痕迹 我们两个人到外面去 可是你的通缉令 我会戴好帽子和眼镜在出门 这附近没什么人 就算有人路过 也不会去留意一个路人帽子 眼睛下的长相 我们不去太远 就到附近那栋废弃大楼里去 好吧 那我先到附近确认安全 你晚一点再出来 附近某栋废弃大楼 斋腾伯坐在楼顶的水塔旁 背靠着老旧的水塔 一边用笔记本电脑 看着自己安装在附近的监控 一边用一只耳机 听着方舟意外接到的通话语音 听到蒂姆 亨特说到附近的废弃大楼里去 斋腾伯愣了一下 虽然已经提前熟悉过附近地形 但还是忍不住用电脑 翻出了存好的地图 对着地图确认附近的建筑物 笛声问道 神曲 距离那里最近的废弃大楼就是这里 他们不会是准备来这里吧 电脑中传出泽田红树的回应 很有可能 蒂姆亨特已经通缉了 为了避免被路人看到 他们不会在外面活动太长时间 这栋大楼是很好的选择 斋腾伯有些哭笑不得 没想到我还没有去找他们 他们倒是自己找过来了 语调平静的年轻男生在斋腾伯头顶上空响起 大概是因为狙击手都喜欢视野开阔的高处 斋腾伯吓得差点跳起来 辨认出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迅速转头往后方水塔顶部看去 夜色昏暗 两米高的水塔上方 乍一看什么都没有 但斋腾伯的眼睛捕捉到昏暗中有一个小点在活动 定睛一看 看到一只小孩子巴掌大的小乌鸦 池飞池在斋腾伯看到自己时 变回了人类形态 让斋腾伯能够认出自己来 这栋大楼比周围大楼高尚一些 观察附近的动静会比较方便 斋腾伯在十五夜城里待过 也见过飞沫正胎的半乌鸦形态 亲眼看着一只小乌鸦 眨眼间就变成了穿着黑色短袖 黑色长裤的池飞池 倒也没有太惊讶 惊讶的只是 池飞池怎么会出现 原来是神明大人 他曾经迷信科学 但现在不会了 池飞池坐到水塔顶部的平台上 低头看着下方的斋腾伯道 我今晚没事做 过来看看 你要怎么跟亨特谈交易 对于现在的亨特来说 财富 名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又无法令他的亲人复活 想让他同意 我们复制他的记忆 还需要从他和凯文 吉野的情谊下手 所以我打算 在他和凯文 吉野见面时 找上他们 利用他们的关系 让他们同意我提出的交易 斋腾伯认真对池飞池解释道 具体怎么谈 我想看过他们的态度在说 不过您放心 我不会做赔本生意 亨特的记忆不足以搭上我们的人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要是他们的要求 超出我的心理预期 那么我会立刻放弃交易 当然 我希望您允许我继续关注这件事 神曲之前跟我提过 您对未来的预知中 凯文 吉野 最后没能杀死乌尔兹 对吗 没错 池飞池目光平静地 看着斋腾伯 你想改变这个结局吗 斋腾伯不确定 池飞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犹豫了一下 很快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希望亨特复仇成功 复仇计划 我不会过多干涉 但如果他们失败了 我想帮他们一把 至少要把沃尔兹这个罪魁祸首 给解决掉 既然这是你的心愿 那你就按你的想法去做 池飞池看着下方神色认真的斋腾伯 嘴角露出一丝意味不明的微笑 不过我要提醒你 凯文 吉野这一次会失败 是因为 FBI的银色子弹出手了 如果你参与进亨特的复仇计划里 有很大概率 需要对上那个人 FBI的银色子弹 斋腾伯有些意外 很快又冷笑道 我早就想看看 FBI的银色子弹到底有多厉害 听您这么说 我更想掺和这件事了 既然你有信心 那我会继续给你提供情报支持 池飞池重新变成了乌鸦 你自己把握分寸 不要让我失望 是 斋腾伯正色应了一声 以为池飞池准备离开了 连忙问道 神曲刚才跟我说 您把森山人的线索告诉了警方 这件事 凯文 吉野 今天狙杀腾伯鸣之前 用狙击枪对准过我 池亚站在水塔上方 与其平静地解释道 他在执行那么重要的复仇行动时 居然还有闲心关注复仇计划之外的人 实在很不应该 所以我给他增加了一点任务难度 希望他接下来能够专心 斋腾伯 懂了 是因为凯文 吉野 今天用狙击枪对准过神明大人 神明大人不高兴了 所以决定给凯文 吉野 制造一点小麻烦 要他说 这就是凯文 吉野不对 看看 害得他们神明大人 都阴阳怪气起来了 等一下你 可以把警方的进度告诉他们 获取他们的信任 池飞池补充着 看到空中有两只乌鸦飞来 往旁边挪了一点 给两只乌鸦让出位置 继续以乌鸦姿态待在水塔上 落在池亚身旁的红铜乌鸦口吐人员 对斋腾伯发出问候 白竹 晚上好 不介意 我来看一下热闹吧 斋腾伯在十五夜城 见过飞沫很多次 认出了飞沫 也知道 飞沫就是之前给自己提供了很多情报的空清 并不介意飞沫过来看热闹 只是看到池鸦似乎也没有打算走 还是有些无语 你们都准备留在这里看热闹吗 池鸦 飞沫 旁边大乌鸦护卫 用理所当然的坦荡目光 看着斋腾伯 那是当然了 长夜漫漫 有什么理由不来看热闹 斋腾伯 凯文 吉野到楼下了 笔记本电脑传出泽田红书的提醒 白竹 你最好尽快变装 遮掩一下你的容貌 不要让凯文 吉野 知道你的真实容貌 免得凯文 吉野以后被抓了 把你给供出来 十分钟后 凯文 吉野轻轻推开通往天台的门 走上天台 将手中两个袋子放到地上 警惕地环顾四周 夜色昏暗 斋腾伯身披黑色斗篷 站在水塔一侧 注意到凯文 吉野 走向自己所在的位置 立刻轻声向着水塔另一侧移动 凯文 吉野绕着水塔查看了一圈 斋腾伯也绕着水塔走了一圈 始终没有跟凯文 吉野碰上 水塔上 三只乌鸦默默看着两人玩二人转 在凯文 吉野突然转身往回走时 飞沫声音嘹亮地叫了一声 嘎 斋腾伯感觉到不对劲 迅速停下脚步 凯文 吉野被乌鸦叫声吓了一跳 也停下了折返的脚步 仰头看着水塔上的黑影 低男出声 是乌鸦呀 斋腾伯听到凯文 吉野的声音距离自己不远 意识到凯文 吉野刚才突然往反方向走了 一边背靠水塔站着 一边在心里感谢水塔上方吃瓜组的帮助 哒 哒 楼梯间传来不紧不慢的脚步声 凯文 吉野想到自己已经绕着水塔看了一圈 听到脚步声之后 就没有再关注水塔 动身走到了门口 没多久 穿着长袖外套 戴着棒球帽和黑矿眼镜的蒂姆亨特 走上天台 看到凯文 吉野等在门口 并没有惊讶 出声问道 我这样就没人能认出来了吧 是的 凯文 吉野听出蒂姆 亨特语气中有着久违的轻松 忍不住笑了笑 伸手拉上了通往天台的门 不仔细看的话 连我都快要认不出你来了 而且 这里光线很暗 有人来了 也绝对没办法看清楚你的脸 那就好 蒂姆 亨特往护栏方向走 很快就看到了地上两个装满的购物袋 走到了购物袋前蹲下身 你就直接把东西放在这里吗 我刚才检查天台 拎着袋子不方便活动 凯文 吉野走到水塔旁边 仰头看向水塔上的三只乌鸦 在我来之前 这里就已经有了客人 蒂姆 亨特 随着凯文 吉野的视线 抬头看到了水塔上的三个小小黑影 是飞鸟吗 是乌鸦 RBE都市里的乌鸦很多 凯文 吉野低头看了看脚边 弯腰从旁边捡起了一块碎石 重新看向水塔上方 准备把石头扔上去 不好意思啊 今晚这里有我包场了 斋腾伯觉得 要是让凯文 吉野 把这石头扔上去 那亨特人生经历再惨 都就不了凯文 吉野了 见凯文 吉野和亨特 都到了天台上 也就没有再躲藏下去 主动走了出去 出声阻止凯文 吉野扔石头驱鸟的行为 作为后面来的客人 驱逐比自己早到的客人 是很不礼貌的 更何况 你说包场时 可没有支付包场费用 斋腾伯除了披着黑色斗篷 脸上还戴了一张 长鼻子红脸的天狗面具 声音被面具附带的变声器 变得古怪 这样冷不丁地走出来 把凯文 吉野和蒂姆 亨特都吓了一跳 凯文 吉野 立刻握着石头后退 挡到了蒂姆 亨特前方 警觉地问道 你是什么人 蒂姆 亨特 依旧蹲在两袋食物和啤酒旁边 没有急着起身 右手扶在了靴子上 目光锐利地盯着斋腾伯打量 两人都上过战场 在心里产生攻击意图之后 目光中的杀意都格外明显 不过 斋腾伯在简平台中 经历过无比真实的作战训练 靠着一场场战场模拟狙击 都市模拟狙击 来一点点提高自己的能力 既不是第一次看到杀气凛然的士兵 也不是第一次 将那些杀气凛然的士兵一枪爆头 模拟训练期间 甚至还有因失误而死亡的时候 论血的历练 斋腾伯并不比蒂姆 亨特和凯文 吉野 这两个战场老兵少 所以 面对两人充满攻击性的目光 斋腾伯并没有被吓住 一直走到两人不远不近的位置停下 面具 蒂姆 亨特见斋腾伯 完全无视两人目光中的杀意 就知道眼前的神秘来客不简单 低声询问凯文 吉野 难道是 RB最近很活跃的那个赏金猎人七月吗 迟飞迟没想到 蒂姆 亨特会突然提到 自己赏金猎人的马甲 看了看斋腾伯的装扮 继续蹲在水塔上看热闹 好吧 斋腾伯今晚这样遮掩容貌 确实很有七月的风格 现在蒂姆 亨特是通缉犯 担心自己会被七月盯上也正常 不过这样 遮掩容貌和体型比较方便 黑袍面具并不是七月的专利 倒也不会有人认为 这种装扮的人就一定是七月 斋腾伯听蒂姆 亨特提到七月 有些意外地愣了一下 很快 经过变声器 变过声的声音悠悠传出 七月的面具是白色面具 很明显 我不是七月 我也听说过 七月的面具是白色的 凯文 吉野满脸警惕 但就算 你不是七月 你也是一个可疑又危险的家伙 可疑又危险 斋腾伯没有继续站在天台中间 走到两人左侧的天台护栏前 转身背靠护栏 把视线放在蒂姆 亨特身上 蒂姆 亨特 今天 RB警方刚发布通缉的通缉犯 蒂姆 亨特本来还想着 要不要装作普通人 先离开这里再说 没想到眼前怪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立刻就打消了假装普通人的念头 看来 对方是冲着他来的 他也没必要再装傻了 斋腾伯见蒂姆 亨特神色一沉 笑了笑 又看向凯文 吉也 再加上一个没有被通缉 但看起来跟亨特关系不错的你 要说神秘又危险 应该是你们两个才对 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凯文 吉也语气软化 心理杀意反倒更加强烈 背道身后的右手 已经摸住了手枪 你们可以叫我白卓 我想来找亨特先生谈一笔交易 斋腾伯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来意 又警告道 你们最好别尝试攻击我 或者杀死我 要是你们杀死了我 我敢保证你们两个 也活不到明天早上 这是威胁吗 那我就试试看好了 凯文 吉也目光中流露出杀意 刚要拔枪对准斋腾伯 右手就身后站起身来的帝母 亨特给握住 不由得疑惑出声 亨特先生 既然对方是来找我的 那就让我来跟他谈吧 帝母 亨特对凯文 吉也说了一声 动身走到了凯文 吉也身前 看着斋腾伯道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行踪 如果你想让警察抓走我 我想今晚就不会是你一个人 出现在这里了 你愿意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 也表现出了你的诚意 所以我相信 你是来找我谈交易的 不过 如果你足够了解我 就知道 我现在一无所有 我不知道 我这里还有什么 可以被你看中的东西 亨特先生 你作为战场狙击手的经验 十分宝贵 你培养出一名优秀狙击手的经验 也十分宝贵 我想要你的记忆 斋腾伯直白道 我所属的势力 掌握着一种技术 可以通过仪器 将人的记忆上传并保存下来 这个过程只需要数个小时 期间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 恕我直言 你们已经开始实施复仇计划 并射杀了两个人 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而且亨特先生 你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想必你已经做好了死亡的觉悟 那不如 把你的记忆交给我们 我们可以利用你的记忆 生成一个虚拟的你 除了你的狙击记忆之外 我可以让你自由选择上传 或者不上传其他部分的记忆 换句话来说 那个虚拟的你 可以是一个忘记了家人 只懂得狙击的铁血狙击手 也可以是一个 跟妻子和妹妹生活在一起的战场英雄 他继承你的多少记忆 都有你来决定 等你死亡之后 他会如你所希望的那样 一直存在下去 凯文 吉野 看了看站在前方的弟母 亨特 皱眉思考着 这笔交易 有没有什么弊病 不得不承认 当他开始考虑 这次交易是否有弊病 是否存在陷阱时 他就已经被对方开出的条件给吸引了 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下去 亨特先生过两天就会死亡 要是有某个虚拟载体 能够承载亨特先生的记忆 那样 亨特先生就能在世界上 留下自己的印记 更何况 那个虚拟载体 还有可能实现 亨特先生在现实中 再也无法实现的心愿 作为大家敬仰的战场英雄 跟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虽然心愿不是真正被实现 但是亲人复生本身 也不是现实中能够实现的心愿 人一旦死亡 记忆也会随之消散 那为什么不用记忆 来给自己造一场美梦呢 如果我不答应呢 蒂姆亨特看着斋藤伯道 世界上所有人都会由生到死 结束这一生 大部分人会逐渐被人淡忘 坦白说 我并不介意自己是其中一员 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斋藤伯看向凯文 吉也 未来某一天 那个虚拟的 你说不定可以成为别人的心理支柱 他相信 在亨特死亡后 凯文 吉也 一定很想有什么东西 可以用来怀念亨特 亨特自己不惧死亡 不害怕被人遗忘 那也该考虑一下 凯文 吉也的心愿吧 蒂姆 亨特 转头看了看凯文 吉也 眼里闪过一丝犹豫 很快又坚定道 不 我想教他的 已经全部交给他了 我想对他说的 也已经都说过了 要是他记忆中的我 都无法成为他的心理支柱 那么一个虚拟的我肯定也不行 凯文 吉也没想到蒂姆 亨特会对世界这么没有留恋 不过惊讶过后 还是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会支持蒂姆 亨特的决定 其实我不是不能把我的记忆给你 蒂姆 亨特看向斋腾伯 坚定道 但需要你用其他东西来换 比如 等凯文为我报仇后 你们帮助他 逃脱警方的追捕 凯文 吉也惊讶出声 亨特先生 斋腾伯沉默考虑了一下 抱歉 亨特先生 我可以为凯文 吉也先生 提供有利于他逃亡的情报 但我不会保证 他一定可以逃脱追捕 也不会亲自出手 帮助他逃亡 如果你的条件不能改变 那我想 我们的交易 是不用进行下去了 这一次 轮到蒂姆 亨特沉默了 斋腾伯也看出 蒂姆 亨特 不是不愿意 卖出自己的记忆 而是想利用自己的记忆 来帮凯文 吉也换点好处 看了看 两人脚边的零食 你可以慢慢考虑 我今晚有时间 你考虑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 都没有问题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 先让聊天气氛 轻松一些吧 蒂姆 亨特 转身走到购物袋旁蹲下 从里面拿出了一罐啤酒 对斋腾伯 举起啤酒问道 你要来一罐吗 我不喝 斋腾伯毫不犹豫地拒绝 凯文 吉也见蒂姆 亨特 跟眼前神秘来客 似乎都不打算起冲突 想想双方接下来 说不定还会有交易 有接触 也放下了紧绷的神经 蹲下身拿出一罐啤酒 是因为不想摘下面具 让我们看到 你的脸 还是担心 我们在酒里下毒呢 如果是不想让我们看到 你的脸 你可以把啤酒带到旁边去喝 我们没兴趣看你的脸 如果你是担心酒里有毒 那就没办法了 我 斋腾伯戴着面具 到了两人身旁 伸手从袋子里 拿了一袋零食 凯文 吉也 看着那只戴着黑色手套 但明显比成年男性 小上一大圈的手掌 愣了一下 把话咽了下去 抬头看向眼前 神秘来客斗篷下的身躯 不过 在凯文 吉也 和蒂姆 亨特惊讶抬眼时 斋腾伯已经迅速 将手缩了回去 拿着零食 转身往水塔走 只给两人留了一个背影 斋腾伯拿走了零食 被变声器改变过的声音 才从天狗面具下传出 不介意的话 给我一包零食 凯文 吉也 一手拿着啤酒罐 一手揉了揉脸 站起身来 看着水塔前 那道身高 也比自己矮上许多的身影 惊讶到 我还以为 你是个子很矮的成年男性 蒂姆 亨特 有些意外地看向凯文 吉也 我刚才一直在想 以白竹的身高 要说是个子比较矮的成年男性 好像太矮了一点 体型也比较单薄 更接近于 身材娇小的女性 凯文 吉也 身材娇小的女性 亨特先生 刚才是这样猜测的吗 斋腾伯 这两个人 能不能别关注他的性别 年纪和身高 真是的 国中生就不能跟通缉犯 打交道吗 不过看他的走路习惯 又更偏向于男性 蒂姆 亨特补充道 所以 我认为用他来称呼 比较好一点 就算他是女性 我想 他应该也很希望 我们把他当做男性来对待 斋腾伯 无语的丢蒂姆 亨特和凯文 吉也 在一边讨论自己的性别 年龄 站在水塔前 撕开了手里的零食袋 从零食袋里 拿出一颗糖衣花生 丢向水塔上方的三只乌鸦 他不是自己想吃零食 而是考虑到 围观三鸭杆 看着可能有点无聊 就像是看电影 要有爆米花 看热闹的 可能也需要一点零食 池飞池看到 斋腾伯 把花生粒扔向自己 有些不满地 举起翅膀一挥 将花生粒打了回去 这小子 真把他当成鸟来喂了吗 动 花生粒 砸在斋腾伯面具的额头位置 打得面具发生一声脆响 嘎啊呀 飞沫居高临下地 看着斋腾伯 叫声带着很明显的幸灾乐祸 努力想把自己的心情 传递到位 斋腾伯伸手摸了摸面具 好吧 尝试投喂神明大人失败 今天的神明大人 脾气好像不太好 看着神明大人 刚才挥翅膀那股气势 他就能感觉到 神明大人生气了 他要是再尝试扔一次 估计神明大人 会跳下来揍他一顿 啊 大乌鸦护卫试探着 飞到斋腾伯肩膀上 抬头看了看 水塔上方的两只乌鸦大佬 见两只乌鸦大佬没反对 才伸出翅膀 拍了拍斋腾伯的肩膀 表示安慰 又朝着斋腾伯手里的零食袋 伸出翅膀 老大和主人不吃 他想吃啊 请投喂 斋腾伯见自己零食 总算没有白拿 将脸上面具拉上去一些 跟大乌鸦互喂你 一颗我一颗的分吃着花生 后方 蒂姆 亨特和凯文 即也见某个黑袍人 自顾自地喂起乌鸦来 没有因为斋腾伯在一旁 就束手束脚 直接坐到了地上 打开啤酒喝了起来 两人不是没想过 眼前黑袍人是个半大孩子 只是这个想法 让他们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 以至于谁也没有提起 看到某个黑袍人 根本不在意两人的讨论 似乎也不打算解释 蒂姆 亨特笑了笑 他很沉得住气 亨特先生 不管你答不答应他的交易 我都希望你是为自己考虑 而不是因为 你想帮我找一条后路 凯文 吉野神色 认真看着蒂姆 亨特 放轻声音道 在中东战场上 如果不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已经死了 我没有家人需要牵挂 在决定为你复仇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需要承担的后果 并且不再考虑 自己是否会被抓住 是否会迎来死亡 你也同意了 让我为你报仇 这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我知道你想为我报仇 也无意轻视你 付出一切的决心 蒂姆 亨特喝了一口啤酒 顿了顿 才继续道 但如果有机会 让你全身而退 我想 这才是大获全胜 是让敌人死不明目的胜利 可是 凯文 吉野看了看某个跟乌鸦 一起吃零食的黑袍人 低声道 他不能保证 让我全身而退 而我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 如果他满口答应 帮你逃脱追捕 并保证能够做到 我反而会怀疑他想糊弄我 蒂姆 亨特轻声道 但是他说 不保证让你逃脱 我倒是觉得他很有诚意 如果交易成立 他后续为你提供的情报 也值得相信一下 就算他提供的情报可信 我也不一定能逃脱追捕 凯文 吉野道 不过 如果这是你的心愿 那我也会支持你的 蒂姆 亨特没有急着回答 喝了一会儿啤酒 又出声道 你觉得他 或者他背后的势力 需要我的狙击记忆做什么呢 既然他们有办法将你的记忆上传并保存 能用这份记忆制造出虚拟人物 我想 他们应该能很好地利用你的记忆 凯文 吉野思索着道 大概是想用你的记忆来培养狙击手吧 说不定能利用你的记忆来快速制造狙击手 没错 很好地利用这份记忆 蒂姆 亨特 神色变得轻松起来 转头看着斋腾伯 放声问道 白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打算用我的记忆来做什么 应该会做成虚拟人物 充当狙击新手营的教官吧 斋腾伯头也不回地说着实话 给大乌鸦护卫递了一颗花生 坦白说 想要成为优秀的狙击手 要看个人先天的天赋 与后天的努力 教官只能为狙击手指引努力的方向 要是本人没有天赋 教官再优秀 再厉害 也是白搭 而大部分人 没有成为优秀狙击手的潜力 不然优秀的狙击手 也不会那么罕见了 所以 你的记忆对我没有帮助 却并不是 我们急需或者必需的东西 我能同意跟你交换的东西也有限 不可能答应你太多 原来如此 蒂姆 亨特点了点头 又问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培养狙击手来做什么 当然是壮大自己 一方的实力 斋腾博想也不想到 很多事例都在这么做 好吧 蒂姆 亨特笑了笑 我答应跟你交易 用我的记忆 来换取你为凯文提供逃脱追捕的情报 当然 如果你提供情报 也无法让他逃脱 或者他自己陷入了包围 那是 他没有能力逃脱 你也不需要再继续帮他了 斋腾博弯腰把零食袋放在地上 让大乌鸦互为自己取食 转身走向蒂姆 亨特 和凯文 吉野 那就这么说定了 亨特先生 明天我会带上传记忆的设备 到你的住处去 见面时间由你来决定 上传你的狙击记忆 大概只需要一两个小时 如果你还打算上传其他记忆 那么时间大概会需要六到八个小时 蒂姆 亨特考虑了一下 很快有了决定 明天早上七点 你过来找我 不过 我现在的落脚点 在大家印象中 是一栋已经无人居住的公寓 所以 你过去找我的时候 我希望你不要被人看到 不要引起路人的注意 明天我提前过来 凯文 吉野出声道 我会帮你们确认 附近是否有人 说着 凯文 吉野想起 今晚自己没能发现 斋腾博的失误 又震慎道 今晚是我的失误 我没想到 这栋平时没人来的 废弃大楼上会有人 检查的时候 有些掉以轻心 我会吸取教训 下次绝对不会这么大意了 好吧 蒂姆 亨特担心自己不答应下来 会让凯文 吉野留有遗憾 点了点头 对斋腾博道 那到时候 就让凯文提前到附近 帮我们确认一下 周围是否有可疑的人 如果这能够让你安心 我自然不会反对 斋腾博转身打算离开 突然又停下了脚步 既然我们双方的交易成立 那我免费赠送两位一个情报吧 日本警方和美国 FBI已经知道森山人身在日本 还知道他的某位知名料理 研究家结婚 并且入坠到了对方家里 我想 凯文 吉野皱了皱眉 很快点头道 我知道了 感谢你的情报 斋腾博继续往楼梯方向走去 那我就不打扰两位喝酒谈心了 你想留下来也可以 蒂姆 亨特主动邀请斋腾博留下来 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们没有给包场费 任何人都可以来这里 不了 亨特先生 斋腾博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我们明天见 目送斋腾博离开后 凯文 吉野和蒂姆 亨特相识一眼 笛声问道 亨特先生 我们需要换的地方吗 他不会把我们行踪泄露出去的 不然他也不用浪费时间 来找我们谈交易 既然如此 那就不用换地方了 我们就在这里聊聊天吧 蒂姆 亨特抬头看了看漆黑的夜空 如果警方很快就会找到森山 那你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知道 我今晚就潜入他家里 和他公司里做点手脚 凯文 吉野低声道 明天我会想办法让他 因为某件事远离公司和家里 再将他家里和办公室里的电话 转接到我这里来 让警方暂时联络不到他 找不到他 之后 在傍晚才联系上他 保证他会开车去料理教室接他的妻子 那他依旧会死在我的枪口下 池飞池听完了凯文 吉野的新计划 没有继续待下去 随着池飞池化身的小乌鸦 展翅飞向夜空 飞沫和大乌鸦护卫 也紧跟着飞走 留下蒂姆 亨特和凯文 吉野两个人 享受着所剩不多的相聚时光 当天夜里 池飞池在晚上11点回到家 服下沉睡魔咒药片 靠着药物的安眠作用 安然度过了愤怒之醉体验期的最后一个小时 第二天一早 月水气归睡醒时 听小美说 池飞池在院子里 起床走到朝向院子的窗户前 伸手拉开窗帘 打开了窗户 院子里的接骨木已经长高了不少 虽然离江神园那棵百年接骨木还差得远 枝干也依旧纤细 但这棵接骨木也被悉心照顾得很好 枝叶繁茂 绿叶老旧相叠 翠绿与嫩绿融成一团 在夏日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 池飞池坐在树旁的躺椅上 和趴在肩膀上的飞翅一同看着早报 听到一楼房间窗户打开的声音 池飞池抬眼看到月水气龟从窗户后往外看 主动打了招呼 早 早啊 池先生 月水气龟笑了起来 看向池飞池身旁的接骨木 看样子 你的愤怒之醉体验期已经过去了 池飞池看了一眼接骨木 明白了月水气龟的意思 点头道 今天早上睡醒之后 我感觉恢复了正常 所以就来看看接骨木 之前的一周 他总是想起蒙格玛丽家的遭遇 内心时常充斥着恨意 看接骨木一眼 都能导致心里的恨意和焦躁感一阵激荡 为了避免情况变得严重 这几天 他在家里都不愿意靠近接骨木 直到今天早上 他醒来发现 那种恨意焚心的焦躁感消失了 他才走进接骨木 给家里的接骨木浇焦水 施施肥 同时也想测试一下自己的愤怒之最体验期 有没有过去 有没有留下什么一脑一躁的后遗症 测试下来看 他的情况已经恢复到了愤怒之最体验期开始之前 坐在树旁心静如水 昨天那种焦躁感在迅速远去 逐渐变得有些陌生起来 记得这颗接骨木刚一栽过来的时候 叶子掉了不少 只感光秃秃的 像得营养不良的小家伙 看起来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现在看上去健康多了 月水漆龟满意地看了看接骨木 又把视线放回池飞池身上 话说回来 池先生 你今天早上给我的感觉 也跟昨天有些不太一样哦 池飞池目光平静地 回望着月水漆龟 哪里不太一样 这个嘛 月水漆龟对上池飞池过度平静的视线 无奈笑了笑 不是外表的变化 而是 愤怒之最体验期的你 更有活力 也更鲜活吧 池飞池 有活力倒是没错 之前一周时间里 他有活力到根本睡不着觉 要不是研究出了沉睡魔咒药物 他无法想象 自己连续一周睡不着 睁着眼睛 感受心中恨意的日子怎么熬 也无法想象 自己会变得有多暴躁 现在 你身上的气息 倒也不是死气沉沉 只是 月水漆龟想了想 再次看向池飞池身边的接骨木 对了 你之前一周给我的感觉 就像这颗接骨木一样 生机澎湃 枝繁叶茂 好像要把生命力都展示出来 至于今天早上的你 又像是已经生长了上百年的接骨木 将生机都藏进了身体里 气息更稳重了 也不会像昨天一样 因为毛利老师不领情 就像小孩子一样赌气 池飞池开玩笑地问道 没错 月水漆龟笑着转身回房间 声音从窗户里飘了出来 其实我觉得 昨天那样的池先生挺可爱的 大家感觉到你的情绪 会觉得 你也变得鲜活了许多 只是不知道毛利先生会不会这样想 我已经吃过早餐了 你洗漱完 就直接去二楼吃早餐 我等一下 会帮你把早报拿上去 池飞池出声提醒着 再次感受了一下内心的平静 回忆一下昨天的心情 他唯一的感觉就是 今天的我有点读不懂昨天的我 一个上午的时间 池飞池把之前囤积的组织情报 都处理了一下 吃过午饭后 翻看起了方舟情报网上的情报 警方已经查到 森山人改名为安怨人 并且还找到了安怨家的地址 只是目前并没有联系上森山人 只联系上了森山人的妻子 另外 警方和FBI的人 上午分头行动 找到凯文 吉野和其他两个人 了解蒂姆 亨特的情况 少年侦探团 一直没有离开阿里博士家 待在阿里博士家 做林木塔周边建筑 手工模型的暑假作业 斋腾博已经成功拿到了 蒂姆 亨特的记忆 并安全离开 看完情报 池飞池让方舟 利用蒂姆 亨特的记忆 在检平台 开始制造狙击新手营的虚拟教官 随后又查看起 七月的联络邮箱 耐心地 把金元生发给自己的邮件 一封封看完 昨晚蒂姆 亨特的通缉令发出之后 金元生果然又往 七月的联络邮箱里 发了邮件 除此之外 还有几份新的通缉名单 再就是一些 怀疑他是否暴毙 是否被人寻仇 是否遇到意外身亡的 日常问候邮件 考虑过后 池飞池还是给了金元生一个回复 表示自己已经看到了 蒂姆 亨特的通缉 但是自己最近在调查其他事情 腾不出手来追查蒂姆 亨特的行踪 虽然愤怒之罪体验期 已经结束了 但是他依旧倾向于支持 翟腾伯的想法 让蒂姆 亨特完成复仇 蒂姆 亨特 近期才涉嫌犯罪 目前只杀死了 美国西雅图的地方报记者 布莱恩 伍兹 日本的一个不良房产推销员 腾伯洪明 两个被害者的家人 并没有往赏金池里 追加赏金 进行凶手通缉 只有警方通缉令上的那点赏金 比起那些大盗匪徒的赏金 差远了 就算没有翟腾伯跟蒂姆 亨特的交易 他也宁愿放弃那点赏金 让蒂姆 亨特去报仇 赏金猎人是很喜欢赏金没错 但是赏金猎人 也会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决定 要不要获得某一份赏金 池飞池 混在月水汽规工作室办公 用笔记本电脑 回复着邮件时 月水汽规坐在办公桌后 跟佐藤美和子打着电话 没错 我们今天只有上午一起去买了食材 然后就没有再出过门了 没有 不管是去买食材 还是回到住所附近 我们都没有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 那你们调查到森山县上的下落了吗 咦 联系不上吗 问 月水汽规的电话没有挂断 池飞池的手机 又接到了适良真纯的来电 池飞池将编辑好的邮件发送出去 退出了邮箱 并清理了操作记录 随后才拿起手机接听了电话 适良 飞池哥 我已经找到森山人的下落了 适良真纯激动到 森山人四年前 与名叫安元奈美的女性料理 研究家结婚 并跟随妻子改姓安元 辞之后 开始进行个人进口贸易业务 目前与妻子住在墨田区 他的妻子也在墨田区 经营着一个料理教室 不等池飞池给出回应 适良真纯继续道 我现在就在他太太经营的料理教室里 我还在这里遇到了高牧警官和千叶警官 他们说 警方也调查到了森山先生的信息 但是从今天早上开始 他们就联系不上森山先生 去他的公司 家里都没有找到人 所以 警方才过来找他太太 了解他的去向 毛利先生刚才打算过来 跟高牧警官打听过情况 可是你和柯南一点动静 都没有言 难道你们不好奇 警方的调查进度吗 我不知道奇 迟非迟到 月水上午就查出了森山人的线索 想也知道 警方肯定会比他更快调查出来 那其他情况呢 比如 警方有没有找到亨特的下落 有没有找到森山人 并进行保护 有没有新的被害者出现 适良真纯感觉难以理解 追问道 难道 你就一点都不好奇吗 如果亨特已经被抓住 警方肯定会打电话告诉我一声 让我不用再担心 亨特突然找上我 迟非迟到 既然警方没有动静 那就说明 调查还没有进展 你 好了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会着急耶 适良真纯无语道 那柯南联系过你吗 他的手机好像关机了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刚才毛利大叔打电话 向高牧警官了解情况的时候 我没来得及问毛利大叔 大叔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柯南昨天追犯人的时候 手机不小心掉了 迟非迟到 昨天晚上他去了博士家过夜 今天上午 月水给博士家打过电话 博士说 孩子们今天都在博士家 做暑假作业 啊 适良真纯有点猛 柯南也在做暑假作业吗 当然了 迟非迟肯定到 再聪明的小孩子 也不能不做作业 适良真纯 喂 他忙着调查森山人的下落 结果飞驰哥和七归姐 一整天都没打电话 跟警方打听情况 柯南也在悠闲地 做着小学生暑假作业 难道就只有他一个人在着急吗 话说回来 今天小兰和园子 也都在家里做作业 那你呢 迟非迟突然问道 你的暑假作业做完了吗 啊 适良真纯愣了一下 有些心虚 我昨天晚上回去之后 就在上网查森山人的线索 今天上午去了他的公司 下午又到了他太太的料理教室 哪有时间做作业啊 查案是警方和FBI的工作 迟非迟与其平静道 你别在外面乱跑了 赶紧回去做作业 拜托 适良真纯顿了一下 急切道 好了 我知道了 不跟你说了 我等一下就会回去的 墨田区 安元奈美的料理教室 适良真纯见电话挂断 立刻收起了手机 快步走出门 到了抱着滑板的柯南面前 激动地蹲下身 一把抱紧柯南 柯南 柯南感觉自己快要被累得窒息了 挣扎起来 你 你先放开我了 适良真纯松开手 激动地看着柯南道 飞驰哥不是说 你在博士家做暑假作业吗 你怎么会来这里 啊 我知道了 你只是假装做作业 应付一下其他人 实际上也在偷偷调查 森山先生的下落 对吧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丢下时间 不管的 柯南搞不懂 适良真纯 为什么这么激动 一头雾水道 什么偷偷调查 我今天真的在跟大家一起 做暑假作业啊 那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适良真纯一脸怀疑 昨天追犯人的时候 我的手机掉了 刚才墨田去本所的无期警署 打电话到博士家里 说有人捡到了我的手机 并送到警署去 让我过去拿手机 柯南看向旁边料理教室的招牌 我是去无期警署的路上 看到千叶警官 匆匆走进这个料理培训班 所以我才停下来看看情况 既然你这么说 这个料理教室 果然跟森山先生的料理研究家 妻子有关吗 是啊 适良真纯没想到 柯南只是顺路发现了这里 无精打采地问道 难道你之前没有上网 调查过森山人的消息吗 我早上就在网络上 查到了森山先生结婚 并且改姓安员的报道 柯南一脸疑惑地 看着适良真纯 不过 那么明显的报道 我想警方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 并不需要我帮忙 我打算去无期警署 拿手机的路上 再顺便去安员家看看情况 安员家距离无期警署很近 你想去安员家 适良真纯眼睛又亮了起来 一手搭上柯南的肩膀 一手指着路边的摩托车 激动道 上车 我骑摩托车载你过去 柯南考虑到自己滑板电量有限 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能蹭车就蹭车 跟着适良真纯到了摩托车旁 疑惑问道 适良姐姐 你到底怎么了呀 一下子一副大受打击的模样 一下子又这么高兴 我刚才还以为 你变得跟飞驰哥一样 对案子提不起兴趣来 那样不就只有我一个人 对破案着急了吗 所以我才会沮丧啊 你不知道 我刚才打电话给飞驰哥 适良真纯 把一个小号头盔扣到柯南头上 自己也戴上了头盔 跨上摩托车 等柯南上车后 骑着摩托车往无期警署去 一路上控诉着 持飞驰冷言冷语 催促自己去做暑假作业的恶劣行为 柯南听适良真纯埋怨了一路 心里呵呵干笑 未未 就算他和迟哥哥不参与调查 不是还有警方和FBI在认真调查吗 那么多人在努力 适良不能说 只有自己一个人着急破案吧 而且他觉得 石哥哥说的也没错 聪明就不用做作业了吗 高中生侦探 就不用做作业了吗 连他这个前高中生侦探 都要应付小学生的暑假作业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陪小孩子研究地图 画模型图 适良这家伙 居然在外面跑了一整天 真是任性 两人很快抵达无期警署 任领了柯南 昨天掉在路上的手机 又一起到了暗原家外面 就是这里 适良真纯 柯南在路边停好摩托车 看到前方傍晚时分 窗户后亮灯的别墅 惊讶到 现在安原太太 应该还在料理教室 接受警方的保护才对 家里怎么会亮着灯呢 难道是森山人回来了吗 柯南抬头看着别墅亮灯的 一楼二楼窗户 提醒道 那要不要打个电话 给高木警官问一问呢 适良真纯拿出手机 联系了高木社 从高木社那里得到了答案 挂断电话后 高兴地对柯南道 安原太太还在料理教室 就在刚才 森山人主动打电话过去 联系了他的太太 他说自己白天去港区处理公事 到了那边才发现 手机出了故障 一直打不通 为了避免太太担心 所以他提前一个多小时回了家 现在警方已经把他 有可能被亨特盯上的事情 告诉他了 请注意 有车辆出入 旁边的地下停车场里 传出提示音 适良真纯和柯南 连忙往别墅门口快跑了几步 给出入停车场的车子让开路 一辆车子从地下停车场开出 在适良真纯和柯南的注视下 一颗子弹飞速射穿车子 前挡风玻璃 打中了驾驶车子的森山人 飞剑的鲜血染红了前挡风玻璃 森山人当场毕命 脚在死亡时依旧踩着油门 导致车子冲出了地下停车场 一直冲到了马路上 重重撞上护栏后才停了下来 附近的大楼上 凯文 吉野看到柯南和适良真纯 赶到车子旁 冷笑了一声 在狙击地留下蛋壳和头子 他的妻子 于田川河岸边的老旧公寓里 蒂姆 亨特坐在没有亮灯的室内 跟斋腾伯聊起了狙杀森山人的计划 警方找不到 他又联系不上他 一定会找他的妻子了解情况 为了让他的妻子知道 事情有多严重 警方会把他生命安全 受到威胁的原因说出来 而到了傍晚 森山回到家里 用家里坐机给妻子打电话 解释自己手机故障时 会听到警方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妻子 他是一个很擅长红女人开心的人 总能在女人生气时及时察觉 也总能及时做出补救 所以 他在联系妻子后 会担心 妻子得知自己的过去之后 心里产生不满 蒂姆 亨特不急不忙地说道 原本他应该在家里 等待警方过去保护他 这样对他来说 才是最安全的 但为了消除妻子的负面情绪 他会考虑 自己亲自开车去 料理教室街 担心了一整天的妻子回家 当然了 他也会害怕 我等在路上报复他 可是他现在能够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全靠他那个 继承了家里大笔财产的妻子 要是他的妻子真的生了气 他就算躲过这一劫 以后事业可能也无法再得到 妻子的权利支持了 另外 他的家距离那个料理教室不算远 警署又在附近 他会觉得自己安全性有一定的保障 大概率会冒一下险 而这样 凯文就能在他离开家的时候 对他下手 河岸对面的灯光 透过玻璃门窗照进屋里 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方形的光亮 蒂姆 亨特和斋腾伯 一左一右站在方形光亮两边 墙壁前 让光亮之外的昏暗笼罩着自己 其实他从港区开车回家的路上 凯文有很多机会可以拘杀他 不过 你们还是选择在他去接妻子的时候杀死他 斋腾伯被变声器改变过的声音 从天狗面具下传出来 这是因为他抛弃你妹妹 娶了安元奈美 所以你才想 让他死在他们的家前面 死在表达自己对妻子爱意的路上 而且他在结婚后 每天都会从家里开车 去接他的妻子 你们原本的计划 也是在他开车去接妻子的时候杀死他 因此在对应的狙击地点 做了大量的准备 比如切断了狙击地点的监控 为了保证计划不出差错 你们不会轻易改变狙击地点 蒂姆 亨特 有些惊讶地看了斋腾伯一眼 很快点头承认道 没错 我们事先做过调查 也做了很多安排 既然提前准备好的狙击地点 还没有被警方发现 那凯文就不必再冒险 去找陌生的狙击地点 在杀死森山人之外 应该就轮到你了 斋腾伯看着蒂姆 亨特 疑惑问道 你真的不惧怕死亡吗 如果你每天都活在 失去家人的痛苦 遭遇背叛的憎恨 以及每天都会 头痛欲裂的折磨中 你也会认为 死亡是一种解脱的 尤其是我的死亡会有价值 我就不会惧怕死亡到来了 蒂姆 亨特 谈到死亡时情绪平静 用审视的目光 打量着斋腾伯 不过 你怎么会知道 我是凯文的下一个目标 我们boss说的 斋腾伯轻松散漫道 第一个是腾伯鸿鸣 狙击现场会留下一个 四点朝上的头子 第二个是森山人 狙击战场现场会 留下一个三点朝上的头子 第三个是你 现场则会留下两点朝上的头子 前两起事件会让警方怀疑 甚至认定你就是凶手 而第三起事件 你的死亡会一下子 打乱警方的调查方向 同时 警方会猜测 凶手一共会杀死四个人 而头子就是死亡人数倒数 这样可以 让警方难以确定 下一个目标是比尔·莫菲 还是杰克·沃尔兹 干扰警方的安排 哦 蒂姆·亨特颇感兴趣地问道 那你的boss认为 我们计划中的第四个目标 会是谁呢 比尔·莫菲 斋腾伯响也不想到 因为比尔·莫菲 只是受杰克·沃尔兹的指示 去指证你 杰克·沃尔兹 才是导致你失去 迎新勋章的罪魁祸首 最重要的仇人 当然要留到最后 蒂姆·亨特失笑点了点头 无声肯定 齋腾伯说得没错 另外 你们还想让杰克·沃尔兹 看到某样东西 所以必须把它放在最后 齋腾伯观察着蒂姆 亨特的表情 见蒂姆 亨特脸上笑意凝固 目光震惊地看着自己 继续道 那位大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不过那样东西具体是什么 那位大人让我自己去看 蒂姆 亨特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 皱眉看着齋腾伯道 行动计划 只有我和凯文两个人知道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 把行动计划告诉其他人的 而计划进行到现在 仅仅只是开始 那样东西还没有显现出来 你们boss为什么会知道 我们想让沃尔兹看到那个 齋腾伯指示着蒂姆·亨特 面具孔洞后的眼睛 闪过一丝异样的神采 那位大人无所不知 蒂姆·亨特沉默下来 他没有把计划告诉过别人 他也相信凯文不会说出去 结果他们的计划关键 居然被另一个人得知 要说那个人能够读取人心 无所不知 他也不是不能相信 这么说 好像有点夸张了 齋腾伯语气重新变得轻松起来 这个世界上 也有那位大人不知道的事吧 不过 那位大人的能力 确实超出人们想象 我越了解下去 越是觉得那位大人深不可测 我也有一样的感觉了 蒂姆·亨特笑了笑 很快又正色评价到 是个很可怕的人 齋腾伯突然沉默了一下 亨特 你的势力衰退 经常头痛 都是因为 当年打进你大脑里的子弹 有碎片残留 现在的医学技术 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但要是你愿意为那位大人笑领 我想 那位大人 应该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也能够重新获得健康 你说了那么多才提到这个 是担心我不相信你们的实力吗 蒂姆·亨特神色轻松道 我相信 你们有能力让我恢复健康 也感谢你的邀请 不过我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我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齋腾伯早看出蒂姆·亨特骨子里的固执倔强 也早猜到 自己说服蒂姆·亨特的可能性不大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我就不劝了 蒂姆·亨特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你好像很想帮我 早上凯文觉得我这样穿着黑袍走过街道太招摇 问我为什么不愿意 你真面目面对你们 亨特先生 我将问题的答案告诉你 你的仇快要报了 而我的仇还没有 齋腾伯转身 往门外走 我的家人遭受了无望之灾 跟你一样失去了名誉 最后家破人亡 我的仇人甚至要比你的仇人 更难应付一些 我不希望自己提前被警察 或者FBI盯上 蒂姆·亨特看着齋腾伯的背影 认真道 如果你昨天晚上跟我这么说的话 我不需要回报 也可以把我的记忆给你 我觉得 现在这样交易也不错 齋腾伸手推开门 走出房间 又顺手降门和上 蒂姆·亨特看着被关上的门 考虑了一下 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登陆了一个境外留言网站 输入了一句留言 十多分钟后 一通来自路边电话亭的电话 打进了蒂姆·亨特的手机 亨特先生 目标已经成功解决掉了 凯文 吉也低声道 上次追赶我的那两个小鬼 当时就在暗原家外面 他们赶到狙击地点的速度很快 好在我没有耽搁 第一时间撤到了楼下 跟我们预想中一样 现在调查事件的人 都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他们只关注你有没有出现 并没有注意我这个亚洲面孔 我已经安全离开了狙击地点附近 顺利就好 蒂姆·亨特平静道 休息一下就过来找我吧 凌晨五点 我等着你 凯文 吉也有些无奈 如果你坚持 要我杀死你 我今晚是没办法睡着了 不要让我失望 蒂姆·亨特打断道 沃尔兹曾经也是一名优秀的狙击手 他在战场上 用手中的狙击枪 杀死过很多敌人 我要保证 你有十足的把握赢过他 那么 除了你的狙击技术 必须强过他之外 你还需要拥有 比他更强人的心态 我知道了 凯文 吉也认真道 我会准时过去的 蒂姆 亨特神色轻松了很多 说起自己这边的情况来 对了 白竹已经离开了 那家伙总算走了 凯文 吉也松了口气 其实刚才就算 没有看到你的留言 我也打算联系你的 要不是我还有行动 要完成 我才不愿意留你 一个人在那里面对他 那家伙来历神秘 背后势力能够知道 警方内部的调查进度 很可能在警方内部有限人 很不简单 我担心 他和背后的人 在密谋着什么 最后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我今天跟他聊的 还算投机 蒂姆 亨特道 我没有从他身上感觉到恶意 可能还欠了他人情 不过 我也不是很确定 欠了人情 凯文 吉也疑惑 他好像有意帮我 蒂姆 亨特道 他说他的亲人 跟我有着相似的遭遇 这话谁都可以说 你可不要那么容易被骗了 凯文 吉也无奈笑道 他已经知道 我要死了 所以我想他没有理由骗我 蒂姆 亨特道 不过 这只是我的感觉 他背后的人 确实知道很多事 也有足够的能力 破坏我们的计划 具体情况怎么样 还是需要由你自己来判断 之后 一切也都交给你了 你自己多加小心 我知道了 那就不说了 蒂姆 亨特 没有把某个神秘人 知道自己复仇计划的事 告诉凯文 吉也 以免凯文 吉也控制不好心态 委婉地提醒了凯文 吉也 就挂断了电话 将手机电子板彻底销毁 随后打开玻璃门走上露台 把手机丢进了露台外的余田川中 凌晨四点半 凯文 吉也骑着摩托车 到了余田川旁 背着装有来副枪的背包 走到河川边 被阴影笼罩的佛台上 看了看河川对岸的老旧公寓 把背包放下 拿出望远镜观察周围 凌晨四点五十五分 凯文 吉也 确认附近没有可疑的人 收起了望远镜 在昏暗中拿出来副枪 往枪里装填子弹 在凯文 吉也注意力转移到手中狙击枪上之时 斋腾伯走到了附近的无七桥上 一眼看到 站在无七桥栏杆上的一排乌鸦 有些无语地走到旁边 往佛台上看了看 果然发现 这是一个绝佳的观看地点 神明大人 早 空青 还有 各位乌鸦老兄 早 早 白竹 早 池飞池和飞沫 先后给了回应 视线始终放在河川边的佛台上 凌晨四 五点 还有很多人在睡觉 他们选择这个时间行动 凯文 吉也一路上不会遇到太多人 一两个小时后 又能有经过河川的人 发现公寓楼玻璃破碎的异常 让警方及时得知 亨特被害的消息 尽快扰乱警方的调查方向 斋藤博站在旁边 看着佛台道 不过 我还以为这场狙击 只有我会来见证 没想到两位都来了 你们这么早就醒了吗 神曲事先截取到了 蒂姆 亨特 和凯文 吉也的通话 他知道 两人约定好的时间 是凌晨五点 所以定了凌晨四点的闹钟 神明大人和空青 需要从米花艇过来 起床时间肯定不会比他晚 难道这两位 晚上不用睡觉的吗 还是跟他一样 为了见证这场狙击 而设置了闹钟 我想来看看情况 所以设了闹钟 迟飞迟到 昨晚我睡得早 早起一会儿也没什么 我也是一样 飞摸道 设了个闹钟 不过我昨晚睡得有点晚 等这场狙击结束后 我还要回去补个觉 斋藤博 原来大家都一样 看来在看热闹这方面 人 神明 乌鸦都差不多 复台上 凯文 吉野 为了避免呆久了被人看到 往狙击枪里装填了子弹 又动作麻利地 在枪上装了辅助瞄准镜和消音器 举枪对准了对岸一栋老旧公寓 房间里 蒂姆 亨特始终注意着钟上的时间 看到时间到了凌晨五点 起身离开了书桌 走到了警铃露台的玻璃门前 让自己暴露在枪口下 砰 砰往露台的玻璃破碎 一颗子弹 擦着蒂姆 亨特的脸颊飞过 打中了房间门框 蒂姆 亨特没想到 自己给凯文 吉野 做了那么多思想工作 到头来 凯文 吉野还是没办法下手 咬了咬牙 一把抓起放在旁边的来副枪 快步到了阳台上 将枪口对准了和对岸的扶台 无奇桥上 斋藤伯看着蒂姆 亨特 冲到露台上 低声道 不到200米的距离 都没有打中 看来凯文 吉野 还是很不下心来杀死亨特 对于亨特来说 这种接近死亡的感觉 更考验心态 直接被杀死 反倒不会 觉得恐怖 飞沫分析道 凯文 吉野 或许是故意让亨特体验到 接近死亡的恐怖 想让亨特改变主意 现在看来 亨特并没有 斋藤伯的话还没说完 站在露台上的蒂姆 亨特 已经朝着对岸扶台开了一枪 平 没有经过消音器弱化的枪声 在河川上回荡 天快亮了 池飞池出声说着 目光依旧停留在蒂姆 亨特身上 天亮之后 附近出门活动的人会逐渐增加 要是有人听到枪声过来查看情况 那两人的计划就进行不下去了 亨特这么做 就是想让凯文 吉野快点下手 蒂姆 亨特开枪后 凯文 吉野 确实再次瞄准了蒂姆 亨特 红色的瞄准辅助光点 移动到了蒂姆 亨特的额头上 在蒂姆 亨特露出满意笑容的同时 一颗子弹也贯穿了蒂姆 亨特的眉心 让蒂姆 亨特瞬间毙命 后仰摔进室内 扶台上 凯文 吉野 再没有丝毫迟疑 磨蹭 收起了枪 放好了头子和弹壳 赶在天色彻底亮起来之前 迅速离开现场 齋藤伯穿着便服 站在无七桥边上 远远看着扶台上的凯文 吉野离开 这是他们一早就商量好的计划 凯文 吉野有心理准备 所以 杀死亨特应该不会让凯文 吉野太过自责 痛苦 他的心很快就会平静下来 然后变得更加冷硬 变成锋利的杀人戾气 话说回来 神明大人 您觉得他的能力怎么样 没了愤怒之罪的影响 齿飞驰不想计较凯文 吉野之前 是不是用枪指过自己 一眼看出了斋藤伯的想法 直白问道 你想把他拉进队伍里 我是有这样的想法 之前他对我没什么好感 我想 并不是因为他讨厌我 而是他防备心太强 我突然找上他们 还了解他们的行踪 这让他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他才像刺猬一样 竖起一身尖刺 对我的接近十分抗拒 斋藤伯认真分析道 而现在 亨特已经死了 吉野不用再担心 我会对外泄露亨特的位置 加上之前我没有带警察 去抓亨特 也没有用这件事来威胁过他们 在他心里会有一定的信誉 他现在面对我应该能够轻松一些 而且 亨特昨晚在电话里说 跟我聊的还算投机 在亨特死后 他会认为 了解他们复仇计划 并且不反对他们 可以跟他聊聊亨特的人 就只有我了 他对我的态度 也会软化一些 接下来 我可以继续接触他 要是后续 我们能够提供情报 帮他脱离追捕 再由我来邀请他加入我们 我想 大概率是会成功的 池飞池看着斋藤伯 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他加入吗 前后两个问题很相似 不过后者的重点在于 斋藤伯的个人意愿 斋藤伯在 池飞池过度平静的目光注视下 感觉自己像是面对着一面 可以扯去自己一切伪装的镜子 有种隐私被窥破的不是感 不过因为心中坦荡 倒也没有将这点不自在放在心上 坦白道 我只要能够帮亨特报仇就行了 至于吉野 我只是觉得他的实力还不错 可以尝试着拉进队伍里 之前 他从于田川旁那栋大楼 狙杀了位于林木塔 第一观景台的腾伯红明 射击距离大大是600米 也就是650码左右 他能够将目标一枪毙命 已经算是很优秀的狙击成绩了 而且 亨特还用生命来磨练了他的心态 让他成为了一个能力和心态 都过关的狙击手 这样的狙击手 放走了 不是很可惜吗 你说的对 但如果你不急着拉进野加入的话 我想再看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池飞池把视线投向地母 亨特曾经站过的露台 就像你说的那样 他发现 你有能力破坏他们的计划后 对你表现出了明显的敌意 论心态 他实在不如亨特稳重 坚定 亨特其实也对你有着防备心 对你提出的交易 亨特一直在审视 其中是否有陷阱 是否会影响自己的计划 只是亨特能够更冷静地对待你的出现 也更有决心和信心 完成他们的计划 所以亨特才能够更加 从容地跟你接触 当然 亨特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 又心存死至 心态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我也不能要求 吉野现在的心态 比得上亨特 只是 论实力 吉野的实力也不如你 650码一枪毙命 你现在应该可以轻松做到 而这差不多是吉野的极限了 所以 无论心态还是实力 吉野都算不上是最出色的人 我认可你邀请他加入的想法 但我希望你不要着急 我想看看 他在后续行动中 在逃脱警方追捕中的表现 我明白了 您想借着这个机会 看看他的综合素质 根据他的表现 来决定 以后 给予他多少重视 对吗 既然您这么决定 那我就先完成我与亨特的交易 顺便与他进行接触 等您认为观察期可以结束了 我再听您指示来行动 斋腾伯看着眼前栏杆上的 某只子童小乌鸦 想到吃飞吃刚才认可了 自己的狙击水平 忍不住嘴角上扬 笑着帮凯文 吉野说话 其实 吉野能够在650码外 将目标一枪毙命 已经很出色了 就算他一辈子的极限就在这里 无法再进行突破 他的水准 也已经超过了绝大部分狙击手 我明白 所以后续 我会重点观察他的心态和人品 而不是狙击水准 说到狙击水准 池飞池没有在看河川边的露台 重新将平静目光 放到斋腾伯身上 从浅草蓝天阁楼顶 朝着陵木塔 第一观景台仰射 精准命中 第一观景台窗户后的目标 你现在能够做到吗 浅草蓝天阁吗 斋腾伯不明白 池飞池为什么这么问 不过还是收起了脸上笑意 认真思考起来 浅草蓝天阁楼顶到 陵木塔第一观景台 有1800米左右 如果没有恶劣天气等因素影响 我现在应该可以做到吧 FBI的银色子弹 可以轻松做到 池飞池提醒到 所以 即也赢不了他 我知道了 斋腾伯正色点了点头 眼中却带着一丝期待 和愉悦欲试 到时候 他一定能给我很大压力 我也会好好利用这份压力的 池飞池对斋腾伯这种心态很满意 没有再啰嗦下去 飞离了栏杆上 你自己安排行动 有需要就联系神曲 那我也走了 白竹 飞沫也带队跟着飞了起来 要是你和那个人对上的时候 我还在东京 我一定会来看热闹的 斋腾伯 能不能把来看热闹 说成来为你加油打气 这样他应该会比较感动一点 早上六点半 池飞池回到米花亭小楼 吃早餐时 向月水汽龟分享了最新的事件进展 顺便把自己用左眼录下来的狙击场面 通过电脑播放给月水汽龟 飞池 小美看 上午九点 池飞池和月水汽龟 换好肃静的纯黑色衣服 带上飞池出门 坐上了司机开到门口的车子 前往田山家在东京的住处 参加田山优的葬礼 两人到田山家时 林木园子已经先到了一步 林木园子同样穿着一身款式 简单的黑色连衣裙 眼眶有些泛红地站在大门口 看到池飞池和月水汽龟下车 立刻走到车子旁 飞池哥 汽龟姐 月水汽龟看着林木园子的眼眶 疑惑问道 园子 你刚才哭过吗 我是被气哭的 林木园子精神还算不错 转头看着室内方向 一脸无语地低声道 又提前立了遗嘱 除了交代自己去世后的财产归属之外 囤续期间 不管两人什么时候去世 都希望家人可以将两人合葬 可是刚才我在里面的时候 优的姐姐李湘泽 还在埋怨 不该让杀人凶手的姐姐 作为田山家媳妇下葬 一直说优这么年轻 就去世了多可怜 害得优的妈妈又哭了起来 也把我气得不轻 美帆小姐 生前跟弟弟两个人相依为命 现在她的弟弟 已经被警方逮捕了 要是优的家人也不管她 那她的遗体该怎么办呢 美帆小姐又没有支持她 弟弟犯罪 甚至她自己也是被害者 他们要是放着美帆小姐的遗体 不管 才会让优死不明目的吧 所以我很生气 在里面反驳了李箱子小姐一顿 然后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直接到外面来了 我还以为你在外面 是为了等我们 月水汽龟故意调侃到 原来是被气出来的 汽龟姐 你就不要笑话我了 林木园子无奈道 我可是一直在等你们过来 爷就连之前坐在屋里的时候 我也在不停地探头往外看呢 那你现在还要进去吗 池飞池出声问着 察觉到田山剑制郎走过来 将视线放在了田山剑制郎身上 林木园子也朝田山剑制郎看了过去 低声道 刚才我在优的灵堂上 大声跟他家人说话 也很不对 等一下我还是再进去一趟吧 飞池少爷 月水小姐 你们来了 田山剑制郎身上穿着黑色西服 神色严肃地跟两人打了招呼 又看向林木园子 园子小姐 刚才真是不好意思 优是李箱子的亲弟弟 提到优的死 李箱子难免会对伊藤家有怨言 所以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 我带他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够谅解 其实我刚才也有不好的地方 林木园子连忙到 既然飞池哥和七贵姐也来了 那我也陪他们进去吧 顺便为我刚才的态度 向伯母和李箱子小姐道个歉 对不起 我先接个电话 池飞池察觉到口袋里的手机震动 跟其他人打了声招呼 拿出手机走到旁边 接听了电话 高牧警官 池先生 真是抱歉 突然打扰你 高牧社隐约听到了和尚诵经的声音 惊讶到 咦 你在参加葬礼吗 我在田山家参加优的葬礼 池飞池转头 看了看田山家的别墅主屋 田山优生前是田山财团的会长 加上年纪轻轻 就死在凶杀案中 所以葬礼举行得格外隆重 诵经的和尚不知请了多少 站在大门外 都能听到屋里的诵经声 而且 田山优的死亡早就传了出去 今天来参加葬礼的人很多 他们到这里的短短时间里 已经有四五辆车陆续停到了一旁 比婚礼那天不知热闹了多少倍 莫名地让他觉得有些讽刺 原来是田山优先生的葬礼啊 前两天我也听说 田山家的人已经办理完手续 将他和美帆小姐的尸体带回去了 高牧社想到 那对死在新婚之夜的年轻夫妇 惋惜地叹了口气 电话那头 传来左腾美盒子的催促声 高牧 你快点说重点 啊 抱歉 高牧社声音严肃起来 池先生 我打电话给你 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我们昨天上午 已经找到了森山先生的下落 只是一直联系不上他 直到昨天傍晚 在他妻子经营的料理教室里 我们才接到了他 从家里打来的电话 可是就在我们 跟他通过电话没多久 他准备开车到料理教室的时候 刚出停车场 就被人用狙击枪远程射杀了 另外 我们不是一直认为作案的人 是前海报突击队队员 蒂姆亨特吗 可是就在今天 亨特也被人杀死了 亨特死了 池飞池故意让语气偷着一丝意外 心里却十分清楚 亨特用死亡来干扰警方调查方向的算计 就已经成功了 是的 我们和FBI的调查员 刚到现场确认了死者的身份 初步推测 亨特的死亡时间 是在今天凌晨 高木舍语气凝重 总之 现在情况变得很复杂 之前滕波鸿明先生 森山人先生 被杀害的案子 有可能不是亨特做的 如果凶手不是亨特 那凶手就不一定 只对亨特的仇人下手 而且 昨晚凶手 在杀死森山先生的狙击地点 同样留下了头子 那枚头子是三点朝上 而杀死亨特的狙击地点留下的头子 则是两点朝上 凶手的目标 可能还有一个人 但是亨特的仇人 应该还有比尔 莫菲和杰克 沃尔兹两个人 所以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 凶手接下来会对那两个人中的某一人下手 还是会对别人下手 木木警官让我打电话 把情况告诉你 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保护你 谢谢提醒 我会小心的 至于派人过来 保护我就不必了 池飞驰神色平静道 现在又发生了两起事件 你们应该有很多事情 需要调查确认 田山家附近 没有适合狙击的大楼 我会在这里待到下午 离开时 也会跟月水一起乘坐 装有防弹玻璃的车子回去 你们不用担心我的安全 这 好吧 那你千万要小心 高木社道 如果有新的情况 我会再联系你的 谢谢 挂断了电话 池飞驰收起手机 走回了车子旁 飞驰哥 是高木警官的电话吗 林木园子好奇问道 池飞驰点了点头 前天发生在 林木塔那起狙击事件 有了新的变化 他打电话跟我说一声 林木园子眼睛亮了起来 难道凶手已经抓住了吗 我昨天打电话 给小兰的时候 听他说 警方得到了FBI的情报支援 已经锁定了凶手 而且你在搜查会议上 还给警方提供了 很重要的线索 不 凶手没抓住 池飞驰坦白道 而且昨天 今天又有两个人被害了 其中一个 还是警方和FBI之前 怀疑的那个嫌疑人 哎 林木园子惊讶到 连嫌疑人也被害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可能是 畏罪自杀什么的 警方目前判断 应该是他杀 池飞驰动身 往大门口走去 拘杀案的凶手 可能另有其人 是前天发生在 林木塔的狙击事件吗 田山剑制郎 在一旁给三人引路 主动加入了讨论 听说 当时死者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狙击枪打穿了身体 鲜血流了一地 周围的人吓得 全部往电梯跑 又不少人弄丢了东西 还有人手臂都被撞得脱臼了 那天我们家 在安排优的葬礼事宜 所以 没有人去参加 林木塔的开放典礼 而且因为 优也是死于枪杀 他母亲最近悲伤过度 身体大不如前 大家也没有在家里 讨论过枪杀这类事件 那我们进去之后 就不要提这些事了 迟飞迟顺事道 以免伯母想起优的事 又感到难过 其实 今天客人这么多 总会有人提起来的 田山剑制郎叹的口气 他也该试着接受忧 已经离开我们的事实了 就像田山剑制郎说的那样 在焚香致哀结束之后 坐在餐厅里吃饭的一些人 就聊到了林木塔狙杀事件 午餐采用分时制 每个人面前的石桌 都有几样小菜 林木园子 直接让人将自己的石桌 安排到月水七龟石桌旁边 继续跟池飞池 月水七龟扎堆聊天 避免其他人找上自己问东问西 午餐快结束时 石元打野 石元李香子两人 随田山剑制郎到了餐厅内 代表死者家人 以及田山家向来客表示感谢 由于来客众多 田山家将客人分批 安排到了不同的餐厅 池飞池等人所在的餐厅 有着各大财团的来客 和田山财团内部高层 大部分人都认识 或者知道石元夫妇 不过 田山剑制郎在道谢开始前 还是郑重地重新介绍了石元夫妇 介绍的名字则是 田山打野 田山李香子 直到三人道谢完毕 前往另一处餐厅 餐厅里的人才低意起来 看来 田山家的女婿同意入坠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 田山财团会长的职务 会由李香子 或者打野来担任吗 应该是吧 或许在明天的遗体告别仪式 结束之后 田山家就会宣布这件事了 田山家的反应很快啊 这样早点稳定下来 也能让财团里的员工安心 我听说是因为会长 生前立过遗嘱 会长他 真是可惜啊 不知道新会长 会不会像他一样 有能力有好相处 好了 我们还是别议论新会长的事了 现在新会长是谁 都还不知道呢 林牧园子 听着其他人的低意 也小声跟池飞池 月水其归 说起自己了解到的情况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就听说了 根据优的遗嘱 在他没有子嗣 妻子也已经死亡的情况下 他的财产会交给他母亲来处理 所以 在优去世后 他名下的股份 到了牧免子伯母手里 田山家的长辈讨论之后 决定让李香子小姐的丈夫 达野先生 入坠到田山家 担任会长职务 如果达野先生不同意入坠 那么财团 就会暂时由建制郎先生来打理 以后有杀 要是找到一个愿意入坠 田山家的丈夫 那么优名下的股份 就会交给他们夫妇的孩子 不过 既然达野先生同意入坠 有杀就没有希望了 说着 林牧园子 又想起石渊夫妇 或者说 刚改完姓氏的田山夫妇 刚才讲话时 精神焕发 春风得意的模样 一脸无语的低声吐槽道 我想达野先生 也不会拒绝入坠的 之前只是因为 田山家有优这个继承人在 他没有入坠的机会 但看他刚才代表 田山家说话时得意的模样 就知道 他对新身份满意的不得了 要不是大家都在这里 我觉得他能在优的葬礼上 笑出声来 月水气归觉得 在背后说人坏话不好 可是想起那对夫妇 刚才确实浑身透着喜劲 也不好昧着良心说假话 大概是因为 他跟优先生的感情 并没有那么深吧 突然继承到了一个财团 觉得高兴也是难免的 那李箱子小姐呢 林木园子嘀咕道 他和优可是从小 一起长大的清姐弟爷 结果他今天的高兴 居然超过了悲伤 真是的 整天只想着 自己能得到多少 木棉子夫人 给他们股份了吗 池飞池平静地出声问道 啊 我刚才忘了说了 林木园子眼睛一亮 立刻低声分享道 木棉子伯母 只是把自己名下的一部分 不动产 给了李箱子小姐 股份并没有给出去 月水气归有些意外 也就是说 达野先生 只是即将担任会长 实际上 手里并没有股份吗 是啊 按照股份来说 现在的会长 应该算是木棉子伯母吧 达野先生只是代理会长 要是他把财团管理得好 又为田山家着想 木棉子伯母 可能会考虑给他股份吧 林木园子半月眼道 最重要的是 要等他和李箱子小姐 有了孩子之后 木棉子伯母才会考虑 把全部股份交给他 这样就算达野先生 不幸去世了 股份也会由他们的孩子 和李箱子小姐继承 对吗 月水气归 有些哭笑不得地吐槽道 这么看来 达野先生 还是很好满足的嘛 池飞池 月水是懂得 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的 奈把他高兴得 太早了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是啊 林木园子笑了笑 又故意摆出一脸沧桑的模样 感慨道 不过 田山家这么做 也是为了防止 田山家的财产被分割 外流嘛 而且 当有钱人家的上门女婿 哪有那么容易啊 池飞池觉得 林木园子 是完全没把自身算在里面 提醒道 这句话 是不是应该让荆棘来听一听 林木园子这才想起 自己好像也需要招人入赘 愣了一下 很快又自信满满的白手道 我跟阿珍不一样的了 我一点都不在意 自己是不是能够继承林木财团 而阿珍高中 就成了全国空手道大赛冠军 是日本的簇鸡贵公子也 他靠自己的实力 也能生活得很好啊 更别说 他还是那种自尊心很强 又不愿意服输的男人 我相信 他不是那种 想靠着结婚来获得财富的人 当然了 因为我姐姐要嫁出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 结果财团众人的准备 就只能委屈 他到我家来了 对于他来说 未来或许会有很大的压力 不过 我想阿珍肯定能勇敢地面对挑战 并且战胜挑战 就像他面对每一场对战的对手一样 我也会一直帮他加油的 那你跟荆棘说过入坠的事了吗 池飞池平静问道 对哦 月水气归期待问道 你们已经谈到以后结婚的事了吗 还 还没有了 林木园子突然扭捏了起来 满脸不好意思 嘴角去挂着笑意 我之前跟他提过我家里的情况 说过我姐姐要嫁出去 所以我爸妈需要我招人入坠的事 他说不想放弃跟我在一起 他会继续努力的 月水气归被唐田的笑容满面 双眼放光 那你父母知道 你们在交往了吗 还没有 他们已经知道我交男朋友了 但我还没有正式跟他们介绍过阿珍 林木园子满脸喜悦的小声道 我想等阿珍下次回来 就带他去见见我的父母 正式介绍他们认识 月水气归嘴角怎么都压不下去 小秘密道 到时候要是有什么新情况 你一定要及时告诉我哦 你们两个稍微注意一点 池飞池低声道 我们今天是来参加葬礼的 月水气归和林木园子 这才想到当前场合不适合高兴 连忙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刚才被忽略的宋经声 也重新传出了耳朵里 伴随着宋经声一并传来的 还有其他人有些紧张的议论声 无差别杀人 新闻是这么说的吗 新闻里没有说的那么明显 不过现在凶手还没有抓到 警方只能判断凶手可能还要作案 却不确定凶手要对什么人下手 不就是无差别杀人吗 林木塔狙击事件的凶手吗 听说连续三天都有人被杀死 实在太可怕了 我听说那个凶手 不仅用狙击枪杀死了人 摆脱警方追捕的路上 还用过手枪 手榴弹这类武器 这样的人在外面流窜着 也太危险了 我说 我们还是打电话 再叫两个保镖过来吧 我妻子今天带着孩子从国外回来 等一下就要到成田机场了 万一凶手选择机场这种地方下手怎么办 不行 我要去接他们 林木塔狙杀事件的凶手在外逃窜 接下来会无差别杀人的消息 传到了餐厅里 逐渐压下了其他话题 参与话题讨论的人神色诉讼 几个准备喝酒的中年男人 也因为担心家人而开始坐立不安 随着第一个人起身出门 向田山家辞别 餐厅里陆陆续续有人起身离开 就连林木园子都接到了自家老爸的电话 让林木园子等着保镖到了 再出门回家 很快 田山家的人也主动到餐厅里 将新闻消息如实相告 并且组织保镖到院子内外 大门口警戒 护送想要回去的人上车 转眼就2024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祝诸位新年快乐 新一年顺心如意 林木园子被林木家的保镖接走之后 池飞池和月水汽龟也坐上车回家 车子没开出多远 道路就因为车辆太多而堵塞 直到交通警察赶到 排成长龙的车队 才慢慢动了起来 我们已经离开田山家了 池飞池坐在车上 跟高木社讲的电话 不过刚才路上堵车 没错 我们坐的车子 装了防弹玻璃 不用担心 我知道了 挂断了电话 池飞池对司机到 直接去毛利侦探事务所 不要从背护艇方向过去 现在犯罪分子 要无差别杀人的消息 已经传开了 很多人赶着回家 或者去接家人 背护艇很多条路 都发生了堵车的情况 月水汽龟用笔记本电脑 查看着时时新闻 也别走低无金川河岸路线 大概是有人想到 河岸路线平时车辆不多 开车绕到了河岸路 结果不止一两个人这么想 所以现在河岸周围 已经有两条路堵上了 而且堵塞情况 比背护艇那边还要严重 交通警察疏通了这条 又堵了那条 那边的交通状况 已经乱成一团了 出身十五夜城 弄了个身份 出来体验生活的年轻司机 犹豫着道 这样的话 我们还可以从新宿过去 但是新宿的商业街本来就多 平时车子和人也多 我们从新宿区过去 路上会不会也很堵呢 等一下 我看看 月水七归在电脑上 查看着交通实况网站 上面显示 新宿大部分街道通行车辆较多 但是并没有堵车 看起来还算畅通 低无金川河岸路 平时车子不多 道路修建时 也没怎么考虑堵车的情况 一旦被堵在那里 车子会停停走走 半天都离不开那一带 而背护艇平时就容易堵车 今天这种情况 应该会更堵 迟飞迟到 我们从新宿过去 是 司机得到了指示 立刻驾驶车子 在路口转向 往新宿的方向开去 路上车辆很多 一辆接一辆地跟着慢行 而人行道上 却没有多少行人 即便是曾经热闹的街道 一眼望去 也没有几个人在路上 剩下几个人 也打着电话来去匆匆 神奇地将拥挤与冷清 同时展示了出来 月水七归翻看了最新的消息 又看了看路人罕见的街道 现在有很多人 已经禁止家里的小孩子外出了 我给博士打个电话 迟飞迟想起 自己家里也有小孩子 往阿里博士家打了一通电话 问了辉原哀和其他孩子的情况 少年侦探团今天上午 依旧在阿里博士家里 做暑假作业模型 上午九点左右 一起看到了电视里 在播放地母 亨特被杀害的新闻 当时柯南的滑板 还在阿里博士家充电 柯南本来是想等下午滑板 充好电之后 再去现场附近看看情况 结果下午柯南还没来得及出门 毛利兰的委托下 被准备去毛利侦探事务所的 佐藤美盒子顺路接走了 袁太 光燕 不美的父母 也已经联系过阿里博士 拜托阿里博士 暂时照看好孩子们 一样打算到阿里博士家 把孩子接回家去 我跟他们说过 不如我来把孩子们送回去 这样也省得他们跑一趟 阿里博士无奈道 不过除了袁太之外 不美和光燕的父母都不在家 电话那边 传来孩子们活力十足 没有半分慌乱的声音 不美 我妈妈今天有工作 过来接我 光燕 我爸爸还没有回家 我姐姐又去上钢琴课了 所以我妈妈打算 先去接我姐姐 路上会顺便接上我一起回去 让我在博士家等她 袁太 我老爸说 我们平时已经很麻烦博士了 今天他会过来接我 顺便给博士送一些蛮鱼过来 光燕 其实我觉得大人们都太紧张了 警方确实还不能判断出 下一个被害者是谁 但也不代表 凶手会对小孩子下手吧 不美 到现在为止 被杀死的都是成年人爷 好像还是成年人更危险一些哦 袁太 是啊 而且之前我们还遇到过 挟持银行客人 挟持巴士乘客 挟持飞行船乘客的歹徒呢 这些歹徒也很凶狠 可是我们完全没有怕过呀 会员爱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 身经百战的 下午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胡乱说了一句无差别杀人 现在大家都觉得 凶手肯定会随机杀死某个人 相比起有针对性的挟持 这样的随机杀人 更容易引起人们恐慌 因为遇害的人 有可能是自己 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好友 在结果出来之前 谁也不知道 这份厄运会落在谁的头上 而且每个人都有这个可能 阿里博士 你们的家人一定是在想 万一凶手现在正在街上游荡 而你们又正好在外面逗留 被凶手看到 并且当成下一个目标 那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他们才想要赶紧 把你们接回去 是非是听着一群人讨论了一会儿 在阿里博士和会员爱 把道理说通之后 才出声到 大众陷入恐慌的情况下 危险的不只是 狙击事件的犯人 可能还有一些人趁机捣乱 小孩子还是不要在外面乱跑比较好 你们三个就等着你们的父母去接你们 这两天乖乖待在家里 还有 博士 小爱 要不要我接你们到七真探事物所去 我就不去打扰你们了 阿里博士笑道 这次的犯人 喜欢用狙击枪 远程射杀目标 我待在家里不外出 犯人就没有机会对我下手了 要是小爱想去找你的话 你来接小爱过去就可以了 费迟哥 你那边没什么异常吧 会员爱似乎凑近了坐机电话 询问的声音也变得清晰了很多 没有 那么明天早上 你还要去参加 田山优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吗 会员爱又问道 池飞池猜到了会员爱的打算 如实回答道 我今天跟园子说好了 我们都会去 那今天晚上我就不去找你了 我在博士家里 会员爱道 明天我再陪你去参加 优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说过 小孩子不要乱跑 你老是跟博士待在家里 我是不会带你去的 池飞池见会员爱 果然是这么打算 果断拒绝了辉渊爱的提议 说完还直接挂了电话 辉渊爱 十秒后 月水汽龟在电脑上看到了 辉渊爱发给自己的 UL聊天消息 忍着笑 用手臂碰了碰旁边的池飞池 小爱让我给你看看这个 聊天框里 显示着一张动态图 顶着茶色短发的小人身后 冒着火焰 挥出一个上勾拳 将个头更大一些的 有着黑发和紫色眼睛的小人 一拳打飞 池飞池转头看着动态图 一脸平静地分析到 这么短的时间 不够他把这张动态图做出来 这肯定是他早就做好的 只是今天才暴露出来 小爱平时居然还会用电脑 做这个东西啊 月水汽龟被动态图逗笑 我都不知道 这个是怎么做的呀 有一个软件可以将绘画内容 直接做成动态图 池飞池顿了一下 很简单的 要不要我来教你 月水汽龟欣然点头 好啊 池飞池立刻操作着笔记本电脑 将软件下载下来 随后一边向月水汽龟介绍着软件各项功能 一边演示 利用软件制作出了一张动态图 茶色短发的小人身后冒火 一勾拳打飞紫童小人 紫童小人飞上天空 很快又以半吨的姿势 落到了茶发小人身后 随后站起身 拎住茶发小人的后颈 像拎小猫仔一样 将茶发小人拎着 丢进体栏杆围城的牢房内 最后 是茶发小人用力拍打体栏杆后 哭着滑跪在地 动态图制作完成后 池飞驰用电脑登录了自己的UL聊天账号 把图片给会员挨发了过去 月水汽龟 感觉哭笑不得时 发现车子又停了下来 转头看了看前方全部停下的车队 有气无力道 又堵车了吗 池飞驰重新在电脑上 调出了交通实况网站 翻看着相关路段的播报消息 前方路边的一个商场里 有人突然在窗户前大喊 自己看到了狙击手 吓得窗户边的人都往里跑 导致有人被撞倒后受伤 现在救护车和警车刚到门口 等救护车接走伤者之后 应该就可以正常通行了 车子停停走走 又过了半个小时 才抵达毛利侦探事务所楼下 路上 池飞驰又给池飞驰 回复了一张茶发萝莉 溜出牢房 痛扁子童哥哥的动态图 月水汽龟 没有再把电脑让给池飞驰 自己用软件做了一张自己劝架 发现没人听 怒咒双方的动态图 给池飞驰发了过去 利用实践 把软件功能都给熟悉了一遍 两人上楼时 月水汽龟还有些意犹未尽 跟池飞驰商量着 怎么改进动态图小人的外形 怎么做出一整套系列动态图来 佐藤美盒子 高木舍早就到了毛利侦探事务所 在池飞驰和月水汽龟进门后 跟两人打了招呼 又把案件调查情况说了一遍 根据FBI提供的情报 蒂姆·亨特 在日本有可能联系三个人 一个是曾经担任过海豹突击队教官的 史考特·格林 目前在挺田经营摩托车店 一个是远海军路战队上市凯文 吉野 目前在福田经营军用品商店 最后一个是战场前司令官马克·斯宾塞 现在是派驻日本的美军咨询顾问 因为警方之前怀疑林木塔 狙杀事件的犯人是蒂姆·亨特 所以昨天上午 警方和FBI调查员一起找三人了解过情况 史考特·格林表示自己 在亨特刚到日本的时候 见过亨特一面 双方只是叙了叙旧 自己并没有给亨特提供过什么帮助 至于亨特违反交战规定的事 史考特·格林认为有这个可能 不过也坚持 亨特一定是为了保护队友才这么做 凯文 吉野则表示 自己没有见到亨特 也不相信亨特会违反交战规定 说亨特救了很多战友的生命 说当年亨特违反交战规定的指控 都是因为杰克·沃尔兹嫉妒 并且还表示 如果亨特找他帮忙 他一定会帮 但是凯文 吉野店里卖的枪械 都是仿制玩具 警方还不确定他有没有渠道弄到真枪 马克·斯宾塞也说自己并没有见过亨特 作为美军高官 马克·斯宾塞对亨特涉嫌犯罪的事十分在意 表示为了美军生育 自己一旦看到亨特 就会将亨特击毙 还愿意将自己的司机 曾经在战场上 成绩仅次于亨特的狙击手卡洛斯 里借给警方 另外 关于昨晚森山人被杀害 今天凌晨 蒂姆 亨特被杀害的两起事件的细节 高木舍和佐藤美和子也都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我们在亨特家里发现了他的日记 翻译之后发现 发生在东京的三起事件 很有可能不是亨特做的 佐藤美和子皱眉道 亨特在日记里提到 有人在挑衅他 总是先一步抢走他的目标 至于对方是谁 亨特在日记里并没有太详细地描述 也没有提到名字 一直是用他们来称呼 真正的犯人 有可能是那个人 原来如此 毛利小五郎神色凝重 直到今天凌晨 亨特也被害了 背后隐藏起来的家伙才进入警方的视线 对吗 现在警方和FBI还没有怀疑的目标吗 没错 事实上 昨天晚上森山人先生被杀死后 史考特 格林和凯文 吉野就一直联系不上 到现在都还处于失联状态 高木舍认真道 但他们并没有杀死亨特的动机 他们两个人好像都在战场上受到过亨特的帮助 电视上播放着东京民众因恐慌而引发的事故 毛利小五郎叹了口气 低头盯着茶几上的一张张照片 皱眉沉思 柯南在脑海里整理着疑点 出声提醒其他人 我觉得亨特被杀死的事件有点奇怪耶 高木警官刚才说过 犯人开枪射击的福台 距离亨特所在的房间大概只有150米 可是他们双方却各有一发子弹打偏了 亨特是获得过战场迎新勋章的狙击手 犯人也能够在600米外 狙杀林木塔观景台上的人 以他们的实力 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物才对吧 笨蛋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优秀狙击击手 所以一开始才会打不中对方啊 毛利小五郎 右手比划出手枪的手势 将手指指尖对准柯南眉心 像是在看五指小孩子一样 一脸嫌弃地看着柯南道 就像飞驰被枪口对准了 会感觉到危险一样 作为优秀的狙击手 他们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敏锐感应 在察觉到威胁时第一时间 他们双方都进行了闪避 所以双方才会各有一发子弹打偏 真的是这样吗 柯南半月眼披着毛利小五郎 可是我觉得优秀狙击手 和危机感应能力是两码事 池哥哥有很强的危机感应 或许是他太敏感了 不能证明他一定是个优秀狙击手 同样 优秀狙击手 也不一定有池哥哥那样的感应能力 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关联性啊 哼 这也说不准吧 毛利小五郎收回丁柯南的视线 小声嘀咕 飞驰的飞盘 射击技术不是还不错吗 池飞驰一脸平静地垂眸喝茶 他家老师 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 难道是他之前在对面大楼 用枪瞄准过他家老师 被他家老师察觉到了什么吗 可是那个时候 他顶着拉克酒一容脸 也没有跟他家老师打过照面 只是那么用枪瞄准了一下 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线索才对 或者是他家老师 有着成为预言家的天赋 说不定 他就是有着成为优秀狙击手的天赋呢 毛利小五郎理直气壮地说出下半句 池飞驰继续沉默喝茶 心里暂停了 对要不要刀掉预言家这件事的考虑 算了 毕竟是自家老师 他在观察观察 柯南一脸无语地 反驳毛利小五郎 可是 就算池哥哥有成为优秀狙击手的天赋好了 也还是不能证明 每个狙击手都能有那么敏锐的感应能力啊 我觉得 用这个来解释 那两发打片的子弹 还是有点勉强 好了 那两发打片的子弹 没那么重要 也有可能是他们对决时太紧张了嘛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尽快找到罪犯 毛利小五郎故作深沉地闭了闭眼睛 其实我已经有点头绪了 你们好像忘了一个人 毛利兰 柯南 佐藤美和子 高木舍和月水七龟都惊讶地看着毛利小五郎 连池飞池都放下了茶杯 准备专心看自家老师表演 毛利小五郎对众人的表现很满意 嘴角扬起了自信 又有些得意的笑容 那就是 驻守日本的美军咨询顾问 退役的海军少将马克斯宾赛 咦 高木舍一脸猛 德斯基 毛利小五郎故意大喘气说话 海军陆战队退役狙击手卡洛斯 离 池飞池 他家老师今天很皮啊 不知道大喘气说话 很容易带来生命危险吗 但是斯宾赛和李都跟亨特没有太大关联 佐藤美和子疑惑到 他们跟亨特好像并不熟悉 不 李其实有动机 那就是他作为狙击手的自尊 毛利小五郎收起了脸上笑意 神色严肃到 亨特在战场上的杀敌数是79人 对吧 李是多少人 高木舍低头看着笔记本 是36人 刚才你们说 这是经过确认的数字吧 毛利小五郎道 那将没经过确认的数字 也算进去呢 佐藤美和子正色道 我记得是78人 没错 就是这个 毛利小五郎十分肯定道 李认为自己的狙击技术 并不比亨特差 可是参加中东战争的时候 亨特的杀敌数 比他多出了一个人 令他一直屈居第二 让他很不甘心 不久前 亨特在西雅图 杀死了那名地方报记者 杀人数就变成了80 比他多出了两个 李感觉很不甘心 所以决定抢走亨特的目标 先后杀死了腾波红明和森山人 这样一来 他们两人的杀人数 就变成了80比80 李让自己成绩 与亨特平起平坐之后 终于决定 在今天凌晨 与亨特来一场对决 就这样杀死了亨特 迟飞迟 他家老师误导警方 调查方向的功力真厉害 要不是他知道真相的话 他大概会觉得 他家老师说的 也不是没可能 可难 嗯 虽然一些地方有些牵强 但小五郎叔叔说的 也不是没可能 我知道了 我们这就按这条线索 去调查一下 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 高木舍和左腾美和子 同样觉得毛利小五郎的分析 很有道理 拿上资料 匆匆告辞离开 匆忙地顾不上 再问问其他人怎么看 前文已修改为 浅草兰天阁到林木塔 狙击距离1800米 爸爸 你好厉害啊 毛利兰忍不住笑着称赞 毛利小五郎见左腾美和子 和高木舍说走就走 有些愣神 不过很快就在毛利兰的 夸奖声中迷失 得意大笑起来 哈哈 月水弃归知道真相 不好意思附和 赞同 跟着池飞池保持沉默 柯南低头琢磨了一下 想听听池飞池 有没有其他见解 主动出声问道 儿子 人生的眼睛 感谢观看